我跟孙胖子虽然一唱一和在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朱维利却始终留在大白蛇的身上 见到大白蛇起立之后 我跟孙胖子同时向着身后跑去 与此同时呢 我继续指使梁柄短剑 对着大白蛇又是一顿连消歹干 跟刚才这情况差不多 大白蛇追了一阵子 吃痛之下停住身子 原地把身子一盘 然后时不时吐几下蛇心 一双眼睛居高临下就盯着我跟孙胖子 跟孙胖子打了一对眼之后呢 这胖子马上就明白了 这大白蛇想干什么 当下他拉着我是拼命的往身后跑 几乎就在我们两个向身后跑去的时候 这条大白蛇就跟弹簧似的 踏一下身子一条直线奔着我跟孙胖子就弹射了过来 现在两只短剑已经指望不上了 眼看我们两个要被这大白蛇一口吞下之时 我一把把孙胖子推出去 借着力量呢 我猛一回身迎着大白蛇张开着嘴 我就冲过去了 没有双剑在手 这条大白蛇瞬间就能把我吞下去 在我被吞进大白蛇肚子里的一瞬间 我最后听到孙胖子的声音声 拉大 他这身子消化不了你 赶紧折腾出来 随后我这眼睛一黑 就感觉身子被紧紧的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 然后一股腥臭之闻是扑面来 满身满脸都是黏乎乎的液体 这就是大白蛇的肚子里吧 好在此时我的意识还是清醒的 当下我把种子的力量贯穿双手 随后两只手我就在这蛇肚子里 我就开始滑了开 只要是手能接触到的地方 我就把这种子的力量传导过去 片刻之后 这大白蛇的肚子开始剧烈的蠕动起来 随着我这种子的力量传导的越来越多 这蠕动的节奏呢 也就开始频繁了起来 就在这条大白蛇肚子蠕动到极限之后 我这身子被硬生生从这大白蛇肚子里被挤了出来 我全身挂满年夜被大白蛇吐出来之后 孙胖子马上跑过来 见到我除了身上都是湿答答的粘液之外 没受什么伤 这才把他的衣服脱下来 把我身上的粘液给擦了一下 这时候呢 再看这条大白蛇 被这么折腾一番之后 显得就萎靡了起来 嘴中时不时干呕几下 只不过除了这层黏糊糊的胃液之外 也没什么东西能让大白蛇吐出来 可能是知道了不好消化 大白蛇退到了远处 一边游走 一边继续的干呕着 被孙胖子把我身上的粘液擦拭干净之后呢 我看着还在干呕的大白蛇说道 这赤眉也没什么呀 比起小岛那只 这大白蛇差得也太远了吧 这时候爱国手拿着一件半透明的东西走过来 把这东西丢到地面上之后 对着我跟孙胖子说道 你们是运气好 这条赤眉刚刚退皮 是他现在最虚弱的时候 要不是这样 我们三个根本就坚持不了几分钟 他说话之时 我已经看到地上那半透明的 就是大白蛇刚刚退下的蛇皮 现在大白蛇已经没有心思再动我们几个 缓了一会之后呢 慢慢的游走到了桶顶旁边 随后他围着桶顶盘成了一个圈 蛇头对着我们三个人 时不时吐几下蛇性子 这意思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就是说你们要是不过来 我就不动你们 你们要是过来敢动这桶顶 我大白就跟你们拼了 现在我们三个人没有心思再去惹他 趁着大白蛇还没有完全缓过来 我们三个就退到入口的位置 虽然有巨石把出口挡住了 但是顺着这条挡路的大石头爬出去 我们还是能找到出去的缝隙 不过防着王大胡子跟苗锦铃在外头偷袭 孙胖的贴着墙壁听了好一阵 这在回头对着我跟爱国说 我说啊 外头没声 这一对臭不要脸的 不然是逃了呢 还是躲在外头 等着牙子他妈解救我们之后 再露面收着残局 话之时我们三个人小心翼踩着大石头往上爬 几乎就到顶的时候 终于在一堆大石头之中 找到了一条可容纳一人尽出的缝隙 就连孙胖的这种体型 从这钻出去也不成问题 当下颤着里头的大蛇不管我们 外边这一对狗男也没什么反应 我们三个人是小心翼翼就从这钻了出去 果然出来之后 没见到王大胡子跟苗锦铃 看来刚才孙胖的这话应该是起作用 这一对能不能再看见无所谓 不过进来之后老杨就此消失了 听刚才苗锦铃话中的意思 他们两个也不知道老王的下落 那问题是这哥们哪去了 就算藏起来 想忽然给王大胡子跟苗锦铃一下 我说此事也该现身了吧 就在我这胡思乱想的时候 孙胖的忽然冲着爱给我笑了一下 然后就说 那个当我了 不是我说你 我是见面分一半的道理 你不会不懂吧 刚才在里头拿什么好东西 咱们三一三日一分清楚 别为了这点什么身脉之物 你说咱们伤了和气 多不值得呀 本来以为回到安全的地方 孙胖子才会对爱果提出分赃的要求 想不到这刚刚出来 孙胖子又急不可待 说出这样的话 爱果连将背包里的东西藏起来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这场合他又得罪不起孙胖子 只能是无所谓的笑了一下 把这背包取出来 对着孙胖子说道 嗨 都是一些不值钱的玩意儿 就是几块碎骨头 那都在这了 你自己看吧 孙胖子也不客气 把里头这蛇骨骷髅啊 几块不同部位的骨头啊 到了一地 在里头扒了一分之后 把这蛇骨的骷髅拿在手中 仔细端详一下 把这骷髅呢 抱在怀里头 然后笑嘻嘻看着爱果说道 哎呀 我就问这一块啊 省的东西都给你 不是我说 这次啊 你这假的便宜了 此时爱果的脸色变得发青 铜顶里头那是龙肿的骇骨啊 整整一副骨架 最有价值的就是这个骷髅 现在得 让孙胖子拿走了 他这一趟 那就算是白来 就在爱果打算 跟孙胖子讨价还价之时 忽然这出现人影 这人影摇摇晃晃 向着我们这边走过来 见到我们三人之后呢 脚底下加快速度 最终一直念念叨叨的说道 救救六郎 救救你们 救救六郎 这个忽然出现的人影是谁呀 正是把王六郎变成绿巨人的苗锦铃 哎哎哎 我这把戏玩一次得了 不是我说 这玩玩玩多有意思吗 孙胖子笑了一声之后 对着越走越近的苗锦铃就说 别管你们家六郎 我告诉你啊 想想你自己怎么办 我说既然来了 别走了 现在半张脸跟绿巨人都不在这 说说吧 你怎么办呢 说到这 孙胖子笑嘻嘻转头对着我低声说道 哎老婆 别给他说瞎话的机会 先解决的呀 这女人只要一等 孙胖子的话还没说完呢 他眼睛忽然瞪起来 不只是他呀 就连我跟爱果都瞪大了双眼 呼吸有些急促的 看着这个老女人 只见他皮肤开始不停的崩裂 但是苗锦铃呢 就像感觉不到似的 继续往前走着 走着走着 他就从皮肤里头走出来了 没走几步摔倒在地上 然后嘴中依旧不停的说道 流浪 救救流浪 女人断气之前 嘴巴还是不停的抽动着 虽然已经听不到 他说的是什么 但是看着意思 是请我们去救王大胡子 看着女人的尸骨 有些不明白了 他这算什么呀 之前为了救那半张好脸的男人 他可以让自己身处险境 现在已经这样 死前唯一惦记的 竟然是另外一个男人的死活 我是真不理解这样的人 本来我是想成全这老女人的遗愿 起码说过去看看 如果说搭把手就救了 实在不行呢 那我也算是尽力了 不过孙胖的死活不答应 他捧着一大舌头 对着我就说了 老板 人家两口子的事 那就不是咱们能操心的 现在老杨也不知道浪哪去了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自保 最多看见老杨 跟他说一声就得了 孙胖的话音刚落 前方忽然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伴随着这声爆炸 我们所在的位置 也跟着猛烈的晃动了起来 头顶上不停的有大小不一的碎石掉落 孙胖的第一时间呢 把身子贴在墙上 一边往前挪一边说 哎呦去哎呦去 我现在能保命出也不错了 剩下的呢 等老杨老吴 他们谁有时间呢 再过来看看吧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 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伯音 小传说书 第三百六十一章 门罗 现在这样的情况也顾不上什么王大胡子了 当下我跟爱果呢 学着孙胖子的样子 后背贴着墙壁 一步步向着出口的位置挪去 有心无险的就走到了出口的位置 好像地震一样的晃动 此时忽然停止了 眼看出路就在前方 走在最前头的 这孙胖子却把脚步停下来 回到看了眼我跟爱果 最后目光定在爱果身上就说 哎 大伙子 能不能给我去实话 我说这次你是自己来的吗 孙胖子这话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当下我也向着爱果看过去 只见着女人冲着孙胖子笑了一下 说道 从头到尾我都跟你们在一起啊 有人跟我进来的话 就算他有办法让你看不见 那沈辣跟杨潇不会看不见 那谁知道 孙胖子脸色奇怪的看着爱果 我说道 你们俩一前一后进来 你在明他在暗 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 趁我们不注意 给谁来那么一下 别说是辣子老杨 就连老吴他也受不了啊 说话支持孙胖子眼睛一直盯着爱果 多了一下之后呢 孙胖子接着说道 大伙子 现在有两条路 你一人来 我们带人出去 如果还有人跟着你进来的话 那没招了 要是一不小心伤着谁 那就不好了 咱们能各走各的 爱谁也别难免谁 孙胖子说话之时 爱果有些诧异的看着孙胖子 直到孙德胜说完 这才犹豫了一下说道 我我我我真的有点好奇 你这大脑是不是跟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你会忽然想到会有人跟我进来 是我做了什么还是说了什么让你有这种感觉的呢 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呢 这就算是默认了 有人跟他一起进来 当下孙胖子呵呵一笑 嘿嘿 本来想当都不知道 我得说现在老杨连个人影也没见着 跟你进来这哥们呢 也一时没露面 我心里都不是没底了 还是说出来痛快一点 省着还得防备你这没露面的哥们 忽然你说从哪儿窜出来 吓我一跳才不好啊 说到这儿 孙胖子冲着爱果一刺牙 坐离鬼脸说道 嘿嘿 道果子 再跟哥说句实话呗 哎 跟你进来的 是不是你家当家的 说说呗 照这进度过不了多久 那我们哥俩就得见一面 真要是你们当家的 我也好做做准备啊 哼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爱果冲着我跟孙胖子笑了一下 本来想跟着你们一起出去的 既然现在孙菊已经这么说了 我也不好意思继续跟着你们 好吧 那我告辞了 山水总有相逢日 希望下一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还有合作的机会 说到这爱果指了一只孙胖子 怀中抱着的舌头说道 这个太重了吧 你真的不想我替你分担一下重量吗 孙胖子一听 哈哈一笑 拍了一下 这舌头骷髅就说了 哎 不是我说啊 你什么时候听说过 到我孙德胜手里的东西 还有再往外送我的道理啊 孙胖子说完之后 爱果不再说话 微笑的绕过孙胖子 向着出口的位置走去 看着爱果的背影 孙胖子最好说道 大果子 哎 你再跟哥交一地 哎 我说这老黄给你什么好处来 爱果这没回头 只是摆了一摆手 然后一边走一边说道 黄然是找过我 不过之前的日子 我不想再过了 他那边我已经婉拒了 以后就算你再看到我 不管做什么 跟黄然没有关系 哦 对了 给你提个醒吧 没有光亮的地方 最好是不要去 话音刚落 爱果已经消失在出口当中 看着他消失的背影 我忍不住就问孙胖子 哎大声 你怎么知道有人跟着爱果进来的 嗨 我说这大果子你不觉得 有点勇恃无恐啊 孙胖子的目光也停留在爱果消失的背影上 多了一下之后呢 他收回目光 看了我 也说道 不是我说啊 这不是上一次混在我们当中卧底的时候 现在我们相互知根知底 他还有胆子混在咱们中间 那不是仗着有后台撑着 还能是什么呀 白天应该是他跟这哥们一起过来的 看见我们先到一步呢 他们改变计划 大果子先跟我们混进来 暗中这哥们进来呢 就总是捡便宜 说到这儿 孙胖子缓了一口气 然后继续对着我说道 刚才老女人被剥了皮 八成就是出自那根的手笔 这一手 虽然老杨八成也行 但是毕竟他不在什么边 如果现在还带着大果子的话 他跟那位明暗一起发难 就够咱们哥俩呀 喝上一壶的 虽然孙胖子说的有道理 但是我还是 对已经没有踪影的爱果不放心 当下对着孙胖子说道 放不放 这不都一个样吗 现在你就不怕爱果跟那人一起跳出来 对付咱们 以前是一鸣一鸣 好歹有一个名的 结果现在倒好 两个人都到了暗处 你就不怕他们一起跳出来 对付咱们哥俩呀 嘿嘿嘿 不怕 孙胖子冲着我呵呵一笑 随后就说了 因为老杨没老头 大果子也怕老杨是螳螂捕蝉 后头那只麻雀不是吗 孙胖子说完之后 爱果也离开有一段时间了 他这才呵呵一笑 哎 走吧 老板 大果子已经把这鹿汤出来了 不管刚才剥了老女人皮的是谁 只要他能出去 我们不就没问题了吗 我说这胖子 他怎么不慌不忙 陪着我在这说话呢 感情这是把爱果豁出去了 当下我跟孙胖子顺着爱果走的路 继续往前走去 一直走到刚才进来的暗门前 只要从这上去 我们就算是安全了一半 不过眼看着要走出去的时候 忽然听到外道 响起一个还算熟悉的声音 到底想干什么 有什么冲着我来 当初金灵杀的人都算在老子头上 我替他死还不可以吗 一看这落腮胡子王六郎 正大声大吼 不过他明显还不知道 他要保护的人 已经先他一步进到了阴曹地府 虽说他跟苗锦麟两个人 都不算什么好人 但是这两位呢 这份莫名其妙的感情吧 还算说得过去 听到王六郎的声音之后呢 我跟孙胖的探头往前那么一看 只见这落腮胡子的男人 手握着他那把牛耳尖刀 正对着身前身后的空气 一阵狂批乱砍 再看王六郎 前胸斜着出现了一道深刻 剑骨的伤口 随着他大杀大砍 伤口之中不断有血渗出来 由于失血过多 大胡子的脸色变得是惨白 可就算是这样 他还是跟疯了一样对着空气一路砍杀着 但问题是王六郎这身前身后 身左身右 他也没什么东西啊 还是我怀疑有什么是我跟孙胖子都看不见的东西 不过看了王六郎手中尖刀落下的样子 实在是不像有什么东西被砍着了 孙胖子看了一会儿王六郎疯狂的举动之后呢 他揉了揉眼睛看着我说道 哎呦 哎呦 哎拉大 不如我说 哎 是我看不见的 还是这王大胡怎么了 疯了呀 不是他疯了 是我们俩疯了 我们这话刚说完不久 只见王六郎是在也支持不住 一刀砍在空气之中之后呢 由于动作太大 他是坚持不住 晾起了一下就摔倒在地 能跟杨潇分庭抗礼的王六郎 这时候枪攒起来的心力已经泄了 竟然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连续几次 王六郎也没爬起来 最后眼睛一闭倒在地上 竟然直接晕死了过去 王六郎倒在地上半晌没有动 我跟孙胖子实在看不出这是什么门道 最后在孙胖子劝阻无效之下 我把这双剑拔出来 握在手心 我是小心翼翼的 向着看似晕倒的王六郎靠近 就在我试探了一下 王六郎鼻息之时 这个一脸落腮胡子的男人忽然之间把眼睛睁开了 剑到我之后呢 就像打了鸡血似的 二话不说 举着牛耳尖刀对着我心口就扎下来 好在我是一直提防着 我闪过王六郎自下而上的这一刀之后 用罪剑的剑柄啊 我对着王大胡子的脑门我就打过去了 王六郎本来就是强弩之梦 当场哼都没哼 直接就晕倒在地 看这样的情形 没有几个小时 这王大胡子也甭想醒过来 王六郎暂时安静下来之后呢 我站在原地转了几圈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 看着我在王六郎身边站了半天 没什么异常表现之后呢 孙胖子这才走过来 凑到我身边之后 孙胖子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忽然伸手捂住右眼 然后对着我说 哎 哎 拉扎 怎么我这右眼 你说跳啊 不是我说 这这点不能待啊 咱得快点走 要说孙胖子的预感 从来就没有错过 不过这里头还有什么事是没弄清楚的 现在唯一活着的就是王六郎 这时候不能把他丢下 当下我呢 把这晕倒的王大胡子扛在肩膀之上 正准备跟孙胖子离开之时 忽然从墙根的角落这儿传出一阵阴沉的说话声音 你们两个可以走 不过要把王六郎留下 这位冷不定一说话 吓了我跟孙胖一跳 我们俩同时冲着说话声音响起的位置看去 只见那什么也没有啊 就在我跟孙胖的惊魂魅定的时候 还是在刚才的位置 又响起跟刚才一模一样的声音 虽然你们两个不在我的名单里 但是我不介意 做一笔赔本的买卖 再给你们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 我还能在这儿见到你们两个的话 你们两个就在这儿排着王六郎吧 无论怎么看 发出声音的位置就不像是有人的 不过我还是对着发出声音的位置 把我手中的罪剑甩了过去 我这短见漫无目标 在角落之中转了一圈 又重新回到我手上 哎 哎 是妹夫吧 不是我说 咱们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咱咱们是一家人的 孙胖的笑嘻嘻的原地转了一圈 最终同时就说道 不是 我爱过大妹子 不知道跟你有没有说过我们俩 哎 我呀 都孙德成 咱们都是自己人 你呢 叫我大成就行 呃 怎么说 这说说半天 咱们是不是见一面啊 黑暗之中这声音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再次说道 一分钟了 既然你们不知道珍惜时间的话 那我只能说对不起了呀 话音落下之时 忽然从我面前两三米的位置传了一阵阴沉的气息 这气息就像是凭空出现一样 一瞬间扑天盖地 想着我扑了过来 等我反应过来 要先下手围墙之时 一丝冰冷的感觉 忽然从我的身后绕过 在我脖子上抹了一下 我甚至都没有感觉到疼痛 一股带着血腥味的热流 就从我这脖子上躺下来了 脖子被人用极薄的力气滑开的同时 我也反应过来 我一手用力的捂住脖子 另外一只手握住短肩 剑尖朝外360度转了一圈 这是我受伤之后瞬间做出的反应 就这一下子不可能一剑毙命 但是多少我得给他放出点血来 只要能找到他的踪迹 我就不怕对付不了这个人 不过这一圈转完之后 剑尖上没有任何着力的感觉 剑封之上也没有看到血迹 这样的反应应该是没伤着的 就在我迟疑之时 还在刚才发出声音的位置 这位说话的声音再次响起 反应不错 就差一点就能伤到我了 可惜就差那么一点 趁着这人没说完 我对着说话的地方直接甩出罪剑 不过跟刚才一样 罪剑没有丝毫收获 再次转了一圈又回到我的手中 这时候我说想破脑袋都想不到 为什么这样的罪剑却伤不到这个人呢 很久没有出现 能让我补刀的人 这个声音冷笑了一声 然后继续对手说道 不过这一刀看来也不用补了呀 你的血管已经被我切断 你能坚持这么长的时间已经算是奇迹了 没等这人说完 我已经将按住伤口的手撤回来 只见几秒钟前还呼呼冒雪的伤口 血止住了不说 就连伤口都已经快速的愈合 除了脖子上的血迹和伤口处的红肉之外 看不出一点刚才刚刚受伤的样子 随后对着那个我看不见的人说道 谁说我受伤了 既然你要补刀 你就快点 划个口子根本没有用 想要彻底解决我 看见没有 要砍断我这个脖子 看到我的伤口在这么短的时间愈合 藏身在暗处当中 这位也是吃惊不小 本来以为可以趁这个机会 这个人会露出马脚 但是这位呢 连一点气息都没有 我手中空有两只短剑 他问题是我找不到目标啊 现在有三五分钟了吧 我这继续挑衅的说道 不是说一分钟吗 现在怎么算呢 要不然我站在这一动不动 你再来一下 白头发的能力是真让人羡慕啊 我的能力不是大砍大杀 看来这次算是有点麻烦了 不过你也算是给了我一些惊喜 这样我给你们一些奖励吧 说着一个花白头发的外国人忽然从空气当中走出来 这外国老人身穿着一身黄格子的休闲西装 满头花白的头发梳得是一丝不乱 微微的落腮胡子看上去男人味十足 看着这外国老头五十多不到六十的年纪 如果真像孙胖的说的那样 爱过嫁给这外国老头 看着老夫少妻吧 多少有那么点不般配 这个外国老头说起普通话来 比张之言还顺利 现身之后 他冲着我跟孙胖的笑了一下说道 见过我的样子最后还是死在我的手下 一共也不超过五个人 在你们去天堂聆听上帝的教诲之前 我再给你们一点好处 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门罗 看着这个外国老头 我忍不住在他话音落地之时 我把我这良柄短剑对着老头 可就甩过去了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 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播音 小传说书 第三百六十二集 有点画牢的杀手 短剑出手的时候 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跟以往飞出短剑的时候不一样 我两只短剑出手之后 没有任何反应 就好像我感觉不到面前这个大伙人似的 只是借着甩出去的力道跟一般的飞刀一样 略显死板地向着面前这个叫做门罗的外国老头就飞了过去 短剑出手的同时 门罗的身子晃了两下 两只短剑就像穿过空气一样穿过他的身体 就在我要再次指使良柄短剑从背后刺向门罗之时 这外国老头忽然从我眼前消失 就在他消失的同时 我这心口处一阵的剧动 低头一看 我胸前已经是血红一片 一根极其细小的钢针就插在我心脏的位置 只是针尾几寸的位置还留在了外道 当下我也顾不得去对付门罗 我咬着牙把这根钢针抽出来 钢针已经有一大半扎进心脏 这要是一般人就这一下子早交代了 但是我脱了白头发的福 算是捡了一条命 不过这外国老头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要说以前也吃过类似的亏 但是对方怎么动手 基本上想也能想明白 像这样人就在我面前 神不知鬼不去动手 事后还让我想不明白的 这外国老头算是第一个 就在我手握两只短剑四处寻找那个叫做门罗的外国老头 准备跟他拼命之时 门罗忽然从刚才的位置显现出身形 看着我胸口差不多痊愈的针眼 他满脸惊讶的说了一场传我听不懂的语言 想不到门罗会有这种反应 不过他说的我实在听不懂 只能对着再次躲到出口外头的孙胖子说道 哎大少你听听 他说什么呢 哎我不是骂大街吧 要是骂大街的话 你可帮我骂回去 孙胖子探出他这胖脑袋对着我说 嗨这哥们啊 问上帝呢 说为什么会有你这么变态 怎么都杀不死的人存在 不如我说 哎这有点寄生于和生亮的意思 听着这个门罗得了便宜还卖乖 刚才你不是一直都压制着我好吗 谁变态 我就说了是骂街吧 大盛啊 你帮我骂回去 他才变态 他们全家都变态 我说的是不可思议 不是变态 不可思议和变态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语言 都是两个意思 门罗这摊开双手 对着我解释道 我没有一点对你不敬的意思 不过如果因为我的话 让你感到不愉快的话 那我向你道歉 说话之时 门罗向我微微的欠了一下身 算是礼貌上道过歉了 这个举动让我有些莫名其妙 不是刚才还想要我的命吗 怎么现在又道上歉了 哎我说这外国老头到底想干什么呀 门罗这重新站好之后 看着搞不清状况的我 微微一笑 不好意思 我可能是有些失态了 以前听爱国说过 你们这种白头发 长生体质的人 不过之前我一直认为 他说的太过夸张了 但是刚才 见到你这种神迹一样的恢复能力 我才明白爱国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可能是怕我接受不了这种事情 他说的还是很含蓄的 回去之后我也会向他道歉的 门罗这儿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猜不透他葫芦里头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当下我开口就问了 那么现在呢 你还要继续动手吗 门罗这儿摊开双手对着我说 哈哈哈哈 再继续下去 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都不能彼此 把彼此怎么样 你伤害不了我 我也不能收割你的生命 而且你跟孙德胜先生 都不在我雇主的名单当中 既然已经是一笔不合理的买卖 还是趁早结束 不要越陷越深的好 听到门罗这些话之后 我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这时候孙胖的凑过来 站在我身边 对着门罗就说了 你看是不是 我都说咱们是自己人 不如我说 好几年前 我跟你们家大果子有交情 听大果子说 你也是我们圈里的人物 不过我怎么不知道 还有您这么一位呢 这里的确是有一些误会 爱国把我们两个的圈子弄混了 现在的门罗没有任何敌意 看着我跟孙胖子是云里雾里 然后呢 门罗这继续解释道 这个应该怎么解释 这样来说 我们两个圈子的确是让人有混淆之处 我的圈子里头 有你们这种技能的人存在 这个数量还是很多的 你们圈子里头的人呢 要暗地里兼职做我们的工作 每年我都能收到不下三十个 这样的报告 要说这老头不解释还好 他这么一解释 我算是彻底闹不懂了 最后还是孙胖子替主问道 哎 没法 不是我说 要不然你还是说英文吧 法语意大利语 我也能整你点 我说您这普通话表达能力有问题啊 这一个圈套着一圈 再说下去 这道奥运会五环了 我是有什么话呀 妹夫 你就直接说就得了 门罗冲着孙胖的耸力耸肩随后说道 简单一点说 我的圈子是提雇主解决麻烦的 不过我们的手段有点特殊 会让这些麻烦永远的从这世界上消失 有人喜欢叫我们这个圈子的人为青道夫 要直白一点的叫做杀手 当然 我本人并不喜欢这样的称呼 看着这位礼貌的有些过头的外国老头竟然是杀手 跟电视上见到那些身穿黑西服满脸横肉的杀手 完全就是俩悟出 我说刚才他两次出手都是奔着一击毙命去的 这时候就听见这外国老头继续说道 今天的事情 我跟艾果分别属于两个雇主 我的目标是让苗锦玲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艾果的任务是解决这里的事情 不过他对你们还是说了实话 我们真的有一位朋友的亲戚失踪了 艾果也要顺便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说到这门罗看了一眼在昏迷之中的王柳郎 然后继续说道 不过在解决这个疯女人的时候出现了一点问题 这个男人拼命的阻止我 虽然我还是解决掉雇主的麻烦 但是这个男人给我带来的困扰也要解决掉 这时候你们就出现了 这也叫杀手 哎 我说这杀手不像麻烦 杀人的时候能把人家皮剥下来 可能是这几天接触灵异的事情多了 如果说门罗 他说他是吸血鬼 我八成也能信 但是现在这外国老头说他是杀手 我还是觉得有一点荒唐 你以为这拍电影呢 还杀手 你说的是苗锦铃吧 门罗这看了我一眼接着说道 我只是把他的攻击还给了他 他本来想剥了我的人皮 只是最后自食其果而已 杀人对我来说并不需要太大的力气 只要是有一定技巧 一个针尖的出血点也就足够了 可能是觉得自己说的有些多了 门罗说到这儿呢 开始有了离开这儿的意思 孙胖的见状之后 最后就问了 哎 妹夫 我这个最后问你一件事啊 你看见我们家老杨了没有 那杨 杨潇 也是一白头发 下了有一阵子 现在问题的 他不知道浪哪去了 杨潇 我知道 我听爱过说起过 说起杨潇 门罗的表情变得有些怪异 多了一下之后 他这才说道 他是一个有趣的人 下来之后呢 我无意当中泄露了一点气息 被他发现之后 他就没有了踪影 连气息也跟着消失了 跟我比起来 他倒更像是 隐藏在黑暗当中 等着随时出现一击的杀手 说完之后 门罗冲着孙胖的笑了一下 他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事 犹豫了一下之后呢 从上一口的里头 掏出了一张照片 递给了孙胖的之后说道 听爱过说起过 孙德胜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 我有件事情 想拜托你 照片上的人叫林怀步 我找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一直没有他的音讯 孙先生 您是有办法的人 这个还请您帮帮忙 照片上是一个三四岁大小的华裔小男孩 一个杀手拿着照片找人 还能为了什么呀 孙胖的看了一眼照片 抬头又看了看这外国老头 麦娃 不如我说你啊 我这 这这这有点太残忍了 哦 你误会了 门罗夸张的摊开双手解释道 这个小男孩的父亲是我的朋友 他失踪了很长一段时间 现在不知道生死 我这位朋友之前帮过我一个大忙 我要把他的孩子找到 当做我的孩子一样 一直照顾着 哦 怎么回事啊 行吧 我那个找上班问 孙胖的把这照片收好 对着门罗继续说道 我知道你不方便留联系方式 找到这人下落之后 我就告诉大伙子 有什么消息 我就说大伙子通知你 行不行 门罗对照片上这小男孩的兴趣 明显比我们两个大 见到孙胖的英诚下来之后呢 话也少了起来 现在看起来有些少言寡语 多少有这么一点杀手的样子 客气几句之后呢 门罗就向我们先行一步离开了这里 看着这个外国老头消失的背影 孙胖的笑着说道 哎 不是我说 哎 这外国哥们有点意思啊 除了碎嘴子一点 看着到底像这么回事 得了 老子 扛着这王大胡子 咱走吧 老杨差不多啊 也该现身了 不用管这个大胡子了 我过去想把这王六郎扶起来 发现这大胡子有点不对劲 仔细这么一看呢 发现这王六郎已经是崛起身亡 事后验尸的时候才发现王六郎的皮肤在没有受到伤害的情况下 气管被人切断了 到死也没挣扎一下 看起来爱国这外国老头真算是有点能耐 这王六郎的尸首也没必要带回去了 这事啊 就让西门链他们头疼 现在该死的死了 该到手的也捧在孙胖的手里 现在留在这也没什么意义了 当下我背着孙胖的挑出的红酒 孙胖的呢 捧着一大舌头的骷髅满载而归 我们就向这外头走去 眼看着走到当初跳下这个窟窿底下的时候 脚底下的大地又开始颤抖了起来 紧接着背后就传出一张轰隆轰隆的声音 没等我这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 孙胖的脸色就变了 拉倒 快点上去吧 牙子他妈呀 明白过来了 哦对 赤梅 我也明白出了什么事 八成这大白蛇已经发现铜顶里头蛇骨少了一头 这是找我们拼命来了 之前虽然没把我们怎么样 但当时为了保护顶里头蛇骨的心思 加上刚刚褪皮正在摔弱期 这才不想跟我多事 但是真要是以拼命的心态来这画面太血腥了 我都不敢想下去 当下什么也不管了 好在艾果从这出去的时候呢 把这飞抓留下来 孙胖的踩在我这肩膀上 他手上抓着这根飞抓的绳索 脚下踩着我肩膀 眼看着就要爬上去的时候 身后传来一声巨大的声响 这条大白蛇可冲过来了 孙胖的这手已经抓到窟窿的边缘 看到他儿子的亲戚之后 慌忙之下使出了劲咔嚓一下 窟窿边缘一大块砖 连同孙胖的一起又掉下 就在这时候呢 这条大白蛇也来到我们身边了 他张开大嘴对着孙胖的咬下去 当时孙胖的摔的是呲牙咧嘴 眼看着他就要被大白蛇一口吞下去的时候 我抓住了孙胖的双脚 就把他给拖出来 大白蛇一下咬空之后 再次张开大嘴 然后对着我跟孙胖子就一起咬下来 当时我也来不及多想 把这两只短剑对着大白蛇的嘴巴就甩出去了 好在这条大白蛇知道短剑的厉害 两道剑光如电闪一般冲过去的时候 这大白蛇瞬间把嘴闭上 捎带着把眼睛也闭上 然后用他这大舌头就冲着我跟孙胖子的方向撞过来 被这大家伙撞了一下之后 我还有活命的可能 不过孙胖子这三百来劲彻底交代了 当下也是真豁出去了 我把孙胖子推到里边 自己就伤受这大白蛇的一下撞击 砰的一声响 当场我被舌头直接就撞飞了出去 摔在墙面上又反弹到了地面上 一时之间 我眼前是惺惺乱撞 身上这五脏就跟挪了位似的 说不出的难受 就在这时候 大白蛇第二下就到了 舌头从上而下 对我这身子砸起来 就这一下子 差点把我的内脏从身体里都紧出来 好在之前大白蛇有吞我进肚的不良反应 他这才没有再次把我吞进肚子里 不过大白蛇也看出便宜来了 再次提起他的大脑袋 然后重重的向我的身体落下 要说同样的亏不能吃两次 这舌头抬起来的时候 我把这两只短剑拔出来 等到这舌头往下砸的一瞬间 我就把这两柄短剑往 我就伸过去了 都不用我主动刺 两只短剑就跟钉子似的 扑哧扑哧就钉在大白蛇的下巴上 这是蛇林最为薄弱之处 加上大白蛇这次也是拼了命 向下砸起来的力道惊人 瞬间我这短剑是直插末梢 大白蛇疼得这身子是来回的翻滚的 蛇尾巴四处乱甩 这边孙胖子刚爬起来 一个多闪不及 这蛇尾巴烧正好扫在他后背上 这孙胖子直接被打出十多米远 落地之后 孙胖子是不省人事就趴在了地上 随着大白蛇不停的在地上翻滚 身子撞击在墙壁上 震的头顶这儿不停有大小不一的石块掉下来 当下我呢贴着墙根站着 一边躲着头顶上掉落的石块一边向着孙胖子倒地的位置走去 同时我还得躲避着大白蛇随时有可能抽过来的大尾巴 好在孙胖子落地的位置啊也靠墙边 加上他惊天地气鬼神的运气头顶上落这石块就没砸着的 就在我来到孙胖的身边正想带他逃离之时 头顶上忽然想起刚才见过这外国老头的声音 本来是不想回来打扰你们 不过那件东西是爱国看重的 所以说我想把它当作礼物送给爱国啊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波音小传说书 第三百六十三集门罗的短板 就在门罗这话音刚落之时 跟孙胖子一起落地的大舌头自己飞起来 我看得清楚啊 他被一根极细的细丝吊着 眼看着大舌头要飞出去之时 这根极细的丝线忽然直接断裂 大舌头正好就落在窟窿的正下方 上面的门罗沉没了片刻之后 大舌头再次飘飘悠悠的飞了起来 眼看就要飞出窟窿的时候 这根极细的丝线再次断裂 大舌头几乎就掉落在刚才的位置上 就在这时候呢 这条大白蛇也发现落在地上的舌头 他也不顾下巴的疼痛 飞快的掉转身子 开始上地上这舌头的位置游走过去 几乎就在大白蛇游走过来的同时 那个将近六十来岁的外国老头 顺着窟窿 他就跳了下 他几乎跟这条大白蛇同时的接触到大舌头的窟窿 大白蛇一箭怎么着 有人要抢 顿时怒不可张开嘴巴 也不顾下巴这如同钉子一般的两只短剑向着门罗就咬了下去 眼瞅着要咬到门罗之时 这外国老头呢 带着他脚底下这大舌头同时消失 大白蛇这坑成一口咬了一空 身子围着这个驱使到处游走 就在此时 这大白蛇头顶上忽然发出了一声轻响 声音虽然不大 但是此时四周围是静悄悄的 这个声音听着是格外的刺耳 大白蛇猛人之间把舌头往上这么一抬 对准发出声音的位置 这直接就撞过去 眼看大白蛇的舌头要撞到顶旁之时 发出声音的位置忽然凭空就出现了一个人 这位正是下来之后一直没见到踪影的杨潇 杨潇现身之后 大白蛇是吊转舌头 对着九位露面的杨潇又咬了下去 老杨双手同时出现两根铜钉 一甩手呢 对着大白蛇的嘴就甩了出去 两根铜钉还没有接触到大白蛇嘴巴的时候 忽然之间爆炸 这爆炸的冲击力将赤梅的大舌头就甩到里面 趁着这功夫 杨潇转身向着外国老头消失的位置就跑过去 大白蛇从爆炸的冲击力当中恢复过来之后 他就认转杨潇 身子一甩顺着老杨的背影 这只大白蛇就追下去了 杨潇的身子闪了几下之后 他就来到刚才门罗消失的位置 老杨双手凭空出现两根铜钉 然后对着大舌头窟窿旁边四个不同的位置甩出去 四只铜钉落地之时几乎是同时爆炸 在这爆炸的烟雾之中隐约看到了一个模糊的影子 看影子这样子正是刚才连同气息一起消失的门罗 门罗出现之后 杨潇轻笑了一声 用脚尖把地上这舌头的骷髅挑起来 随后就跟踢足球似的 把这舌头骷髅就提到门罗的方向 已经来到的身后的大白蛇见状之后 调转身体向着门罗的位置扑了上去 而杨潇闪身躲到里边 微笑的看着门罗接下来要做出的反应 这次门罗呢没有再次消失 站在原地冰冷冷的看着已经冲到他身边的大白蛇 他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接下来的反应 不过事态没有像我或者是杨潇想的那条路发展 只见门罗直挺挺站在原地 手上没有任何动作 如果现在站在那要是一个普通人的话 我以为这老头已经吓傻了呢 站在那他就闭着眼睛等着 眼看大白蛇来到门罗身前 紧接着不可思议的一幕终于出现了 赤梅的身子已经窜起来了 这张巨大的嘴巴再次张开 眼看着就要将门罗一口吞下之时 大白蛇这身子忽然直挺挺 停在半空之中 片刻之后那赤梅的身子 狂撑一下重重的摔到了地上 随后只见大白蛇的脑门上出现了一个不予察觉的真空 如果不是有鲜血从这真空里头流出来 那白纸一般的蛇皮之上显得分外显眼 谁也不会轻易发现这么一个不能够称之为伤口的真空 大白蛇到底是抽出一阵之后就彻底倒在地上 身子一动不动 眼看瞳孔开始扩散 这条大白蛇才算是彻底交代了 从头到尾我也没看到门罗做出任何动作 这条大白蛇 他到底怎么就挂了呢 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看向娘霄 希望能从老杨这得到什么提示之时 只见老杨的笑容已经凝固在了脸上 看来大白蛇的猝死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本来想着呢把赤梅引过去让门罗去头疼 他好做渔翁之力 可现在人家门罗抬手都没抬就把这大白蛇给交代了 这是杨潇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看了一眼脚前的赤梅死了之后 门罗又把目光转移到杨潇的身上 你好 是杨潇先生吗 下来之后你就消失了 想不到现在才出现 我的身份你应该已经知道了 那我呢就不再自我介绍了 毕竟我的职业一般人是了解不了的 顺便再说一下把自己的气息隐藏起来 连我都察觉不到 亚洲杨先生您算是第一个人 啊 彼此彼此 杨潇说话之时 身子有意无意之间向后退了两步 感觉这跟门罗拉开了安全距离之后呢 杨潇这才继续说道 隐藏身形连我都找不到的 不会超过十个人 不管怎么算 您都算是这十人当众 说到这儿杨潇顿了一下 看连我跟孙胖子 然后对着门罗说道 这个舌头算是我送给你们夫妻的见面礼吧 如果一个不够的话 这赤眉的头也可以砍下来带走啊 啊 没有这个必要了 门罗看连脚下的舌头 然后对着杨潇说道 我老家有一句俗话 珍珠再好 太多的话 还不如路边的石子珍贵 说到这儿 门罗脸上的表情忽然怪异了起来 多了一下之后呢 门罗看着杨潇说道 杨先生 关于您的传闻 我听过不少 不过有件事情您可能不知道 我的组织曾经接到过对你的工作 只不过当事人当时报酬太少了 只是一些外围成员接到这个工作 我记得当时是1883年 您可以回忆一下 那段时间有谁要暗杀过你 他们应该就是我们组织的外围 说到这儿杨潇忽然冷笑了一声 随后看着门罗说道 一百多年前的事了 我怎么可能记得呢 那时候我的杀孽不少啊 几乎每隔三四天手上就会有人命 东方人多一些 西方人嘛也不是没有 你这么一说 我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门罗被杨潇看着忽然笑了一声 然后对着老杨说道 哈哈哈哈哈哈 请不要这么看着我 毕竟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 当时还没有我呢 哦对了 说起来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一下 组织的规矩 对同样一个人暗杀三次没有成功的话 这个人会在任务接收名单上彻底消失的 1883年有两个人暗杀你的人已经失踪了 也就是对你来说我的组织还有一次机会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想完成这第三次的机会 如果再失败的话 我们的组织将不会再有人过来对付你 我说为什么一下来我就感觉到了一股杀气 杨潇说话之时 我向他的身边凑了过去 不管怎么说老杨是自己人 就算门罗难搞一点 我们两个白头发体质的人联手 就算不能把这外国老头怎么样 起码说自保 那是没问题的 不过出乎我意料的是 一向小心谨慎的杨潇 这时候竟然开始拖大 我还没走几步呢 老杨对着我摆了摆手 冲着我说道 这个不需要你 让我试试这个杀手会有怎样的手段呢 说完之后 杨潇要回头冲着门罗说道 那你想怎么做呀 暗杀吗 躲起来趁我不注意 忽然冒出来一下子解决我 你已经看到我的相貌 暗杀自然已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门罗把他这格子西装脱下来 顺手扔在了地上 然后对着杨潇继续说道 我也想验证一下生死相伯之时 到底是技巧还是力量 谁会更胜一筹 有句话还是要说清楚的 我们不是路边的混混 就算生死相伯 也不要太难看 如果您介意的话 我们一攻一守 现在的问题是谁来攻呢 本来以为杨潇会客气一下 想不到老杨呢笑了一下 忽然直接说道 哈哈哈哈我吧 说完之后 从杨潇身上分离出几个人影 这些人影出现之后 马上对着对面的门罗就扑了过去 见到杨潇没有亲自过来 而是把自己身上隐秘的魂魄放了出来 只不过这样太简单了 别说是门罗 就连孙胖的急甩棍也能把这些魂魄劈走了 但是想不到的事再次发生了 见到这些魂魄向他扑过来之后 门罗的脸色瞬间难看了起来 他叹了一口气 马上对着杨潇说道 哎 我说了 没有再比较的必要了 从今天开始 您的名字会永远在我们组织的名单上消除掉的 说了正事之后 门罗又用他的母语小声嘀咕了几句 我赶紧把孙胖子拽过来 让他翻译了一下 这胖子呢笑嘻嘻的说道 哎 咱妹夫是清道夫 不是巫师什么的 杀人他就 装神弄鬼啊 八个绑一起 那也不是老杨的对手 不是我说了 遇到杨潇 那就是咱妹夫倒霉 他没办法啊消除这些魂魄 门罗倒也算是认赌服输 认输之后呢 带着骷髅头就离开了此处 走之前再次叮嘱了孙胖的几句 希望能早点找到照片之上 那个叫做林怀步小男孩的下落 门罗走了之后 这边的事情呢基本上也就结束了 孙胖子一个电话把西门链叫给了收尾 事后在地下酒窖之中又发现两具老年人的尸体 两具尸体的嘴巴里头都是香灰 应该是爱国已经处理过了 其中一具男尸放着一张名片 名片上道是一个男人的名字 连着的是一大串的头衔 这人就是爱国口中 这一大家的亲戚全部失踪的朋友 他是怎么去认识的 咱们这不必细说 这一次的事情解决完事之后呢 得了最大便宜的其实是西门链这根几个 赤梅这种传说中的生物 以前只在民调局的资料室里头出现过 现在就有一只摆在眼前 虽然说这只赤梅已经死了 但是呢赤梅死逝还是有相当的研究价值 而且铜顶里头还有一只赤梅的尸骨 西门链见着之后 怕孙胖的回来找后站 当天晚上联络军用运输机 然后把这两只赤梅的尸骨 连同这铜顶一起送回到首都 他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儿 从王老板家这别墅里头出来之后 天色已经微亮 王老板直接把我们三个拉到当地最好的一家酒楼 早上六点钟不到 就把人家厨子从被窝里拽出来准备 等我们几个赶到包房之时 一大桌上好的席面早已经摆上了 昨天晚上杨潇把王老板藏在树林里头 吹了几个小时山峰之后 还是那些跟他一模一样的手下 把王老板解救了出来 这别墅周围几里地他们是不敢待了 当下乘车一溜烟回到室内 早上听孙胖的电话说 说别墅这边已经处理完毕 王老板这才松了一口气 也难得这一大早上啊 暴身赤堵这菜肴摆了一大桌子 孙胖也没客气直奔主位坐下 最后把我跟杨潇呢 拉到的身体两侧做好 看到我们这做好之后 王老板亲自给我们蒸好了茶水 哎呦 这一塌早上的呀 咱们呢一茶太久了 啊 这是三十年的普尔 要是喝不惯的 主位我再换别的茶 嗨 哪有什么喝惯喝不惯的呀 孙胖的抿了一口茶水 然后对着王老板说道 这个王老板啊 有件事呢 我得跟你说一声啊 酒窖里头啊 有几瓶酒 嚷了邪碎了 我们呢 再把这酒带回去 等邪碎消除之后 我再把这酒给您带回来 不过这时间可能长一点 运气好的话呀 你有生之年呢 还能看到这几瓶酒 要是运气差一点 就算是给你孙子留的遗产吧 行不行 王老板一听哈哈一笑 亲手把我们几根的碗中 夹了一块的菜肴 随后这才说道 哎呦 孙菊呀 这就不用了 不就是几瓶酒吗 送来送去的也麻烦 出了邪碎之后 你想喝就喝 要不然家里炖鱼啊 倒一点他也提味不是 哦 对了 我这呢 还有几十瓶说的过去的红酒 我给你送过去看看去 要是有邪碎 您就帮着我一并给除了呗 嘿嘿嘿 行吧 那我这收嘞 帮王老板看看 大不了就炖鱼了呗 孙胖的笑嘻嘻对着王进王老板说道 王老板哪 还有些事 你得好好回忆一下 除了我们哥几个之外 你还找谁帮忙来的 找这人里头 有没有一个叫做门罗的外国老头啊 王老板摇了摇头之后 对着孙胖的说道 哎呦 之前托安秘书之前 我前前后后找了几十家 嗨 不过都是朋友托朋友 里面没有你说这人呢 具体的我真是记不太清楚了 说到这儿 王老板转头看着自己的秘书说道 哎 有孙老板说的这个人吗 秘书这眼珠在眼眶里头转了几圈 这才笑着对自家老板说道 哎呦 之前有一个姓黄的 名字我忘了 呃 是马萧林马老板介绍的 他说有办法解决这个事 只不过他说完之后呢 也就没消息了 我还以为这个姓黄的也就是说说 前几天呢 他给我发了一信息 说找了一个外国朋友帮忙 我以为有谁骗钱的 我这就没跟您汇报 啊 马萧林 还有一姓黄的 孙胖的跟我对了一下眼神之后 似笑非笑的看着蒙老板的秘书说道 不是我说啊 这姓黄的是不是叫黄然呢 啊对对对 哎就是叫黄然 秘书看了孙胖的一眼拍着马屁说道 有孙局长 您真是神通广大呀 连这个姓黄的都知道 嘿嘿嘿 认识有这么几年了 想不到黄胖子会赚这个钱啊 孙胖的呵呵一笑 随后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然后绝口不再提及此事 只是他有意无意之间呢 看了杨小野 老杨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当下宠着孙胖的摇撩头 试一说呢 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 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波音小传说书 第三百六十四集 安秘书的疑虑 意思着吃了几口菜肴之后 王老板掏出一张支票 递给孙胖子 说是一点小小的心意 让孙胖子呢 务必收下 这孙胖倒是客气 看了眼几个铃之后呢 笑眯眯把这支票 转手递给凉销 嘿嘿 就算是孙叔叔沈叔叔 给你老爸的小岛啊 添几块砖头先呗 吃完之后 王老板亲自将我们送到了机场 上了他的私人飞机 飞回到了首都 在飞机上 孙胖子给老郑打了电话 询问他知不知道这外国老头 门罗的底线 你确定说的是门罗 电话那头老郑说出话来 在安静的机舱里头 显得格外刺耳 就听见老郑继续说道 狂子 你可别告诉你惹着他 你最好一定把他弄死了 他要是没死 你得下辈子就算是到头了 一听老郑这话 孙胖子当时瞪大了眼睛 对着电话说道 不是 你一会儿吓我呗 你先说这门罗到底什么来历啊 能把你吓成这样 电话那头老郑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说道 希望你说这门罗 跟我知道的不是一个人 我说这门罗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杀人组织 暗逆的能不乱 他几乎被北美 以及欧洲全部国家冲击了 说到这儿 老郑回忍顿了一下 好像回忍想起了什么事 然后继续说道 孙胖子 说完老郑在电话里说道 有照片的话 那就不是暗夜的 number one 现在就知道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龙头 他的资料呢 我给你发到手机里 没事啊 我马上挂了 啊 几年前的资料呢 现在也不知道 还能不能找他 穿着老郑没挂电话 孙胖子抢先说道 不是不是 你先没挂呀 我这儿啊 有件事麻烦你 这个呢 是你强项啊 有一小孩 你帮我找一下 等一会儿呢 我把这个照片跟信息给你发回去 跟你说老郑 就这小孩 你说什么 也得帮我找着 没等老郑说话 孙胖子先行一步把电话挂上 然后用手机的摄像头把门罗留下这照片拍下来之后就传给老郑 片刻之后呢 孙胖子手机就收到老郑发来关于门罗的信息 上面关于门罗的个人资料几乎就是没有的 十几万字都是在说门罗杀过的人和他杀人的手法 孙胖子看着这段资料的时候 我闲着无聊靠在椅背上睡了过去 等我睡醒睁眼睛 就看见被冷汗尽头的孙胖子正喃喃自语的说道 我去 这么凶惨啊 这大果子家的这什么人呢 等我们下飞机的时候 关于门罗要找的人 老郑那边已经有回话了 照片上这个叫做林怀步的小男孩 现在已经长大了 生活在东北某地郊区 后面呢还有他的详细资料 不过孙胖子已经没有心情再去查看 当下呢给马萧林打了一电话 让他把林怀步的信息转交给门罗 刚刚传送了林怀步的信息之后呢 老郑这把电话又打过来 感情我们回到首都的事情 王老板已经告诉了安秘书 现在安秘书已经找到老郑 让我们两个呢去之前见面的那家酒店包房 好像是关于新民调局的事情 现在又有了新的动向 这家酒店距离机场不远 杨潇呢有事先走了 我跟孙胖到了包房 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呢 老郑跟安秘书这才姗姗来迟 见到之后 安秘书先对我们解决王老板家中的事 表示感谢 随后马上就说到了正题 说最近一段时间呢 本来已经移民到国外的 原委员会重要成员 已经开始纷纷回流到了台岛 这当中有一部分人已经现在到了首都 这些人最近跟黄连打的火热 就在我们昨天去给王老板处理事情之时 他们这些人呢 还在跟黄然矜持吃了几顿饭 吃完饭之后 这些人今天一大早已经离开了首都 大部分人乘坐国内的国际航班 去了澳洲等地 这些地区正是委员会解散之后 大部分成员养老的地方 现在怀疑这些人已经被串联了起来 要准备重建委员会 说完这些事情之后呢 安秘书进行了总结性的发言 虽然新的单位马上就建立起来 但是我们绝不想看到民调局时期 与委员会对峙的情况发生 呃 如果说这种情况一定要发生的话 希望孙局长 你现在马上从这间公司里头抽离出来 算是一种姿态 你呢也要表现出来 嗨 不用那么麻烦 老黄啊跟咱们不一样 想重启委员会呢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说着孙胖子掏出香烟 轮流发了一根之后呢 自己点上了一根 抽了一口之后啊 孙胖子笑嘻嘻的说道 当初这委员会跟民调局啊 他倒法是不一样的 民调局是受不了媒体的压力 这才暂时性的缠起了一段时间 其中大部分成员呢 被分流到其他的兄弟单位 说句话 这帮人都能找回来 但是委员会不同 他们这几年呢 老人十有八九 都已经移民到国外去了 这些人呢 是由恍然供养着的 而剩下的年轻的中间力量 几乎全部都转了行了 光我听说的啊 有什么做啊 这个正行事的呀 有凭着当初的人 卖进了大公司 做高级白脸的呀 还有做了风水学大师的 哎天天在电视上讲风水学 现在这些人呢 混的是风生水起的 让他们再回委员会 就这出场费 老黄他就给不起 说到这儿 孙胖的顿了一下 倒了一杯茶水 自珍自饮 润了一下喉咙之后 又继续对着安秘书说道 最主要的是 民调局跟委员会的底气 当初咱民调局押着委员会十几年 说句夸张的话 就一老杨过去 委员会就得关门 就算委员会重启啊 里头这老家伙也得盘算一下 这笔账到底是合不合算 安秘书虽然听得一直点头 但是心中呢还有些疑虑 那个孙菊啊 就算恍然不重新启动委员会 那还有不少当初的主要委员 这些这些家伙如果要是不顾一切重开委员会 那怎么办继续民调局时期的老模式 还要一直分庭抗礼下去吗 嘿嘿嘿 这个不会的 孙胖子笑嘻嘻的回答道 黄然现在是生意人 除了当初委员会的产业之外 他还有我们这家公司的股份 这么着啊 有时间呢我跟老黄聊一聊 只要能说通黄胖子 他要是不露面 就算是重启 他也不能叫委员会 人家这帮人的 最讲的就名分 名不正言不顺 出身无名的事 你说谁会干去 安秘书算是被孙胖子说服了 点了点头之后呢 对着孙胖子说道 那么你能说通黄然吗 如果说通不了的话 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哎 在新单位马上成立的时候 绝对不能出什么乱子 这事吧 说着看呗 孙胖子冲着安秘书自家一笑 然后接着说道 再怎么说我们跟老黄在这一家公司里头 混了好几年 现在老黄更像是做出一种姿态了 如果我们这边成立新单位 他也有话跟委员会这帮 这帮老同志们交代一下 孙胖子说的这些话呢 算是暂时打消安秘书的顾虑 人家这位毕竟是海里的大秘书 处理的事情不可能只有我们这一件 重要的事情说完之后呢 随便客气几句就起声告辞 先行一步 把安秘书送到包房门口这 看着安秘书离开之后 孙胖子把门一关 然后对着本名叫做王毅的老郑说道 老王啊 别说我这好东西不想着你 哎这次啊我看见面好久 当时我就想你啊 哥们我呀花了天价把这酒买回来的 这两天呢我带着辣子去你家 让你家嫂子呀做俩硬菜 咱们必须不醉不归啊 去老阿党不你 沈辣来我欢迎 我是胖子你啊算了吧 老郑一翻白眼对着孙胖子继续说道 上次哎你也这么说的吧 结果我媳妇做了一大桌山上海味 合着你啊就带两瓶二锅头过来 我承认我没有你酒量好 那你也不能趁着我们两口的喝多了 把这没吃完的打包走了呀 这我媳妇气的就怕把你照片贴门上 下次就得写啊你跟狗布的入内 不是哎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呀 那上次吃羊蝎子的时候 你还不是说你你好二锅头这一口啊 哥们那次我会错意了行不行啊 这次这么着我呢就当给你们两口的赔罪了 孙胖子说话之时伸手在包里头 偷出了一瓶从王老板家中顺出的红酒 然后这商标对着老郑紧急着说道 哎不是我说老王你看看 三十多年前的木桶怎么样哎就就这脚够不够分领赔罪的 老郑那是吃过见过的主一见到这酒标啊 眼睛都知道 当下小心翼翼从孙胖子手中接过这瓶酒 看了眼红酒又看了眼孙胖子 最后呢他对着我说的 神浪这胖子我信不过 你跟哥哥我说这瓶酒这胖子从哪偷来的 哎因为到底是认识孙胖子这么多年的好朋友 一眼就看穿这瓶红酒的来历 当下我冲着老郑笑了一下说道 嘿不是那个哥呀我确实不知道 不过这一路上呢大声跟我说过 说大哥你好喝两口 他还说有机会啊弄两瓶好酒一定要孝敬 是吗 是吗 哎我我这胖子也能说出这人话来 老郑看了眼正宠的笑的孙胖子 笑骂了一句之后又继续对着孙德胜说 看不出来啊 哎哎你小子最近长良心了 我知道你们最叫忙怎么着 忙完这一阵 找一时间呢你带着辣子到家里做一做 我让你嫂子呢做一点硬菜 咱们好好喝他一顿 随便说了几句之后呢 老郑笑咪咪带着红酒离开 看着老王越走越远的背影 我对着孙胖子说道 大胜 反正包里头好几瓶呢 也不是花钱 咱都是白来的 你就不能大方一点 多送一瓶 咱们好几个人喝一瓶红酒 这不够喝的 嘿嘿 拉打这你就不懂了吧 知道什么叫细水长流吗 孙胖子笑嘻嘻的看着我说道 这次都八零年的木桶 下次带二锅头就不合适了 孙胖子这话没说完 电话就响了 孙胖子看了眼来电显示 笑了一下 自言自语的说道 说曹子哎 恍然到了 来电话的正是刚才安秘书画中的主人公 黄然 孙胖子笑咪咪接通电话 对着另外一头的黄然说道 哎 嘿嘿 老黄啊 不是我说啊 刚才我这才跟辣子说了你 这次啊 我带回了一瓶好酒 三十多年前的拉费 对啊 我知道你耗这口啊 怎么着 哪天咱找个好馆子 折点好菜 咱们一醉风修啊 电话里的黄然笑了一下 随后说道 哈哈 喝酒都是小事 随时随地都没问题 正好我这呢 有一点小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白天我跟金池有的事情要办 不在公室 咱们呢就今天晚上吧 还是老地方 我去订房间 咱们晚上七点五天不散 说到这儿黄然顿了一下 紧急着说道 不过咱们这次啊 就别招那么多人了 这样吧 你跟辣子闯不敌多 再招辣子一顿 我但是矜持 有什么话呢 咱们请你们再聊 好不好 两个胖子笑嘻嘻挂了电话之后 孙胖子这脸色忽然变得古怪起来 当下他看着我说道 辣子呀 该来的还是要来呀 一旦我跟黄然要是翻了脸 我说民调局委员会 你选哪家 胖子这话让我莫名其妙 我看着少有一本正经的孙胖子说道 我大声啊 抽什么粉啊 我选什么你还问吗 你干嘛不问我 有没有跟老吴动手打一下的兴趣 孙胖子听完之后 扑吱一笑 再次变回的嬉皮笑脸的表情 对着我说道 这不是马上公司里的人要站队了吗 我拿你练练手 现在咱们算公司里的人头啊 说着孙胖子呢 掰开手指头 一边点着人头一边说 这蒙大小姐张结尾是一对 蒙大小姐说什么 张结尾就要听着 不过他们俩都是委员会出身 好在当年收颖白的时候 黄然坑过他们俩 我估摸着凭着蒙琪琪的性格 只要她保持重力 张结尾就算跟黄然有私交 也不敢太靠钱 余果不用说 本来就是咱们民调局的人 如果新民调局成立起来之后啊 八成他还得混进来 这哥们呢 就算是站在咱们这边 吴连环这老小子呀 墙头草 不过这老小子最会看行情 知道哪个是热炕 哪个是粮造 只要不是黄然下雪本啊 我估摸这老小子 还是跟咱们走 说到这儿 孙胖的忽然冲着我笑了一下 再次掏手手机 一边看着电话簿里的人名 一边说道 哎老子 如果说你是老黄 重启委员会 公司里这些人除了你我之外 你说他最想挖走谁啊 啊挖走谁啊 我愣了一下 公司里面这些人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第一个出现的就是我们豁出命都要保持的人 少姨 老黄会把少姨挖走 孙胖的没有回答笑了一下之后 算是默认了 这时候呢他把手里的电话打通 笑咪咪对着电话另外一头的人说道 哎哎哎哎哎哎呀 我说在哪呢呀啊 我知道这点啊一定在公司 那那什么辣子这次出去之后啊给你带回一点东西 说着孙胖在背包里的一顿猛饭 不过除了红酒之外什么也没有 最后他挑了一瓶红酒看了也说道 这个哎哎哎那个辣子给你带回了一瓶有年份的红酒 啊对对对 嗨我也劝他 我说人家一小姑娘你送什么不好你送酒啊 你猜猜想干什么啊 嗨那你们俩喝多了之后是不是 这个孤男寡女啊 这干干缠令哎呀这这画面太刺激 我怕流鼻血 我都不敢往下想 哎哎哎你别给我哎你别给我电话呀 哎哎哎哎哎哎那什么 酒啊不是送你的 对是送你吴叔叔的 对说到你吴叔叔 哎我说你叔最近忙什么呢呀 欢迎收听有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波音小传说书 第三百六十五集小以厉害 最后好不容易套出无人敌的下落 孙胖的对着电话里的少依依呢 客气几句之后终于挂上电话 随后对着我说 哎喇喇喇 这事有意思了啊 老吴这几天也没露面 看来这事啊可能不止民调局重启也那么简单 我一听这事吓了一跳啊 能有什么比重启民调局更重要呢 不过追问之时 孙胖的推说他还没有想通 等着想明白之后呢 再告诉我 孙胖的既然已经都这么说了 我也不好意思继续问下去 跟孙胖的聊了一会天之后呢 我们两个出了酒店 现在距离晚上订好的时间还早着 我们俩也没有回公司的意思 当下漫无目的的开车逛一会儿 随便找些地方消磨了一点时间 最后好不容易就熬到了晚上六点左右 等我们赶到包尖之时呢 黄然矜持已经坐在包尖里头等着了 可能是不想有人打扰 黄然已经事先点好了三荤三素六个菜 等我们俩进来之后呢 黄然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这次我们是来聊天品酒的 不想有人进进出出 扰了我们的雅兴 我这呢没点这么多菜 如果想吃点什么 咱们再点 等菜上齐了之后 我们再聊 哎呦 六个不少了 要啥自行吃啊 孙胖的笑嘻嘻把手里这红酒递过来说道 黄啊 知道你喜欢什么红酒啊 雪茄之类的东西 你抽着雪茄呢 我也逃婚不来 我就弄平红酒 过来让你尝一尝 哎酒一般啊 你呀凑合着喝一点 哈哈 如果这酒都一般的话 那就没有好酒了 黄人看了脸酒标之后 笑着继续说道 还真是三十多年前的 就这样的酒啊 有钱都已经买不到了 今天算是借了你大盛的光了 说话之时 金池从黄人手中接过这瓶红酒 打开之后呢 倒到醒酒气里的透气 随后呢 取过茶壶 给我们每个人倒了一杯 这个 我说还是金池大妹子有眼力见啊 不是我说 要不然你也认我做干爹呗 孙胖的笑嘻嘻对着金池说道 那我可不敢 金池笑着对孙胖的说道 孙总您这么聪明的人 你把我卖了 我还得帮给你数钱呢 看着这三位说说笑笑的样子 但明明这马上就翻脸了 但是人家一点火气没有 要是放在我老家 我爷早就把炕桌给掀了 我爹跟我俩说早冲上去 揪着对方独打一顿 出气再说 东拉西者说了半天 金池终于忍不住 就主动说到主题上 这小姑娘冲着孙胖的笑脸下说道 哎呦对了 以后我是不是不能再叫您孙总 应该管您叫孙局长了吧 孙胖的无所谓的看了金池一眼说道 嘿嘿嘿嘿嘿 什么孙总孙局的啊 这个金池妹子呀 你要是高兴的话 你就叫我孙哥 怎么显得金乎啊 不过这个呢咱们单论 要不然我比黄人小一半 那可不行 大声 叫什么以后再说 此时黄然慢慢的收敛脸上的笑容 冲着孙胖的继续说道 先说说正事吧 我听说民调局马上就要开张了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黄然说话之时 孙胖的用筷子夹起一个鱼片 放在嘴中 咬了几口咽下肚里之后 这才说道 有啊 不过我也听说了一点别的事 听说委员会要重新干起来了 老黄你还是会长 这个也是真的吧 黄然这沉默片刻之后点了点头 不过他没有说话 反倒是旁边的金池主动说道 孙局长 话可不能这么说 这是你要重开民调局在前 我们这样算是自保 没有民调局就不会有委员会 这时候我要是不说点什么 有点不合适 当下看着金池 我这刚要说话 却被孙胖的一把拦住 这胖子看了我一眼 在我耳边低声的说道 你来就是给我装膽了 只要没先捉的你就别动手 说完之后呢 孙胖的对着对面的黄然说道 老黄啊 别着急啊 听你我的想法行不行 黄然和金池相互看了一眼之后 两个人不再说话 目光就都落在孙胖的身上 说话之前呢 孙胖的先来到行酒器旁边 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 假吗假是晃了半天 把杯中美酒印而进 然后皱着眉头就说 哎呀 这味跟三二二块五那个张宇差不多 还不我就纳闷了 这怎么就卖这么贵呢 孙局长啊 这个就是你的想法吗 黄然这忍不住 插嘴说了一句 这话虽然是说笑的 但是包尖里头的人都能闻到 黄然话中的火药味 多了一下之后 黄胖的继续说道 如果你想品酒的话 改天我送你两瓶品相差不多的 不过今天晚上我们时间有限 还是快点不如正题的好 嘿嘿 这不是开始就说了吗 啊 别着急 孙胖的呵呵一笑 虽然看着黄然的胖脸 然后就说了 黄啊 实话呢 也不瞒着你 新民调局重启 那就时间的问题 最迟再有一个来月 差不多就要挂牌了 这说大势所趋 你我都不可能阻挡得了 没等孙胖的说完 黄然这冷笑了一声 同时矜持也站起来 随后对着孙胖的说道 好吧 那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不管你的新民调局什么时候开张 我委员会会明明早一天重启 对了 委员会复开的时候 我会给你记一张请柬 到时候还希望孙菊赏个面子 能过来坐一坐 老黄啊 不是我说你 赌气就没意思了 你把我这话听完 如果你要是不满意 你再走也来得及 孙胖的笑嘻嘻拦住黄然 嬉皮笑脸把黄然按回到座位上 然后又说道 你要是重启委员会 我反对其实也没有用 不过我先替你分析一下 委员会复离之后 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行不行 说着孙胖给黄然矜持跟我每个人倒了一杯红酒 剩下的呢 他直接对着瓶口灌了一口 不如我说呀 现在这形势和当年民调局委员会二虎相争 那可不一样了 当初你们委员会几乎把东南亚的业务都包了 现在呢 现在呢 日韩印国啊 你不想要了 这三个地区宗教形势已经成形 当初你们就没伸进去 多少是不是 现在就更不可能了 泰坦国 有好争议 好文明哥俩守着 他跟马可帝国印兰都是一体系的 这三地区基本上那就是新民调局的后院 以前你也做过泰王的宗教顾问 不过现在此一时彼一时 再攀这交情骨气也没什么用啊 呃 这个蒙金呢 现在虽然是金喷洗手了 但是这一圈子还得看他脸色 如果你想打他这圈的主意 蒙金跟他这女徒弟孟灵烟 为了自保就会主动靠下我这边 对不对 那就算把他们这一圈呢 白送给我了 还有新加坡 这地区虽然有钱 他架不住他小啊 还没昌平大呢 你得了也没什么用 剩下的飞国 窝国 越国 哎 这些地区我都不惜的跟你争 不过老黄你真能拉下脸来去这地讨生活去 孙胖的说到这儿 黄然的脸色虽然没有变 但是他身边的金池却不予察觉的叹了一口气 不过这个举动还是没逃过孙胖子的眼睛 这胖子呵呵一笑 用手上的醒酒器跟黄然的酒杯轻轻碰一下 也不管人家老黄喝不喝 他自己呀 又关了一大口 这个亚洲的势力范围咱说完了 其他地区呢 也不是咱们能发展对象 人家不是信上帝 就是信阿拉 对我们这边啊 他不感冒不是吗 再说了委员会重新组织起来之后的事啊 老黄实话实说 你对自己委员会重建有信心吗 哎咱们别的先不说啊 就说以前这老人 除了你老爷带出了这几个忠心的之外 你能找了几个哎你能找了几个 不是我说 人家在家里头啊抱孙子想儿孙福 不是我说你好意思把人找出来啊 陪着你想要出快去 老人已经这样了 年轻一点的啊 已经是个子发展的 里面除了现在混的不好的 还会有人像以前那样 不是去鬼屋守着呢 就是去坟地守着吗 孙胖的说到这儿 黄然虽然没有多余的表情 但是他把酒杯端起来 把里头的红酒一饮而尽 以前见过老黄喝红酒的架势 他一杯红酒能喝一个下午 什么时候能看见黄然跟孙胖子 这种牛饮的喝法 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孙胖子说的这些 黄然显然已经听进去了 黄然这举动孙胖子很满意 当下的笑了一下 陪着也喝了一大口 然后继续说道 现在你纠结了呀 就是我去新民调局这事 关键他不是我重启了呀 那上纸下派轮到我哪个顶上来 哎就算我不去 别人也会干的 老黄这个你比我明白吧 不过我去了之后呢 哎对你 对当初委员会这些老人 他不是有好处吗 看着黄然有些迟疑的眼神 孙胖的笑嘻嘻 把这醒酒器里头最后一个红酒喝下去 然后继续对着老黄说道 老黄啊 新民调局成立之后 我们自然的从公司里的撤出来 到那时候呢 这家公司就是新民调局的外包公司 只要我们人手不足或者不方便处理的事 那不都转包给咱们了吗 不是不是 转转转给你 你这家公司吗 是不是 虽然委员会没有了 不过这家公司跟委员会 哎我问你了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到时候委员会之前这些老人 哎该抱孩子抱孩子 每个也从你这儿啊 拿几万块钱的生活费 不如我说 就这日子 我都想过两年 孙胖的这几句话 让黄然可心动了 他看了一眼孙胖的之后 伸手去抓自己面前的酒杯 可酒杯到手才想起来 红酒早已经喝完了 金池见到之后呢 急忙把酒杯里的红酒倒进黄然的杯中 黄然再次是一饮而尽了 孙胖的见完之后 笑着说道 兄弟啊 怪我了 还怪我了 早知道当初啊 多带一瓶过来 现在细品一瓶啊 哎跟张玉味道还真不一样 这十几万咱们一瓶红酒也不算太贵啊 不过现在啊 还想喝点 要不你们等一会儿 我买瓶张玉去 孙胖的这话说的是真心亏啊 卖到车后卫箱里头 有四五瓶红酒 过来的时候呢 我劝他 我说反正也不是自己花钱买的 多带两瓶进去 也能冲冲场面 但是孙胖的呢 死活就不干 说这红酒再放两年 那笔黄金还得值钱 他八成已经盘算好了 第一瓶喝我们的 那之后呢 就得让黄然消费了 果然这一杯红酒下肚之后呢 黄然把餐厅警理叫过来 要了酒店里头当做镇店之宝的一瓶红酒 别看今天晚上菜少 但是买单之外 怕是比以往任何一餐都要贵得多 没过多久呢 经理亲自把这瓶 我根本叫不出名字的红酒 这次也不用醒酒了 黄然直接给自己倒了一杯 再次喝光之后呢 对着孙胖子 黄然就说 如果我就是一根金 一定要把委员会再次开起来 你会怎么对付 别说这么严重 是什么对付不对付的 孙胖子呵呵一笑之后呢 拿起黄然身前的红酒给自己倒了半杯 他也不喝 拿着酒杯呀 在这晃来晃去 一边晃着酒杯呢 他一边跟着黄然说 看在咱们哥俩这两年关系上 你说我的蛮怎么着 但是上都怎么做 我是真不好说 可能你在大陆这些企业啊 会有点麻烦 那个不一定插封 但是找个麻烦 停动个三五年 我估计少不了 哎对了 我老黄 听说这两年怎么着 把家底都搬到大陆来了 孙胖子提到黄然的私产 不过黄然对他的私产 并不放在心上 黄然把自己的雪茄掏出两根 他知道我这些东西不感冒 当下分给孙胖子一根之后 另外一根自己点上 慢慢的抽了一口 这才对孙胖子说道 前世身外之物 没有了再赚就是了 但是民调局重启之后 我不把委员会再建起来 我是有点对不起当年委员会的先人们 说到这黄然停了口 把酒杯拿在手中把玩了起来 看来他是铁了心要重建委员会 对啊 钱财是身外物 老黄啊 你还年轻 再转个二三十年没问题 当然你想了没啊 以前靠你供养的委员会 对这帮老家伙和西北风家啊 孙胖子似笑非笑的看着黄然 学着他的样子 狠狠的抽了一口血架 最后把这口烟吐在老黄脸上说道 当初委员会在国民政府支持他 是不是 后来搬到台岛之后呢 政府不管了 可好歹啊 攒了十几年家底 加上这几位会长那都是捞钱的耙子 再说句实话 后来民调局时期 我们家高老大怎么赚的经费 那还是学的你们委员会当初的那一套 不可今时不同往日 委员会真要是重建的话 我说人吃马背 你能供得起几天的草料 老黄 不是我说 有理想好的 但他理想他不能当饭吃啊 我既然想要重建委员会 资金的问题自然就考虑到了 黄然并不理会孙德胜喷在他脸上的烟雾 还是笑着说道 现在这个年代 找家银行贷款和融资应该没有问题 而且呢 我也认识几个有钱的朋友 以前我替他们解决过棘手的问题 向他们开口借钱 应该不是太难的事 作者 耳东水兽 波音 小传说书 第366集 只有一个民调局 听到黄然的话之后 孙胖子先是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叹了一口气 看着正冲着他微笑的黄然说道 老黄啊 咱们俩的关系也用不着互相试探 是不是 没劲呢 如果你要坚持重建委员会 今天晚上就不会来这饭局 所以说呢 我不跟你绕完子 你有什么条件 你说呀你啊 哈哈哈哈 我就喜欢跟你这样的聪明人说话 黄然笑了一下随后继续说道 既然大圣你这已经挑明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重启民调局 我就守在这给你做一个二报 委员会的老人呢我去安抚 如果需要我做什么 能帮的我一定帮 只要你能满足我一个小小的条件 让矜持去你的新民调局 不可能 没等着黄然说完 孙胖的一口拒绝他的条件 不过马上又对着黄然说出拒绝的理由 我老黄 咱俩知根知底 是不是 你知道民调局期间就没有女性调查员 除了文员之外 一勺老爷们 只有一个少依依是被我糊弄来到了民调局 这个不用我废话 他是干什么的 啊 你知道 老黄啊 不是我不给你这个面子 那我们家高老大留下来的规矩 那我不能说废就废啊 哈哈哈哈 我也没说让矜持做调查员呢 黄然笑着对孙胖的说道 就是一般的文员就成 哎 我也是想要矜持啊 在你这儿学点东西 毕竟我呢 现在年纪大了 这家公司早晚要留给他 让他跟着你好好学学你的领导才能 你说这以后公司给他了 我也好放心呢 黄然这说完之后孙胖的沉默了一会儿 随后呢 他又恢复他的招牌式的笑容 冲着黄然笑了一下说道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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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黄 这事就依你 哎 新民调局只要一开仗 我大妹的金池就上我这上班了 不过黄然 既然你都提条件了 那我也不跟你客气 金池来我这新民调局没问题 我呢 从这家公司里的撤股 我这三成股份转到你的名下 但是啊 辣的这股份不能动 他这三成必须留在公司 你也知道辣的性的值 一旦他在民调局里的得罪谁 干不干下去 他必须有一个吃饭的地儿 老黄 要说我这要求不算过分吧 孙胖的说完之后 这次轮到黄然沉默 他看了看金池 又看了看我 有一半天之后呢 黄然这才对孙胖的说道 嗨 辣子股份能留在公司 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但是呢 他不能影响公司的日常运作 辣子只有每年的股份红利 当然了 如果公司遇到什么困难 他能过来帮一把的话 那是再好不过了 大胜 这个安排不算过分吧 孙胖的看了我一眼 随后冲着黄然笑了笑说道 得啊 咱们这事啊 就这么定了 辣的这股份留在公司里头 京师妹子呢 跟我进民调局 嘿嘿 哎呀 咱们是接了欢喜啊 老黄 这么大一高兴事儿 我说你不再来点红酒意思一下 那个也不用太好的 哎 跟刚才这瓶差不多就行了 这时候黄然笑了一下 看着孙胖的说道 呵呵呵 呃 这瓶酒啊 小意思 不过呢 我还有一个小条件 哎 最后一个条件 如果你要是答应了 把新民调局开到我老家去 我都可以当做看不见 忽然听到黄然这又开条件 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当下孙胖的这心呢 马上要提到嫂子眼了 深深的看了黄然一眼 然后对着他说道 不是我说老黄 你这没完没了了呀 说吧 最最后一个啊 不是 你不是要亲自来新民调局挂弦吧 哎 怎么可能啊 黄然这高深莫测的冲着孙胖的笑了一下 说道 呵呵呵 这个条件就是 你把这一餐的单呢 你给我买了 当天晚上的孙胖子是含着眼泪呀 从酒楼里头出来的 要说孙胖子也是身家过亿的人 不过从小到大 他基本上都是蹭别人的 结账的时候呢 当数清楚后头几个铃 孙胖子差点没一口气背过去 最后还是我给了一半的费用 他这才勉强的缓成这口气 上车之后啊 他这口气出不来 于是呢 找人撒了一下气 孙胖子掏出手机 拨通一个号码打过去 就听他对电话那边说道 哎 啊 那个老马呀 那个我给你提醒啊 杨潇让我转告你 说你们家这个恶灵又出来了 是不是啊 你以前呢 招个道最容易被迷 什么 让我帮过去帮忙 不行啊 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是忙啊 那忙的是脚打后脑勺 那就不可开交 怎么着 你呢 开张支票打个来啊 我让杨潇做一个水路道场 替你这儿挡挡栽啊 嗨 多少钱 看你心子呗 是不是 打这天起啊 重启民调局 算是正式的进入了日程 孙胖子还真就忙的不可开交 刚刚过去没几天 他就被安秘书叫到了海中 本来想让他带着我进去见解世面 可惜临去之时 安秘书特意交代 这次首长只想见孙胖子 其余的人呢 不在接见的范围之内 无奈之下 只有孙胖子跟着安秘书去了海里 中午十点来中 晚上擦黑这才回来 回来之后呢 问他什么 孙胖子也不肯说 只是让我争取了一个主任的名额 然后孙胖子就开始各种忙活起来 这样的事我帮不上忙 好在认识的人里头啊 还真就有能帮得上忙的 忙了没几天 孙胖子把吴连环找回来了 想不到这半辈子活在墓地里的半大老头 替着孙胖子办理各项事宜 那叫一个游战有余 看着吴连环屁尖屁尖 跟着孙胖子出去忙活 我这心里都去想啊 嗨 这老头啊 当初真就是入座行了 跟黄然吃完这餐之后的第二天 我孙胖子吴连环 就从老黄家里搬出来 本来想把这松岛接一郎跟上山老和人一起带走 想不到这老和尚 跟黄然还吃怪了嘴了 说什么也不肯走 他要是不走 松岛接一郎呢也要留在黄人家里头 说是守着老佛爷被佛法感化了 他这魂魄自然能够恢复的快点 要说这房子呢 孙胖子早就找好了 在民调局原址这盖起一栋小租楼 就在我们搬进去之后的第三天 这些日子一直没怎么露面的杨军忽然找上门来 那天杨军明显是算好了时间之后才来的 那天正好是孙胖子被叫到海里头 不知道跟哪位首长聊了大半天 一直到家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了 大阳几乎是跟孙胖子前后脚到的 让他进来之后呢 大阳一直吞吞吐吐的表现的极为不自在 一直磨蹭了一个来小时 磨得孙胖子耐心快磨没的时候 杨军终于说到 嗯 嗯 那个 孙大乘啊 嗯 我 我 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知道你要重开民调局了 那个 关于我 我 我主人的安排 说到这儿 大阳这话就卡在嗓子眼上了 孙胖子一见呵呵一笑 随后对梁军说道 嘿嘿嘿嘿嘿 大阳啊 你这意思我明白 放心啊 只要有我在这儿 你们家小皇上吃不了亏 怎么着 我呢 在民调局里头 给这位啊 安排一个总顾问的职务 哎 这怎么样 可也不用每天打卡上班啊 一年呢 来个三五趟 意思意思就行 孙胖子说完之后 大阳没有马上表态 看着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孙胖子马上就明白了 当下呢 继续说道 我也明白 你们家小皇上这辈子啊 就只做一把手 不过这总顾问那什么呀 那是精神领袖啊 你说谁能打个他去 怎么着 以后每次开大会呢 哎我把他老人家请过来 就坐在主席台的中间 没等孙胖子说完 大阳这儿再次说道 不是 你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是这样的 我听说你在民调局里头是副局长 局长跟书记的人选还没有定 你看我家主人怎么样 他是什么出身 你们也都知道 当年那是治理天下的 现在区就在一个小小的民调局里头 做一个局长或者是书记 虽然是委屈力大 但是好他也是一个工作啊 大阳说到一半 孙胖子的嘴就张开了 好容易等阳究说完了 孙胖子咽了一口口水 磕磕绊绊的对大阳说道 不是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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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意思是让你们家小皇帝 做做新民调局的局长 那个 尖书记 大阳指出孙胖子话中的错误之后 又继续说道 你也知道 不可以有人跟我家主人平起平坐 如果只做局长兼书记 我知道这个要求恐怕有一点难度 不过孙德尚 你是有办法的 运作这点事应该不成问题吧 哎呀 你是真给我面子呀啊 孙胖子苦笑了一声又继续说道 不是我说啊 我说你合着 以为这新民调局是我们家开的呀 哎 他跟着我姓孙呗 大阳实话跟你说啊 局长和书记呀 不是我不想做 这位置海里都早已经内定了 那过几天就来报刀来了 啊 海里 哪个海啊 杨军没听明白孙胖的话里的意思 当下这胖子呢 很有深度的指了一下 然后看着大阳说 就哪个海 就是现在 坐了你们家小皇帝位置 那位 是他指定的局长跟书记的人选 你说我就是一小小的副局长 哎 要不然这样你还行不行 等那局长跟书记报到的时候啊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你过去呢 跟他们俩抬一抬 看看人家能不能把这个位置给让出来 杨军就算再走他也能看出 他们家这小周皇帝是不可能坐得上 局长兼书记的这个位置 就在他有些郁闷要起声告辞之时 孙胖子忽然把他叫出来 我说大阳啊 这个我有件事我就没明白 哎 新民调局重开这消息传出去没几天 局长跟书记这事更没几人知道 哎 我说你是听谁说的 啊 是吴连环告诉我的 杨军这心思还在替他主人惋惜 没有坐到局长兼书记的这个位置 完全没想到自己一句话把老吴就给卖了 上午呢 我有点事找他帮忙 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了新民调局的事 他亲口告诉我 局长跟书记还没有着落 所以说让我呢过来试试运气 孙胖子笑嘻嘻的送走了杨军之后 一转脸 这大胖脸就变了 对着客厅他就喊着 无量还 臭不要脸 给我滚出来 这局长跟书记的位置啊 你还惦记上说 还跟谁交舌头了 你给我出来来 今天这事你要是不说清楚 哎 我现在找一块我把你埋了你行不行啊 我让你自己啊 我捣捣你自己 吴连环哆哆嗦嗦 从这厨房里头探出脑袋 哭三个脸看向孙胖子 说话之前呢 上去啪先给自己嘴巴 嘴巴打完之后 他这才带着哭腔 对着孙胖子说道 哎哟哟 我我我也没跟谁说过呀 你就是上午回公司的时候 我我我看见恍然了 我就当笑话 我我跟他说了几句 呃然后就是呃 蒙琪琪啊 嗯那个少依和张之言 你说他们都在一起吗 然后那个 那么上善老佛爷 和办事的西门链他们哥仨 呃回来的时候呢 你不是让我去欧阳偏左那给你取子弹吗 我在那我看见了呃 从泰坦国回来的好文明跟好争议哥俩 不是不是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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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哎哎哎救命啊 吴连环说到一半孙胖子终于忍无可忍抽出短剑向着吴连环就冲过去 最后在我的劝阻之下孙胖子总算让吴连环这儿流了一条命 不过就算是这样孙胖子这口气还出不来 当下指着吴连环这鼻子呀 给这半大老头愣是骂了半天 骂来骂去孙胖子反应过一事了 哎不是等一下 你刚才说什么来了 哎 你到欧阳偏左那儿 你见谁了 哎 好争一个好文明回来了 啊 那个他们俩早早上就回来了 嗯先去看欧阳偏左啊 本来想下午过来看孙居您 不过听了我一说 说你被海里大首长请去了 这哥俩就改主意了 说说明天再过来 见到孙胖子这脸色好了一点 吴连环呢 马上陪着笑人说道 不是我这这别等明天了 这几天我是一点比一天忙 孙胖子一边说 一边把电话取出来 就拨打了好文明的号码 笑嘻嘻对着电话另一头的好文明说 哎呦好头 不是我说 你这回来了 怎么不知道知会事啊 现在哪呢 哎呀 我跟辣子去看你们 不是大半夜去那干嘛呀 哎好嘞哎哎哎哎 你们哥俩在那等着啊 我们俩五分钟就到 挂了电话之后 孙胖子笑眯眯看着我就说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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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子啊 你猜这哥俩现在在什么地方 不 这事怎么猜呀 不过就在我要孙胖子公布答案的前一刻 忽然想到我跟孙胖子 所知好家他们哥俩有关系的 只有一个地儿 多了一下之后我就说 哎 在民调局老楼呢吧 要是猜错了你直接告诉我得了呗 孙胖子有些差异的看了我也就说 还真就是民调局老楼 邋遢 不是他们哥俩啊 不会是联系过你吧 知道好家哥俩就在民调局老楼之后 我也没心思跟孙胖子胡闹了 当下把孙胖子刚脱下来不久的外衣 再次扔给他 随后我一边穿上自己的外套 一边对着孙胖子说 我知道的事情你能不知道 别废话了老楼里头没水没电 先把这哥俩切除再说吧 说到民调局老楼是没水没电的时候 孙胖子呵呵一笑没说话 穿上自己的外衣之后呢 跟着我出门上了车 然后就向着民调局的老楼驶去 我们这新家距离民调局不远 五分钟不到 就在老楼门前停下了 每次走到这儿的时候 都会想起几年前 我跟孙胖子第一次来到民调局报到的情形 一转眼几年过去了 楼还是这座楼 但是里面已经是物是人非了 想到这儿我心中就开始唏嘘不已 不过没容我这感慨呢 就在楼里头亮起了几盏灯 这里头几年前就断了水电 现在这里头怎么可能会有灯光呢 孙胖子看见灯之后 丝毫不觉得奇怪 当下带着我一起就进到老楼的大门 进来之后我发现这是乱七八糟的 装修的工具材料散落一地 我心里马上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当下对着孙胖子说道 哎大圣 不是 这儿就是新民调局的地址吧 此时孙胖子走到电梯口这儿 按动电梯开关 然后慢慢的说道 哎我跟你说老大 这儿就只有一个民调局啊 没有什么新老之分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路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播音小传说书 第367集 两位主任 电梯到了六楼 随后孙胖子带着我呢 直奔以前高局长的办公室 进来之后 只见好家哥俩坐在高亮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 这些办公室竟然还是高亮在时候的样子 看着就好像回到几年前高老大还活着的那时候的样子 好文明跟好正义背着我们两个 两个人都是一动不动 但是我跟孙胖子走过去之后才发现人家这哥俩已经是满脸的泪水 两人的目光都停留在高亮生前的位子上 现在这哥俩呢 看的已经失神了 我跟孙胖子走到他们俩身后 这哥俩才算发现我们 两个人擦了一擦脸上的泪水之后 好正义看着我们两个微微一笑 然后看着原本高亮的椅子说道 我还是不相信高举已经不在了 刚才进来的时候不瞒你们哥俩 我恍惚看见他还坐在那 而且还冲着我笑了一下 不过等第二眼看过去的时候 他就已经不知道哪去了 好正义不说话还好 这话一说出来本来已经擦干眼泪的好文明忽然这眼泪又止不住躺下来 然后他是越哭越凶 这次我跟孙胖子劝也劝不住 最后孙胖子拉上我强行把好文明拖出去 出了办公室这大门好文明这才算好了一点 我跟孙胖子拉着哥俩去了他以前的办公室 不过现在这已经大变了样 原本的墙壁已经凿出一个一人多高的窟窿 这里头呢黑气气的 应该是打了一个通往到其他位置的暗道 这里头乱七八糟的还没有装修完 孙胖子随便找了一块三合板 一人给了一块 我们四个呢就坐在上头聊几条来 不是我说啊好头 你跟咱大哥回来 我说你就不知道跟我说一声 怎么说啊 你也管了我们哥俩好几年 你说这不言不语的就回来了 我说这有点说不去吧 孙胖子看着已经再次擦干眼泪的好文明顿了一下 然后孙胖子继续说道 要不是这吴大嘴巴 看见你们二位 现在我还不知道啊 您老二位已经回来了呢 好文明的情绪还不怎么稳定 当下好正义呢替着他弟弟说道 大盛啊 你误会你家好主人了 这次我们哥俩回国呀 原本呢是冲着你们哥俩来的 上次你们替太王陛下解决这么大的事 太王陛下很欣赏你们哥俩的才干 想把你们俩请过去 也来担任一下陛下的宗教顾问 本来想着呢去欧阳偏左那看看他 然后呢看完之后就找你们哥俩来 想不到在欧阳那见到了之前有过一面之缘的吴连环 嗨要不是老吴啊我们也想不到这民调局要重启了 我们哥俩知道你忙啊今天就没打扰你 想着呢回到这老楼里的看一看才知道你把这当做了新单位的地址 不错呀不错啊非常不错 孙胖子呵呵一笑看着好争议就说道 嘿嘿既然不错了我说老二位就没想过再回来 民调局还是当年高老大留下这民调局 就是休息了几年现在啊重新改章 还是当时六个吊杂士就是缺了几位主任 有您老二位啊这事就差不多了 孙胖子说完之后好家哥俩相互看了一眼 最后呢还是好争议代表着说道 嗨 哎这事啊还是算了吧 大胜你的好意呢我们心灵了 不过我们这些日子在那边也习惯了 那边不像国内也没什么大事 我们是打算在那边就养老了 就不回来给你们年轻添乱 这样如果说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 一个电话我们肯定飞回来啊绝对不会推辞的 好正义这话说的虽然客气但是也基本上把这条路给堵死了 而好文明呢也只是说了几句客气话 看来人家哥俩是一条心不打算回来 孙胖子又试着说了几句 不过看着哥俩没有一点松口的意思 最后他呢也不想他继续这个话题 当下唠了几句家常之后 看着时间快到十二点 于是呢就带着我离开了 不过就在站起来之后 还没等走出他的办公室呢 孙胖子后人对着我说 哎对了哈子 赵家这小哥俩下礼拜啊就要送托儿所了 这阵子呢我再忙一下啊 你啊替着我看一下 要是那家托儿所不行呢 你后来跟我说一声 想办法给他们哥俩啊换家好的 怎么说都是老领导了啊 那委屈谁也不能委屈他们呢 孙胖子这话让好家哥俩愣了一下 就是我也想了一下 才明白孙胖子说的正是已经投胎的高亮跟棒锤这兄弟俩 当下我这点了点头对着孙胖子说道 嗨你忙你的 明天我开车呀跟着过去看一眼 你说的对 当年吴仁迪呢帮忙让他投到一个好人家里头 就是为了让他这辈子过得舒服服的 上辈子死的那么惨 这辈子让人家过得舒服一点 是不是 这说好争议呢 这说好争议呢 已经明白过了一点 他的目光在我跟孙胖的脸上打转 随后看着我就说 呃 你们口中这个他 不知道我们两个认不认识 不过听你们这话里的意思 好像我们哥俩不只认识 而且交情不浅吧 哎呀 现在他呀 你们哥俩肯定是不认识 孙胖子笑了一下 替着我说道 不过这上一世呢 你们老二位那熟的很了 而且熟的有点过了 他坑了好头大哥半辈子 不过对好头呢 啊 实话实说还是挺照顾的 这话一说完谁都知道 孙胖子说的正是已经投胎的高亮 好家哥俩惊讶的张大了嘴巴 半天没喝上 好文明先是忍不住说道 他在哪 他在哪 他现在怎么 没等他说完 他哥已经抢先说道 刚才你说的 我们哥俩答应了 给我们哥俩留一个房间 算我们俩一个主人的名额 行不行 孙胖子呵呵一笑 那我可不客气了 咱们言为定 就这几天呢 我把新民调局的资料 给你老二位送过去 说到这孙胖子忽然想起了什么事 忽然一拍大腿 哎呦 拉的 你看 我忘了明天有点事啊 找你帮忙 赵家这小哥俩的事啊 你先放一放 要不然找什么人 替你去看着也行 哎 别找外人 我们兄弟俩亲自跑一趟 好正义看着孙胖子说道 好 这也算是民调局的人啊 你们千万别客气 在好家哥俩一再要求之下 我才将高亮跟棒锤转世的地址告诉了好家哥俩 现在可眼看十二点了 不过好家哥俩呢 也不顾这么多了 这两位直接就跑出民调局大楼 上车之后一溜烟就向着我指的这户人家是行事而去 我跟孙胖子在窗台 看着这哥俩汽车消失之后 孙胖子打了一哈 哎 不如我说啊 这叫油门踩出去 哎 有那么点飞机起飞的味啊 既然好家哥俩已经离开这 我跟孙胖子也没必要继续留在这了 我们俩随后也出了民调局大楼 上车之后呢 孙胖子冲着我做一鬼脸 然后笑嘻嘻的说道哎 看见没有 一下子俩主人名字都有了 不如我说 只要人齐了 咱这新民调局就算是成立了一半了 接下来这日子孙胖子是彻底忙晕了 不过呢 他还是带着这个大嘴巴的吴连环 虽然这半大老头嘴巴确实不言 但是平心而论 他跟孙胖子干起活来 还真就不是我能比得了的 新民调局还没成立 之前的公司呢 我又不能去了 孙胖子最忙的这段时间 反倒我是无事可做 正打算趁这段时间呢 回老家看看爷爷他们 还没等我这买票呢 忽然接到家里我亲爹的电话 电话一接通 就听见电话那头 我亲爹带着哭腔的声音 老爹 我还要回来 你也不行了 这电话接完之后吓了我一跳 我再想详细问两句 我爹在电话那头已经是气不成声 最后还是我妈抢过电话 总算是把这事说明白了 归根到底啊 就是萧和尚留的这点钱 就在昨天 我这二叔二婶 带着他这个色盲儿子回到老家去了 见到我爷爷之后啊 连哭带闹 要我爷把萧和尚留给他这三百多万拿出来 说我爹跟我三叔都得到萧和尚的实惠 就他一人没得着 那都是老沈家的人 凭什么不一碗水端平呢 他们一家三口 还带来当地一个有名的大混混 这王八蛋也算是我们那儿啊 一个有名的人物 年轻的时候 在南方混过十来年 回到老家之后 先是干的拆迁起家 经常大半夜在人家拆迁户家门口啊 砸玻璃学鬼教 就为这还吓死了一个九十来岁的老太太 后来觉得成效太慢了 索性直接半夜啊 把人家拆迁户从房子里头赶出来 当着人家的面把这房子直接就给扒了 靠着这个呢 人家赚到了低筒金 后来这混混转行放弃高利贷来 几乎每年都因为他逼得太紧 还不起钱的人自杀 但是就是这号人物也不知道走了什么关系 这几年呢 还当上县里的人大代表了 今年更成为县里头的十大优秀青年 说起这王八蛋 说起这王八蛋还是我们老沈家的同族 这几年爷的年纪大了 想让出族长的位置 他呢就四处动员就想做上族长 不过我爷已经放出话来了 与其让这王八蛋坐上族长的位置 还不如把这族长直接给废了 这话传到这王八蛋耳朵里头 听说他当场就放了狠话 要让爷知道 赶火烧汽车站的 不止他一个姓沈的 也不知道我二叔他们一家三口怎么想的 竟然把这王八蛋给勾来 当天他带了十几个手下 堵着我爷家大门口骂劫 说我们老沈家除了我二叔之外 都不是好东西 本来萧和尚的遗嘱里头呢 是把钱都留给我二叔的 后来我爷爷我爹我三叔他们串通 把萧和尚这遗嘱给改了 后来呢又把我二叔从家里头赶出来 现在他要替我二叔出头 让我爷他们把钱吐出来 骂着骂着后来竟然把我爷说成了一个在当地 抢男霸女无恶不作的恶霸 加上他带来这些人一个就是启鸿 不知道的人听上去还以为我爷真实的口中那样的人 要是我爷什么时候吃过这鬼啊 本来萧和尚走了之后他身体一直不大好 这些日子一直在床上躺着 现在听到有人敢这么编排的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竟然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 从厨房里头抄起一把菜刀就直奔门口的众人去 本来二叔带来的人马就要跟我爹我三叔他们一触即发 谁也没想到我爷忽然之间举着菜刀冲出来 当时这场面可就乱了 好在我爷这几十年的威望 早已经树立起来还真就没人敢怎么地的 但是我爹跟我三叔就没这么幸运 虽然三叔是当兵的出身 但是好汉架不住人短 这边还得护住我爷 一不留神被铁棒打在脑袋上 当场是人事不行 我三叔一倒 我爹就更不行了 当下被这些人围起来又是一顿暴打 最后还是村长领着几十个跟我们老沈家关系不错的村民赶过来 把这些人给赶跑了 把我爹我三叔送到医院 一直忙活到今天早上之后呢 我爷带着村长就一起去了公安局 连带着二叔一起呢 就把这王八蛋给告了 但是想不到的是 人家根本就不接这茬 说这是我们老沈家的家务事 我们出面不太适合处理 而且说起来还是我爷先拿着菜刀冻的手 只要是抓人的话 还指不定是抓谁 我爷爷一听这话 气得一口鲜血 直接吐到这人脸上了 送到医院之后 当场就下了病危通知书 出事的时候我妈正在我老家呢 听完之后连夜赶回来 当时就想给我打电话来着 但是被我爷拦住了 说老沈家现在救我这么一个有出息的 这点小事他这个组长就办了 用不着我回来 但现在一看我爷眼看着不行了 我妈实在是没办法 就让他全身世上的老公给我这打了电话 听完我妈说的之后 我这口龙血差点没吐出来 这几年竟是我跟孙胖子欺负人 什么时候让人欺负 再说我都已经白头发了 怎么着 还有人敢欺负我们老沈家 这他妈有王法吗 挂了电话之后 我这第一个念头就是让孙胖子 这几年我落些病根 虽然跟着孙胖子从来没吃过亏 但是副作用就是 只要孙胖子在 我就不怎么动脑子 但是看这几天孙胖子忙的 脚后根不沾地 而且现在正是民调局重启的关键时刻 你说因为我们家这点小事就去麻烦人家 我看这事啊算了吧 想来想去啊 我最后决定我自己一个人回去 大不了回去 我闹他一场 这王八蛋说的对 敢烧车站的可不止我爷一个姓沈的 决定之后呢 我跟忙的已经找不到北的孙胖子打了一招呼 说呀老家来电话了 说我也病了 我回去看看去 孙胖子也是真够朋友 百忙之中还帮我这安排了回老家的交通工具 随后我是直奔机场 坐最早的一班飞机 我就飞往老家 几个小时之后 我从机场出来 直接上了孙胖子安排好的轿车 上车之后呢 我马上给家里打了一电话 这边说我三叔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不过现在呢还在昏迷之中 大夫说这一半天差不多就能醒过来 我爷这边呢 情况也好了一些 已经从重症监护室出来了 说只要挺过今天晚上 他老人家这一关就算是过去了 当下我又打听了一下 这王八蛋跟我二叔现在在哪 但是我爹是说什么也不敢说 无奈之下 我只能先到医院去看看我三叔跟我爷 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二叔我先不说他 那个王八蛋的家底可都在现场 我就不信这混小子他豁得出去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路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波音 小传说书 第三百六十八集 对不起 这边给我爹电话刚挂上 孙胖的这边电话就响了 没等我说话呢 就听见孙德胜在电话里头大声吼道 我说辣了 你还说这么大事 你也这么不告诉我呀 你说你这么着急往老家跑 干净咱爷什么的 松月来 我说辣了 当初我跟你说 你爷那就是我爷 现在咱爷出事了 你凭什么不告诉我 我说现在 你跟我分清楚了是不是 姓沈子我告诉你 再有这么一次 我怎么给你绝叫 你听明白没有 好了一阵子之后 孙胖的缓了一口气 接着说道 告你沈郎 到夜之后 哪儿逆不远去 听到 我说最后就到 不让这王八毒子 后悔从娘肠里爬出来 我这孙子 我到我去 孙胖的说的我这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不过一听说他要亲自赶过来 我急忙对着电话我就说了 不大声 现在是民调局重启的重要时候 你过来干嘛呀 那几个小混混 我一个手指头就够了 这么着 你在首都蒙你的正事 我能处理得好 到时候 这么着 我给你来现场直播怎么样 不说什么呀 孙胖子又吼了一声 随后接着说道 自己一家的事 那就是正事 还有比这有这么大的事吗 还有 现场直播啊 还有亲自动手会 我告诉你 这辈子有这么一好朋友 是不是白头不能怎么着呀 当下我只对电话那头的孙胖子说了四个字 好 我等你 到了医院之后 我妈看见我顿时就累崩了 好不容易劝住我妈之后呢 我就看到还在昏迷之中的我爷跟我三叔 我三叔的情况相对来说好一点 毕竟他是部队出身 身体素质比一般人好一些 如果一般人的脑袋时时昏昏哀成一铁棍 就算不死 醒过来也是个残疾 现在我三叔呢 只是脑震荡的后遗症 不过他醒过来之后 还要再做几项检查 听大夫说 三叔会有脑损伤的几率微乎其微 应该不会有大事 不过我爷就麻烦了一点 毕竟我爷年纪大了 加上老肖和尚死了之后呢 他精神一直不太好 这口血潘出来已经伤了元气 就算这口气缓过来 以后也不能像从前那样 看着我爷跟我三叔躺在床上的样子 我这口气又憋不住 当下我就想去这王八蛋的公司 把他公司砸了 先把这口气出了再说 这时候我电话又响了 来电显示的正是吴连环的号码 开始我还以为重启民调局出了什么事 吴连环联系不到孙胖子 这才打给我的 现在正是要紧关头 我不敢怠慢 直接接了电话 想不到电话那头的吴连环 直接就说了 这时候孙胖子应该在飞机上 怎么可能让吴连环给我带话 就在我迟疑之时 就听见老吴这继续说道 这是孙胖长上飞机之前千叮零万嘱咐的 他说让我呢 每半个小时给你打一电话 把刚才说的话重复一遍 不过刚才西蒙科长过来找我办事 我就把这事给当个了 你说这都快一个小时了 才给您这打电话 那个什么 这事您替我多担待着点 又是那个死去喷起来 行了 我知道怎么说 就在吴连环这千万谢 我挂了电话 这口到了嗓子眼里的气 顿时消了不少 行吧 看在孙胖子的面子上 我让这王八蛋消停一会儿 等孙胖子到了 这王八蛋就知道疼了 本来我这气呢 已经消了一半 又找医生聊了一下 我爷跟我三叔的病情 不过从我爹那知道 我爷跟我三叔昏迷这么长的时间 我这倒霉二叔 竟然连看都没看了 我这股气又到脑锅底上了 但是呢 又在这时候电话又响了 打电话的还是吴连环 差不多到了晚上 孙胖子还没到 我特地打了电话 我这才知道由于天气的关系 孙胖子这般飞机满点了 但是我这边终于有一个好消息 我三叔啊从昏迷之中醒过来了 醒过来之后 我三叔还是一阵阵的眩晕 不过这个属于正常现象 这种状态过一阵子的也就好了 虽然刚刚醒过来 但是三叔第一件事就是问 说我爷跟我爹怎么样了 现在什么情况 我也不敢实话实说 当下就说呢 说爷年纪大了 让我们劝回家休息了 一听我爷没事 三叔这个心才算是放下了 殊不知我爷啊 就在他隔壁 全身上下插满了管子 只要能熬过今天晚上 才算是彻底没事 孙胖子虽然没到 但是呢 有一位大咖却是不请自来 就在我这刚忙活着 伺候完我三叔多少吃了一点东西之后 我来到我爷的病房来接替我妈 让他找一地休息一下的时候 走廊里头呢 忽然传了一阵脚步声 随后我三叔的病房门被打开 五六个穿着工服的人 就从外头走进来了 这些人里头 我只认识这个为首的 当初孙胖子曾经带着我呀 跟他见过一面 这位正是不里头的大老板 进来之后 这位大老板皱着眉头看了我眼 他是审了半天 也没审出我这名字到底是什么 最后在他身后 一个秘书模样的人 在他耳边提醒了一句 大老板这才把我名字说出来 啊 审了 嗨 我知道 上次我们还见过面 哎 孙德胜呢 我知道他下了飞机 这时候差不多也应该到了 他人呢 两句话没说他就跑了啊 你说这样撂挑子 这是吓唬谁呢 看样子是孙胖子在跟他开会之时 知道我家里的事随后当场就跑了 会里的解决的应该不是小事 要不然也不至于这么大的一位部长巴巴追到这 不过这位大老板的态度不在我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就算你是部长怎么着 老子还白头发呢 有本事再活个五十年试试 你头胎转数几辈子 看见老子没有 嗨 我还这副模样就在你坟头转悠 加上我爷跟我三叔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是实在没心情给他好脸色看 我瞅了这位部里的大老板之后 我这冰冷冷的说道 该吓唬谁吓唬谁 知道这是病房吗 看见病床上躺着病人的吗 你们连门都不敲就闯进来 是想吓唬谁呢呀 大老板这愣了一下 他想不到孙胖的身后这小跟班一样的人物 竟然敢跟他这么说 他还没反过来 旁边一个弓弦最小的出来 替自己家大老板说了一句狠话 哎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跟领导说话 他这话还没说完 人群厚道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 哈哈哈哈 又不是跟你说话啊 不我跟你说啊 在他眼睛里头 你跟只蚂蚁也差不了多少 不对 可能你啊 还不如蚂蚁顺眼呢 说话之时 手中提着水果跟保健品的孙胖子 从人群厚道走进来 冲着我笑了一下之后 孙胖子把手里的东西往床头盖上一放 然后从怀中的小心翼翼的掏出一颗包着蜡皮的药丸 把这药丸递给我之后就说了 来了 咱爷呢 我从老杨箱子底里到找这好东西 赶紧马溜的呀 把这东西啊 用温水调开了 咱爷喂下去 只要这药丸一下肚 哎 保证咱爷呀 生龙活虎 再放火烧个车盏 那都没问题 当下我按照孙胖子的说法 把这药丸捏碎了 用温水调开之后 就给我也喝了下去 这时候布里这大老板脸色铁青 哼了一声 这才对着孙胖子说道 哼 孙大少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会议是海里头组织的 是 我的话重了一点 你至于开了一半的会 你就跑了吗 我说的没错 新单位就不能放在你手里 现在都这样 以后还都了了 我看这事啊 还是我们血管的好 行啊 你都这么说 得 新单位啊 我不要了 送你了 行不行 孙胖子有些挑衅的看着这位部长 然后继续说道 别携卦了 整个送给你不就得了吗 不过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再有什么事 甭找我 我呀跟你不是很熟 哼 你以为地球没了你不转了呀 啊 这大老板终于火了 几步 来到孙胖子面前 盯着孙胖子的眼睛说道 要不是看在你以前多少做过点事的份上 我现在直接就拘留了你 别以为你干过什么事我不知道 我就没看过 像你这么讨厌的人 讨厌我人多了 你算老几啊 孙胖子跟这大老板眼睛对着眼睛 两根身高差不多 这鼻子几乎碰到一起了 不知道上午他们开的什么会 现在差点直接动着手了 有十几年没有人敢跟这位大老板这么说 他气得是满脸通红 然后转身就说了 你们给我作证 一会是他主动攻击我的 我这村自卑 孙胖子斗嘴从来就没输过 来老子给我作证啊 一会他算是自杀 跟我没关系 就在两个人这没完没了的时候 我爷忽然把眼睛睁开了 然后大吼了一声 都把嘴给我闭上 都给我消停的 我爷这一嗓子算是彻底结束了这个战局 不过说实话 我并不对他们两个动手抱有多大的希望 别看是不及富不及的干部 但是斗起嘴了呀 跟我们这的小混混也没什么区别 都说能抄上尽量不动手的路子 就是你说啥呀 瞅你咋的呀 你再走一试试 撕撕就撕撕 只不过孙胖子跟大老板的逼格高了一点而已 大老板之前就知道我爷爷的伤势 现在看到上午还在重镇监护士病房里头 下午下了两遍病危通知书的老头 现在这一嗓子就跟红钟似的 这场景只能在电影里的看见 现在看到现实版之后 让这位大老板是心惊不已 不过老天爷给了台阶 大老板自然不会不用 最后说了 类似于看在你家这个病人刚醒的份上 今天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类似于的场面话 于是带着手下呢就离开了病房 看着布里这大老板离开之后 孙胖子这才回过头来 冲着我爷笑了一下说道 嘿嘿嘿 那个爷爷 您这一觉睡得有点长了 我还等您醒了之后 我到你们家蹭饭去 醒了就好 咱收拾收拾 咱回家去吧 我爷虽说吃了阳霄的灵药 但好歹他老人家也是七十多张的人 乍一醒过来 搞不清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只记得 带着村长去报案去 怎么这一眨眼就躺在医院了呢 怕我爷知道出了什么事再气着 我跟孙胖子没说实话 就是昨天晚上斗殴的时候 连累了 去报案呢 在大门口晕倒 被村长就送到医院来了 被孙胖子这么一忽悠 我爷爷似乎相信是自己就这么来到医院的 随后就在值班医生听说 这位已经半截身子入土的老爷子忽然醒过来 而且醒来第一件事就是骂大街 要说这种事 听上去简直就如同天风夜谭似的 再加上刚才部里大领导的阵势吓着了他 请示院长之后呢 医院连夜打开了诊疗仪器 说想给我爷做一个详细的身体检查 不过在孙胖子极力反对之下 非但没拉着我爷去体检 反而带着刚醒过来没多久的三叔一起连夜就出了医院 孙胖子这是早有准备啊 医院大门口这儿停好了三辆车 还特意被我爷跟我三叔准备了一辆保姆车 大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这些人终于回到清河村的老家 把我爷跟我三叔扶下车之后呢 没等到进大门呢 就见大门已经撬开了 家里到被烦的是乱七八糟的 窗户上能见着的玻璃几乎都被打碎了 跟旁边的邻居一打听这才知道 上午啊我二叔带人又杀回来 他现在是不管不顾了 当着周围老邻居的面 把我爷他们家的门锁撬开 带着人呢就在里头翻找了起来 最后这帮老邻居谁也看不过去了 找了村里的老人说要说说二叔 想不到我这二叔呢当场翻脸了 说这是我们的家务事 谁来管这闲事就是跟他过不去 当时家里都没人呢 村长这时候正送我爷去医院 加上二叔这次是带着人过来的 附近的村民也只能是眼巴巴看着 把这个曾经也是他家的地方弄的是乱七八糟 现在家里都别人住人 连下脚的地都没有 无奈之下呢只能让我爷跟我三叔 在保姆车上休息一下 我们这些人花了半宿的时间 才把房子收拾好 然后把我爷跟我三叔又接回到家中 可众人一看这时候啊天色已经是蒙蒙亮了 伺候着我爷跟我三叔上了床之后 我和孙胖子才终于有机会休息了一下 就在爷的炕头上铺了一路子 守着他老人家 我们哥俩打算多少呢睡那么几个钟头 谁知道这刚闭上眼睛没多久 就被房子外道嘈杂的声音吵醒 趴在窗户这往外这么一看 只见大门口这听着七八辆轿车 车里头的人呢见到我爷家有人之后 就开始一直按着喇叭 本来我爷也是半睡半醒的迷糊着 不过听到外头的喇叭声之后呢 马上就明白出了什么事 他一下子翻下炕头 抓起菜刀就往院子里冲 要说我爷这速度 我这一下子竟然没拦住 等我跟孙胖子好不容易拦住我爷的时候 他还不依不饶啊 举着个菜刀对着大门口这几辆车马头 小兔崽子们有招进来 爷爷不把你们活屁了 我跟你们下来来谁先来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播音小传说书 第369集相互算计 咋的老家伙 听说你把我搞橘子里下来 这时候为首一辆宝马车上下了一个四十来岁的光头 看着我们这架势 这人冷笑了一声 妈呀 希望告诉你啊 你送壮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办公司里 咋的 听说你这老不死的当场吐血了 妈呀 还以为你一下能过去呢 想不到你这把老骨头还真能扛 行吧 那我看看你有多少血 来呀 再喷一个 给你们瞧瞧啊 这光头就是我二叔请来的这个王八蛋 算起来他还是我一个出了五福的表叔 不过现在我是真没有认亲戚的心情 看着这王八蛋 火气已经快从我身体里头冒出来 当下我一伸手 就往我这腰后去摸我这凉饼短剑 然后此时我对着他说道 等着 一会儿我把你这身血给你放干了 我这手指尖刚刚碰到剑表的时候 孙芳的一把拦住我说 哎哎 别说硬手啊 不如我说 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 再说痛手也别放大手 你等着啊 这口气哥们我替你戳 看我的表现 哎 要是一会儿气没出来 我让你大闹一场 只要不出人命 我告诉你老子啊 多大事哥们我替你搂着 孙胖的说话之时我爹妈还我三叔 已经拿着家伙从这房间里冲出来 孙胖的让我拦住他们之后呢 他笑嘻嘻紧走几步来到院子当中 对着王八蛋就说 哎 有什么事咱当面说清楚 我说你这一大早上堵人家大门口算什么呀 哎哎哎 你们都进来 有什么话在院里都说 别让邻居们看了笑话 这时候我二叔呢凑到这光头的身后 在他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 这光头听完之后啊 冷笑了一声 然后斜着个眼睛对着孙胖的说道 哎呀妈咋的 你就是老沈家那个做厅长的朋友啊 告诉你 听说你是犯了事才被免治的 这儿没你事顶下没有 上一边给我量过去 别看你干过厅长 那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咋的没听说过呀 别搞不自在啊 小心一会儿动手 我他妈连你一起消了 哎哎哎呀 孙胖的这时候气的都已经乐了 笑了好一阵 这才止住笑声 一脸激笑看着光头说道 我说兄弟 本来是真想跟你讲讲道理 现在被你这么一讲话呢 我也没什么心情讲道理 说着孙胖的叹了一口气 然后自言自语的说道 哎呀 反正这事不愿我啊 不讲理的事干的多了 这偶然讲一次理啊 这玩意啊 自己还真不是啊 说完之后 孙胖的一翻白眼 冲着院外头站着光头说道 哎呀孙子 今天你爸爸我要亲自动手收你啊 算我欺玩儿子 我知道你说带你大哥来了 他最会讲道理啊 有什么事呢 我让他跟你说行不行 说话之时孙胖的掏出手机 不过他想了一下之后呢 还是把手机重新收拾好了 冲着院外头人说的 来来来 有准都进来啊 我那一个让你爹我瞧瞧 这光头没想到这个笑嘻嘻的胖子翻脸就骂上街了 当下带人冲进来 不过这二叔呢 一个劝他 说孙胖的虽然现在不当官了 但是缝不住也有俩朋友 这事要是闹太大的话 最后不好收场 再说这次呢 也不是咱们自己来的 有什么事 让官面上的人来办就得了 这时候三辆汽车从远处行驶过来 警察在伟爷家门口停好之后呢 七八个警察下车 为首这位跟这光头对了一下眼神 也不管堵着大门口这些人直接进了院子 为首这位对着我们说道 沈泽武 沈卫国 沈元朝 你们家老二把你们告了 说你们侵占他的财产 有什么话咱局里头说去吧 孙胖的好像就等着这个人 冲着带头的笑了一下 嘿嘿嘿 我就等着你了 得嘞 现在呀 人齐了 为首这位愣了一下 随后皱着眉头看了孙胖的眼 孙局长的名字他听说过 不过也早就知道这胖子几年前就不干什么局长了 虽说不至于怕他 但是孙胖子这莫名其妙说了一句 还是让他有些心中生疑 孙胖的说完之后呢 再次逃出手机 在手中摆弄一下之后 把这手机呀又放回到口袋里头 为首这位一看这个动作越发觉得心神不宁 他看着孙胖子说打 怎么 能打电话吗 要打快打 要不然老沈家这几人进了局子 再打电话捞人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嘿嘿嘿 谁说我打电话了 啊 孙胖子冲着为首这位笑了一下 继续说他 不如我说 手表落屋里头 我看看时间 八点多没有多久 可就要到十点了呀 什么十点 才五神 你有病吗 你啊 为首这位右眼皮忽然跳了一下 心中一阵强烈的不安感 让他感觉马上就出什么事 现在这位开始有点后悔了 早知道不应该答应沈老二跟沈突的这事 肖和尚两成遗产看起来还真就不是这么好拿的 不过这件事此时已经由不了他了 但愿这都是错觉 现在就盼着把人赶紧带回到局子里 只要老沈家的人把肖和尚这钱吐出来 以后事态不管怎么发展跟他没关系 但是带头这位的预感还是成真 只见从口这开过了十几辆汽车 前面四辆车轿车 后头一串是挂着外地牌照的防暴特工车 现在的距离已经能看到吕到核枪实弹的防暴特工 带头这位瞬间就明白怎么回事 他的反应是相当快的 马上吊转枪口对着身后的兔头说 那个是十二胡勾结沈老二打砸枪老沈家的案子犯了 来人呢 十老二给我上了手杠 有什么话回局里说去 不是我说啊 哎你这反应挺快啊啊 孙胖的表情有些夸张的看了他一眼 然后接着说道 哎不过可惜了 如果你要是露面就这么说 或许这事能混过去 可惜你啊慢了一拍 孙胖的说话之时 所有人已经把光头这几辆车围起来 随后车门同时一开 几十个手握冲锋枪的防暴特工就从车上跳下 把光头等人围上之后呢 后头的轿车才把门打开 再看部里这大老板 在一干高级特工的簇拥之下 就来到怨落之中 见到孙胖的之后 这大老板的表情有些尴尬 跟昨天相比完全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冲着孙胖的一点头就说了 你你接到安秘书的电话了 十点之前关于新单位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结果 后来我才知道怎么回事 昨天跟孙胖的开会谈崩了之后 安秘书就转达海里首长的意思 说今天十点之前 他跟孙胖的必须把新民调局的事情谈妥 海里首长的意思非常明确 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那也就不用他处理了 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说 不理着大老板 你看着办 你要是干不好 你自己何其后果 这话让大老板背后都冒了凉气啊 昨天晚上 他是想跟孙胖子好好谈一谈 可谁讲到两人一见面 谁也搂不住火 最后好好的一次机会 就被大老板给浪费了 不理着领导离开医院之时 又接到安秘书电话 安秘书在电话里头再次跟他确定 明天早上十点这个时间 不过让大老板低声下去过来 找孙胖子说软话 这事打死他他也干不出来 后来身边的人就给大老板出了一主意 说这次孙胖子来是为什么呀 是为了替沈辣解决家事的 不过他这次来的匆忙 能用上的人一个都没带着 而且我们家这事虽然看着不大 但是如果不用外力的话 光靠孙胖子一个商人 现在真不太好办 如果说孙胖子实在借不到什么外力 同样身在清河的这位部里的大部长 现在就是他唯一的选择 处理这样的事 那就是这位部长一句话的事 为了这个呢 他连夜密密的从其他城市调了一个中队的防暴特工过来 从昨天晚上起 大老板让人切断孙胖子 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别看孙胖子 时不时把手机拿出来摆弄两下 其实他这电话一个也打不出去 在他们这些人看来 如果真要是出事的话 除了去找这位部长帮忙 孙胖子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不过孙德胜的举动完全没按照大老板的剧本走 对方的人已经杀过来 但是孙胖子呢 没有一点要联系他的意思 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过不了多久 就要到十点 等我们这边真动起手来 他们躲起来看孙胖子的笑话 那就真没什么意思 最后这位部长实在靠不住了 这才带着人马杀过来 马上替我们这儿捡了 哎 有有这么回事吗 哎 我怎么不知道啊 孙胖子很夸张的掏出自己的手机 掏了半天 这才对着大老板说 哎呀 不如我说 是不是安秘书偷给你打电话了 有什么海里的消息偷告诉你 我说这不对啊 这有消息都先告诉你了 那咱不用谈了 你直接告诉我 结果就得了呗 大老板瞪了一眼 给他出锤一点 最后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脸上好不容易挤出一丝笑容 这才对着孙胖子说道 可能是这的信号不好吧 有可能是没有收到 不过收没收到都无所谓 我转达也是一样的 按秘书说 让我们今天十点之前 赶紧拿出有关你们新单位的最终结果 哦 还有一多小时呢 我说这事您急什么呀 孙胖子似笑非笑的看着大老板 然后顿了一下之后 这才继续说道 不如我说 我先把这些王不毒的事处理一下 您放心 最后留个十分八分的 就够咱们把这事说清楚了 行了吧 我替你助理 大老板咬着牙说道 随后他终于把这股气都撒在光头这些人的身上 然后冲着身边的手下吼道 把这些人都给我抓去 所有人都算上 从小学毕业开始查 从众从严助理 只要是有看过毛片的 就告他们强劲被随 照此案例 依次给我往上推 听见没有 这几嗓子吼出来 大老板回头看了眼孙胖子 刚想问他这里头有谁需要特殊照顾的时候 就见孙胖子呢 不怀好意的看着旁边小伙 这小伙就是刚才带头来找孙胖子麻烦的 不知道他哪惹着孙胖子 当下这大老板气哼哼找到第二个撒气的目标 你谁啊 你怎么在这儿 此时大老板眼中这位啊 连哭死的心都涌了 自己部里的大老板 他是不准一次看过照片 跟着他来的 最低弦那也是厅级干部 当下这位哆哆嗦嗦的 然后上前敬礼礼 不报告 秦和谦 恶工副局长 长不嫌向布上报告 今天早上我们接到当地村民的报告 说有人在老沈家寻进姿势 因为这些天已经有人闹个意思 在当地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我就亲自出警了 哎呦我去 哎我说兄弟 和这话还能反过来说呀 孙胖子扑声一笑 随后看着这位长副局长就说道 我说这话你自己说完之后 你自己也信吗 不如我说 你这反转的太快了吧 要不刚才你可不是怎么说的呀 这大部长本来有互读之心 想着把这副局长骂一通 给孙胖子出出气 这就算完了 想不到孙胖子这话里头的意思 不把这副局长要是弄下去 他还真就不罢休 当下他也没有照顾下属的心思 见到这个倒霉的副局长摆了摆手 带走带走 都一起给我带走了 见到人家这些人 合枪实弹 光头带来的小混合 当场都吓尿了 只有这光头有些不服不分 把自己人大代表正掏出来 让人说自己是县里的人大代表 不经过县里人大 同意的话 谁也不能抓他 要说现在已经过了九点了 而孙胖子呢 没有一点要谈新民调局的事 不理着大老板急得都已经火上房了 还有这么一不开眼的在这闹事 当下大老板直接把这股邪火 就撒在这王八蛋身上 冲着已经拿出手铐 正不知道该不该给他靠上这位 吼着说他 就说他强强洗脚 我给你的命令 当场给我击毙他 怪只怪这王八蛋想左了 听到这副局长喊大老板叫部长的时候 他以为这么大一部长不能跟他一小混混一般见识 只要他拿出人大代表这个大旗 这部长多少顾忌点 起码说去县里到人大主任这打一招呼 这位主任呢 早让他喂饱了 虽说级别跟这部长没办法比 但是呢 也给他提了一醒 只要主任上下打点道 起码说呢 把他交给当地的司法机关 到时候判刑不也能少判几年吗 现在一看身边拿着手铐这位过来咔嚓一下 拉开冲锋枪的枪栓 随后这枪口对着自己的脑袋 这位嘴中冷冷说道 跑吧 让你跑十步 当枪口对着自己脑袋的时候 这光头真吓尿了 他哪敢跑啊 颤诚微微的 从这位手中抢过手铐咔嚓 自己给自己戴上 然后当场一跪 一边撕自己的人大代表证 一边说道 妈呀 我这 我呼叫八道你 我不什么人大代表 我 我就是小老百姓啊 老百姓 就你也配 孙胖子 嘻笑了一声 看着大老板说道 不然就这样的 能判几年呢 大老板可着急啊 他是满头大汗看着手表 还有不到五十分钟就十点 孙胖子这儿还没有谈的意思 不过现在这胖子好说歹说说了几句 于是呢 他按照孙德胜的意思说道 聚众姿势没有多大的罪过 不过看后续的审讯吧 如果能翻出的以前的案底 再找出什么违禁品 我听说他是放高利贷的 只要找到他逼死的证据 十五六年这小子 他是总跑不了的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播音小传说书 第三百七十几熟悉的老地方 大老板还没说完呢 已经有人过来报告 说光头带来的人当中搜到了一支锯了手柄的短管猎枪 还有两支改造的手枪以及若干发子弹 建了几把土枪土炮之后 大老板马上扭头看了孙胖的一眼 改口就说道 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我努努力 嗯 往无期上靠一靠吧 孙胖的这才呵呵一笑 趁着他现在高兴 大老板是实在憋不住了 主动就说了 哎 你这事啊 我处理完了 现在是不是把昨天没有处理完的事情处理好呢 这样 你的新单位 我们是绝不插手 但是部里的特殊案件事也不撤 我们呢各做各的 井水不犯河水 这个总可以吧 说话之时 大老板一边盯着手表上的时间 一边看着孙胖子脸上的表情 如果这个不要脸的胖子连这条件都不答应 那么就只能把西门链他们几个还给孙德胜 这么一来自己真的就是颜面扫地彻底的完败 想不到孙胖的呵呵一笑 看着大老板说道 嘿嘿 我说领导啊 我说您这特案事啊 我看还是撤了吧 自己拉下脸来做了这么多的事 最后还是没有保住这个部门 大部长这心里都正别扭的 就听孙胖子继续说道 这个新单位还是你们协管着 有两个一样的部门他也没什么意思 不是我说 咱们就按高老大那时候的老规矩来 您看行不行 大老板没想到孙胖子能在这时候忽然一拐弯 昨天开会的时候就因为这俩人差点打起来 想不到现在还真就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 其实这本来就是大老板最想要的结果 不过现在从孙胖子嘴里都说出来 他反倒犹豫了 这不是这孙胖子下的什么圈套吧 不过就算真是圈套 大老板也不得不往下跳 现在已经过了九点半了 不管怎么说 这新部门只要是在他的辖区之内 别的事呢 以后再说 当下大老板马上回到车里头打起电话 看样子 正向海中大首长汇报着刚才的成果 看着布里这位大老板在车里头意气风发的样子 我忍不住凑到孙胖的身边 低声对着孙德胜说道 大声 你这闹的是哪一处啊 昨天不是刚因为这个干了一仗吗 和现在新民调局说给他就给他了 嘿嘿 昨天干仗是为什么呀 我得让他知道 这新单位啊 来之不易 孙胖的笑眯眯的看了眼 在车里头连说带笔会的大老板 随后又把目光收回来 看着我说道 老的 不是我说 你说现在多了一个鼎雷的 这事不好吗 当初民调局几十年不倒 那不就是头顶上有人一直罩着呢 看着像是寄人篱下 其实甭管闯多大祸 都有人给咱们兜着 你说有比这个更好的事吗 嗨 我就说嘛 就你孙德胜 什么时候干过赔本的买卖啊 看着又转头冲着大老板方向坏笑的孙胖子 我继续说道 大声 这次你既帮了我爷家的事 又把这大部长收拾的服务贴贴的 你行啊 一箭双雕啊 一箭双雕 孙胖子呵呵一笑 随后他脸上的笑容 开始发生变化 好像这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 随后孙胖子看着我说 这么容易的话 那不就没意思了吗 孙胖子这话没说完 就见远处大老板打开车门从里头走出来 过来之后呢 对着我跟孙胖子说道 这个海里的首长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建议 这样 回去之后啊 我把这个特案室撤了 让西门链呢 去你们那儿 不过能不能再答应我一件事 西门链这两年在我这也不容易啊 我这边刚刚给他提上去 去你那儿总不能还让他干一个小调查员吧 这样吧 能不能给我一面子 让他干个主任 再磨练两年的话 他一定是有大用处的 这个呀就不用老板你操心了 行不行 孙胖子冲着大老板笑了一下说道 我们都是老哥们 我自然亏待不了他们啊 您就放心吧 既然自己的目的已经达成 大老板子呢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 随便客气一去之后就转身带着离开 就在这时候呢 这警车里头忽然有人是连哭带喊的说道 爹啊 我错了 你跟拉子揪揪劲儿放我住去吧 我再也不敢了 小和尚的东西都是你们的 我发誓我再我也不惦记了 听到这哭声之后 我没敢去求孙胖子 只是回头看了我爷爷 就现在听到我二叔这哭声之后 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一跺脚 哎 你说你这是吃饱了撑的吗啊 你自己造的孽啊 你就自己收下 我不管 随后一转身头也不回的就回到屋里去了 我爹妈怕我爷气出个好胆的 赶紧过去伺候爷 三叔看着我爷的背影却没有跟进来 当下来到我身边 第一声就说道 拉子呀 哎 再怎么说 他也是你的儿子 你爹的兄弟 你管他叫二叔也叫了二十多年了 看在我的份上 你跟大圣商量一下 把你这二叔啊 哎 就就放了吧 虽然刚才我二叔哭的时候 我就知道八成是这样的结果 但是三叔跟我爷差点丢了命 家里闹得鸡犬不宁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我这二叔 如果说就这么把他放回来 谁知道他以后会不会还闹这么一出 再说孙胖的为了这事 连重启民调局这么大的事都耽误了 现在让我去求他去 你说人家孙德胜会怎么想 孙胖的看出我这心思 他冲着我三叔呵呵一笑 嘿嘿 三叔哎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跟我客气了 等着啊 我去说一声去 孙胖的找到马上离开的大老板 三言两语呢 回来之后就说 行了 我都已经打个招呼了 不过这事呢 是因为有二叔起的 你说什么都不做吧 有点不像话 二叔先跟他们回去 拘留所里头啊 待个十天八天就放出来了 不是我说 我觉得吧 长长记性的也是好的 要不然以为没人敢动他 你说下次再来这么一出 那不就没意思了吗 最后的处置结果是 我二叔因为寻衅滋事被拘留半个月 所以说这半个月里头呢 我二叔每一天过的是度如年 但是比起光头这王八蛋来 他幸福的就跟在天堂里似的 去光头家里搜查的时候 发现了几年前县里头一件无头命案的证据 还有他放高利贷做假账逼死人命的账本 就这两项就够要这光头的命了 本来这光头准备散尽家财保住一条活命 但是这案子是部里头大老板亲自度办的 这档口呢也就没有人在横生事端 两月之后法院的判决下来了 光头因为具有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的头目 各罪名合并最后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那天去我爷家闹事的小混混 也各自判处二到八年不同的行情 那个一闷棍把三叔打晕的混混 被判处谋杀被随 要在监狱里头待上十五年 就这样我爷家这事总算是告一段论 看着大老板走时匆忙的样子 现在是新民调局重启的关键档口 我不敢耽误孙德胜的时间 一见证该抓的已经抓了 我就跟孙胖子商量什么时候离开 想不到的是呢 孙胖子竟然不着急回去 他说好不容易过来一趟 怎么说也得四处玩上一圈再说 想想也是 孙胖子这些日子真是累坏了 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 是我呀我也想放松放松 回去还得接着忙新民调局 重新开张的大事 当下我们两个回到当初 萧和尚主持的林云观 这两三年没来过 想不到这破损的竟然如此严重 看来萧和尚一走 这就没人管着了 当想起萧和尚来之后 我跟孙胖子又是一份唏嘘 打林云观者出来之后呢 孙胖子拉着我回到当初跟萧和尚 一起下到青河底下的位置 我们两个站在河边上 看着当年发现大窟窿的位置 如果不是当年亲生经历过 谁也想不到这河底下 竟然还有那么一处所在 走到河边的时候 孙胖子的表情就变得古怪了起来 开始我还以为 他这是惦记新民调局重启的事情 想不到孙胖子看左右没人 这只有我跟他 孙胖子这才凑到我的耳边 笑声说道 辣子 这也是你们老沈家的地方 能不能找人想想办法 把这河水给他放干了吗 我不明白孙胖子这是什么意思 刚想问他 孙胖子这主动解释道 这么回事 昨晚上我下飞机的时候 大阳告诉我财鼠跑了 他说财鼠最近情绪不稳 可能要脱毛 他这习性都是在一个地方脱毛 这再让我顺便过来看看 嗨 不管他脱没脱毛 现在他把他带回去 大阳说财鼠脱毛的时候 非常虚弱 弄不好就得没命 早点带回去 说不定还能救他一命不是 当我这听说财鼠要出事 这当然不能不管 回家之后呢 我跟孙胖子和我爷把这事说了 说想把这河水放干 我们两个要再下当年那个大窟窿 我爷听完之后吓了一跳 孙胖子没说财鼠的事 顺便呢 编离理由 说当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件落在底下了 现在正是用它的时候 说什么也得把它找回来 一听说孙胖子有东西落底下了 我爷二话不说 马上联系村长跟清河上游水电店的店长 十来分钟之后呢 这边有了结果 说中午十二点半到五点 河水能停止四个小时的时间 到时候不管这东西有没有找回来 我跟孙胖子必须上来 嘿嘿嘿 够了 四个半小时足够了 孙胖子笑嘻嘻看着我爷 然后继续说道 不让我说 哎 在清河这一亩三的地儿 还是咱爷说好耍 哎 前几天哪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爷这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看着孙胖子说道 老了 现在谁都敢欺负我两下呀 这次要不是大胜你 嘿 我这老头子丢人呢 就算是丢到家去了 嘿 没事 孙胖子呵呵一笑 看着我爷说 爷 这人太个气了 不如我说 只要您老人随便喊一掃 叫着几百个姓沈子 哎 分分钟弄死这死亡头 我爷被孙胖子捧得有点尴尬 别别妞妞的笑了一下 对着我妈说 老大媳妇啊 赶紧张罗点饭啊 让小辣子跟大圣赶紧吃了 这眼看着傻物了啊 别让他们空着肚子下去啊 匆匆忙忙之下也没准备什么好吃的 我妈这赶了一点面条 我跟孙胖的一人对付了一大碗之后呢 一看着时间差不多到了 当下在我爷的带领之下 我们这一家子陪着我跟孙胖子就来到了河边 过来的时候 正赶上上游的水电站下闸 眼看着河水慢慢的变浅 随后呢就彻底的干枯了 我跟孙胖子这才上了河床 来到当初这个大窟窿前 不过这窟窿里头都是河水 这下面跟下游的河水是相通的 只要下游这水一干河 这儿的水啊自然也就跟着抽走了 当下我跟孙胖子等了十来分钟之后 只见窟窿里头这河水开始冒出一个个巨大的气泡 这气泡是越来越多 随后随着一声好像抽马桶的声音之后 大窟窿里这河水瞬间被下游给抽干了 看着里面熟悉而又陌生的场景之后 孙胖子回头看了我一眼 笑了一声就说了 哎哎老大 这好像回到当年了啊 这边我三叔带着几个关系不错的村民 帮着在窟窿口这打了几条结实的绳子 好在几年前有过经验 大概记得到这坑底距离大概需要多长的绳子 一切安排好了之后呢 三叔就跟我们一起下去 不过我跟孙胖子一口回绝了我三叔 虽说下头没有萧三达这样的人 但是下面地形复杂 我三叔快是五十的人 实在不适合跟我们一起下去 本来我也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手电筒之类的照明工具 但是这些东西在我跟孙胖子眼前一点用也没有 不过为了让我爷放心 我跟孙胖子呢各自带离手电筒 然后就顺着绳子 我跟孙胖子就来到了坑底 等我们这下来之后 这还是几年前的这幅场景 一直走到当年 这发现彩鼠的地方 孙胖子喊了几嗓子 只见一个毛茸茸的小肉球 就从墙后跑过来 见到孙胖子之后 张开他这四排牙齿 冲着孙胖子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看来这回还真让大洋说中了 只是不知道外头都是河水 这小家伙是怎么下来的 本来以为见到彩鼠之后 我跟孙胖子便可以回去了 想不到彩鼠顺着孙胖子的裤腿一路往上爬 最后站在孙胖子肩膀上的时候 这胖子的脸色却忽然变了 他原地转了一圈 盯着四周围的景象 看了半天 这才对着我说 老子呀 看来这次咱们从首都出来 这是办错了呀 孙胖子这话音刚落 只见我们身后忽然有人说话的声音 开始错的并不算离谱 本来我还不想引起外面村民的注意 这才迟迟没有下手 想不到你们胆子竟然这么大 这个时间点还敢来到这样的地方 如果要是这样 那我就不客气了 本来以为说话的会是向北 但是转头这才发现身后站着的这位白头发的男子 竟然是为了向北敢于自投罗网的图案 出现之后图案看着我跟孙胖子继续说道 不在上面动手 就是给你们留着面子 现在这儿没有外人了 你们是自己跟着我出去 还是我把你们两个人的腿打断 把你们拖出去 图案出现之时 我已经向前跨了一步 把身子就挡在孙胖的面前 两只短剑同时出窍握在手中 我盯着图案说道 怎么着 就你老哥一个呀 向北 你怎么才来啊 当我说出无人第三个字 图案这条件反射转头向后看了眼 就在他转头的一瞬间 两只短剑对着图案的后脑 我就直接甩出去了 眼界一击叫得手 两只贯注种子力量的短剑 就要刺穿图案脑的知识 这白发男子的身子忽然之间模糊了起来 两只短剑就像穿过空气一样穿过他的身体 最乏两只短剑飞过去之后图案的身体开始变得清晰了起来 此时他转过头来看着我 哈哈哈哈 你们俩是一个师父教出来的吗 还真以为无免真的来了 不过这样也算是你们两个人的回答了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播音小传说书 第371集来来往往 说话之时图案这双手同时凭空出现两根短棒 随后他这身子就跟猎豹似的弓箭 只要他下个动作做出来 大概这两只短棒就要对着我跟孙胖子袭来 眼看他就要出手之时孙胖子忽然喊了一招 现在别说把腿打断了 就是弄死我们哥俩也没问题 不过怎么说让我们俩做一个明白鬼 是不是 不是我说 我说 您这是什么时候跟着我们下来的 图案冲着孙胖子笑了一下 哈哈哈哈 死到临头还想拖延时间等救兵吗 好我也想看看这时候有谁来救你 说着图案这直起身子看着孙胖子说道 你下飞机的时候我已经在机场这了 我亲眼看着你和杨潇杨军一起下的飞机 也亲眼看着你们三个在医院门口分开 刚才上游下闸的时候我还看到他们两个往下游去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那还有一条通往下游的什么地方 是不是 说到这图案顿了一下之后冲着我跟孙胖子的背后说道 你们两个要藏到什么时候 要等着我动手再出来吗 图案的话音落地之时 我背后就传出一阵脚步声 随后一灰一白 二阳就到我身后走过来 站在我跟孙胖的身边 现在这两位的脸上都是无比的能看 两人对了一下眼神 而杨潇着先说道 我们两个拦住他 你跟沈拉走后头走 尽量跑得快一点 我们挡不住的太久 没等孙胖子说话 图案这心是哈哈一笑笑完之后 对着二阳说道 哈哈哈哈哈哈 别做这个梦了 先不说你们两个能不能挡住我 你以为我见到你们两个往下游走 我会什么也不做吗 虽然你们两只小虾米翻不起多大的浪来 不过到了嘴边的鸭子 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他飞走了 图案说话之时 又一股寒气从我的背后吸来 我们四个人几乎是同时回头一看 只见另外一个白发男子 从二阳过来这路口就走过来了 见到我们之后 他冲着图案笑了一下说道 哈哈哈哈 下面还真是一个好地方啊 早知道有这种地方 当初我们也不用整天东躲西藏了不是 来人正是跟图案畅不离陀的心无病 不过心无病不是让广人师徒抓起来 他究竟是怎么从广人手中逃脱的呢 等着心无病一到 我们是彻底就没有了翻盘的机会 本来打算跟二阳 我们三个人一起拦住图案 腾出时间让孙胖的先跑 我们三个只要不死 孙胖的跑出去就有办法找人回来救我们三个 现在这又多了一个心无病 就算我跟二阳三人都死在这 孙胖的也不可能有机会从此地逃出 看到我们几个苍白的脸色图案笑了一声 看了一眼自己的同伴继续说道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死心了吧 这样 我刚才说的还算数 只要这个胖子和沈辣主动跟我们走 这两只小虾米 我就当作没看见 哎呀 本来我也不想再费脑细胞 不过这么多年 他不是习惯了吗 你不让我想想 你还不如杀了我呢 孙胖的出乎意料 脸上没有任何惊慌的神色 呲牙对着面前的图案笑一下说道 嘿嘿嘿 我知道你昨天晚上已经在机场等着我了 哎 你猜猜 为什么我这飞机会晚点这么长时间呢 啊 连比我晚走的大老板都到了 我这飞机还在天上飞呢 哎 我救不下了 我说你猜猜 这是为什么呀 图案是不止一次吃了孙胖子的亏 听孙胖子这么一说呢 他心中已经 开始回想见到孙德胜之后的场景 可他从头想到尾 也没想到自己会出现什么纰漏 对面的心无病 看到图案脸色不对 马上就喊到了 哎 他诈你呢 现在都这样了 他们还有逃出去的可能吗 别多想 先干掉那两个姓杨的 上去 他这话说到一半 脸色忽然大变 然后眼睛盯着图案的身后 手中也凭空出现了跟图案一样款式的短棒 图案 图案当下已经知道事情不对 身子再次变得模糊 起来 与此同时呢 他快速转头向身后看去 此时他只见一个老的不能再老的老头 晃晃悠悠的 就从后头走过来 你看着这位动作幅度不大 脚底下没有一点声音 周身上下一点气息也没显现出来 来这位是谁啊 不正是跟孙胖子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叔叔 龟不龟吗 只不过不知道这人三儿究竟现在哪去了 龟不龟出现之后呢 并不着急动手对付图案以及心无病 他先是冲着孙胖子笑了一下说道 哈哈哈哈哈哈 玩笑胖子有点心眼啊 啊 别说 有那么点我老人家当年的风范 这两年跟着我的聪明人太多 也不需要我这动脑筋 这两年老人家我这反应慢了一点 要不然呢 也不会让这些小东西仓狂这么久 哦 龟不龟说话之时图案 这身子已经急退到心无病的身边 两个人并排站在一起 互相撞了撞胆 两个人相互看了一眼 图案先对心无病说道 哎 现在怎么办 心无病盯着看似老朽的不成样子的龟不龟 嘴中说道 这样 我去搬住这个老家伙 你快点把他们四个解决了 小胖子咱们也不要了 除了姓沈子之外 全部干掉 处理完他们之后 你再过来帮我 这老家伙绝对不是咱们两个的对手 哈哈哈哈哈哈 盘算的是真好啊 啊 龟不龟慢悠悠的拍起了巴掌 最后冲着孙胖子做离鬼脸说道 要不是知道这俩小东西快要死了呀 哎 我都差点信了他的话了 说完之后呢 龟不龟顿了一下 假么假样咳嗽两声 然后对着心无病跟图案的身后说道 咳咳咳咳 这个该你们出场了 你们师徒不是想等我们这边两败俱伤之后再露面吧 哎 都是做了大方师的 是不是 肯定不能这么不仗义 怎么可能呢 我们师徒两个就等龟师兄这句话了 话音刚落 打着后头啊 又走出两位了 这两位是一红一白 都是大方师的身份 正是广人以及火山师徒 见到这两位出来 对于图案跟心无病来说 又是急转直下 从这天起 杨潇终于就摆脱了翻盘小王子的称号 见到火山跟广人之后呢 心无病还不死心 想要挑拨一下两边的关系 哼 大方师 您什么时候跟吴勉走得这么近了 哈哈哈哈哈哈 走得这么近 还不是因为你们两个吗 广人之笑着对着心无病继续说道 当年为了你们几个人 我跟吴勉就曾经合作过 既然前任大方师对你们的格杀令没有解除 我跟吴勉就还有再合作一次的必要 说完之后呢 广人冲着自己那红头发的大弟子说道 火山啊 没必要留活稿 他们两个都是名单上的人 他们一死 前任大方师的手遇也就可以完成 现在动手吧 广人这儿化烟落地之时 火山手中胡人之间窜出一条满是火焰的软边 这条软边就像毒蛇一般对着心无病的身子抽了过去 心无病呢 用手中短棒去格挡着火边 与此同时图案也会有手中的短棒向着火山就扑了过来 如果要是单打独斗 图案跟心无病谁也不是火山的个儿 但是两个人一起过来 火山马上显得吃力了 当下他另外一只手中呢就出现了一柄古色古香的长剑 只见他手腕怎么一抖 这柄长剑之上就瞬间布满了火焰 再看火山一手长剑一手软边 与这图案给心无病就缠斗在了一起 虽说火山这没吃亏 但是呢也是露出了败相 广人看见之后二话不说 空着手就加入到战团之中 要说现在的广人不再是几年之前 在民调局地下室看到的那个全身被锁链捆绑住的广人 虽然四人当中只有广人没有动家伙 但是图案跟心无病两人却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广人的身上 就这样广人还是几次差一点就打在图案与心无病二人的身上 如果不是他们全力防备 在广人打过来的瞬间就把身体虚化 现在就他俩早不知道死上几个来回了 不过虽然广人火山师徒已经稳战上风 但是想要解决图案跟心无病两人 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办得到的 这时候归不归呢 笑嘻嘻蹲在地上 看着面前这大乱斗的位置是呵呵之笑 嘴中自言自语的说道 哈哈哈哈 到底是大方师的底子呀 啊 就算被关起了一百多年 这缓过来之后啊 还是大方师 没等归不归这说完 只见广人微笑的对着老家伙说道 鬼师兄 不知您想打算看到什么时候 如果这次让他们再跑了 传到前任大方师的耳中 不光是我们师徒两个 恐怕您也会没面子吧 归不归一听呢 打雷哈哈 之后对着广人说道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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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想让你们师徒俩呀 占个投工 不过既然不领钱 那就算了吧 说着归不归的身子原地消失 忽然就听见 砰的一声 指剑举着短棒招架火山常见的心无病 忽然之间斜着飞出去 身子还没落地呢 又是砰的一声 在半空之中心无病 身体便现 然后横着又飞回来 广人跟火山见到之后 就把身子让开 指剑图按着呢 把两只短棒一扔伸出双手 想要接住心无病 不过就在眼看要接到的时候 第三次响声就响起来 就见本来已经沥泄的心无病 就跟炮弹似的 加速向着图案就飞了过去 两人撞到一起之后呢 身子向后飞出七八明远 直接就撞在墙壁之上 这才算是落到了地上 此时归不归显出身形 笑眯眯的看着倒在地上的二人 随后看着身边的广人说道 哈哈哈哈 人都这样了 让火山过去补一刀啊 这就算是齐活 火山手起箭落之后 你这边大方师的手遇 就算是完成了 我这边呢 也就没人陪着向北啊 出来捣蛋来喽 火山看到广人对自己点头之后 手握长剑就奔着图案 以及心无病走过去了 现在两个人从地上爬起来 其实归不归也不见得比广人高多少 他这一下子是占了图案以及心无病的便宜 穿着两人全力抵抗广人师徒之时 归不归这算是偷袭成功 而且刚才归不归把二人撞在一起的时候 手中加了特殊的力道 现在二人根本使不上力气 眼看着火山向他们走过来 两个人站在墙边可以说已经是退无可退 眼看着火山要来到他们身前之时 跟我们躲在角落里的孙胖子忽然对着火山喊了一句 我说小一点 再往前走 可能会有老熟人出来搅局 说到这孙胖子顿了一下 然后对着图案以及心无病头顶的位置喊道 我说 我说 来了有一阵子了吧 就这么看着自己同伴挨揍我 我说您这含有真好 那那那那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看同伴即将死于他人见下 我是自危人不动是不是 相伟 你不是想等着火山再走进几步 等他到了你范围之内 然后再突下杀手吧 孙胖的话音刚落 只见图案心无病 二人头顶上有人冷冷的说道 下次我会直接干掉 省着你这张猪嘴什么都敢胡说 说着向北从图案头顶上显现出来 他身子贴在墙壁之上 显出真身之后呢 这身子轻飘飘就落了下来 他看着孙胖子再次说道 图案和心无病都不知道我跟着他们过来 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孙胖子说话之前 先带着我跟二阳躲在广人和龟不龟的身后 然后这才向着向北说道 我知道之前最近都没怎么活动 就是说你要这东西基本上都到手了呗 不是我说啊 图案跟心无病过来抓我跟辣子 你就不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只看见他们俩 那么你势必就藏在什么地儿了呗 等着这哥俩不行 你再忽然杀出来 这样局势就是瞬间扭转 不过你也许还存着别的什么心思 说着孙胖子把目光转移到图案以及心无病的身上 坏笑了一声说道 也许你还想着图案跟心无病 跟我们斗的两败俱成之后 你再出来 收拾了广人龟不龟之后呢 你把这哥俩也干掉 这样我们这儿除了无人敌之外 也没谁能跟你斗在一起 图案心无病一死呢 辣子身体里的种子 你就可以一个人独享了 我说的对不对 说话之时靠在墙上 喘着粗气的图案以及心无病 这哥俩突然没动劲 两个人警惕的看着向北 而向北只是呵呵一笑 拍了几下巴掌之后 看着孙胖子说道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就是离间之急 不过这个对我们没什么作用 不过我还是要给你一点奖励 一会解决完事情之后 我会把你舌头搁下来 然后让你亲口吃了自己的舌头 看看你这个能言善变的口条 究竟是什么味道 说完之后向北转头看着图案和心无病说道 你们俩的名单还在徐福的名单上 干掉他们几个人之后 再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 只要前人打方师不回来 这不就是我们的天下吗 图案和心无病听完之后 身上的阴冷的气息又冒出来 图案向着刚才短棒落地的位置 就须抓了一把 两只短棒呢 犹如闪电一般又回到他的手中 最后他跟心无病 一左一右 就站在向北身后的两侧 看着他们三个人这模样 归不归看着向北笑了一下 随后他看着孙德胜说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千真哎 你不会就把我跟广人拉过来了吧 算到向北会出现 你不可能没准备 现在我们三对二 就算我跟广人师徒会占上风 但是你这后头也应该有准备吧 啊 归不归这 刚说完 就在图案以及心无病二人的身后 就响起了一声佛号 随着一身袈裟的老和尚 从这墙壁之中走出来 这位出现之后 双手搂着来不及反应的图案跟心无病 然后眼看着向北说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哈哈哈哈 你自杀吧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波音 小传说书 第三百七十二集 不是好人 上山老和尚什么时候出现的 谁也不知道 图案跟心无病两人被制住之后 身子马上变得虚幻起来 想不到上山老和尚腾出手来 对着两个模糊的人影上去就是两巴掌 看着老和尚这两巴掌也不是太使劲 但是图案跟心无病他就是跑不了 两个人实实昏昏挨挨了大和尚两嘴巴 就在挨上嘴巴的同时 两根虚幻的身体再次清晰起来 这俩伙还没等反应过来 再次被老和尚一搂 大叔师就说了 怎么着 别给点不要啊 老佛有我有阵子没代表佛祖出来办事 告诉你们 再有一次 佛爷就亲自送你们俩去西方极乐世界 找佛祖啊 给我忏悔去 说到这老和尚斜着眼睛 看着站在原地没有动态的向北 眉头一皱 干什么呢 不让你自杀去了吗 怎么还不动手啊 马上动手啊 快点来 佛爷我这还有一饭局 现在把你们处理完了呀 回去我正好开席 现在向北的脸色铁青 本来他盘算着露面之后呢 趁其不备干掉广人或者火山其中的一个 至少他们师徒俩少了一位 那么胜负就会利剑分枪 谁能想到这老和尚忽然冒出来 一下子不仅打乱他的计划 甚至自己这条命啊也得八成丢在这 现在上山老和尚一口一个让他自杀去 向北听得是心烦意乱 好在向北也是称呼极深的人 脸上一点没带出来 当下对着老和尚苦笑了一声说道 就算您让我自我了断 好歹也让我做个明白鬼吧 说完之后呢 他又转个头来看着孙胖子 我真是小看你了 本来以为你的后手就是龟不龟和广人师徒俩 想不到你把这尊大佛留在最后了 看来这次你大老远跑过来 就是为了把我引出来 是吗 你可大了吧你啊 别往自己脸贴金了 行没有 孙胖子看着孝兮兮已经没有退路的向北 接着说道 不是我说啊 这次我就是为替辣子处理点家务事 顺便啊 把你们这事解决一下 怎么说 也得在新民调局成立之前 把你们哥几个解决了呀 要不然带着这么一大块心病 我怎么再处理其他的事呢 说到这孙胖子顿了一下 看到向北他们哥仨几乎没有逃出去的可能性之后 他这才继续笑着对着向北说道 我知道首都圈里的有你的人 虽说你这没到呢 但是我这边一举一动 你是了如指掌 只要我们这边有人离开首都 你就会马上杀过来 上次你们是蒙其他的事脱不开身 这才没理会我跟辣子 这一次那总不能煮熟的鸭子再飞了不是吗 这几句话说完 孙胖子呢 又看了看上山老和尚 随后笑眯眯对着大和尚说道 老婆呀 咱要是再不动手啊 这番局可能要过点了呀 孙胖子这句话那就是向北三人的催命符 老和尚这点了点头 但是呢没着急动手 而是对着归不归和广人两人说道 哎给你们一机会啊 有没有手痒痒想杀生的呀 别客气 佛爷我代表辅佐原谅了 要动手赶紧着 现在佛爷这睁只眼闭只眼 这么好的机会 过来这村就没这地儿了 哈哈哈哈 这个呀就不跟您老人家客气了 归不归人笑了一下 随后对着老和尚继续说道 杀恶人极为善 向北他们三根的手上啊 人命也少不了 您料理他们佛祖也会在功德本上 给您添上一笔是吧 哈哈哈哈 你们这两个游行鬼都不敢得罪那个老家伙 好吧 佛爷我呢 不是你们方式门里的人 用不着忌惮的 今天这恶人就由佛爷我来做吧 老和尚翻了一翻眼盘之后 转头刚想再给向北最后一次机会 让他自杀之时 忽然听到向北这愣愣地说道 种子拿到手之后我不要 留给你的下一世 等他在你身体里都结出新的种子 我再过来拿 你牺牲这一世换来下一世可以独享种子 可不亏呀 孙胖的听完之后 对着还没反应过来的上善老和尚大吼了一声 我老婆呀 动手啊 先送他俩去见福祖去 可惜孙胖的这话还是慢了一拍 他这话还没说完 就见心无病浑身上下一片赤红 用那已经通红的眼珠盯着向北说道 好 希望你能够说话算话 话音没落 心无病这身子呼人之间就炸开 瞬间化成一段血雾 把这老和尚就包裹在了其中 上善老和尚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 全身血雾的大和尚就像中了定身法似的站在地上是动弹不得 此时图案一脸惊恐的挣扎老和尚的胳膊 然后马上向着向北的方向跑去 就在这时候 后头的归不归和广人使徒见状不好也冲过来 眼看这五个人就要打坐一团之时 广人忽然在图案脑门上点了一下 随后图案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脸色瞬间变得争鸣无比 手中挥舞两根短棒 回身向着归不归就扑过来 图案现在不顾自己的死活 跟归不归他们三人就打在了一处 此时向北最后瞪了我眼 然后转身向着身后退去 每走一步他的身子就变单一分 四五步走出去之后 他的身体透明的几乎用肉眼都分辨不出 就在此时还像木雕泥塑一般的归不归忽然动 他就好像一道闪电似的扑向向北 可惜还是慢了半半 几乎就在老和尚这手指接触到向北的一瞬间 向北的身子完全消失在他的面前 老和尚站在刚才向北消失的位置 呆愣半省之后自言自语的说道 哎 这次丢人丢大方 嗯 这鹰沟里头还翻了船了 此时图案这边呢也有了变化 趁着图案一个不留神 归不归抓住他的肩头 也没见着老东西怎么用力 随随便便把图案就扔在墙壁之上 图案此时呲牙咧嘴还想冲过来 不过他这身子就像黏在墙壁上一样 不能离开墙壁半分 随后在归不归几根的竖法之下 图案这身子慢慢的嵌入到墙壁里头 任他是如何挣扎也不能从这墙壁之中出来 见到图案被制住之后 火山手握长剑就想过来捡个便宜手 眼看着一剑下去要了结图案之时 孙胖的大声喊道 哎 别下自找啊 留的一个小面 他死了 向北真就彻底找不着了 刚才还要杀他 怎么又留他一条小命呢 究竟该听你哪一个呀 火山虽然停了手 但是呢还是找了一点孙胖子的麻烦 哎 这不是此一时彼时吗 说话之时孙胖子凑到归不归的身后 看了还镶嵌在墙壁当中的图案一眼之后就说了 不是我说啊 刚才布杀他们俩 向北就跑了 现在布杀图案是因为啊 向北他不是已经跑了吗 他藏身这地儿 还有这段时间他们三个到哪跑去了 这总应该给我说法了 心无病飘了 图案要是再死了 你让我直接问向北一下啊 此时图案这儿呲牙咧嘴想从墙壁当中挣脱出来 归不归见状之后 从这衣服口袋里头取出了一根钢针 针尖对着图案的眉心虚扎了一下 只见一滴红的发紫的鲜血从眉心这儿流出来 这一滴鲜血流出来之后呢 图案这样子才算恢复了正常 他也不挣扎 只是颓废的看了我们几个人眼 然后把头一滴 嘴中嘀咕了一句 我就说他不是好人 去 心无病你还不信呢 现在最重要的人物向北跑了 这让大和尚很是纠结 不过呢 他向归不归这么一打听 才知道心无病自爆这一下子 可没那么简单 就算是无人敌过来 也够他喝一壶的 如果是归不归跟他们两人当中 谁被这血污沾到了一行半点 没事啊 一天半天你也动他不了 而老和尚招到之后呢 马上恢复自如 恐怕呀 连无人敌也未必能够做到 不过向北毕竟是已经跑了 因为这个上山老和尚跟自己赌气 晚上愣没跟黄南一起吃饭去 好在手中总算多了一个图案 归不归在图案这嘎子窝 跟两侧大腿根这埋下了银针 随后这图案呢 就跟重症鸡无力一样 当场是贪乱在地 由二羊背着 他们几个人呢就从后道下游出口走出去 看着他们出去之后 我跟孙胖子这才从坑口爬出来 上面的众人见我们两个从里头出来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随后怎么通知上游开闸放水 我们并不用戏表 我跟孙胖子出来之后 马上就着借口要回到首都 我也本来在家里呢 让我妈是杀鸡在额 说要给孙胖子尝尝馅 不过听说我们要走了之后呢 也没怎么留我们 他知道说我在北京啊生意忙 不敢耽误我们的正事 给我们这准备两大包老家的土特产 让我们带回到首都 想起来呢就尝一尝 毕竟这是家乡的味道 在机场我们跟归不归二阳会合 不过广人师徒却已经不见踪影 这爷俩不想见吴仁迪 出来之后呢找个借口 就先行一步离开此处了 回到首都孙胖子直接把图案 安置在民调局老楼的地下室里头 就在当初关着广人这地儿 就把图案给锁着了 当初民调局裁撤之后 吴仁迪呢把这的阵法撤掉 现在关了图案之后 归不归重新在这儿把阵法一摆 不过在我看来 这阵法呀摆不摆两可 由于归不归的手段回来之后 这图案连个手指头都抬不起来 就算我们把大门打开 让图案自己走着去 他也做不到 回来之后 孙胖子马不停蹄 拉着我跟龟不归三个人 去审讯了图案一番 现在的图案经历了心无病的惨死 自己呢又被向北出卖之后 已经是心灰意了 以前是宁死不说的事 现在也是终于松了口了 最近一段时间 他们到处去古墓之挖掘 就是为了凑出可以制衡无人敌的几件东西 不过到底怎么个制衡法 图案又说不清楚 只知道向北手里头有这么一张图 据向北所说 只要把这几件东西凑齐了 对付无免不再画像 不过向北这图里头到底是什么东西 图案呢说不明白 这张图是向北随身携带 他跟心无病从来没有看过 不过心无病曾经私下跟图案说 他说向北图中所需的东西已经找的差不多了 最后这么一两个物品弄到手 向北图中的东西就可以拼凑成功 到底能不能够制约的了无人敌意 那就不好说 孙胖子听完之后少见的沉默了本上 随后这才对着图案继续说道 不如我说啊 我说这个图不图咱以后再聊 先说点你知道的事 就说呢 你跟心无病是怎么跟向北对上眼的呀 当初无人体广人找了你们俩那么久也没找着 哎 这怎么向北一露面 你们哥俩就跟着他出来造反了呢 说到这儿图案又是叹了一个粗气 哎 是我们找的向北 向北在我跟心无病以前出现的地方 留下方式一门特有的口讯 说他手里有前任大方式的社令 说我们两个只要帮他 向北就把社令给我 然后他自己又自动加了马 说我们两个只要帮着他把沈蜡 身体里的种子拿出来 他先去炼化种子 等到重新长出新的种子 就给我心无病 嗨 我们俩也是被猪油蒙了心 怎么就信了他的鬼话了呢 图案现在也就知道这么一点 看样子再问也问不出什么 孙胖子就当他的面 向身边的归不归就说了 我说秦叔啊 不是我说 向北这是干什么啊 您老知道吧 您怎么说也是他们大伴 图案不知道的 我说您老家多少也能知道一点吧 我就是知道的太多 冷不定你让我说这图上画的是啥呀 我这一时半会儿呢 还说不明白 说到这归不归看着有些萎靡的图案说的 那个都说说看 这段时间你们跟向北都得什么东西了 我只能说我参与的 图案这点了点头 然后继续说道 我们不是一起行动的 向北有的时候会带着我或者心无病去 有时候呢 他会自己去 也会把地址交给我跟心无病 让我们自己去这个墓地当中 把里头特殊的物件取出来 我记得我自己挖出了一个小小的青铜顶 还有一把玉石的碎料 心无病挖出来过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头盖骨 加上向北跟我们一起动手带出来的 还有一个玉石的图腾 一把绣得不能再绣的铜剑 这个别的再有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了 这图案说话之时 孙胖子一直盯着归不归 不过这个老家伙皱着眉头想了半天之后 还是对着孙胖子摇了头说道 哎呀 这东西太少了呀 没见这十五之前 我还真就猜不出这向北想揣什么东西 见到没什么新的进展之后 孙胖子还有一大堆的事要忙 当下呢就将图案留在这 带着我跟龟不龟叫上去 图案见后就是一愣 随后对着马上离开的我们三个人说道 你们不打算结果我的性命 再怎么说我也是名单上的人 而且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干掉我 你们就能找前任大方师交差去了 孙胖子听完之后 嗨嗨笑了两声 我又没见什么名单 你在不在名单上跟我有什么关系 再说就算真有这名单怎么着了 我又不是方式 凭什么非得让我弄的血淋淋的呀 孙胖子刚说完 图案这又看下了龟不龟 然后他对着龟不龟这老家伙说道 那么你呢 名单上的人物你是见过的 论起来广人还得叫你一声龟师兄 难道说您也不打算动手吗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波音小传说书 第373集 熟悉的感觉 此时龟不龟向着出口方向的楼梯走过去 听到图案这话之后呢 龟不龟回过头来 看着只求速死的图案说道 谁说老人家我是啊 方式门里的人呢 那广人火山这爷俩 不止一次把我老人家从方式门墙里的踹出来 你说我都不是方式了 我凭什么替他卖命去 现在算起来啊 只有广人师徒能把你怎么样 但是这爷俩现在都不在 你的事啊 等人家爷俩 听明白没有 从地下室出来之后 孙胖的笑嘻嘻看着龟不龟就说 嘿嘿嘿 叔啊 不是我说啊 有没有在我这做个一官半职的意思 我给你偷一点啊 无人敌无主人 要重新回来做六世主任 我说您老人家 就不打算跟我们这待会儿 一听孙胖的这话 归不归古怪的笑了一声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以为我跟吴敏似的啊 有好好日子 不过啊 合着我到这听你使唤呢 再说了 你是我亲侄儿 你能好意思 只是你亲叔做事吗 本来以为这算是一口回绝了孙胖子 想不到这老家伙话锋一转 又继续说道 不过呀 你们真要有什么事啊 用到我跟任三儿 让吴敏传个话 我跟任老三子指定尽快赶过来 安置好了图案之后 孙胖子开始想方设法的算计向北 一连设计几个套 无奈向北就是不露面 甚至孙胖子让我做耳 一个人出了首都的范围 东南西北我转悠一大圈 第二也没发现一丁点向北出现的迹象 本来孙胖子是铁了心 要在新民调局重启之后 彻底解决向北的问题 无奈人家就着不出来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转眼之间 就到了新民调局开张大吉的日子 这个日子是海里的大老板亲自定好的 谁也不能够轻易更改 最后孙胖子只能顾着这一头 抓紧时间就忙活起新民调局成立的事情 只是当初跟安秘书有协议 说新单位不能用民俗事务调查研究局的老名称 最后孙胖子把新单位这名称就改了 改为民主生活调查发展局 据说安秘书把这名字送到海里头 海里的大首长看出名字来 指着孙胖子起这单位名称对着安秘书说道 别人是换汤不换药 这个孙德胜是把碗换了 你看看 这不还是民调局吗 安秘书以为大首长不满意这个名称 当下就想把新名字重新的发回去 让孙德胜再重新起一个 但是大首长呢摆了摆手拦住安秘书说道 哎 由他吧 这个新单位没几天就要正式运营了 呃 就算是孙德胜把这大号换了 也算是有个交代 这样 媒体这边你看住了 别让他们再紧要这个单位不放就行 就这样 虽然挂在外道牌子上的名称改了 但是所有人叫起来呢 哎 海叫民调局 终于在一个星期五的早上 这个叫做民主生活调查发展局的新单位就此成立 没有鲜花 没有任何的祝贺仪式 一大早上八点半 这栋刚刚装修好的老楼打开大门 一个个身穿黑西装的男子就走进着大楼之内 他们回到几年前各自的调查室 重新干起了艰辛了几年的工作 这些个调查员都是孙胖子 从两个重要部门重新要回来的 这次调查员基本上没有变化 只是当初六位主任再也拒不起来了 现在新民调局的六位主任基本上保留当初一半的班底 一是主任还是好文明 他跟好争议知道高亮转世投胎的对象之后 主动要求留在民调局当中 这事我还问过孙胖子 这胖子呢这么回答他 哎呀好头跟他大哥啊 这不是为了给高亮扑物吗 不是我说 他们哥俩知道转世投胎的高局 哎早晚也得走这条路 他们俩呢先给高亮打好基础 等到哪一天我干不动的时候 这民调局不还是咱们老大高亮的吗 能盘算到孙胖子退休的那一天 人家好家哥俩 为了高亮那算是鞠躬尽瘁 二世主任西门亮 熊卖一老末做了副主任 这三位继承当年二世主任秋不老的衣博 加上二世的人马 基本上都是当初的老人 运作起来呢还是当年二世的作风 不过这里头啊 有一小插曲儿 熊卖一回了第一天就跟孙胖子闹了一遍 俩人在门口遇着 结果这熊卖一一点没有给领导让路的意思 他跟孙胖子一起从大门外到挤起来 就可怜这扇刚装好的玻璃大门 实在经不起这一大一小俩胖子的挤压 轰隆一下化成一地的玻璃衫子 本来孙胖子打算换一门就得了呗 想到熊卖一样不依不饶 说要不是孙胖子生亡几 说这大门呢也不会醉了 几句话把孙德胜这伙儿逗起来 他做出了重新担任副局长之后的第一个指示 因为新民调局刚刚组建起来 局里头呢人手不够 从每个科室都轮流派出一个人 做一个星期的保洁工作 这第一个人就从二世副主任熊外一开始 从这天之后的一个礼拜里头 好几次上厕所的时候 都能听到刷厕所这位一边收拾 一边咒骂着孙胖子 三世主任最后继续还是由尼古拉斯雨果担任 本来孙胖子打算撤销这个对外的副主任 不过还没怎么动手呢 就接到人家外国一电话 打电话的是人家地区主教韩松 他代表宗教向孙胖子讨要一面子 说想让尼古呢继续在新民调局里头担任原来的职务 不过当初韩松因为回国处理伊丽莎白跟托马斯事件那次 跟孙胖子闹得不是很愉快 按理说孙胖子也用不着给他这面子 不过考虑到尼古跟龟不龟这边还通着气呢 孙胖子呢最后给了韩松这面子 但是有条件由于他已经被人家开除了教职 现在他在国内教会圈里的作用线 已经起不到当初在民调局时期的作用 如果说想让尼古回到新民调局 第一个恢复他的教职 第二个每个月要支付新民调局一笔费用 这样可以保证尼古以后完全参与与民调局日常当中的工作来 当初高亮时代的规矩 整个民调局只有于果跟孙胖子不能进到资料室 现在资料室大门已经向于果打开 只要你每个月把这钱给足了 就里头的资料随便看 孙胖子一开始呢给了一个一个月十万美元的钱数 想不到人家韩松的电话里的呗都没打 直接就替着教皇答应这个数 随后新民调局的账目上就多了一百二十万美元的钱数 说是预交一年的款项 哎呀一看给钱这么痛快 孙胖子这肠子都毁清了 当下给武士主任欧颜平佐打了一电话 通知他马上在资料室里头 安装三百六十度的一摄像头 凡里头的资料 任何人不能带出资料室 也不可以用抄写 复印数码设备来进行复制 孙胖子的意思明摆着 哎有本事啊你一点一点被脑子里带出去 天天泡在资料室里头 没个三五百年 你也甭想把这里头资料备全了 四市主任是郝正义 四市呢是林峰的班底 为了这个孙胖子跟郝正义 把原本四市的调查员逐一排查 确定他们跟当初林主任没有任何的瓜葛之后 这才把这些调查员重新招募回到了四市 不过呢郝正义辞去泰坦国王室宗教顾问之时 被人家国王室一再挽留 最后看着郝正义弃欲已决 最后呢给他一个客座顾问的名头 如果说人家王室这边有需要帮忙的 你还是要第一时间赶过去 对于这个孙胖子倒是十分支持 甚至许诺了 如果说需要新民调局 只要没什么大事 里道除了无人敌之外 剩下的人你可以随便带走 五市主任还是欧阳偏左莫属 其实这个职务除了欧阳主任之外 也没有人比他更适合 至于说新民调局的镇局之宝调查六市 主任这人选呢 竟然是谁也没想到的小猪皇帝 而无人敌跟我全都是副主任留在六市 哎呀想不到我竟然有一天 能跟无人敌平起平坐呀 当初杨军替小猪皇帝 向孙胖子索要局长的宝座 被孙胖子一苟回去之后呢 他对加入新民调局就不是特别的感冒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 恍然找了他几次 想把他拉进公司里 最后孙胖子实在没办法 通过邵依依依征求无人敌的意见之后 才把小猪皇帝安排在了六市 给了一个六市调查主任的位置 这也就是当初无人敌啊 跟小猪皇帝私交甚好 如果要是换做一般人 无人敌早就用眼神杀死他了 不过就这样 杨军还觉得委屈了小猪皇帝 不过被孙胖的一分劝解 尤其是知道 就连无人敌名义上也是小猪皇帝的下手的时候 他这才接受了孙胖子这个提 于是新民调局的基本班底呢 就算是打好了 要说这里头最难搞的却是新民调局的一把手 书记兼局长杨成武 杨书记已经正式退休了 还是安秘书亲自找到了杨成武 说呢想让他重新出山 而且给他升一级 给他副部级别待遇的同时呢 还享受部级干部的待遇 杨书记退下来之后这段日子 正闲着没事做 听完安秘书这话呢 激动的鼻涕泡都冒出来了 几年前 杨书记就是部里头副部长 才被发配到民调局 想不到退休之后呢 还能够重新杀回去 而且级别也提上来了 自己挣了一辈子的东西 想不到退休之后啊 来了一个回光返照 就在杨书记马上要找不着北的时候 安秘书往后头这话说出来 哈哈哈哈老杨啊 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经过组织研究决定 原民俗事务调查研究局 会以一个新单位的方式重启 考虑到您是民调局最后一位负责人 组织上呢 把这个新单位负责人的重任 再次交到你身上 怎么样啊老杨 虽然已经退了 但是组织还是记得你的嘛 反应过来的杨书记 马上向安秘书说 说自己退下来这段时间呢 身体一直不太好 怕是不能够上任组织给他这个重任 这样的工作呢 还是让年富力强的年轻同志来做 比如说孙德胜 他以前就是民调局的副局长 工作是兢兢业业 也该让这样有能力的年轻同志加一副担子 说至于自己呢 现在老糊涂了 一直怀疑自己是得了老年痴呆症 不能因为自己耽误这个新单位的正常运作 这就不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老鸭啊老鸭啊 你呀太谦虚了 安秘书微笑之后 从自己的公文包里头 拿出了一张体检报告 随后把这报告递给杨书记 喏 这是你上个星期的体检报告 上都显示 您老这身体呀各项机能正常的不能再正常 您还真就不像是63岁的年纪 整个就是30的心脏啊 一见人家安秘书把自己的体检报告都拿出来 杨书记还不死心 一个劲说自己年纪大了 还是孙胖的更适合 最后安秘书一句话 算是彻底让杨书记绝望 哎 这就是孙德胜推荐的您 您哪还是局长兼书记 他呢给您做一下手 哦呀 这个新单位正副手的人选 海里的首长已经同意了 你呀就安心做这局长兼书记吧 听到新民调局副手的人选 已经经过海里首长同意 自己再说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 当下只能哭脏着脸从安秘书手中 接过任命证书 后来新民调局正式成立之后呢 杨书记还是跟当初一样 中午十二点上班 他自己办公室啊他不敢待 必须找一人多的地磨蹭俩小时 这一天的工作总算是结束了 遇到刮风下雨阴天这种天气呢 他就直接连面都不露了 到现在除了小猪皇帝之外 剩下的基本都是民调局的老班 不过新民调局跟高亮时代还是有些差别 民调局时期有限的几位女性基本上都是文职 现在孙胖子又把少姨弄到六世 他又成六世里头唯一一个不是白头发的女人 还有一个新增加的女性就是金池 本来我以为孙胖子呢随便找一个文职的位子 安置这小姑娘就完事了 没想到孙胖子直接要金池做起他的秘书 原本高亮的秘书王露这几年已经嫁人生子 不过再没有人选金池也不适合这个位置 后来我跟孙胖子在外头吃饭的时候 我问过他这事 孙胖子呵呵一笑 灌了一盅白酒对着我说 说这事 就算我让这小丫头啊滚仓库去 还得想办法弄出点什么东西来 你说既然这样 我还不如大方一点是不是 反正呢我也没打算对付老黄 就他来说就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再说了 与其把他安排在别的地 还不如把他放我身边 放眼皮子底下 对不对 你说他能掀起什么风浪了呀 就这样从新民调局成立这天起 我每天去找孙胖子的时候 都能看到金池在他办公室这瞎拽摇 虽然看着别扭 但就像孙德胜说的那样 在孙胖的眼皮底下 金池一直是老老实实的 还真就没什么小动作 新民调局成立的第二天 就收到各地汇总上来的报告 不过这些都是老民调局解散之后 送到另外两个部门的报告 有的已经积压两年 要说这么多报告 孙胖的不敢怠慢 召集六市政府主任开会研究之后呢 这些陈年报告 由除了六市之外 几位主任给分了 要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解决 如果遇到处理不了的难题 局里头呢 会派六市的调查员协助 不过这一切跟我没关系 由于向北一直没捞面 我现在只能在首都之下拽用 就连雨果都被孙胖子派到南方去帮助当地的教堂驱轨 只有我呀 天天资料是孙胖子半股市 两点一线我就这么拽用 民调局成立的第一天 孙胖子发话了 说一天抓不到向北 我就一天不能出首都的范围 就连我爷过大寿啊 他也没放我回家看两眼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波音小传说书 第三百七十四集 阴谋的味道一 忙活了三个多月之后呢 总算把这两年积攒下来的陈年旧案都给处理完了 就在大家松了一口气 准备休息两天的时候 难得露面的杨书记忽然找到了孙胖子 说他一位老战友的孙女不知道被什么东西迷住了 现在家里都乱成一锅粥 让我们过去看看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因为事情就发生在首都圈里头 孙胖子看我这段时间呢 憋得难受就把这几时间交给了我 顺便带上老杨一起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由于是老杨亲自求的孙胖子 孙副局长呢 看在自己这位老领导的份上 也跟着我们一起去了事发现场 算是给杨书记一个面子 这个新民调局成立之后呢 我负责的第一个案子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处理的妥妥当当的 带着杨书上了孙胖子的车 随后呢 由杨书记带领 半个多小时之后 车子在一片高档小区门口停下 杨书记指着其中一个窗户就说到了 看见那个啊 这个玻璃碎的窗户了吗 那个就是我老战友的家里 大圣啊 呃 当年我这个老战友可是救了我的命啊 现在人家里出了这样的事 看在我的面子上啊 你可点处理的稳妥一点啊 来的路上 杨书记在车里头把事情说了一遍 他这个老战友的孙女现在正在就读美院 前几天呢 带着画板跟家伙事出门写声 你说写声就写声呗 但是人家小姑娘非要另辟蹊径 说有人画过的场景 他坚决不画 研究几天之后 杨书记占有这孙女还真就找到了没几个人想到的场景 哪啊 坟地 出事那天小姑娘一大早出门 但直到晚上太阳落山都没回来 他家人也不知道 这丫头选了这么一个另类的地方写声 如果早知道这小姑娘口味这么重的话 他家里人是说什么也不会同意让他出去呢 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 小姑娘家里人开始慌来 正准备报案的忽然接到一电话 说有人在一片坟地之中发现了一名已经晕倒的小姑娘 在他随身的证件跟手机里头看到家人的名字 这才打电话过来 杨书记的老战友亲自站在楼下 将我们几个人呢迎进了家门 这时候家里客厅已经有了七八个人 看样子应该是本家的亲戚 其中有两三个壮汉守在一间房门前 看着紧张的样子 房门里头应该就是出事的这个小姑娘 之前杨书记的老战友应该说我会到 我们四个人进来之后呢 客厅里头坐着的人全都站起来 纷纷都以一种敬畏的目光看着我们四个 不过人群里头呢还有一点不和谐的声音 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看到我跟杨乔这造型之后呢 嘴中没轻没重的说了一句 这不就沙马特吗 二舅 你这次又花冤枉钱了吧 闭嘴 不想带公魂 杨书记这老战友 向这个胡说八道的年轻人一瞪眼 然后转过脸了呀 陪着笑脸对着杨书记说道 哎呀 我我外甥 这小别独子呀 胡说八道啊 大家千万别介意 这小子 痴痴长大的 嘴里头啊 就没说过人话 哎呦二哥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他好歹也是你外甥 你这一嘴一个小毛不蛋的 有你怎么当舅舅的吗 年轻人身边有一个中年妇女的干 站起来对着杨书记这老战友继续说道 再说 你外甥也是为了你好啊 这不是怕你被人骗了吗 你说说 小霞出事这几天 咱家来了多少骗子啊 哪次不是万八千的让人骗去了 小霞病了 咱就治 你妹夫都联系好了 定安医院的大夫 可是你呢 就是不肯把他送过去 杨书记这战友现在是脸色铁精 刚要发作之时 冷不防孙胖子从身后走过来了 笑眯眯的看了一眼 顺着嘴角留墨子这女的 随后在杨书耳边呢 轻声嘀咕了几句 老杨这儿微微点了点头 他也不管这个女人 静止走到几个壮汉看守的门前 见到这个有些诡异的娃娃脸男子来到门前 门口这几个壮汉呢 条件反射就把门口的位置让出来 此时杨书站在门前却不着急进去 只见他这身体呢 紧贴着房门 随后杨书这嘴唇微微抖动 也没见得出声 但是房间周围这空气就开始凝结了起来 以我跟孙胖子的视角来看 能看到大门之上已经满是结成冰花一样的东西 片刻之后呢 杨书的嘴终于停止抖动 最后他这身子向后退了一步 抬手有节奏的敲了敲门 敲完门之后 杨书把身子挪开 从头到尾老杨是一句话没说 只是转脸微笑的看着一对母女 也就是十秒八秒之后 房间里头突然有东西 没等外头的人明白怎么回事呢 这扇房门忽然被人从里头撞开 随后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年轻女子 就从里头冲出来 见到这女人冲出来之后 客厅里聚着的人顿时是一哄而散 不过这女人呢 也不针对她们 她就跟一阵疯似的来到已经被吓傻的一对母女的面前 同时把他们扑倒 两只手在两人身上抓来抓去 片刻之后把这两位抓得是血肉模糊 虽然周围是围满了人 但是没有一个敢上去把这女人给拉开 这一对母子的伤其实并不重 只是这女的被吓得够呛 被她压住之后呢 身上力气一点使不住 只能跟杀猪似的躺在地上干好 最后连哭待喊 他们对着杨书记的战友说道 二哥啊 二哥啊 你 你就这么敢看着你啊 嘿嘿嘿 着什么急啊 一直反常没说话的孙胖子 终于笑嘻嘻的开口说道 你不是说她是神经病吗 神经病打人是受法律保护的 打人是他的权利 别急 再过各八小时啊 我估摸的差不多了 再说了 他是神经病 又不是吸血鬼 而且啊 不传染 杨书记这战友看不下去了 他看得出来 自己女儿忽然发飙 八成跟老杨带来这几位是有关系的 再怎么说 躺在地上这两位也是自己亲戚 能放一马呀 还是放一马 当下他连连向着老杨使眼色 无奈人家杨书记呢 就跟没看见一样 从头到尾 一声不吭 要说这事他不是不想管 是管不了 能仗着面子把我们三个人请过来 这就不错了 吓死他 他也不敢给我们三个下命令 直到最后这年轻人被吓晕过去 这女人呢 才算放过这母子俩一马 他从这母子俩身上爬起来 随后低着头 脚不沾地啊 就回到自己房间了 见到自己侄女走了 这中年女人多多缩缩 从地上爬起来 抱着自己下晕 这儿子是放声大哭 在两个人身底下呢 还流出一团发浑的水子 一股骚臭味就弥漫到整个客厅里头 女人一边哭 一边用最恶毒的话 咒骂着自己的二哥和侄女 最后孙胖子都听不下去了 忽然之间打了一声 哎呦这女都出来了 就这一嗓子 把这女的吓得一举一溜 还没等他爬起来呢 倒在地上装死这年轻人 啊蹭一下 从地上蹦起来 连蹿带跳 从自己二舅家里就跑出去了 完全不顾他老娘 是不是已经从地上爬起来 看着年轻人的背影 孙胖子都愣了一下 喃喃自语的说道 哎呦这行啊 把我都蒙过去了 哎我这好眼睛啊 这时候也没人去管这一对母子 客厅里的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着我们几个 杨书记的战友也知道 我们几个那是有能耐的人 当下把我们的领到其他的房间 想先把他女儿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然后商量商量下一步啊 究竟应该怎么办 不过现在孙副局长哪有时间浪费在这儿啊 当下也没跟杨书记这战友客气 直接对着杨乔史里掩测 杨乔再次回到房门前 这次没有多余动作啊 直接推开房门 然后第一个走进去 随后我跟孙胖子也走进房间之中 杨书记有一半天之后 他还是没敢跟进来 只有他这老战友是硬着头皮 最后一个来到房间之中 再说这房间里头啊 满是画着坟头的写生画 刚才那个劈头散发的女人呢 现在站在墙角这儿 一双满是血丝的眼睛时不时的翻一下 眼看着走在最前面的杨乔 现在我能清晰的看到 这个女人身体里头还挤着另外一个男人的魂魄 看得出来这男人的魂魄很是记忆杨乔 就好像他们之前见过似的 杨乔见到这个男人的魂魄之后呢 脸上露出一丝不屑的表情 老杨这随随便便哼了一声 把这爷们吓得一哆嗦 要不是外头大太阳天烤着 我估计这魂魄啊 早从这女人身体里头冲出来跑了 孙胖的见到杨乔跟女人这表情之后呢 呵呵一笑冲着老杨说道 嘿嘿不如说啊 这这熟人啊这是 这是好办 老杨 该怎么办怎么办啊 咱局里头啊一大堆事 别把这时间呢 耽误到这上头 杨乔这点了点头 随后看着这个女人 对她身体里头另外的一个人说道 上次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首都圈里头不许闹事 被我见着就是魂飞魄散 怎么 现在还要我亲自动手吗 杨乔进来的时候 这女人就一直哆嗦 老杨说话之后呢 但这位嘟嗦的更厉害 缓了一会儿之后 这位哭丧着脸 对着杨乔开口说道 不过发出的声音 却是一个上了几岁年纪 男人的声音 哎呦我我不想啊 那天有人在那一片收集无主的魂魄 我要不是这样 我也不敢闯进这生人的身体 您是不知道 那片的孤魂野鬼都被他收走了 要不是我反应快 嗨 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孙胖子本来已经打算出去了 等杨乔解决完这个魂魄之后 再跟杨书记算算这笔人情账 现在听到这消息呢 他转过身来 看着这个女人 就等着他把后头的事详细的说出来 女人身体里的男人魂魄 是杨乔多年之前养的一个魂魄 后来他跟着吴仁迪进了民调局之后呢 就把大部分魂魄都安置在首都周围一些无主的坟地当中 让这些魂魄在这守着 等阴丝鬼差将他们收走 这个魂魄呢就是当初种魂魄中的一员 不过阴丝鬼差也不能一次性把他们全部收走 只能在每年特定的日子里把这些魂魄带到地底下去 这男人的魂魄呀也是运气不好 眼看着同伴一个个被阴死鬼差收走 就是没轮到自己 等眼看着要轮到自己被带到阴间之时 却弄出这么一场惊心动魄的事情 七八天之前啊 杨书记战友这闺女到坟地写声 他刚到坟地就被这个魂魄注意到 虽说没有肉身 但是这魂魄还是多少有一点色心 趁着当天天音的时候 从地底钻出来围着女人转了几圈 虽然接触不到 但是也能多少满足一点这魂魄的色心 就在这魂魄嘚瑟的时候 远处传来其他魂魄的哀嚎之声 顺着发出声音的位置 这么一看只见一个白发男子 正把一个无主魂魄从这坟头里拽出来 看着魂魄痛苦的样子 这男人的魂魄心里明白 这八成是妖道之类的人物 来坟地这收集魂魄的 不过他们能力有限 一般呢也就只能居个十个八个 然后带回去修炼去 原本以为这白头发的男子再居上几个就会离开 想不到人家没完没了啊 一路一走 拘了百十来个无主的魂魄 而且没有一点收手的意思 当下这位才算是慌了 他不能离开坟地的范围 眼看这白头发的男人越走越近 无奈之下 只能挤进在这坟地写生的女人的身体里 好在这白头发的男人对活人不感兴趣 虽然见到一个女人晕倒了 但是他没有一点怜香惜玉的意思 男人这魂魄亲眼看着这位 把坟地里的几乎所有魂魄都拘走之后 这白发男子这才离开了这片坟地 这时候天色完全黑下来 男人的魂魄生怕这白发男子杀一个回马枪 他就没敢轻易离开这个女的身体 后来有看山老头发现晕倒的女子报警之后呢 就把这女人连同里头的魂魄一起送到了医院 后来人家家人找到的把这女人带回到家中 此时男人的魂魄才发现自己已经不能从这女人身体里离开了 魂魄尝试过几次想从她身体里离开 但是这身体好像变成自己的了 而且还不能开口求救 无奈之下呢 魂魄只能利用女人的身体不停地把那天出事的经过画出来 希望能够遇到高人把自己解救出来 听这男人魂魄说完之后 我把这画剪了几张 果然在一片坟地中间站着一个白头发的男子 这人的五官依稀就是那个很久没露过面的向北 当看清这白头发的相貌之后 我孙胖子跟老杨的脸色都变了 杨潇继续询问当天的详细经过 而孙胖子掏出手机联络到了归不归 说了我们这边的情况之后呢 让他去事发地点的坟地转一圈 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丁点跟向北有关的线索 知道向北出现在首都圈里之后呢 我们几个如临大敌一般 当下也没心思继续留在这 孙胖子让杨潇施展手段 把这男人的魂魄从女人身体里头拉出来 随后也不理会杨书记的战友千万谢 带着男人的魂魄就一起回到了新民调局 回到民调局之后 孙胖子将所在的在外所有的调查员全部召回 没有处理完的事件全部转交给黄仁这家公司 然后他又联系老郑 让他想办法在首都范围之内查找向北的下落 好在这几天无人敌一直待在局里 有这尊大佛镇着也不怕向北上门找麻烦 不过孙胖子还是不妥底 最后呢又给黄仁打了一电话 说我们这新家房子漏水想回他的住几天 看在刚才把这事包给公司的面子上 黄仁倒是没什么二话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播音小传说书 第三百七十五集 阴谋的味道二 就这样从这天起 我跟孙胖子又搬回到了黄仁家 只留下吴连环在新房子里头看家 上班的时候就守着无人敌 回家之后呢就跟上山大和人混在一起 就算是向北这样的人物 他也不敢贸贸然进来之后 打我身体里面种子的主意 一连忙活了三天都没有查到向北的下落 根据老郑发过来的视频显示 在坟地里头居魂魄的那一天 向北的确出现在首都附近 不过当天晚上在机场大厅就发现他的行踪 向北出现在后级大厅里头看样子 是得手之后呢就马上离开了首都 可惜只找到他在后级大厅逗留的影像 最后查遍当天所有的监控视频也没有发现向北的踪迹 要说向北忽然之间到底出现想干什么呀 论起这样的坟地全国各地有无数个他也犯不着来首都冒这个险 难道说就是为了拘几个上不了台面的魂魄吗 由于当下线索太少就连孙胖子也看不透向北究竟要干什么 又过了几天说在江东某地又发现向北的行踪 孙胖的二话不说又把龟不龟给打发过去了 最近一段时间都是龟不龟单独出现也没听说这人三哪去了 心中隐隐有种感觉孙胖的八成早就已经把人三打发出去了 也不知道孙德胜这葫芦里头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最后向北彻底消失没有消息了 龟不龟从江东回来说向北肯定在这出现过 但是龟不龟晚了一步向北已经不见了踪影 后来又过了半个月也没有向北的消息 我们这边紧张的神经又开始慢慢的松懈了下来 孙胖子尝试着再次将调查员派往全国各地 事后这些调查人员也都安然无恙的回来 看来向北是应该被什么事办住了 去坟地里的居魂只是其中的一环 后头他应该还有事情要忙 起码说最近一段时间向北已经没心思再回到首都 确定暂时安全之后 我跟孙胖子就搬回到自己的家中 新民调局也开始照常平时的生活以及工作 不过对于查找向北的下落 孙胖子是一时都没有放松过 眼看着这件事要被淡忘之时 一夜之间全国各地几乎在统一的时间都有突发事件报上 首先是领东某地医院停尸间里头发生了活死人事件 几分钟之后呢 联合某市最后一班公交车 司机加乘客15人同时失踪 类似于这样的事一夜之间竟然有十二起之多 不过事件报上来之后 孙胖子一反常态 犹豫了一下之后呢 新民调局没有参与 而是把这十二件事都转包给了恍然 一时之间我们那家曾经的公司忙的是焦头烂额 过了很久才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完定 后来蒙奇奇张之言他们见面之时 就听张之言说 说他们这个处理事件的时候 隐约好像真有一个白头发的男人在附近窥视 看来这个也是向北安排好的 这么一来呢 孙胖子跟向北一来一往是互有胜负 出了这些事之后 孙胖子更加不敢让我去处理外面的事件 虽说我是六世白发军团当中的一员 不过这段时间 我几乎一直在新民调局里头 然后我呢 是最清闲的一个 每天我在六世一露面 就是来到资料室里头 给正在狂备资料的余果天天乱 又过了大半年之后 孙胖给向北设了一套 放出谣言 说在敦煌新发掘的一座地宫里头 发现了一套战国时期用来祭祀的硅甲 这些硅甲是祭祀之后用火烧过 然后显示天神旨意的用具 就这还是从图案嘴中知道的 向北曾经无意之中说出他需要这么一套硅甲 但是找了几年都没找着 为了向北 孙胖的也是真下本啊 民调局成立之后呢 他就秘密派出人马 在敦煌自己造了这么一个地宫 花了半年时间 这才算是建好了 又按照五湖乱华时期的规模 把一些从西周时期到东近的一些文物放置在了其中 看样子就像是有大户人家为了躲避战争 把家中的珍宝悉数藏在地宫里头 这件事孙胖子在新民调局还没成立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谋划了 除了无人敌要镇守新民调局之外 其余能用上的资源呢 他基本上都用了 龟不龟 广人 火山 再加上从黄然那儿借来的上山老和尚 甚至传说当中的隐白牙字都安排在地宫当中 这也就是清河底下那次2.0的升级版 就算是他无人敌来了 也够他喝一壶的 按照孙胖子自己说的话 就算他看到这座地宫 他也看不出这是假的 一开始事情的节奏完全是按照孙胖的剧本走的 向北从地宫上的最薄弱一位置开了一洞口 然后从这进到地宫里头 随后向北一步步走进孙胖子为他设计好的圈套之中 但是孙德胜还是算错了一步 他把上山老和尚当作最终boss藏在地宫的中心 开始指让广人师徒伪装成来寻宝的样子 无意之中的跟向北碰了面 这三人遇到之后 免不了是一番争斗 论实力向北还在广人之下 现在再加上一个火山 两位大风师已经能让向北快要吐血了 不过孙胖子设计的呢 不是在这儿了结了向北 毕竟这家伙有相当的实力 防着他狗鸡跳墙 广人师徒只是磨了他不少的体力 随后卖离空挡 就放了向北的一条生路 向北逃出去没多久 这口劲还没喘云呢 就遇到同样奔着地宫里这宝贝来的龟不龟 又是一番争斗之后 龟不龟没跟他喝酒 在向北身上多少流了一点伤 最后这向北费了吃奶的劲啊 才从龟不龟手中逃出来 随着向北一路不停的遇到广人师徒 遇到龟不龟 他们三人几乎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如果不是地宫这套龟家实在太吸引向北 可能在刚刚遇到广人师徒之时 他早就放弃了 等到向北全身是伤 终于来到地宫中心 眼看着只要打开这扇大门 里头这道龟家就要到手之时 这大门自己打开了 随后上扇老和尚从里头走出来 一见这和尚向北终于明白了 这就是一个为他量身定做的圈套 正要转身逃走之时 只见龟不龟 广人师徒已经从身后压上了 跟着他们一起的还有那条叫做引白的大白狼 和那个连无人敌都不敢轻易招惹的牙子 就这阵容就是为了对付一个向北 向北也应该知足 本来按照孙胖的剧本呢继续发展下去 向北就应该被几位大神打费四肢 费了武功 然后带回到新民调局 想不到那些向北啊豁出去了 就在龟不龟几人要动手的时候 向北用他白头发的体质作为代价 使用方氏一门的白头发才有的禁忌 再次在他们几人面前是逃出生天 打那天起 向北就像真的死了似的 彻底在我们视线当中是完全消失了 虽然这一次又让向北逃了 不过总算是有一点好消息 自从向北使用尽数的那一刻起 白头发的能力在他身上彻底的消失了 而他逃走之前呢也受到归不归几人的重创 他是身负重伤不死就算是命大 就算死不了呢也得在床上养个一年半载才能下底 需要恢复实力最起码那个三四年 这段时间呢至少不用因为向北的事发愁 虽然向北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但是孙胖子呢还是不允许我出首都的范围 他说等向北恢复过来之后呢 为了重新获得白发跟种子的力量 他一定会对我们全力的反扑 到那时候向北一旦失去理智 他要干什么 那就不是孙胖子能够预料的到了 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少依依同样不能离开首都圈 既然向北已经知道少依依的存在 就不能不防着失去理智的向北会干出什么事 不过他活动的范围更小 只能在新民调局周围活动 你说这小姑娘本来就不是本地人 现在被彻底的拘在民调局附近 这少依依都快被逼疯了 当下他就跟孙胖子提出说不干 最后孙德胜是一顿好说歹说 这才平息了这位姑奶奶的怨气 最后孙德胜提出说一个礼拜 少依依可以在归不归或者是无人敌的陪同之下 出去玩这么一次 只要是他们两个人当中任意一位 就算你回去探亲都没问题 不过前提是必须能在新民调局没有重大突发事件 然后麻烦这二老的时候 向北失踪了一个多月之后呢 这好久不见的人三终于再次出现 他跟着归不归来到新民调局 跟孙胖子打了一招呼 他们有点私事要处理一下 最多一个星期就回来了 这次露面了人三还是一副小孩的样子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再看到人三之时 就感觉他比之前看到的样子大了一点 事后我从上扇合上嘴中 得知人三啊 每过多少年会长大那么一点 只不过他成长的时候 要钻到地心的位置 吸收大地的精华 一般是千八百年也没有一回 想不到这次让我们见着 人三的回归间接增加了我们新民调局的实力 这小家伙听说新民调局成立之后呢 本来想在这弄一职位 这个孙胖子自然是求之不得 差一点啊 让西门链让出二室主人的位置 最后还是归不归好一顿劝 这才让人三呢打消了这个念头 打这之后又过两三个月 孙胖子撒出去的人马 没有一点向北的消息 慢慢有关向北给我们的压力 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淡 又过了几个月之后呢 孙胖子对我的禁令也开始放松了不少 如果出现人手打不开点的时候 孙胖子也会让我处理一些首都周围城市送上来的事件 转眼之间可到年底了呀 可能这妖魔鬼怪也得过年 这段时间算是淡积 连续几天没有地方送出来的报告 几位主任连同手下的调查员们 开始忙活起回家过年的准备 还是民调局期间的老规矩 过年时间 新民调局清查 留下两个最新入局的新人看家 剩下的人呢都回家过年去 不过算起了现在整个新民调局里的都算是新人 谁留谁不留 最后都会有些争议 最后孙胖子碰手一挥 这个你们都回家过年去吧 老子我孤家管一个 今年呢我值班 以后呢咱们再往下轮 这句话说的杨书记心里都咯噔了一下 这胖子什么意思 轮着来 新民调局里都比孙胖子官大就是自己了呀 这不是暗示明年让我值班吧 本来几天前我爷打电话通知我 说过年的时候呢 他们回来首都陪着我过年 现在听到孙胖子要留下来 正好带着他一起 反正就算回老家过年的话 这胖子八成也是跟我回去 只要人齐了 您说啊各位哪过年不是过呀 快到过年的时候 民调局里的人已经走的七七八八了 孙胖子本来惦记局里有几个没地的主 首先想着的就是把小猪皇帝和杨军一起留下来过年 想不到大阳一个月之前订好了凤阳机票 说他主人上岸之后的第一个春节怎么也回到老朱家的龙兴之地去看一看 好家哥俩呢要回去给太王陛下拜年 虽然春节在人家那不是法定节日 但是随着这些年华人越来越多 已经有几个地区呢把春节定为地方假日 这个再经再理 这哥俩呢都要回去看看太王陛下 杨潇那个上了幼儿园的老婆过年的时候 全家要娶马尔代夫过年 就这么一个老婆没长大 你说杨潇不得看着景点吗 当下混在旅行团之中 跟他老丈一家人就玩去了 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提前度了一蜜月 邵依依呢要回到老家 他走那天无人敌就没耳了 不用说也知道肯定在守着邵依依 生怕他这一只骨血会有什么意外 剩下的人都是各自有去处 年二十八人就走的差不多了 整个民调局好嘛 就剩下我跟孙胖的两个人看场子 年三十日早上呢 我爷带着我爹娘还有三叔来到首都 我去接他们来到酒店之后 就回去陪着我孙胖的过年 我爷听说孙副局长怎么着 一个人在民调局值班呢 马上桌子牙花的说道 哎呀 就你们啊 俩老爷们 这冷冷清清的也送过年呢 来来小辣子 你等会儿 哎呀 咱一起啊 陪着你们这孙剧长过年去 说到这儿 我爷爷转头对着我爸妈说道 这个老大两口子呀 你们俩找个馆子 买几个菜 再买上二斤饺子 这年呢 咱就陪着这个小孙局长一起过了 对对 买两瓶酒 有鞭炮呢 再买上两挂 爷 不用这么麻烦 我对着冥思苦想 想着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的爷爷 继续说道 你们去就行 局里头什么都有 烟酒糖茶 鸡鸭鱼肉 啥都有 不过我们这儿不兴放鞭炮 要放的话呢 回来之后 我给你们安排一地儿 买点鞭炮李花生 你们哪 可就走 就这样年三十的晚上 我们这些大家子呀 都来到民调局了 孙胖子见完之后 脸上虽然欢喜 但是一个劲麻油 爸的呀 哎呀 这大过年的 你知道咱也干嘛呀 赶紧哪 爸咱爷 还有他们带回去 今天晚上 你不用陪着我 好好陪咱爷 陪咱爸妈 还有三叔 过一好年 我这儿不用你操心 那个 不是 不行的话 我可以上地下室 找那个图案聊天去 不是我说 这哥们在底下 过了大半年了 现在憋的呀 都快进化牢了 只要有他在这儿 肯定闷不着我 但是无论孙胖子怎么说 我爷他们就是没有要走的意思 最后孙胖子也是没办法 只能妥协 带着我们呢 来到食堂 把老金藏在冰箱里 这鸡鸭鱼肉啊 我们就都给翻出来了 欢迎收听 有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路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播音 小传说书 第三百七十六集 大年初一 当下我爹妈在厨房里做饭 我孙胖子 还我三叔在外头呢 和面剁馅 在食堂里头 我们几个就包上饺子了 不多时 我爸妈这儿整了六七个菜 孙胖子又在老金的小仓库里头 找出两瓶茅台酒 大家伙是吃着笑着 有孙胖子在 在哪儿 过年都是有滋有味的 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之后 我跟孙胖子煮水下饺子 饺子下好之后呢 我还给地下室里的图案送过去里盘 这哥们见到我手中的饺子之后啊 眼泪当场噼里啪啦就掉下来 这图案看着我就说 饺子不饺子它没什么 能不能陪我说半个小时的话呀 就当是给我的压岁钱行不行 十二点钟一过我爸妈最先熬不住了 孙胖子给他们俩找了一间有床的值班室 让他们在这休息 三叔这也多少有了一些困意 不过他的习惯是先伺候爷睡了之后 他再去休息 但是自打上次我爷吃了阳霄的丹药之后 身体素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走起路来 我爹跟我三叔都跟不上啊 天天晚上看电视要看到后半夜 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了 把我三叔熬的这两只眼睛跟兔子似的 孙胖子听说之后呢 就开始后悔 当初为什么不为阳霄这多药一粒丹药 这么小的一粒可比伟哥好用多了 现在也就只能等着老杨跟他老杖竿子回来之后 再管他这药 第二天一大早呢 我跟孙胖子忙活着 给我爷他妈拜年收红包 虽然红包里这点钱 孙胖子早就看不上了 但是拿到红包之后 还是兴奋的跟个小孩似的 就在孙胖子要给黄人打电话 联系中午饭局的时候 他这电话却先行一步响了 打电话的是老郑 孙胖子以为这老郑是要给他拜年呗 没想到电话那头的老郑几乎是喊着说道 没等孙胖子开口问是怎么回事呢 老郑就把电话给挂了 孙胖子皱着眉头看着手里的电话 自言自语的说道 这什么跟什么呀 这大过年的你让我上哪给你偷人去 说话的时候 他这小绿豆眼开始有意无意的向我们这爷子几个挑过来了 跟着孙胖子混事时间长了 慢慢也就摸着他的规律 现在他看着我爷这一大家子 我八成就已经猜到孙胖子到底想干什么 不过这大过年的 我总不能给我自己家人找晦气吧 当下对着我爷他们说 那个爷我们这边来工作了 你们先回酒店去 等我们这边完事之后 我跟大圣带着你们好好逛逛手冬 孙胖子本来是想请我爷他们帮一忙 不过听到我这话呢 孙胖子也只能把后头这话咽回去了 我爷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也不好意思打扰我们的工作 临走之时呢 就跟孙胖子客气了几句 小孙局长啊 要是有什么用着我们的地方 你尽管开口 这这玩意都是自己家人 千万别客气 那我不客气了啊 孙胖子呵呵一笑看了我一眼之后呢 又把目光对准我爷爷 那个爷爷啊 这个这么回事啊 那个您我大爷我三叔 能不能帮我撑撑场子呀 一会呢跟我去一地儿 不管看你什么 只要顺着我这话继续往下唠就行 怎么回事呢啊 这个一位首长家里头丢了一点东西 我们过去呢 我们过去呢 要把他找回来 之前在老家孙胖子这么帮忙 要说这忙我爷爷啊 他们没有不帮的理由 当下我爷立马同意跟孙胖子走一趟 既然我爷都同意了 我反倒没什么好说的 孙胖子也不会让我爷爷他们去冒这个险 要说这件事啊 我还是有把握的 不过就在出发之前 孙胖子忽然把我叫出来 哎 老子那个把地下室那位爷带上来 我不明白孙胖子的意思呀 当下我就问 图案 不是大圣 你带他干嘛呀 嘿嘿嘿 老子呀 不如我说 打架底气 但是论起见多识广来 除了地下室里头这哥们 哎 我就真不知道眼下你说还能有谁 我这么一想确实是 现在新民调局里头就我跟孙胖子两个人 真要是能看出点事来 除了人家图案之外 也没有旁人 当下我就去了地下室 把这吓得住了大半年的图案 我就给带出来 现在的图案虽然是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 但是能从地下室里出来 已经让他兴奋的已经找不到北了 被关了大半年忽然见到这么多人 让这位本来算是少言寡语的图案 开始变得画楼起来 我们这是要去哪啊 这个不是要给我换一个地住吧 哎 沈拉 这几个人是你们家亲戚 哎呀 这都跟你挂着像 哎呦 老爷子 怎么称呼啊 今年有六十七十 哎呦 不像不像不像 看着呀 也就是五十八九 话说到这儿 我真有点可怜广人了 图案被关了大半年就这样 他落在吴仁迪手里头 可一百多年了 光是关在民调局地下室 广人就得有二三十年 吴仁迪这脾气一定不会有事没事下来陪他说说话 由于有归不归在他身上动了手脚 现在图案虽然行走没有问题 但是呢 却一点力气使不出来 更别说是使用竖法 孙胖子是安排两辆车 我爷我爹我三叔一辆车 我孙胖子带着图案一辆车 这一路上图案这嘴啊就跟机关枪似的就没停了 但是孙胖子也没搭理他 这胖子不停的给老郑打电话 想问一下安秘书的到底出了什么事 不过老郑的电话一直都在通话当中 看来这次动静确实不小 车子开到安秘书住这小区外头 就看见蹲在大门口这一直打电话的老郑 孙胖子这车还没停好呢 老郑挂了电话屁颠屁颠跑过来 看到我们这两辆车之后 敲了一下车窗皱着眉头就说 胖子 我不是告诉你多带的人吗 就这么几个人 这场面他又唬不住啊 我说行了啊 打过年呢 你能找着我这就算不错了 车子停好之后呢 孙胖子我带着图案下了车 不过他没让爷他们下来 我爷毕竟是冲场面的 留在车里等着就得了 看见图案之后 老郑就愣了一下 随后他在孙胖的耳边 低声就说了 哎 胖子 把他拎过来干什么 你还嫌这事不够乱 我跟你说啊 海里头打了五六个电话 可是不敢再出事了 就是不能再乱 这不是把老徒带过来了吗 孙胖子白了老郑一眼 把他拉到一边 不是我说啊 到底什么事 我这你也一直没说清楚啊 俺们又怎么着了 你倒是说呀 哎 咱一边走一边说啊 再不去这里头啊 都要炸了赢了 老郑带着我们 向着小区里的走去 一边走呢 老郑就一边说 嗨 你说这大过年的啊 怎么怎么谈出这事啊 安秘书这老爹家住在小区的里头 老郑没带我们坐车进去 就是想在路上呢 把这些事情说清楚 昨天晚上是安秘书这十几年以来 第一次在家里头过年 要说这上半夜还是好好的 还陪着家里人呢 看着春节连环晚会 就在电视里头 午夜钟声敲响的这一刻 本来有说有笑的安秘书忽然之间呢 从这椅子上滑下来 一开始家里以为他没坐稳呗 正要服安秘书起来的时候 就看安秘书嘴里就开始吐起白沫来 身体也开始抽搐起来 这才知道不对坏了出事了 本来家里人以为安秘书 这是犯了类似于什么 杨角峰之类的病症 一边掐人钟 一边找硬物 就放在安秘书嘴中 让他咬着 一边找来跟安秘书关系不错的大夫 这大夫是安秘书老爹这邻居 听说安秘书出事之后呢 急忙带着家里的急救药箱 马上对安秘书进行了急救 看安秘书这症状初步判定 这是癫症发作 但是按照这个办法治疗半天 也没有任何效果 本来癫症发作一会之后 就算你不治疗 他也会自己好起来的 但是现在半个小时过去了 安秘书没有丝毫康复的意思 甚至嘴里还开始说起胡话 治了一阵子之后 这位大夫有怀疑说安秘书应该是得了什么 神经方面的疾病 就在他去联系这方面专家之时 刚才躺在地上一边抽搐一边吐白沫的安秘书 忽然之间无声无息爬起来 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安秘书猛然间把这名大夫扑倒 就跟野兽似的在他身上就撕咬了起来 等家里人反应过来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安秘书拉起来的时候 大夫身上已经是血肉模糊 幸亏是家里的人手齐 众人大家伙一起动手 把这狂暴起来的安秘书就绑在椅子上 一边打电话叫救护车 一边把这个倒霉的大夫就走 等折腾完了 天色也开始蒙蒙亮了 老正式给安秘书打电话拜年 这才知道出了这么一档的事 于是急忙就赶过来 当看到安秘书这样子之后 马上他就知道 安秘书八成就是中邪了 于是当下马上给孙胖子打了一电话 我在孙胖子身后听完老正这话之后 张嘴就问他 既然救护车都来了 怎么不把安秘书一起接走啊 老正回头看了午夜 安秘书这样极别的人 就算是有病也得去指定的医院 昨天这倒霉大夫就是这家医院的 后来医院又派人过来 不过安秘书一见他们 就跟见仇人似的 只要人家依靠钱 他就张嘴咬人家 绑他这绳子绷断了三四根啊 要不是家里又把他绑起来 现在那倒霉的就不是一个大夫 说话之时孙胖子带着我们来到一栋楼里 长座电梯来到顶层 电梯这刚打开 只见十几个男男女女站在一户人家门口 都撑着脖子往里头看 老正一见就是一皱眉 就跟轰苍蝇似的把这些人全给轰散了 哎哎哎哎散散散散都散了啊 没没没什么好看的 这边刚把人们轰开 这些人呢又重新聚拢在了一起 然后对着安家大门里头指指点点 这时候也顾不上这些人 跟着老正进来之后 就见到看起来 斯斯文文的安秘书被交代绑在椅子上 身上的这雪已经凝固了 但是这雪看着应该不是他的 应该是老正刚才说的 是那个倒霉大夫的 小正啊这就是你要请的人呢 一个跟安秘书有着七八分相向的中年走过来 皱着眉头看了我们几个眼 然后又对着老正说道 正啊我看还是送医院去吧 老三这是得了什么精神病了 你早点送过去 他不是少遭一点罪吗 嗨安大哥 人我既然已经请回来了 就让他们看看 不成咱们再送医院 他也不迟啊 老正冲这位笑了一下说道 这些人都是安秘书的朋友 您放心啊亏待不了他 小正啊既然你都说话了 我给你这个面子 不过说好了 他们要是看不明白 马上把人给我送医院去 我还得去领导家里的拜年 这我就不能管了知道吗 中年人不敢轻易得罪老正 但还是冷哼了一声表达着不满 然后又看了我们三个人也说道 哼也不知道我们家老三呢 在哪儿交的狐朋狗友 你说这身份都不顾忌吗 说完之后这中年转身就走 就好像绑在椅子上 这位就不是他弟弟似的 看着这个中年的背影 那儿孙胖子笑咪咪咪的自言自语的说道 嘿嘿就你也就是拖了过年 杨潇不在他福了 这什么玩意儿呢 孙胖子说话之时 我已经围着安秘书转了一圈 看这样子应该是被什么冲了体 但是身体里又看不出有其他魂魄挤在里头 当下对着正看着我的孙胖子 我摇了摇头 见到我这儿没什么线索之后 孙胖子还没怎么样 旁边的老正先哭起脸来了 他看着我就说 哪子你你也没办法呀 不是难不成这安秘书真是精神病 是精神病就好了 难得一直没唠叨的图案忽然笑了一下 随后看着绑在椅子上的安秘书说道 他呀这是得罪人了 被业障迷了蹊跷 说着图案已经来到安秘书的身边 伸手在他小肚子上按了一下 就见安秘书就跟过电似的浑身颤抖起来 然后一张嘴突出一大团黑不黑黄不黄的东西 这些呕吐里头呢还有一些细小的东西在蠕动 仔细这么一看 竟然好像是蛆虫一般白色的虫子 安秘书这几口东西吐出来 情况好了很多 身子也不抖了 虽说还是萎靡 但是已经能认出周围的这些人 你们怎么来了呀 我这是怎么了 刚才不是看春晚的吗 不是谁把我绑起来了 现在安秘书的记忆还停留在昨天晚上他昏迷式的瞬间 对我们的到来是十分不解 令他更不解的是竟然有人敢把他绑起来 见到安秘书恢复正常 旁边的众人这才再次围拢过来 对着安秘书啊 开始是问寒问暖 安秘书这瞪大了眼睛 就是听不明白这些人说的什么意思 这时候孙胖子呢把图案拉到里边 不是我说老图 这业障什么玩意儿 回答孙胖子之前呢 图案先对着众人说道 哎 谁让你把他解开呢 别别动 别碰地上的虫子 一会咬死你 知道吗 哎 我说他没说你是不是 谁让你把他解开啊 一会谁解开谁绑上 听见没有 列位 什么时候见过图案这么画牢过呀 还是那句话 也不知道当初的大方师这么多年 他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 欢迎收听 然后对着孙胖子说道 去查查他都得罪了谁 蹊跷都被业障封住了 再晚个一天半天 就算能把命救回来 三魂七魄也会仗恋 到那时候 要是能变成傻子呀 你们都得偷着笑了 啊 不是 你不是已经把老安救回来了吗 孙胖子此时眉头终于皱起来 小眼睛一眨了 继续对着图案说道 不是 我是怎么听你的意思 和老安现在还悬着呢 我只是暂时把他身体里的业障 放出来一点 让他的蹊跷能够通畅一些 图案说话的这点功夫 安秘书的脸色又变了 本来刚才这一滩虫的吐出来 脸上呢 多少恢复了一点血色 但是几句话 这功夫过去 安秘书的脸色呢 又变得惨白了 他的身体再次颤抖起来 嘴中时不时发出阵阵低吼之声 周围聚拢的人 吓得胡拉抄下头散开 安秘书的老爹折腾一宿了 本来呢 在房间里头休息 听到自己的三儿子好了一点 被人搀扶着 刚出门 又见自己儿子 跟刚才这不一样吗 再也经不起任何打击 这老爷子当场是晕倒在地 其他人怎么救助安秘书的老爹 咱暂且不必细说 就见图案再次走到安秘书的身边 不过他这次没有去暗动安秘书的肚子 而是在茶几上捡起了一张旧报纸 用旧报纸垫着 把安秘书刚刚吐出的小虫子抹在报纸之上 随后把这报纸盒上双手一碾 把里头的小虫子呢就碾成肉酱 把这报纸再次摊开 把里头小虫子的肉酱就抹在安秘书的鼻子上 几乎就在图案把这报纸送过去的一瞬间 安秘书猴头上下抖动 哇这一下再次吐出了一大堆 混合着小虫子的呕图 这口吐出来之后 安秘书的脸上马上再次有了气色 孙胖的扭过脸来看着图案 翻着白眼皮说 不是我说老托 你至于这么一次次折腾完吗 你可别说啊就你这本事 你救不了他 你是说我的本事啊 你指的是什么时候呢 指的是现在还是半年前的那个时候 图案这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 要说半年前这点业障对我来说 都不值得我伸手 现在嘛 啊你也看见了 我连手都抬不起来 说完之后图案这伸了伸手 把这手呢抬到尖头的位置 就再也抬不上去了 想让我把他救回来 容易啊 图案看着孙胖子 指了指自己腋下说道 让沈拉把这针拔出来 救回这姓安的分分钟的事 别客气 真要是把这钢针拔出来啊 倒霉的那就不是老安 孙胖子笑眯眯的看着图案 多了一下之后说道 不如我说啊 您是分分钟能救回老安 不过我们俩这够呛啊 把我们俩解决掉 大概也用不了一两分钟 我看这针呢 还是继续插着吧 这样呢我看你还顺眼一点 说完之后孙胖子又看了一眼 然后用疑惑的眼神看着安秘书 眨巴眨巴眼睛 孙胖子这才对着图案继续说道 哎老陀 肯定还有别的方法能把老安救回来 是不是 说说看 也许你这次表现好了 等下次见着老胡 我呢跟你说点好话 让他把你这身体里的针给你抽出来 不是我说老陀 哎 这次啊就看你的表现了 图案这苦笑了一声想了片刻之后 还是点头说道 哈哈 你只要不添油加醋说逃跑啊 我就知足了 说到这图案顿了一下 看了眼脸色已经再次变差的安秘书 随后就说道 把幕后的黑手挖出来 这个姓安的是遭人暗算 用业障害人是属于乌骨降头一派 只要能把幕后的黑手找出来 姓安的自然就会姓 怎么样 这个不算是难事吧 哎 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 孙胖的笑嘻嘻对着图案说道 不是我说啊 这我行 动手 我不如你们 痛脑子呀 孙胖的这话还没说完 老郑忽然拿着手机一溜小跑过来 凑在孙胖的耳边低一声说了几句 老郑这话还没说完呢 孙胖的脸色就已经变了 他这小眼睛瞬间瞪起来 还没等他说话 身边的图案忽然笑了一下 随后对着孙胖的说道 哈哈哈哈 又有类似姓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是吧 现在是第几起来 昨天晚上十二点出的事到现在为止 一共有四个人出事了吧 没等图案这说完 老郑是倒吸力口良心 他看了一眼图案 对着没挂电话的对方就说道 啊 还有两个 现在马上去找 各大医院还有营业的诊所全部要查到 我知道现在是过年 所有人取消休假 不把最后两根查查 谁也别想过年 什么 郊区的医院也要查 老郑这挂了电话 对身边的孙胖的说道 孙大成啊 我这边的人都已经开始忙活进来 现在都是虎连的 两个小时 我肯定能查出剩下两个的下落 老郑安排手下之时 孙胖的掏出手机 看了眼刚才老郑发给他的信息 就在两个小时之前呢 有人在家中晕倒 随后显现出跟老安一样的病症 这个人姓马跟安秘书同岁 晚上给出租车替班 今天早上刚交车 回到家里的准备补一顿年夜饭的时候 出了事 一个是海里的大秘书 一个呢 是出租车司机 两个人的人生可谓是完全没有交集 说谁也想不到这两人会在同一天发生这样的祸事 还没等把这两件事搞清楚 老郑这就接到第三个人出事的消息 第三个也不是外人 正是刚刚从这出去的那个中年人 他开车出去半年 车子刚出小区没多久 忽然失控 撞在大树上 等交警赶到之时 发现车里的中年人已经失去了自制力 他现在是口吐白沫 就跟癫痫似的在车里头颤抖着呢 这中年人叫安记成是安秘书大哥 现在是一家国企里头做副总 虽然刚才的行为有些不堪 但是一天之内 老安姐有两个人不死不活的 你说这样刚刚醒过来的安秘书老爹 又差点晕了过去 本来眼看着救护车要把人送到医院 但是孙胖和老郑这么一商量啊 还是把这救护车又给调回去了 二三十分钟之后呢 两个姓安的兄弟俩并排一起 被绑在一张大影子上 图案这还是老法子 用之前揉碎的虫子 暂时打通安家哥俩的蹊跷 安家哥俩缓过来之后呢 图案转头对着我跟孙胖的说道 好了 这我看着你们俩去解决幕后黑手 只要把这人解决掉了 他们几个人呢也就算是得救了 不过你们的动作最好快点 再晚两个小时 那就不是四个人 还有我现在只是暂时打通他们的蹊跷 不过蹊跷会堵塞的越来越严重 从现在开始算啊 我最多能保他们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之后 除非你干掉幕后的黑手 要不然就算是无免到这了也没用 哎呀十个小时啊 孙胖的回头冲着老郑就说 老郑怎么着 查查这三个人之间有没有相连的关系 还有查一下这个姓马的心情 弄不好啊 第四人就在那 孙胖的话还没说完 老郑电话就响了 说了几句之后呢 老郑再看孙胖的这眼神都变得不可思议起来 我说孙大圣 姓马的有个大哥 两个多小时之前在他朋友家里都晕倒了 现在已经送了院 以为是癫痫就止两个小时 还是没把人救过来 哎我胖子 你怎么知道第四人是姓马的亲戚 哎为啥啊 我猜的 说完之后孙胖的看了一眼图案 然后转回身来对着老郑说道 让他们俩姓马的呀都送过来 四个人咱就并在一起收拾呗 说完之后孙胖的又拉了一个 不知道是安秘书的什么亲戚 让他按照刚才图案做的方法 只要看着哥俩不对劲 赶紧让他们推一次 直到我们回来为止 所有的事情安排完事之后呢 孙胖的转身带上我老郑图案就往外走 图案这有些诧异的对着孙胖的说道 你不打算把我留下来照看他们四个人吗 这用不着你你啊还是跟着我们好一点 说着孙胖的已经拉着图案走出大门了 这时候门口两侧已经站满了全副武装的人 周围看一眼这些邻居呢也不知道哪去了 上了电梯之后孙胖的见到老郑 从这四个人身上还没有找到共同点 当下对着老郑说道 怎么着啊 呃跟你人说从学校开始查 大中小哪怕是一个学校都必须给我查清楚 如果是同一个班的老师同学都得细查 最起码说这些人必须给我控制起来 最后老图过去指认到底是哪一个 说完之后孙胖的转头看了图案一眼 随后就说了 不是我说老图这个你没问题吧 跟着我们出去之后图案这表情显得有些郁闷 因为心里都有事呢 慢慢这话也就少了 听到刚才孙胖的问他 他这才反过来 于是有气无力的说道 我要是会使用术法 这个自然没有问题 不过现在我这副样子 行吧也就是看一眼 哎 那咱就看一眼 走到楼下之后 老郑已经安排了一辆商务车在这等着我 就在我们上车的同时呢 老郑接到他手下的电话 说了几句挂了电话 随后回头看着孙胖的说道 哎大圣 四个人没什么共同性 安秘书跟他哥上的学校 跟马家兄弟俩这方向东西他不是一地儿 从上学到上山下乡 再到工作 这两位兄弟没有一点交集 唯一可能就是安秘书跟他哥哥 可能坐过马家老二的出租车 老郑说话之时车子已经开动 到了门口我这才想起来 我爷这一大家子还在这等着呢 好在车里都有空调也没动着他 当下我让三叔先开车送我爷他们回到民调局 还没等爷爷他们嘱咐呢 我们这辆商务车已经再次开了出去 我们这辆车根本就没有目的地 本来就是出来找线索 开了五六分钟之后呢 孙胖的忽然对着老郑就说 哎 这个 嗯 在查的 狠一点 从他们 哎 从他们出生开始查 我就不信这哥四个这辈子没见过面 如果要是再查不着 就查他们身边的人有没有联系 从爹妈朋友开始查 再查不着就查他们亲戚的亲戚 朋友的朋友 本来以为这是几句狠话 想不到也就是五六分钟之后 老郑这手下打了电话 老郑这么一听脸色就变了 没来得及挂电话 对着孙胖的说道 哎 有消息了 马家老大跟安秘书的哥哥没有交集 不过安秘书跟马家老二是一家妇产医院出生的 马家老二的身份上多写了半个月 他其实跟安秘书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哎呀这忙活了半天终于是有了线索了 虽说这线索有点远 但是起码说已经有了目的地 不用满数也瞎跑去了 由于当初的档案太过久远 也没有存在电脑里的 我们只能亲自过去查看一下 到底这问题是不是出在妇产医院身上 好在当初这家妇产医院 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呢 没有跟其他的医院合并 虽然当初的医生护士 退休的退休 离世的离世 而且医院就职已经扒掉 现在的换了一座八层小楼 但是里头的档案没有丢失 我们到了复展医院之后 老郑这晾了身份 查看了那一天跟安秘书 马老二一起出生的婴儿 话说当天出生加上 安秘书马老二一共是六个婴儿 老郑马上安排人去查其他四位的下落 其中有一个五年前已经忙过 剩下这三个人呢 一个下乡的时候去了宿州 嫁给当地的村民 到现在也没回来 另外一个得了绝症 正在医院里等死 最后一个人呢 开了一间专门卖明指指人指马的小店 留在宿州这女人 老郑已经联系到当地有关机关 要求他们协助调查 剩下两个人呢 我们先去找到了那个得了绝症的人 他住着医院 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并不远 差不多十几分钟的车程之后 我们就来到医院门前就停车了 下车之前图案这儿 忽然来了一句 还有八个小时五十五分钟 你们可抓点警 实在不行的话 就把我这钢针拔了 现在拔的话 我还来得及回去 把他们四个人救回来 老虎啊 拔针这事儿 你就甭讲了 行不行啊 孙胖的一边下车 一边对着图案说道 不过今天这事儿要是出了什么意外 我倒不借把你拱手送给广人他们爷俩 反正你现在已经在黑名单上了 用你跟广人这儿 他换个人情也是好的呀 不是我说老徒 你啊 还是求神明保佑今天这事儿能够平安结束 啊 说完之后孙胖的也不再理会图案 他第一个走进了医院 图案倒吸了一口凉气之后 小跑着就跟在孙胖的身后 排离笑了 说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听我说呀 从这一瞬间起 图案又开启了画楼模式 上了十一楼脑外科病房之后 我们很快找到了那个安秘书马老二同一天出生的这个人 这位呢叫李光丽 一年前诊治出脑癌晚期 刚刚经过第二次手术 不过听说这手术的效果并不理想 医生呢已经下了几次病为通知书 李光丽离世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 当我们赶到李光丽病房的时候 就见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女人站在门外 对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说道 不行 李光还有机会 我犯不着准备这些东西 你快点拿走 别在这儿 别在这儿跟我添堵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播音小传说书 第三百七十八集 客主顾 走在最前面的孙胖子听到这几句话 忽然停住脚步之后呢 自言自语的说道 不会啊 不会这么好笑话吧 随后他看了女人一眼 然后对着旁边的男人就说 我说你前门广啊 这男人愣了一下就说了 你认识我 你们你们家谁走了呀 孙胖子也不争气 嘶牙冲着男人笑了一下就说 想摸到大年初一还不接着啊 你还真是死要钱啊 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呢 孙胖子顿了一下 然后又接着说道 上次那谁在那老谁走了 就是你帮着罚送的 正好我有一朋友快不行了 想找人提前打过杯 一直就没找着合适的 孙胖子说话之时 这女人疑惑的看了我一眼 不过她并没有开口询问 而是直接转身进了病房 那个叫做前门广的中年男人听完之后呢 马上从随神的背包里头 拿出一个厚厚的相簿 打开之后递到孙胖子面前 面色沉痛的说道 哎呀兄弟啊 谁都有这么一天啊 想看一点 后事做在前面 那就算对了 省得你说到时候乱糟糟的 再无论事情 哎您看一眼啊 这几页呢 房大历史的 不是我这自夸 您看看这色彩 谁能看出这房子呀 哎您再看这款式 半个月交货 要是方便您呐 交点定金 那个三五百也成啊 嘿嘿嘿 房子又什么意思 咱要弄咱就实打实的弄啊 孙胖子随便翻了一下 看了几页之后呢 看着前文广就说了 我说这有没有好一点啊 不是我说只要这理石成色好 多少钱都不是问题 对了我还要买一块银柴 还是那句话我跟你说啊 钱不是问题 不过一定要住着宽敞 活着的时候就是五十三天 那死了咱得当次不能降下来 本来钱文广这还在故作沉痛 但是现在听到孙胖子这话 他已经是满脸堆笑 哪还有一点做白事买卖的意思 当下他对了孙胖子说道 哎呦 您这还我这有 您老是嫌小 我多买几组啊 咱给他大通了 几十都没问题 孙胖子点了点头 随后冲着前文广就说 那问人呗 你下来等我一会儿 我先进去看病人去 等我出来之后 把这事咱讲清楚 不过丑话说前头 要是我出来的时候见不着你 我这买卖我可找别人了啊 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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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广这连连点头 一边点头一边说 我就在这死等着你 您要是三五天不出来 受累啊 连我这后事一起办了吧 到底是做白事买卖的 说话真就是口无尽尽 孙胖子刻意起居之后呢 带着我进了病房 病房里头一共是四张床 第二张床上躺着一个瘦成皮 包裹的男人 床边坐着正在擦着眼泪 跟刚才在门口跟前文广说话的女人 整个病房里头也就只有他们夫妻两个 见到我们是进来之后 女人愣了一下 随后擦干眼泪 对着我说道 你们是不是走错病房了呀 哎呦 嫂子 没错 我们哪是光丽的朋友 有 孙胖子也不管人家多大年纪 张嘴就叫嫂子 难得一本正经的呢 孙德胜者继续说道 知道这信的时候啊晚了 不过怎么说 我们点过来看看光丽 这个嫂子呀 你别着急 她是有福气的人 这个这个小病小灾啊 这都不算事 说话之时 孙胖子把自己钱包掏出来 把里头的现金一股脑拿出来 然后把这几千块钱交到女人手中就说了 大嫂啊 这个是兄弟们一点意思 哎嫂子 你务必收去 一见到孙胖子开始下本了 我把我这钱包掏出来 把里头的现金都拿出来 跟孙胖子这钱呢 就合在了一起 女人见到我跟孙胖子掏钱 开始是说啥也不要 后来实在经不住孙胖子死磨 最后勉强把这几千块钱就收下来 见到这女人收了钱 孙胖子这才继续说道 嫂子呀 不如我说 光丽昨天晚上给我拖一梦 说让我帮她一忙 去找几个跟她是同一家医院 同一天出生的几个人 哎呀 这梦真周大 哎对了 光丽这几天就没说了什么 当听到自家男人给这胖子拖了梦 那就说李光丽就是这几天的事了 当下刚指住悲声的女人再次哭了起来 孙胖子假不假是劝了几句的同时 目光就在这女人跟李光丽的脸上来回转悠 见到这女人的表情没有一点做作 李光丽可能是刚刚打过类似马飞之类的止痛药物 现在就跟死人似的一动不动躺在病床之上 见到这夫妻两个没什么异常的表现 孙胖子这才叹了一口气 安慰几句之后呢 借口要给李光丽去找那几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这几个人 带着我们就从病房里头出来了 刚从这出来呢 前门广过来了 说话之前 先伸着脖子 往这病房里头看了一眼 见到病床上 李光丽没有断气的迹象 微微有些失望的撇了撇嘴 这才对着孙胖子说道 这位老板 刚才咱们说的事怎么样了 如果说你想拜上大白事 我给你打一折 去了临头之外 我再给你打一个喊转 老板您看怎么样 前门广说话之时 有意无意呢 还往里头瞟着剑 孙胖子见妆之后 呵呵一笑 我说你倒是什么声也不落下 吃着碗里的大肉 眼睛还盯着旁边桌上的咸菜 不是我说 哎 死人这买卖 让你赚到这份上 我也算是开了眼界了 前门广陪着笑脸说 哎呦 我这不是养家糊口啊 我这上有老下有小 不是年轻的时候了啊 是不是说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刚才我这说的 您要是不满意 咱们再商量啊 怎么着 我再送您全套的花圈跟腕帘 您看怎么样 送我啊 我说这现在用不着 你呀先留自己用吧 孙德胜翻着眼皮看着前门广继续说道 我说兄弟啊 咱是生意不着急 咱先说一下其他的事儿 不是我说啊 你跟这里头的李光丽认识什么 这医院这么多人 哎我说你怎么就对他这么上心呢 一听到孙胖的提起李光丽千文广叹了一口气 哎你说老李啊实话跟你说啊 我跟他们一家子呀有缘 呃当初我刚干这行的时候 李光丽他们家伐送的爷就是照顾我的第一笔生意 呃后来他爹走也是我做的白事儿 现在你说老李要走了 我怎么也得来一个全室全钟啊 要不您说啊大过年的谁没事干 上医院这儿啊等着死人玩 听了这位的话之后 孙胖的本来笑呵呵的表情变得有些恶然起来 盯着面前这个送人全家的前门广就说 那个哎哥们儿 有名片吗留一张呗 前门广早就准备好名片了 双手递给孙胖的说道 干我们这儿啊没有印名片啊 但是呢我们一说好 有好几位一家子都是我做的 其实我这行呢也没什么丢人的 您说是不是 宋人莽生之就是行善积德呀 闲事盲实用 谁知道什么时候他就得用上 但是话说回来 我干这行这么多年 敢主动管我要名片的 您是第一位 您这是想帮着我推推生意 我呀是想拿你当个榜呀 孙胖的小心翼的收好名片之后 对着前门广接着说道 以后要是还有人说我 克夫克姆克斯林 哎我就让他们给你打电话 你啊 嘿更狠你克主顾 前门广这儿笑了几声对着孙胖的说道 我说我知道你那我开玩笑 不过刚才您说那生意 他不是开玩笑的吧 哪有这么多玩笑啊 跟你说啊我这朋友叫向北 你呢先把这碑名给我做好了 过不了几天呢 我估摸就得用上了 孙胖的这一本正经 对着前门广说道 这钱呢少不了你的 不过拿钱之前 我有点事再问你 我说今天早上啊 你有没有头疼脑热什么 还有啊 这几天有没有什么人过来找过你 家里出事买坟地的不算啊 孙胖的这问题 让前门广这有些糊涂 他愣了一下看着孙胖的说道 您是说我是吧 说话之时 前门广先自己活动一下 我哎哎哎哎 我这身上没什么不得劲的地方啊 这几天都忙了过年 谁也不会找会接见我来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吧 这这怎么听了我越来越糊涂呢 哎 换个地方说话 你就不糊涂了 这时候老郑走过来 一把把前门广按在墙上 亮明身份之后呢 老郑在他身上搜起来 在他这上一口的里头 找到了一张发黄的符纸 看着符纸上的皱纹隐约 是杨潇那种纵神弄鬼的路数 见到这符纸之后 老郑马上回头看脸 孙胖的说道 我就说直接动手搜啊 一共就十几个小时 哪有时间 你跟他在这臭牌子 哎哎 小小的 你可起脚 就在老郑向孙胖的显摇的时候 一只低眉顺目的前门广 忽然用身子把老郑撞开了 随后几步冲到楼梯口 几乎这位就是用蹦的 几个来回之后呢 已经逃出去五六层了 就在前门广跑出去的一瞬间 我就要过去截住他 但是没等我这卖腿 孙胖子把我这衣服袖拽住 低声就说 嗨 让他跑 他要是不跑 老安他们几位那就真悬了 哎 胖子怎么样 我这戏眼的不错吧 这时候老郑呢笑嘻嘻凑 脸上哪有一点手压的倒嘴飞走之后的 粪粪之色呢 老郑这一笑 对着孙胖子继续说道 大胜啊 哎呀 认识你这么多年 晃晃屁股 我就知道你想拉什么屎 刚才你靠那一眼我就知道 你让我这演一场双簧 我的人现在已经跟住这个行前了 只要他不是上天遁地 我就一定有办法把这幕后黑手给他挖出来 什么 幕后 还有黑幕 老郑的话 吓了我一跳 我以为这前门广就是抹黑手 想不到合着的背后啊 还有人呢 孙胖在这笑了一下也没说话 他看了一眼前门广消失的位置 随后又回头看了看病房里头这一对苦难的夫妻 叹了一口气之后 他回头对着老郑说道 哎 着急人呐 在这看着吧 弄不好啊 这前门广还得回来 不能让他们再见面了 老郑这点了点头 随后说道 那我接两个人过来 我的人不适合打打杀杀 这种利器活还得闻不理的要人 说着老郑掏出手机 还是向他们家大老板借人 这时候我忽然发现本来画牢的图案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把嘴闭上了 他看了一眼孙胖子跟老郑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出来 但是画到嘴边呢 他又给咽了回去 他再看孙胖子之时嘴角忽然出现了一丝难以形容的微笑 既然前门广已经跑了 那在这呢也没有继续待下去的必要 只是不知道这个人跟安秘书以及另外几个人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 从医院里头出来之后 我看了眼憋着不说话的图案 然后向着孙胖子说道 哎大声 你是怎么看出这前门广有问题的 孙胖子呵呵一笑 然后对着我就说了 嘿嘿嘿 你看看谁家办白事 哎大年初一堵人家门口要做买卖的 跟安秘书马老二是一样的 前门广跟李光丽上头都有一个大哥 老郑就查了一下这两个大哥的底细 但是没查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就在老郑调查之时 李光丽这大哥也开始出现了跟安秘书马老二一样的病症 不过可能是李光丽时不多 一直在昏迷当中并没有出现他大哥的症状 就在还剩下的五个小时左右 负责跟踪前门广的人回来报告 说前门广又回到那家医院 只不过呢在楼下大厅转一圈人就离开了 并没上去找李光丽夫妇 刚走出医院大门口的前门广 被一辆飞驰而来的轿车撞倒 现在还在抢救 前门广这老婆孩子感到之时 他还没从手术室里出来 现在唯一的一个线索 这就算是中断了 一向缠得住气的老郑 现在已经开始慌了 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他开始跟孙胖子商量 说实在要是不行啊 还是解除图案深深的禁止 毕竟图案逃了还可以再抓 这人要是死了呀 可就不能够复生了 但是孙胖子还真能趁得住气 现在我们都待在院外头的商务车里头 孙胖子呢一边老郑派人去查一下 远嫁宿州这个女人的下落 同时开始查询 前门广从小到大的社会关系 不过时间紧迫要查的东西却太多 一时半会也很难会有什么消息 不过想不到的是老郑手下呢 还查的就真挺快的 感情这前门广虽然跟李光丽没什么交集 但是当年下乡的时候 跟李光丽的老婆是一个知青点的知青 两个人还谈过一年多的恋爱 后来因为前门广家里都想办法让他回城 两个人的爱情这才无疾而终 本来以为能查到这些就算是不错了 想不到呢又查出另外一段更加隐秘的事情 就在前门广当年下乡的地方 还有一个关着黑五类的牛棚 跟其他这牛棚不同 这里头关着一个附近道观里的老道士 当年前门广分到这个牛棚 负责看管这个老的已经不像样的老道士 根据当事人的回忆 前门广跟其他人不同 他从来没有虐待过老道士 甚至看到老道之后呢 比他爷都年长的份上 把城里老家给他送来的点心鸡蛋等食物 还封给了一半给了这名老道士 后来前门广回到城市之后 这老道也就失踪了 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这老道的行踪 但是由于当时的特殊关系 关于老道的资料还是没有查到 不过就算这样也已经让我非常的惊讶 当下我就向着老郑问道 这么多的资料 这么点时间就查到了 老郑 你们这能量也太大了吧 嗨 这算什么呀 现在是有了新的线索 老郑脸上总算是轻松了一点 多了一下之后呢 他有些卖弄的说道 现在都是互联网的时代 所有人的消息都在我这有存档 想要找什么人 一个电话让派出所就干了 四十年前要查个一年半载的事 现在我这呢 悄悄键盘就搞定了 说到这老郑转头看了孙胖的眼 哎胖子 现在的事情已经到这份上 就剩下四五个钟头的时间 后头这事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用不用回去看着安秘书 你要是有什么要做的 我的人给你做还不行吗 一手资源 请认准微信226508026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 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播音 小传说书 第三百七十九集 倒计时开始 没等老郑说完孙胖的 他已经打断他的话说的 那就别到处乱跑去了 还是让人把老安他们送过来 再怎么说这也是一间医院 对不对 现在老安他们守着医生 总错不了 哎 是吧老拓 说到最后几句支持 老师 孙胖的已经转头 看向憋得难受的图案 你把事情都安排好了 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我又能说什么 我说什么你们会听吗 那说不说又能怎么样 有区别吗 没有区别 开始打开画楼模式的图案 一说话就控制不住了 好在他也知道时间有限 好不容易管住自己 然后继续说道 丑话说在前面 如果超过十个小时 你就算把钢针拔出来也没有用 到那时候我也是帮着他们没有痛苦的离开 孙德胜我可不是吓唬你 这个虽然是不入流的术法 但是要是耽搁的晚了 就算是大罗金仙下凡也只能干看着 如果你要是不信 你找个明白人问一问 无免广人归不归 你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不还有四五个钟头呢 啊 招什么急啊 也许再过十分二十分出现什么奇迹 他也说不一定呢 孙胖的呵呵一笑 转头看了眼我跟老郑 然后继续说道 咱们不说这些没用的 一会儿老安他们就到了 这些小时呢 先把他们看好了 可能过不了多久 就是咱们大家伙啊 见证奇迹的时刻 一看孙胖的这铁了心 要把安秘书他们都送过来 老郑也只能按照孙胖子的话去做 不过本来想多调一些人手过来守卫 不过没等打电话呢 就被孙胖子猜到他的意图 这胖子说什么也不让老郑家派人手 老郑本来就不是很同意送安秘书他们过来 增加人力看住这些人已经是他的底线 见到老郑这儿有点油颜不尽 最后孙胖子无奈之下凑到老郑的耳边说道 结果听了孙胖子这话老郑就把眼珠子瞪起来 看着孙胖子这胖脸扳上之后这才说道 孙胖子你敢肯定吗 要是你没底你可早说啊 这真要是出事了那什么都忘了 孙胖子笑眯眯的点了点头看着老郑说道 八九不离十吧 就照我刚才说的准备 我就不信他这狐狸尾巴他不露出来 行那就按你的意思办 老郑这儿深吸了一口气 开门就走出车外 然后一连打了几个电话 趁着老郑打电话这功夫 孙胖子转头看了图案也说道 孙胖子有件事我得提前跟你说一下 我呢不打算瞒着你 这次带你出来就是买保险 如果我这儿进行的不顺利 那就得你来帮忙把老郑他们救回去 到时候呢辣子会把你身体里这钢针拔了 但是你想趁着机会跑 哎我跟你说啊我们谁也拦不住你 但是你得想想后果 你可还在黑名单里头呢 这要是再遇到广人火山师徒什么下场 我这事不用我说吧啊 说到这儿孙胖子顿了一下 看脸车外打电话的老郑 随后把头扭过来 看着有些小激动的图案继续说道 当初我是费了大力气和人情 才把你这小命暂时保存下来 如果这次你要是逃了 想想吧啊有多少人要对付你 看着啊无人敌是不是啊 上善老佛爷 广人他们爷俩归不归还有人色 你说这些人都是你惹不起的吧 还有再打电话这老郑 哎打架他不行 但是打探消息的实力见着没有 所以说等到那时候 那就是哪儿见着哪儿宰 孙胖子这番话一说 突然是眼皮子直跳啊 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收起画楼模式 对着孙胖子说道 哎 哎 在这儿啊 其实也不错的 起码说不用整天提心吊胆 其实你只要每天找个人跟我说几句话 我没有逃走的心思 哎 放心吧 我呀 找人跟你说相都成 孙胖子哈哈一笑 刚想要继续说话之时 车外的老郑已经打完电话了 在车窗外头冲着孙胖子做了一手势 孙德胜心领神会点了点头 随后把这车门一打 对着我跟图案就说了 行了 老安他们也快到了 咱们上去熟悉熟悉这病房的环境 以前已经进过一次这家医院 对里头的环境已经有了了解 走了一圈之后呢 就来到李光丽的病房外头 等我们到的时候 正看见李光丽的老婆站在门口的位置 跟一个医生正在说着什么 女人的脸上满是泪水 看样子医生带来的并非是什么好消息 走进几步之后 就听见医生对着李光丽的老婆说道 我知道大年初一说这个可能有点不合适 但是呢 你呀做一点思想准备吧 患者现在的状况是非常不乐观的 应该也就是这几天的事 大概有80%的几率会挠死亡 就算身体机能再撑一段时间呢 其实也没什么意义 希望您这儿啊 还是早做打算吧 医生的话还没有说完 李光丽的老婆已经无力的坐在了地上 连你这门框开始不停的低声抽泣着 这眼泪噼里啪哒就落在了地上 就连我们路过他都没有发现 从女人的身边走过之后 孙胖子叹了一口气 低声就说了 哎我我就看不了这个 你说哎这都是命啊 这一层走完之后 安秘书跟其他几个人已经送到了医院 安秘书几位被安置在一间大病房之中 这间病房就在李光丽的楼下 从旁边一间呢 空出的病房正在打扫着 好像钱文广做完手术之后要送到这儿 我们几个呆在病房这儿 我孙胖子老郑一人搬了一把椅子 坐在窗口抽烟 突然自己守在门口 时不时呢向着门口望去 好像在期盼着能有人过来 谋害安秘书这些人似的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吧 旁边这病房里头传了一阵乱糟糟的声音 听声音应该是钱文广的手术已经做完了 被送到病房之中 当下我跟孙胖子特意过去看了一眼 只见身上插满管子的钱文广已经躺在病床上 一个女人呢坐在病床边上 不耐烦的看着钱文广 看着样 这女的应该就是钱文广的老婆 这女人有些厌恶的守在自己老公的身边 没过多久接到一电话 没飞色舞的 人家就出了医院 完全不管自家老公的死活 孙胖子看着女人远去的背影 又看看病房里头 麻药劲都没过的钱文广就说了 哎呀 老钱这人哪 上到这么好的媳妇没药 现在这媳妇巴掌也保不住 弄不好呢 浑身上下还得绿一下 还是那句话 这都是命啊 趁着现在没什么事 孙胖子去找到钱文广的主治医生 打听她的病情 钱文广的伤其实并不严重 外伤已经手术处理好了 不过脑部受到损伤 可能要昏迷一段时间 这时间或长或短 有一定几率会变成植物人 刚才的病情已经通知了家属 不过钱文广这老婆 似乎也没这么上心 听到钱文广这病情之后 虽然才是五点刚过一点儿 但是外头的天色已经黑下来 距离图案说的十小时极限 也就这么两个小时多一点儿 安秘书这些人的病房还是老样子 没有一点异常的事情发生 老郑让人送过来盒饭 我们四个人打算在这儿先凑合一口 我这边刚刚拿起方便筷子 还没等掰开的就听见咔的一下 随后整个医院的灯光瞬间熄灭了 好在我们这儿除了老郑之外 那都是有天眼能力 在这黑暗当中事物是根本没有问题的 孙胖子把这盒饭扔到角落之中 看了眼自己的手表 喃喃自语的说道 妈 挨着是 这就等不了了 这连个吃饭的功夫都不给 说这饿多难受啊 说着把自己的左脸掏出来 看了眼我们这几个人之后 对着老郑说道 你啊躲窗底下 等事办完之后呢 你的孙胖的话还没说完呢 人家老郑自己啊自溜 就钻到窗底下了 手中拿着手枪 这身体就开始哆嗦起来 要说这样的场面 他是第一次见 没下的尿裤子 这就算是不错了 断电的瞬间 我已经把我的双剑拔出 向前几步来到门口的位置 不过现在除了断电之外 没有什么其他异常的行为 现在走廊里头的应急灯已经亮起来 随后就听到医生护士相互询问的声音 好在是这时候没有正在手术的病人 过了三五分钟之后 病房大门被人打开 一个小护士手拿着一个应急灯走进来就说了 呃 配电视的电闸跳了啊 已经有人去修了 很快就修好 这个应急灯放你们这儿 先凑合用一下 很快就要来电的 别着急放心啊 说着小护士拿着应急灯 向着病床旁边 这桌子就走过来了 看他这样是想把这应急灯放在这儿 不过这护士刚迈腿 就被孙胖子给拦住了 孙胖子呵呵一笑 看着面前有些错的小护士说道 嘿嘿嘿 这黑灯霞火的还得麻烦 不过有人是不明白 这是一把手枪量平短剑指着你 我说你也就是瞎的呀 还是没时间顾不上了呢 孙胖子说话之时 这小护士不用自主的向后退了一步 不过马上又不甘心的把退回这一步收回 这所有的反应都在孙德胜的意料之中 他又笑了一声 反倒是向后退了一步 然后继续说道 我老嫂子 刚才大夫说了 光丽还有几天呢 我说您的耐心这么差 是不是我这一直没死人 您这准备亲自动手了呀 就在孙胖子说话之时 我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 趁着孙胖子后退的时候 我几步过来 把孙胖子的缺口补上 不过眼前这小护士 无论身形面貌 都跟李光丽这老胖有着不小的差别 要说杨潇有这本事 我信 不过李光丽这老婆也能易容到这种程度 她有这本事吗 就在我疑惑之时 小护士这身体忽然扭曲了一下 随后她身体表面出现了无数个小气泡 随着这些气泡的涌动片刻之后 这小护士高了五六公分 圆脸呢也变成瓜子脸 这不正是刚才哭的梨花待雨的李光丽的老婆吗 恢复真身之后 这女人也不过我手上的凉柄短剑身子一晃 笨着我就过来 这时候我手中短剑只要轻轻一挑就能了结了她 不过刚才这女人痛哭的场面还是历历在目 仓促之间 我是真有点下不了手 这时候孙胖的在我身后也喊 哇啦啦别弄撒咱得留活口 这句话算是救了这女人一命 匆忙之间我把这剑柄往前剑尖往后 我就打在这女人手腕上 女人吃痛惨叫了一声 不过就算是这样 她也是不顾性命再次冲过来 由于手上受了伤 她的身法慢了许多 当下我抬起一脚就把这女人是踹倒在里 倒地之后这女人知道 一动手基本上她就没什么指望 当下趴在地上就哭起来了 这哭声一起 我这心里头真不是自门 这时候我才反过来 我怎么打女人来 确定这女人暂时不会动手 孙胖子从我身后走过来 看着李光丽这老婆就说了 我说嫂子呀 不是我说啊 李光丽这命数到了 这是自然法则 您就让老李呀踏踏实实的走吧 行不行 你这样不是帮她 你这是给她假罪孽的 就算能续上三五十年的命怎么着 不还是要被阴司带走吗 这些年续的命 那到底下都是嘴都是孽呀 这孙胖子说完之后 女人哭得更厉害了 弄得我这有些尴尬 我正想把她拽起来 刚才熄灭的灯再次亮起来 有了光亮之后 这女人算是彻底跑不了了 就在老郑从床底下爬起来 掏出手铐要给这女人靠起来的时候 病房里头的灯光瞬间变得刺眼前 整个病房亮得如同白照一般紧接着啪的一声 所有亮起的灯光忽然炸了一个粉碎 刚刚有光亮的遗愿刹那之间又变成漆黑的一团 灯管爆炸的一瞬间 我们几个条件反射一抬手护住自己的眼睛 等彻底黑下来之后 刚才倒在地上这女的呀 已经是不知所踪了 我们四个竟然一点都没发现这女人是怎么跑出去的 不过就在这么一瞬间 我亮台没跑出多远 我是紧握双剑我遮脚追过去 就在这时候呢 孙胖的拦住我说道 老子 闻闻的啊 现在就你主行骨 你说再有什么事怎么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也明白了孙胖子的意思 万一我要是追出去 中了人家的吊虎离山之计 那可就不妙了 当下我跟孙胖子继续留守在病房当中 这时候图案凑过来 他对着孙胖子说道 现在幕后黑手已经跑了 他不死 这几个人就没有活路 现在还有一个多小时 这个女人既然已经暴露了 就不会再回来 要不然 你们现在把我身体里这针拔出来 我先把这些人给救了 然后我再帮着你们 把这女人追回来 只要他没出这城市 我呀 肯定能抓着他 嘿嘿嘿嘿 老徒啊 这把黑小屎呢 你招人们急啊 孙胖子冲着图案笑了一下说道 放心吧 实在不行 我肯定把这钢针给你拔出来 但是现在呀 不是事 孙胖子话刚说到一半 他看见图案的眼睛浑直了 只见图案身后的安秘术 腾了一下坐下 此时再看着安秘术 脸色惨白 眼睛之中布满了血丝 嘴角这不停有黑紫色的血液流出 目光呆滞的看着我们几个人 忽然之间再看着安秘术 嘀吼了一声 然后从床上蹦起来 对着我们三个可就扑过来了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 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波音 小传说书 第三百八十集 尘封往事 只是眨眼的功夫 安秘术 安秘术就到了我们三个人进前 由于图案现在用不了术法 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 见到安秘术冲过来 他早已经躲到了一边 其实就算他不躲 安秘术也伤不着他 老安这次过来 其实是冲着孙胖子 眼看在这双手又抓住孙德胜之时 我从侧面飞过了一脚 已经来到孙胖的面前 我就把这安秘术踢飞了 倒在地上之后的安秘术 在地上咕一滚 然后又爬起来 再次奔着孙德胜扑过来 刚才对李光丽的老婆 我都下不了手 现在对这安秘术 我就更不敢下重手了 不过看到他已经来到孙德胜的面前 这时候再看孙胖子 这脸色白的呀 跟白纸似的 双腿开始不停的抖动 眼看着孙德胜遭遇不测之时 我飞起了一脚 唐一下 又把安秘术踹飞了 安秘术这身子撞到墙上 反弹回到地面 这才稍微安静了一会儿 安秘术倒地之后 他忽然低吼了一声 伴随着这一刻的低吼 其他几个人也陆续坐下来 然后跳下病床 向着孙胖子这边冲过来 要说这几个人都不能上得太重 我怕把他们误伤 把两名短剑收回来 然后凭借着双手 就把这些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的人 全部打回去了 就在我这儿瞎忙活的时候 病房大门忽然被人撞开 一个黑色的人影就跟幽灵似的飘了进来 这人影出现之后 从我的身后绕过去 直接冲着几个好像僵尸般的人就扑了过去 这时候我的注意力都在老安跟这几个人的身上 等我反过来 黑色的人影已经来到马老二的身边 随后这位一伸手就向着马老二这脖子抹过去了 眼见这马老二要命丧当场之时 忽然在身后就传来一声枪响 啪 枪声响过之后 这人影就是一灾 身体虚化一下之后 三五秒钟 这人的身体这才开始重新的恢复了正常 人影中枪之后 刚才忽然站起来这位 再次无力的就倒在了地上 想不到避开我双剑之后 他还是逃不过这一劫 不过这次黑人说什么也得弄死这几个人 当下忍住剧痛 对着已经扑倒在地的安秘术等人又扑过来 现在黑人的人影距离这几位实在太近了 我是原水解不了尽渴啊 正准备拔出短剑 我给这人影来一下的时候 门口这又出现了一人影 要说这位我看得清楚 正是下午不停的变着花样的推荐阴宅的前文广 这时候的前文广应该躺在隔壁的病床上 是否成为一个植物人在这条路上纠结着 他怎么就忽然出现在这了呢 前文广出现之后 直接奔着人影就扑过来 这时候人影呢已经来到马老二的身边 正准备下手呢 看到前文广冲进来 当下也不管了 不管这马上要得手的马老二 转身迎着前文广就冲了过去 两个人抱在一起就撕打起来 本来以为这两个人之间会有一场恶战 想不到是人家这两位就跟菜市场俩小混混打架似的 倒在地上就扭打在了一起 人影上抬手 对着前文广的头部是一针论打 而前文广呢也不示弱 他先用手里这一根削尖的木棍插进李广丽的小腹 木棍插进去之后 李光丽就跟过电似的抖动个不停 这时候前文广呢 又用膝盖对着人影的当部很顶了几下 人影惨叫了一声之后 松开前文广双手捂住当部 身体就跟煮熟的大虾似的 弓着个脑袋都快碰到脚面上 得手之后的前文广还是不依不饶 继续对着人影又猛打了几下 本来我想过去把这俩人封开 不过就在我要走过去的时候呢 却被孙袍的一把拦住 他看了一眼手表 然后对着我说 哎啦啦找什么急啊 这还有一多小时呢 难得老钱占了上风啊 让他先出几口怨气 这么多年了 要说今年也是该有个了结了 松胖子好像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事 当下我绕过这两个人 站在安秘书几根的床边 如果再有突发事件 那讲不了说不及 我就直接拔出短见招呼吧 现在人影已经没有反抗的能力 他倒在地上任凭前文广齐在他身上 双拳就跟鱼点似的打在他的身上 打了能有这么二三十下吧 人影这本来面目终于露出来 他这蜡黄的脸色 深陷的眼窝 竟然是在楼上病房里到昏迷不醒 正在等死的李光丽 我就想今天什么日子呀 差一点被医生宣布脑死亡的 跟马上要变成植物人这俩货打起来 这时候孙胖的呢 看猎手表 对着已经越来越没有力气的前文广说道 哎老钱老钱老钱 这差不多行了啊 我那有几句话要问的 你怎么的你歇会儿等我这问完之后啊 你把他生吞了都行 前文广这才停了手 不过呢他还骑在李光丽的身上 生怕这个跟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跑了 深吸了一口气 前文广看了孙胖子一眼 是想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我替他说 要说这一切的恩恩怨怨 都是在前文广下乡那会儿开始的 当时前文广负责看守牛棚里这个 不知道姓名的老道 这老道呢是附近在山上被民兵发现的 问他什么来历 这老道咬紧牙关就是不说 对上这位上了几十岁年纪的老道士 民兵也不敢做得太过分 于是把他当作牛鬼蛇神 关在牛棚当中 前文广看他年纪太大的份上 趁人不注意呢 对他总是有些特别的关照 这老道士也算是一个奇人 前文广给他好吃的他就吃 让他喝他就喝 从来一个谢字也不说 就这么过了大半年之后 有一天晚上前文广值班 老道士忽然对他就说出自己的实情 老道士是去这五百多里 一座太平道观的观主 一年多以前 他的道观被当作四舅 然后被当地的红卫兵给拆了 老道士就是为了躲避他们这才跑出来 想不到跑出几百里地 还是没有逃脱关在牛棚里的命运 本来老道士已经认命了 想死在这也算是一种解脱 想不到前文广这个刚刚从城里来的娃娃 对他能够这么好 当下把自己的底气就跟前文广说了 不过前文广也没把这个当回事 知不知道这个老道士的底细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区别 说了自己的实情之后呢 老道士提出把自己平生所学交给前文广 这个前文广啊是万万不敢学 先不说前文广压根就认为这些术法都是骗人的 何况现在什么时候 这要是让外人知道那还得了 一看前文广死活不学 老道士也没有强求 这件事就算这么过去了 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天 前文广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 就会梦到这老道士忽然出现在自己的梦中 教他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开始前文广只以为自己白天跟这老道接触太多 晚上才会做这种噩梦 不过没几天老道士忽然对着前文广就说 说晚上教你这东西领悟没有啊 这时候他才知道面前的这位老道绝非凡人 后来前文广偷着实践了一下老道交给他的术法 这惊人的效果惊得前文广是目瞪口呆 他这才知道自己是摊上了天大的好事 于是乎也开始安心在睡梦之中学习老道的术法 当时前文广跟知青点一个叫做陶慧兰的女知青谈恋爱 当下他就把自己这份奇遇告诉了自己的女朋友 开始陶慧兰以为是自己男朋友开玩笑的 但是当看到前文广施展出术法之后 才知道自己的男朋友还真就不是开玩笑 当下陶慧兰缠着前文广要去牛棚里头看看这位老神仙 想不到老道只跟陶慧兰见了一面 事后就让前文广跟这小姑娘一刀两断 难得有一位志同道合的女朋友 前文广自然不肯轻易分手 当下就问这老道士我为什么要分手啊 老道呢就说了一句话 这丫头可夫 虽然学会很多术法 但是前文广对命理说不是很感冒 当下他也就没听这位老道士的话 依旧跟陶慧兰如胶四气的相处 但是没多久 陶慧兰忽然说出要提出来分手 而且分手的态度是异常的坚决 打这点起他尽量不跟前文广见面 就算是见了面也是板着一封面孔 就跟见仇人似的 事后前文广才知道 原来陶慧兰在睡梦之中也见着老道了 老道跟他说了一下权衡利弊 说为了前文广好 你必须离开他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 陶慧兰已经嫁作他人妇 前文广这再想挽回 依然是来不及了 跟陶慧兰分手之后不久 老道士的身体每况愈下 前文广找了医生给老道士看病 其实老道士没什么大病 就是长久以来营养不良 加上年纪太大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只要老道士好好休养一下 补充一些营养 身体呢也就自然恢复过来 不过现在老道这黑五类的身份 就凭着前文广这几个鸡蛋 也不可能把身子补回来 这时候前文广家里 都开始安排他回城的事 现在这样的情况 前文广自然不能把老道 独自留在这等死 最后呢他想了一办法 自己先回到城里 顺便在村里头偷一份介绍信 给老道士把头一捡 再换上一身贫下中农的行头 偷摸根自己呀 回到城里 当时前文广家中呢有一点门道 就说来了一位远房亲戚 在家中住上几个月 也不会有人说什么 想好之后的前文广也是这么做的 不过就在自己办好一切手续 准备偷偷带着老道士出来的时候 老道意外失踪了 前文广来来回回找了好几遍 也没找到老道士的行踪 就在他要放弃回城 继续留在这继续找的时候 一天晚上老道给前文广托了一个梦 告诉他说他自己啊已经死了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前文广当时就梦了 他想不到老道士这样的人物会死的这么突然 虽然年纪大了 营养不良身体处理点小状况 但是小病小灾一般人都不会怎么样 更何况是老道士这样的人物 在梦境之中 前文广仪在询问老道士的死因 开始老道并不想说 不过经不起前文广的哭求 最后说出自己是被人杀死的 杀他这人是这个小姑娘的同学 一个叫做李光丽的人 说起这李光丽并不是一个知青点的知青 他是陶慧兰的同学 陶慧兰这一批基本上都是一个学校出来的 李光丽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跟其他几个同学关系不错 这次大串连的时候跑过来特意看他一眼 本来李光丽这次呢 也就是过来看一下就走 不过当看到陶慧兰之后 眼睛就直了 当初李光丽追求过陶慧兰 因为陶慧兰下乡 而李光丽留成这才没有成 后来听说陶慧兰在知青点找了一对象 他这才彻底死了心 但是这次听说陶慧兰这对象黄了 李光丽就感觉自己的机会又来了 当下就在知青点住下来 那时候陶慧兰刚刚跟前文广分手 还没有心思开始另外一段感情 不过在李光丽的一再追求之下呢 最后还是偷偷的就走在了一起 两个人死回妇人之后 陶慧兰从来就没有跟外人说过的话 对李光丽就说了起来 其中就包括说前文广在老道这学到书法的事 还有前文广准备把老道带回城的事一并告诉李光丽 李光丽知道陶慧兰从来不说谎 当下就去了几次牛棚 暗中观察了一番这老道 跟陶慧兰说的一样 老道已经暗中准备好行李 准备随时离开此处 李光丽本来打算去民兵排着报告的 他倒不是为了整治老道是 就是为了找个机会整李文广一把 不过想到陶慧兰说李文广现在会了书法 李光丽临时改变主意 他从陶慧兰那打定出前文广要接老道士的日子 随后就在这一天呢 在老道士必经之路假装无意之中路过的样子 见到老道士之后 李光丽先是找话吸引住老道士的注意 趁着机会用准备好的榔头就敲死了老道士 随后在老道士的随身衣物当中 发现了一本记录老道士这一辈子所学的一个小册子 老道士本来就算再虚弱 他也不是李光丽这样的人能够对付得了的 不过要说天意使然呢 老道士这一派的门人身上都有一个完全没有抵抗力的罩门 而他这罩门正好就在天灵盖上 就这一下子打完之后 老道士连挣扎都没挣扎 挨了一下之后 老道士顿时就咽了气 告诉自己的死因之后 老道士千叮咛万嘱咐说不要给他报仇 说这一切都是命运使然 死在李光丽的手上自己已经认了 再说善恶到头终有报 没必要呢 让他亲自动手给自己报仇去 最后还让钱文广发了事 绝不去找李光丽的麻烦 看着钱文广发誓之后 他这才永远的从钱文广的梦境之中彻底消失 过了没多久政策变了 下乡的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程 陶慧兰此时也回到了首都 回来没多久就嫁给了李光丽 本来钱文广呢 也没打算听老道士的话 他准备要迫事找李光丽算账 不过他准备去报仇的这一天 正好赶上陶慧兰跟李光丽的婚礼 看见自己的心上人嫁给自己的仇人 在万念聚会之下 钱文广就放弃了报仇的机会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波音小传说书 第三百八十一集 和命无关 又过了几年 这场大运动终于结束了 没过几年 又兴起下海经商的风潮 钱文广在工厂里混得不如意 就起了下海经商的想法 不过他既没手艺 也没有经商的本质 想来想去 自己除了从老道那儿学了一些术法之外 也没什么赚钱的本质 不过当时又不能够明目张胆的搞封建迷信 最后只能做了一个擦边球干起殡葬服务业 之前他跟孙胖子呀 这一切倒是真的 李光丽的家人还真就是他罚送的 而且不光是家人出事 李光丽自己也是隔三差五就出事 不用两年保证是大兵一场 好几次都是从死亡线上 给拼命拉回来的 就在这时候钱文广忽然直接明白 老道是最后在梦中说的 善恶到头终有报的意思 感情就硬在这儿了 但是一想就因为这个连累陶慧兰 钱文广的心里头多少有一些纠结 当初李光丽脑还住院的时候 钱文广就知道 这么多年压在自己心头的一块大 把石头终于落了地 但只是开始可怜 这陶慧兰就此就要当寡风 本来以为李光丽这就算完了 不过他这么一天天的熬着 竟然一直没有发生 就这还不算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钱文广忽然感觉到一阵血运 如果一般人那就只以为自己健康出了什么问题 但是钱文广马上反过来 这是有人在用术法害的 钱文广认识的人当中 现在只有李光里一个人可能会术法 当下钱文广马上开车来到医院 正在咨询陶慧兰 正巧让我们几个人给赶上了 看我们走近 陶慧兰这才改口说 说钱文广啊是推销殡葬物品的 就在我们进了病房 询问陶慧兰的时候 守在外头的钱文广偷听我们之间的谈话 打听到孙胖子 一直在问有关李光丽同一天出生的几个人 他顿时就明白这李光丽究竟要干什么 李光丽是在用老道士留下的禁术 他想干掉几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 用这些人的寿命来许他自己的命 也是这个时候钱文广才知道 原来自己跟李光丽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这个禁术发动起来之后 除了启动禁术的人自己放弃之外 就算这名老道士附生恐怕也停止不了 现在唯一能用的办法就是自己死之前 先干掉李光丽 但是他还是不走运 就在他第二次打算进医院的时候 在大门口被撞倒了 刚才还是李光丽使用术法 跟理论上是同门的钱文广产生共鸣 老钱这才从昏迷当中醒了过来 说完这事情的经过还有半个多小时 才到十个小时的期限 不过现在大事已定 只要解决掉这个早就该死的李光丽 这场对着钱文广来说的恶梦就算是结束了 看了一眼知道自己没什么事 正在气鼓鼓的图案 孙胖的看完他之后笑了一下 对还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李光丽说道 我说老李你媳妇呢 你以为把术法传给你媳妇你在床上等死 我们就猜不着是你啊 让你媳妇出来吧 你是主犯他是从犯 怎么着你们两口今天也得给我们一交代不是 说到陶慧兰 钱文广跟李光丽同时颤了一下 李光丽这慢慢的睁开眼睛 看着孙胖的说道 我倒是快要死他人了 这件事我认了跟他没有关系 说话之时李光丽又扭头看脸 躺在床上这老几妹随后的继续说道 现在你们只有尽快的干掉我 他们才能有救 事情拖得越晚 他们就越危险 再过一会儿 只要我还活着 他们几个谁都活不了 别急啊 还有时间呢 孙胖的这看了一眼手表 对着李光丽就说了 但是我有件事不明白 这事要是不弄明白 你死不死都没什么用处 我说到底是你啊 还是你老婆使得尽数啊 你说要解决掉一个人 他们才能有劲 所以说我总得知道要解决掉谁啊 孙胖的说完 李光丽一直沉默着没有回答 他这反应是在孙胖子的意料之中 他叹了一口气 所以牛脸看了我一眼 有些无可奈何的说道 哎 老子呀 我最烦的就是挑拨人家两口子的关系 不过你说这有时候他这些话啊 还就得我开口说 哎 烦烦烦死我了都 孙胖的这话没说完 只见病房门口这多出一个人 正是刚才逃走的陶慧兰 陶慧兰出现之后 先看了一眼 齐在她丈夫身上的前文广一眼说道 她的罩门被你伤了 应该不能怎么样 光丽没有多少时间了 能不能别难为她 前文广着一听叹了口气 终于从李光丽身上爬起来 随后陶慧兰走到自己丈夫身边 把她扶起来之后 这才继续说道 这件事从头到尾 我都是参与的 老道是当年跟前文广说的没错 我命中克服 当初跟光丽结婚之后 她身体就不对了 陶慧兰这话还没说完呢 孙胖子指着自己的手表 对着她又说了 我说嫂子 咱有事长话短说呗 陶慧兰这点了点头 再次就说道 我们俩结婚之后的第三年 光丽就查出得了肺结核 当时她天天都在咳血 大夫说她挺不过一年半载 她在交代遗言的时候 说起当年打死老道士的事 还说这是她的抱怨 让我在她死之后呢 把老道士留这小册子烧了 让她带下去找老道士忏悔去 当时知道这件事 我也被吓得不轻 但是念在夫妻一场的份上 还是把这小册子找出来 准备光丽走的时候啊 让她带着一起下去 可当时鬼使神差 我随便翻了几页 就看到了几种续命的办法 回想当时我可能是疯了 看到这个就跟看到救命稻草 似的一把抓住 当时也真是不管不顾 我就想啊 说什么也得让我家光丽 多活几年 其中最有效的 就是要找到跟光丽 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 这种人必须有同一血脉的兄弟 借他们兄弟俩的命 才可以给光丽再续上几年的寿命 不过当时也不知道去哪找这种人呢 说到这儿 陶慧兰抬头看脸 钱文广 多了一下之后 说他 我记得钱文广跟光丽 是同一天生日 可 可我又对他下不了手 最后只能是推而求其次 我们两个一起学了上头的术法 从不相干的人身上诫命 才让光丽 又多活了这么多年 不过这些法子 毕竟还是差了不少 这些年光丽 虽然磕磕绊绊 又活了这么多年 不过这些术法的效果 是越来越差 直到后来完全没有了功效 最后又把当初这法子想了起来 好在现在查什么资料都很方便 去年年末的时候 我就查到了跟光丽 在同一家医院同一天出生的几个人 反正这也是最后一次了 我索性把能找到的几个人都借了命 想不到这一次脑大把你们招来了 现在只要杀死我 他们这些就解脱了 我能说的就这么多 现在你们可以动手了 说话的时候 这女人把自己的身体挡在李光丽的身前 闭上眼睛最后对着自己的丈夫说道 我先走一步了 虽然你时日不多 不过也要照顾好自己 别让别让我在下面操心呢 陶慧兰说话之时 李光丽低头看着地板是一言不发 自己的丈夫没有反应 陶慧兰睁开眼睛回头想再看自己的丈夫一眼 可就在这么个时候 李光丽的眼睛之中闪过了一丝异样的神色 他将陶慧兰猛人之间往我这边推过来 然后他直接把插在小腹这木棍拔出 对着距离他最近的马老二直接就扑了过去 本来看着陶慧兰已经闭着眼睛等死 我还在想着怎么能说同孙胖子 拔了图案身体里头的钢针 留着陶慧兰一条命 就算最后这个女人还是要死 起码说也能够再活几天 想不到陶慧兰都认命了 李光丽却忽然翻了脸 本来以为他这罩门已经被前门拨破了 现在只能等死 想不到直到现在还有力气忽然发作 李光丽这一下子明显是自己的主意 陶慧兰被他推过来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是错的 但是他马上就明白了 被推到我身边之时 两只手死命的抓住我的双手 虽然直到现在他依旧是一言不发 但是这眼泪刷一下就躺下来了 女人在拼命的时候爆发力确实不可小觑 就连我一下子也没争夺开 眼睁睁看着李光丽扑到马老二的身边 举着手中已经削尖了的木棍 对着马老二的脑袋就扎下去了 现在就算我挣脱出来 再想制止李光丽已经来不及了 而现在的房间之中 唯一能用力量制止李光丽的前门广自打着陶慧兰进来 这哥们那叫一魂不守舍 一下子也没反应过 这时候我们几双眼睛就只能眼睁睁看着马老二就死在李光丽的手下 就在这么个时候 李光丽的身边凭空出现了一个人影 就在眨眼的功夫 这位就来到他的身后 抓住他的双手 随后握着李光丽的手 用他手上的木棍就插进李光丽自己的小腹当中 动手的谁呀 就是守在孙胖的身边的图案 按理说他身体里头不是插着龟不龟的钢针吗 我说这老图什么时候恢复的术法呀 木棍插进去之后 图案在李光丽的耳边说道 用别人替你打 就算是自己老婆也不行 说着木棍呢 再往里头送了几分 李光丽这身子瞬间就僵直了下来 图案松手之后 李光丽的身体找不到支撑点 直挺挺的就倒在了地上 眼看着他身上的生气开始一点点的消失 这个一直靠着别人活命的人 今天终于解脱了 看着自己的丈夫彻底死了之后 本来以为陶慧兰会谢斯底里的大闹一场 不过这个女人却表现的是出奇的冷静 她面无表情的看了自己丈夫一眼 嘴中喃喃自语的说道 你是解脱了 那我呢 我该怎么办 说完之后 女人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衫 最后看了自己丈夫的死尸一眼之后 忽然向着窗户这边 她直接就冲过去了 这时候我一直提防这个女人 当下我一伸手抓住女人的左手 就要把她拽回来的时候 听到孙胖子说道 那个 邋遢 粗手吧 愣了一下之后 我明白孙胖子的意思 李光丽死了之后 女人的精神寄托完全崩塌了 她之前说 借了别人的命 应该手中有不少条的人命 现在跳下去 对她来说应该是最好的结局 不过让我眼睁睁看着她跳下去 我是真做不到 就在我犹豫之时 这女人一回身 手中忽然出现了一把短刀 回身对着 被我抓住这手就砍下去了 当时我只能把手松开 不过女人这一刀势头不减 虽然已经从我手中挣脱 还是看掉自己三四根的手指 但是陶慧兰就像是彻底的丧失痛感一样 从我手中挣脱之后 她没有丝毫犹豫 几步来到窗间 众身一跃 撞碎窗户之后 她就跳了下去 后面这前文广大叫了一声 也跑到窗前 看到下面的惨像之后 双手无脸 瘫坐在地上就痛哭了起来 这时候我跟孙胖的也过来 就见陶慧兰大头冲下倒在地上 鲜血从他的头部开始慢慢流出来 孙胖的叹了口气就说道 唉 我说啥来的 这就是命啊 孙胖的这话刚说完 重获自由的图案忽然说道 那我们就说说跟命无关的事 要说现在的图案 哪有之前那种萎靡的感觉 看着他惊气不断外泄的样子 我对着孙德手说道 大圣 你 你不是把钢针拔出来了吗 哎呦 嘿 你啊 太抬起我了 孙胖的苦笑了一声 压低声音给我说 我要说这本事 我就直接把老杨这大钉子呀 给他挠进去 就在刚才李光丽把自己的媳妇推出去的时候 孙胖的就已经注意到图案脸上的表情大变 可能是想到了不久之前向北把他推出去的那一次 再次看到几乎同样的场景让他是怒不渴 我竟然把龟不龟在他身上吓得尽致直接冲开了 体内的几根钢针瞬间崩飞出去 重获自由的图案 这才替我了结了李光丽 看着我跟孙胖的没反应 图案这又接着说道 把心放到肚子里 看在这些日子你们没有虐待我的份上 今天我也不会把你们怎么样 不过你们那我确实带够了 我跟向北的这笔账我也得好好算一算 哦对了给龟不龟带个口信 他的风筝之刺改日我一定报答 不是 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孙胖子冲着图案笑了一下说道 哎 老图 你走吧 我没意见 不过后头这事你想明白没有 这次是我使了人情才把你保出来的 你这名字在名单里道 再遇着广人火山这俩死心眼 老图 你可咋办呢 就算没遇见俩大方氏 你遇上归不归人三 上上老和人无免 你怎么办 他们可没我这好脾气啊 图案这儿蹊笑着看了一眼孙胖的说道 哼 这个不用你操心 当年我跟心无病能够闭市几百年 那时候他们找不到 现在依旧找不到 解决掉向北给心无病报了仇之后 我自然会找一处安静之处龟银起来 说到这图案的身子开始变得虚幻起来 他如果要是再跑那就指不定是猴年马月能抓着的 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他离开呀 眼看着他要顿速离开之时 我忽然之间冲过去 挥动被种子力量灌满的右手 我对着图案这下部就抽过去了 眼看着图案要消失在当场 他是真没想到我会忽然之间冲过来给他一下 猝不及逢之下 我这一圈 啪 正好打在图案这下部阁上 就在他顿走之前 我就中断了他顿走的书法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波音小传说书 第382集正月十六 就在我这一拳打出去的同时 就听孙胖子在我身后就喊上 别拦他呀 让他走呗 只可惜孙胖子这话慢了一半 就在他说话之时 我这拳头正好就打在图案的下部阁上 图案这虚幻的身体瞬间恢复正常 挨了我的一拳 让他是火冒三丈 如果说打他的人是无免或者归不归这样的人也就罢了 现在让我这么一个二十出头的后生晚辈给打了 这口气他是说什么也出不来 盛怒之下的图案怪笑了一声 哈哈哈哈哈哈 既然你要留我 好 那我还真就不走了 向北做梦都拿不到的种子 归我也好 我还正不知道该怎么把它引出来呢 说话之时 图案向前跨了一步 一股刚风从他身上吹出 这时候呢 已经把两柄短剑我就拔出来 注入种子的力量之后 我就向着图案的双肩刺去 想不到这股刚风忽然出现 我一个没防备瞬间是仰面吹到 这身子直接就被吹飞起来 一直撞到身后的墙壁 这才算是停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图案继续往前跨了一步 这股刚风把我顶在墙上 我是双脚悬空动弹不得 这时候孙胖子靠着墙壁就说 哎老头 她是老的女家 她身上要少什么灵驾 生不出儿子 哎下后果后后果 无人敌又怎么了 让他们家姑娘再找一个婆家 说着图案回过身来 向李光丽这死尸勾了勾手 只见李光丽小腹之上插着的这个木棍 自动飞到她的手中 图案看了一眼这削尖了的木棍 最终自言自语的说道 嘿嘿 难得还能找到鬼木 真是下了功夫啊 随后图案手握着这根鬼木 向着我一步步走过来 不过这时候呢 那股扑面而来的刚风势头开始有一点弱 不过随着图案一步步的靠近 弥补了刚风减弱的势头 还是把我稳稳地挂在这墙壁之上 眼看着图案到我面前 他用鬼木在我胸前笔合着说道 从这扎进去 虽然你的白发体质不至于丢了命 但是鬼木 他跟你这白头发是相斥的 他造成的伤口会久久不能愈合 到那时候 就算是鲜血不停地躺出来 就算你不会血敬而死 但是没有一年盼载 你也别想恢复过来 怎么样 这就算是我给你和无面闺女结婚的贺礼吧 说话之时图案已经把这木棍削尖的一头对准了我心脏的位置 随后他就慢慢往里头推送了起来 木棍刺破我的皮肤鲜血无声无息躺下来 现在只要图案这再加一分力气 木棍就会刺穿我的心脏 不过图案有点小看我的本事了 动手的时候啊 他都没注意到 我手中这两柄短剑的剑尖已经对着的 种子的力量几乎全部就灌起了短剑之中 眼看这木棍尖的一面已经扎到我的肌肉之中 再往里头送这么一点就会刺穿我的心脏 就这时候我手腕一抖 两柄短剑对着图案这脑袋就飞过去了 图案这反应真不满 摆盲之中 竟然把插进我胸口这木棍拔出来 迎着两柄短剑飞来的方向 他就格挡了一下 就听见砰的一声 我的短剑瞬间把图案手中的鬼木击穿 图案手中的木棍转眼之间 化成了一把木头渣子碎了一地 醉剑飞过来之后另外一道白光闪过 我这罚剑对着图案这脑袋就飞过来 刚才把鬼木击碎的一幕吓了图案一跳 他已经把自己的力量注入到鬼木当中 寻常的法器根本就动不了这根鬼木 想不到贯穿了种子力量的法剑 竟然有这么大的威力 瞬间把鬼木打碎 当下他也不敢拖打 闪身就避开飞来的短剑 图案这一分神 他身上这股钢气瞬间消失 被当作壁画一样挂在墙上几分钟的我 终于是重获自由 当下我继续指使良柄短剑一搏接着一搏 向着图案袭来 图案虽然不敢去接触良柄短剑 但是这位身发太快了 连续闪身之下 竟然避过我良柄短剑的连续攻击 一时之间我这短剑还真就奈何不了人家 良柄短剑飞来飞去正耀眼的时候 孙胖在他一边就喊着 我说二位 动手归动手啊 浮度小一点 后头还有几个大伙人呢 他们没死在李光丽跟陶回来手上 我合着最后死你们俩手上来呗 那就能把李光丽啊气得活过来 你们信不信 孙胖的说完之后 开始向着门口这边移动 不过就在这时候图案已经适应良柄短剑飞来飞去的节奏 就在双剑再次向他飞过去之时 就见图案这双手啊 迎着良柄短剑晃了两下 就听当当两声催响 良柄短剑被他当场弹飞 然后再看图案说凝笑了一声 伸着双手奔着我就抓过来 我现在手里都没家伙 只能徒手抓住图案的双手 随后把身体里的所有种子的力量就像洪水一般 我是源源不断向着图案就倾泻了下去 这种子的力量输送过去的同时 图案这一了一声 他没有摆脱的意思 任凭我把这力量就传输了过去 然后他表情古怪的看着我好像有什么事没想明白 我这一看种子没什么用 当下我也拼了 我一咬牙把体内留着一点压箱底的力量 我也传过去 当最后一丝种子的力量传输过去之后 我这眼前是金凶之貌啊 看啥都是双腰的 脚底下一软我就跪在了当场 眼前一黑就当我要晕倒之时 面前这图案呢 忽然斜着就摔倒在地 他也是双眼紧闭啊 晕过去了 想不到这最后一刻 我咬牙从地上站起来 我还真就是行尸逆转了 看了眼地上好像死人般的图案 我又看了看我的双手 喃喃自语的说道 我这是种子长成了 你呀做梦去吧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口这传进来 伴随这个声音出现的是一个从头白到脚的男人 正是跟着少依依回到南方过年的无人敌 不过这才大年初一 怎么老吴自己个回来了 无人敌出现之后 孙胖的倒并不是很意外 他笑嘻嘻看着老吴 就好像算准了一样 不过老郑从床底下爬出来 显得有些紧张 他屏住呼吸 大气都不敢喘的看着无人敌 在身上摸来摸去也没找着什么 看他这样 就像一个小粉丝第一次正面见到自己的偶像 想要过去签名呢 但是又不敢张嘴 无人敌这儿进来之后 看着躺在地上的图案 随后用他那特有的语气对着我说道 你是踩了狗屎运了 当初老不死的在他身上明四暗三一共下了七道禁针 突然自己崩开了四根 还有三根暗针留在他的血脉当中 不过老不死的这招玩的妙啊 就连突然自己也没有发现身体之中还有三根 刚才你把这种子的力量被堵在阴围阴角阳角三脉 他是血脉被堵住 倾泻不了种子的力量 他自己憋晕的 感情人家图案是晕倒的 而且我呢 却只起到了辅助的作用 我刚才这心洗劲 瞬间是烟消云散 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对着无人敌说道 我这种子 一点长进也没有 比茄子大了点 就在这时候 孙胖子笑嘻嘻凑过来 看着无人敌就说 哎呦 无人 我这手里大的一下 您老的门口啊 多长时间了 多长时间了 无人敌这不阴不阳重复了一遍孙胖子的话 多了一下之后 再次说道 也没有多长时间吧 第一次断电的时候 我就站在这了 不过这来来往往的人都瞎了眼睛 没看到我这个大活人 站在这这么久了吗 我就知道无人敌不可能是刚刚感到的 他还是以前的德行 坏人不成最后一口气 人家指定不再出现的 不过我还是想不到为什么无人敌会出现在这呢 当下我对他说道 不准 您不是跟着一一回南城了吗 这才大年初一 您怎么就回来了 那 问你旁边的胖子呗 无人敌转头翻着白眼看了孙胖的也说道 如果下次再耍这种小聪明 就算看着你们死在我的眼前 我也不会出手帮你们 这个是最后一次 说完之后 无人敌不再说话 转身离开病房 我这还想问问突然应该怎么处理 没等我追出病房 人家无人敌早就没影了 回到病房之后 我对着跟老郑这窃窃私语的孙胖的说道 哎呀大上 你怎么得罪老吴了呀 啊 没什么 孙胖的中断了跟老郑的话 回头看着我说道 少一在那个女校里头不是有好姐们吗 他本来定在大年初六结婚 年前的时候 我包了这家酒店初六所有的行程 让酒店给他们免单定在了大年初一 凭着少一跟他姐们的关系 肯定的喝喜酒随份的呀 大年初二到初七啊 我都给少一一安排了各式各样的活动 既然回来了 他就别着急走了呀 什么 你不整个酒店都包了 孙胖的这话让我是乍舍不已 缓过来之后呢 我继续对着孙胖的说 大胜 你是真下本啊 过年这几天可着忘记 你这包一天至少的上百万吧 为了把老吴调回来 我说这得花多少钱呢 嗨 不就是一买来玩吗 孙胖的呵呵一笑 看了一眼在旁边打电话的老郑 走到我身边继续说道 兄弟 这买卖啊 这买卖啊 我不亏 我那一天转出去了 好几家旅行社争着要 再说了 这是局里的公帐出的 又不是掏他们自己的钱包 是不是 说到这儿的时候 老郑已经安排好了专人 把安秘书他们送到各自的家中 大年初一就出这事儿虽然闹心 但是好歹把命给保住了 他们这几位呢 从第二天早上陆续清醒了过来 知道了事情的起因和经过之后 安秘书心里倒是直冒凉气 对着老郑就说道 哎呀 看来当初把这宝压在孙德胜身上 还真是压对了呀 啊 送安秘书回家之后 我跟孙胖子 这才把昏迷不醒的图案抬回到局里 继续呢 把他扔在地下室 这有专门针对他的阵法 就算没有归不归的禁制 他也不可能从这出现 老郑怎么派人处理相关事宜 咱们只不必细讲 但是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过年这几天 也就没有发生什么别的事 过了初三之后 民调局开始陆续有人过来支班 我跟孙胖子空出时间呢 带着我爷子们一大家子 在首都这转了一圈 首都他们也来了不止一趟了 虽然老地方重游 但是过年的时候 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不过中午陪着他们吃饭的时候 在酒店正好遇到陪着老同学 一起出来玩的少依依 少依依过来跟我们打招呼呢 孙胖子一边不停的坐着鬼脸 等他走了之后 又当着爷爷他们的面 开启了我跟少依依的玩笑 听孙胖子说我跟少依依有点什么的事 我爷爷这眼睛都亮了 七十多岁的人呢 专门起身看了看少依依远去的背影 最终就开始念头 小辣菜啊 眼光不错啊 这小姑娘看着就不错 但是呢就是瘦了点 哎呀这太瘦了以后生儿子费劲呢 这个没事啊 等他过门之后啊 带他回家住两个月 呃 你爷我呢 天天给他胡肘子堆小筋 最少让他掌上十几斤的肉 爷爷 你别听孙大圣胡说 不这这事巴子还没一撇呢 说到这我蹲了一下 看了一圈 确定无人敌不在附近 我这才继续说道 你们回去之后千万别乱说 少依他们家里的人呢 咱们惹不起 回去之后可可别乱说呀 我这话呀 基本上就等于没说 我爷他们回到老家之后是满村子嚷嚷 说我在首都呢 找了一媳妇 年末就要回老家结婚 爷爷甚至从萧和尚给他的钱里头 拿出了一份 临着老房子愣是给我盖了一栋小洋楼 说等着我结婚呦 等着初五之后 局里这人开始正式上班 由于现在是圈里的淡季 一直到十五过后呢 也没什么事报上来 不过该出事的话怎么也跑不掉 就在正月十六的早上 我蹭着孙胖子的车来到民调局 穿着孙胖子停车的时候呢 我先行一步进来 按了电梯等孙胖子进来 就在这时候 从外头呢 走过了一个两米多高的大汉 拦住刚刚进门的孙胖子 梦声梦气对着孙德胜说道 哎 胖子 小美在哪啊 你把他给我喊出来 呦 你找小美啊 孙胖子愣了一下随口呵呵一笑 对着大哥就说了 嘿 不是我说啊 你这就是等于上派出所啊 找票贩的呀 哎大哥 说说 找向北干什么呀 这大汉眼珠子一瞪 冲着孙胖子说道 你管我找他干什么 快点 把他喊出来 要是不出来 我把你身上这肥油给你解出来 听见没有啊 赶紧的把向北给我交出来 自打孙德胜几年前当上民调局副局以后 到现在为止也没人敢跟他这么说话 听了这大个的话之后呢 反倒把他给气乐了 我看到之后正要赶过去 正好杨潇打败他草进来 看老杨子进来之后 我心里都松了一口气 有我跟老杨在孙胖子他也吃不了亏 孙胖子见到老杨之后 心里都有底了 当下对着面前这大个就说了 干什么呀 别以为你比我高一头 就敢在这胡说八道 真动你手了呀 指不定谁吃亏 实话告诉你啊 哥们我呀 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说到这儿冲着杨潇驶离眼泽 那个老杨别弄死啊 一会儿我还有话要问呢 杨潇看着大个粗俗无礼 也在皱眉 听了杨潇这话之后啊 点了点头 也懒得跟这种浑人废话 直接迎着这个两米多高的大汉就走过去了 看到杨潇要出手 孙胖的呢 就安心向着我这边走过来 没等走两步就听见身后 砰的一声巨响 随后一人鸟啊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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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胖子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 揉了揉眼睛之后 他对着老杨就说了 不是 你你这样不算是翻盘呢啊 欢迎收听 有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播音 小船说书 第三百八十三集 来个串门的 杨潇对自己瞬间被秒 觉得不可思议 刚才都没看清这大个子究竟是怎么动的手 自己呢凭空就飞出去 好在是没有大碍 不过就在民调局大门口 自己这么随随便便被人打飞出去 我说这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 杨潇就认准了 自己就是被这黑大哥打了一个冷不防 要是凭实力的话 指不定谁输谁赢 杨潇这站起来 此时他周围的空气开始快速凝结 就这么眨眼的功夫 杨潇周围的空气已经凝结出了冰霜 随后杨潇这身子扭曲了一下 往前跨了一步 将身体 以其周围凝结出的空气就融成一体 随后杨潇的身子扭曲了一下 他呢 这身影就在凝结的空气当中 向这大个就慢慢走过去了 杨潇没走一步 凝结的空气就向外延伸了一点 没走几步 这大个站的位置 空气也开始快速的凝结了起来 伴随着凝结的空气 大汉这身体可就开始僵硬了起来 走到这大个进前的杨潇 手中已经出现两根铜钉 看着面前这大汉一点防备的意思也没有 杨潇这冷笑了一声 随后他这身体在凝结的空气当中快速的穿梭 刹那之间就已经来到这大个的面前 举起手中铜钉 对着大汉这胸膛 他可就扎下去了 眼见着两根铜钉扎进大汉胸膛之时 这大个啊 忽然一抬手向着杨潇这边滑了一下 也没见着他碰到杨潇的身体 只听见一声巨响 我是眼前一花 再看杨潇 又一次横着向着墙壁这边飞了出去 好在这次杨潇了准备 在空中的时候 身子已经掉转了过来 双脚踩着墙壁借力使劲这么一蹬 这身子呀就跟弹簧似的向着大个又飞过来 在半空之中 杨潇双手是左右开弓 把手中这两根大铜钉子对着大个就甩出去 这大汉完全就没把这两个铜钉当回事 任凭打在自己身上 而这铜钉的没有悬念的就击住了大汉的胸膛 不过两根铜钉并没有刺穿大汉的皮肤 只在人家胸前的位置留下两个白点之后 直接就被崩飞了 就在两根铜钉被崩飞的一瞬间 杨潇双拇指同时续按 两声爆炸声响起之后 这大个被崩的呀 一屁股坐地上 本来说以为这一下子总算能有点效果 再看人家这大个 慢悠悠站起来 皱着眉头说道 啊 什么玩意儿 这怎么他妈带想啊 这过完年了 咋还玩这个呀 杨潇虽然料到这铜钉 未必能给这大个造成什么伤害 不过现在看他怎么生龙活虎的 完全就没有伤害 杨潇此时此刻 终于是心里都没底了 此时正是民调局上班的时候 大门外道 堵满了被堵着进不来的调查员 谁都知道这大个是来砸场子的 开始呢 纷纷把甩棍抽出来 只要杨潇这占了便宜 他们就会一窝蜂地冲过来 群殴这个大个子 不过现在看见杨潇 没有占到一丁点好处 这些人呢 又把甩棍收起来 但是可把手枪掏出来 不过像大个这样的人 会被爆米花一样的子弹伤着吗 杨潇一见自己的攻击无效 马上后退几步 一边退着 一边对着孙胖的说道 孙大胜 我先缠住他 你去把吴主任叫下来 这大个有点闷头 没等杨潇说完 孙胖的苦笑了一声 那个稍疫病了 然后咱这吴主任哪 今天没来呀 听完孙胖的这话 杨潇深吸了一口气 本来我以为他要缠住面前这个大汉 腾出时间的让领导先走 想不到人家老杨 冲着孙胖的说道 啊 那就对不住了 看见杨军跟他主子替我说一声 我家里都有事我我就先行一步 最后一次说完之后 杨潇这一口血喷出来 然后身子一倒就消失在了血雾当中 看着杨潇消失的位置 孙胖的上去 就知道你呀 不会讲究人 这时候我已经来到孙胖的身边 杨潇都动不了分毫的人 我动手也就没意思了 当下拉着孙胖子向着楼梯这边就跑过来了 一边跑呢 一边对着门口这些调查员说 散开 千万别惹他 哎 跑什么呀 我向北交出来就走 这大个一看孙胖要跑 大吼了一声 身子一晃 几道残影过去 就这大个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追上了 当下我只能把孙德胜往电梯里边一推 随后我拔出两柄短剑 我转身迎这大个我就上去了 本来以为这大个是个缺心耳 当下我举着灌满种子力量的短剑向着大汉的潜心我就刺了过去 就这一下向北都不敢迎接 只要面前的大汉跟刚才杨潇攻击他是一样的 你要是不躲 你要是不闪 短剑就会刺进他的身体 就算不一下子弄死他 给他放点血 起码说给孙德胜争取一点逃走的时间 想不到我刚刚把两柄短剑刺过去 这大个大吼了一声 我就是找个人 你这往死里整我吗 说着这大个 双手之中各自出现了一根短棒 看着正是当初在清河地下图案跟心无病使用的那种 别看人家这大个人高马大的 想不到动手的时候异常的灵活 手中这两根短棒贴着我这双剑剑身敲了下去 剑棒相交之时 一股巨大的力量从这大个的短棒上传过来 我是摇紧牙关 用尽全身的力气 我才死死抓住这短剑 没让这短剑被崩飞了 就这样 我这两个肩膀抖的就跟过电似的 当下我有一个念头闪过 完六 这大个的本事 可在图案之上 见到我这短剑还紧紧的握在手中 这大个有点意想不到 他愣了一下之后 上下打了我一眼 哎呦 汉墨蓉你这小娃娃 有点没事啊 来来来再来 我看看 你哪有几下的 说着人家轮起两根短棒事 劈头盖脸 对着我就砸下来 这要是再挨一下 别说这两柄短剑 恐怕我呀 都得让你砸飞了 不过此时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只能是咬紧牙关 守我两柄短剑 我就迎向着大个手中的短棒 现在我是完全豁出去了 只要我这一下子死不了 仗着我这白头发的体质 我再重的伤 我也能缓过来 就在这时候呢 忽然听见大门口这儿 有人说道 我说你们怎么都去到大门口了呀 哦 原来是看着哥拿打架的 看在佛祖的份上 哎 你们开盘了没有 那个谁借我个五七八百的呀 我呀 压你们家沈腊营 说这老和尚 溜溜达达走进来 正是受着恍然供养的 上善老和尚 一听有人说话 可能是怕进来这位跟我前后夹击 这大个把短棒一收 向后退离步 这再回过头来 看着门口这老和尚说道 哎 你念不让眼睛真多啊 刚打跑又玩钉子的 现在又来一秃驴 怎么着 你们还有多少人呢 一起上来吧 省着一个一个来呀 老子我看着头晕 大个说话之时 这老和尚眉头挑了几下 随后他呢 慢慢向着我这边走过来 也没见人家怎么加速快走 三五步之后 这老和尚忽然之间就来到这大个身边 上山老和尚身高不到一米七 老和尚扬着个脸 看着面前这大个慢悠悠的说道 哎 你刚才说什么 这大个低着头一撇嘴 怎么着 老贼徒子 就你这一把头 他这话刚说到这 再看上山老和尚 双脚可就离了地了 蹦起来之后 结结实实 这大嘴巴抽的 把这大个横着打到地面上 这地板桌是碎了一整面 大个倒地之后 缓了一下 他想爬起来 不过看到旁边这老和尚 皮笑肉不笑的看着他 犹豫一下之后呢 他还不起来了 就躺在地上 眼睛瞪着老和尚 不过挨了打 他可不敢口出不讯了 看了老和尚一眼之后 这位又喊着 小白 你跟老子出来 当初说好的 有事便宜我 老的他妈巴巴等了你一年 现在老子找上门来了 怎么着 你就当缩头乌龟了 这时候门外聚集的众调查员也走下来 有老和尚壮胆也不怕这大个再起来造反了 当下大家伙围着这大个子是指指颠点 大门口围的这人多得有点不像话 当下我这拿出副主任的威风对着他们说道 看两眼知道什么样就得了啊 抓紧三了吧 还有五分钟就到上班的时间了 今天谁要这迟到告诉你们啊 去八宝山给我开一个月坟地去 几句话一说完 众调查员这才算放过这大个 不过还没等众人离开 电梯门忽然打开 孙胖子就从里头冲出来 一边跑他是一边骂 孙子这事没完 有种你让我儿子看你眼 从人群里头冲出来之后 我这才看见孙胖子怀中抱着他的亲儿子牙子 这时候的牙子好像刚刚睡醒 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是睡眼惺忪 向着四脉瞧着 见着老和尚之后 孙胖子愣了一下 随后一刺牙 冲着上山老和尚笑了一下 哎呦老佛呀 不是我说 我就知道老黄那儿啊 差不多也管不起饭了 那什么啊 中午别走了 就在食堂吃 一会我让老金呢 加一个肉末雪柳虹 哎 多放眼 雪柳虹 留着过年加菜去吧 啊 老和尚看了一眼孙胖子指着赖在地上不起来这大个说道 我说啊 这愣头青造我事啊 自打佛爷我当上和尚 还没人敢当我的面喊我秃驴 小胖子 这愣头青 不是你们家亲戚吧 啊 说着老和尚不由自主看了眼牙子 不过跟这小东西四目相对之时呢 老和尚又主动把眼神错开了 看样这老和尚是真有点忌讳这小东西 嘿嘿 我们家亲戚那早就转世投胎去了 孙胖的嬉皮笑脸看了一眼 躺在地上的大个儿 然后呢 继续对着老和尚说道 这大个儿啊 一清早上门来骂起 说不通这要动手 今天是看老佛爷您的面子 要不然我现在啊 把他送食堂去 就算我们中午啊 夹了个荤菜 孙胖的正胡说八道呢 他呢 把这黑大个儿 递上这短棒捡起来 递给老和尚 这才终于说了几句正经话 还是我还以为这大个儿 是受了向北的蛊惑来砸场的 现在怎么一看呢 这里头估计还有别的事儿 老和尚只是看了一眼孙胖的手中这短棒 但是没有伸手去接 你们的事儿佛爷我不管 不过说点你们能陷管的事儿 黄然呢出国了 他这侄儿呢后天结婚 他跟金池这小丫头一到头就飞了 他跟你说讲好了 佛爷我过来呀吃你们几顿 怎么样 我说这事儿没问题吧 没问题 孙胖的笑嘻嘻的说道 当初我就跟老佛爷您说 您跟着我们哥俩过来就得了 要不然这次老佛爷 您就糊涂着过来就完事儿了呗 不过老黄不是下雨翘丑 难道说我记错了 啊 这儿媳妇有了 嗨 一笔糊涂账 恍然他们家的事儿啊 你自己问他去 老和尚在大厅四周围看了看 随后对着孙胖的继续说道 要不佛爷我在你们两家轮着住几天 在哪吃不是吃啊 佛爷我呀不是讲究人 无所谓 这几句话说完呢 老和尚又把目光转向了我 上下打了我一番一边扎巴着嘴 一边说道哎呀你这种子也不行啊 嗯长得跟野草似的 这要是等他成才长成新的种子 这不得猴你马月 怎么着吧 那个你把头发剃了啊 跟着佛爷我坐两年合着 佛爷我随便给你这种子加点料 保管他这蹭蹭往上长 怎么样 佛爷我是一般不收徒的啊 这么多年一共就收了这么两三个 结果啊 还一个没留住 收了你呢 就算是佛爷我的关门弟子 放心 佛爷我亏待不了你 我看就现在吧 咱们一切总简 你那跪地上给佛爷我磕俩头 咱们这事就算是成了 说实话有那么一瞬间 我是真有点心动 不过看着老和尚这满脸油泥的样子 我实在不敢想象 我要是做了他徒弟 那是什么样啊 当下我只能客气几句 就给婉拒了 这个我真不敢做主 这是我们家 我爷说了算 他要是知道我去当和尚 能把我腿打折了 这样 等我爷百年之后 我呢成家立世了 有那么三两个孩子之后 我再过去拜在您老人家门下 太阳了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躺在地上这大个儿不敢 我说 你们咋我死了呀 赶紧把相伟交出来 有什么事我们俩单聊 快点的把相伟给我交出来 这大个儿忽然一嗓子 吓了孙胖的一条 他马上闪声 就站到老和尚身后了 探着个胖脑袋 对着大个儿就说了 哎 谁告诉你相伟在我们这儿的 哎 相伟自己说的 大个儿是愣了一下 翻了翻白眼想了半天 这才难难的说道 哦 想起来了 相伟说 说你们这是好东西 然后 然后让我过来 跟着一起抢 说着这大个儿终于从地上爬起来 但是起来呢 还是一脸不服不愤的样子 看着我们几个人 他接着说道 好吧 有的相伟不在你们这儿 不过 你们谁看见他 去老子带个话 就说 周南天 现在找他 让他赶紧滚出来见我 好了 知道跟你们没关系 那这个老子我走了啊 嘿嘿 别着急走啊 孙帕的呵呵一笑 看着这名叫做周南天的大个儿说道 不是 既然来了 留着猪七年呗 不是我说 反正向北过不了多久 也得呆在这儿 我说你们俩做个伴可行啊 现在老子没心情呆在你们那儿 这大个儿一瞪眼珠子说道 就你们几个啊 谁有白事 把老子留下来 这几句话没说完 这大个儿就见刚才扇了他一嘴巴的老和尚 正冲着他一脸坏笑 老和尚也没废话 慢悠悠想着这大个儿就走过去了 要说刚才这一大嘴巴打的这个周天南 现在还晕晕乎乎的 一见这老和尚过来 这大个子紧了紧脖子 心虚的看着上山大和尚说道 喂喂 你要干什么 刚刚刚才不是只是你说的 你你别我自己手懒的 哎哎老老和你别动手啊 这次我可真没骂你老贼徒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波音小传说书 第384集法器 这几句话说完之时 老和尚就来到这大个的身边 当时再看上山老和尚 二话不说 轮圆了队这周南天 啪 一声脆响 再看周南天 根楼一声一翻白眼 身子一软是瘫倒在地 看着倒地这大个子 老和尚叹了口气 哎 你说这哎 行吧 打了个傻子 老和尚动手的时候 孙胖的站在身后笑眯眯的看着嘴中自言自语的嘀咕 哎呀 一年多以前就知道 我说这向北的到底想干什么呢 制服这大个子之后 我亲自把他拖到地下四层 这有一个摆下进阵的房间 本来是留着招回向北的 不过既然提前来了一愣头青 那么这地儿就让他提前享用去了 把这大个儿关在里头之后 老和尚说呢 要在这随便转一转 也没用我跟孙德胜陪着 人家自己溜溜答答的就回到楼上去了 看着老和尚消失的背影 我这才看着睡眼惺忪的牙子 然后对着孙胖子说 大少 你们家这儿子不是大洋替你养着吗 什么时候抱回来的 孙胖子一听 呵呵一笑 你以为不准备点什么 这大过年的 我敢自己在这守夜 老和尚这一嘴巴下手狠了一点 大个子周南天过了半天还没醒 本来孙胖子想问他点什么事 现在也只能等到他醒了之后再说 不过看这情形 他没个两三天 那就甭想醒过来 不过怎么处理这大个子 也多少是有些难办 他除了进来之后 骂街之外呢 也没什么大罪过 就算动手也是孙胖子让老杨先动的手 如果要是放在外头呢 也就是教育几句的事 现在就这么把他关在这儿 还真有一点名不正言不顺 不过这个就让孙德胜自己头疼去吧 从周南天这小房间里头出来之后呢 我跟孙胖子又去看了一眼 跟他同一楼层的图案 经过上一次的不愉快之后 再见这哥们还真有一点扫眉打眼的意思 不过人家孙胖子就跟把这事忘了一样 见到图案之后呢 马上笑着说道 哎老陀 我这个下来找你打听点事啊 我说除了你跟心无病你们哥俩之外 我说这向北还找过旁人吗 图案这有些疑惑的摇了摇头说道 这个不好说 我和心无病也不是经常跟向北在一起 不过以前倒是听心无病说过 向北好像没把宝压在我们身上 他在外道找了不少的帮手 不过人家几个人向北都防着 他们知道的事情应该还没我多呢 不过这些都是心无病猜的 没有什么真正的证据 孙胖的听闻之后 呵呵一笑随后继续说道 哎那这个周南天呢 你知道这人吗 你是说周二傻子吧 当听到周南天这三个字之后 图案的表情有些错愕 断了一下之后呢 图案这才接着说道 我跟心无病避世的时候 他跟我们两个是邻居 这二傻子早年间吃过成了气候的手 虽然是长生不老 但是药性太大把脑子烧坏了 二傻子早年脑子没烧坏的时候 受过一人的教授 别看他脑子不够用 但是真动起手来 能把他收拾了的人还真就不多 说到这图案忽然明白过来了什么 他有些激动的看着孙胖的说道 你问这个什么意思 是不是向北有下落了 他把周二傻子也拉来了 孙军 怎么着你把我放出去 我去跟向北拼命 就算是让我当炮灰都没问题 我第一个上去 你们就在后头看着 只要能要了向北的命 你们让我干什么都没问题 图案这表门忠心之后 孙胖在海水摇了摇头说道 老图啊 你说你要是我 依着你上次闹了一回 我还真想啊 收拾向北的时候把你戴上 不过你说你现在这样子 别把你放出去之后呢 向北没抓着 那边你在闹翻了天 我这边的日子呀 真没法过了 行不行啊 说这几句话的时候 孙胖的这眼珠子在眼眶里头一转 然后又继续说道 哎老头 要亲自对付向北 不是你说说就行 是不是 上次你也差点帮我们俩怒子 这次你不给我点诚意 我怎么能相信得了你呢 诚意 图案这愣了一下 他马上就明白孙胖的话里的意思 不过他还是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啊 这么多年一直动作洗藏 哎我说这手里头 不可能一点发气也没宰去了 哎 你可别说你就这么一对棒子 说明白一点 你跟心无病 跟着向北可不是一条心 你们不可能没有防着向北的东西 对不对 孙胖的说完之后图案这脸上尽是不可see的表情 他看着面前这笑嘻嘻的胖子扳上之后这才说道 我是说梦话让你听去了 不 你怎么知道这个 哎哎哎哎 看见没有还真有存货哎 孙胖的呵呵一笑 然后继续说道 暂时吧 你也用不着这些宝贝 怎么着先借我两天啊 借我两天 如果说你这诚意够了 我也不是不能考虑一下 真要是到了洞向北那天 让你过去啊 给他两巴掌 哎老陀 你考虑一下啊 不管什么东西啊 那都是身外之物 心无病 可是你这么多年的好兄弟啊 啊 孙胖的最后一句话起作用 等他说完之后图案这身子当场震了一下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图案盯着孙胖子的眼睛说道 还真跟你说的一样 没错 我这有一件法器 当初就是为了向北而准备的 当时防着他拿到种子之后独吞 我跟心无病给他准备了一件法器 不过怕向北认出来 这件法器我们俩从来就没在他眼前露过 怎么着孙局长 你要是用得上尽管拿去玩 不过你刚才说这话应该可以兑现了 你看这事你放心 我又不是向北 孙胖子呵呵一笑 然后又继续说道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虑 怎么着 我可以把你放出来 哎 你带着我们把藏这东西拿出来 我是这种行吗 不用 我这儿挺好的 图案冲着孙胖子笑了一下 紧接着说道 上次在审拉老家的时候 我跟心无病 防着向北得到种子之后翻脸不认人 就把这件法器藏在当地的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头 当时定好了 如果向北对我们两个不利的话 心无病缠住向北 而我找机会去银行拿这件法器 想不到最后法器没用上 心无病 已经替向北死去了 什么 你把东西放我老家了 图案这话吓了我一跳 能对付向北的法器一定是非同小可 这一旦处置不慎有个什么意外 十有八九就会祸及无辜 现在我爷他们刚回到老家 我妈还有一个灵存整取的习惯 一个星期少说也得去银行两三次 再想一想我这后背上已经布满了冷汗 图案看出我的心思 他看着我说道 那件法器没有你想的这么严重 如果没有人动它 它就是一块铜鸽的 不过如果真动起手来 那可是瞬间就能了结了向北 你哟怎么好东西啊啊 听到图案说的这些 孙胖的眼睛立刻放出了光芒 虽然大多数的法器他都用不上 但是这样并不妨碍孙胖子对于法器的执着 笑了一下之后 孙胖子忽然对着图案说道 不是我说啊 这件法器应该不是你跟心无病的 如果哥们我要是没说错的话 当年就是为了这东西 你们那位前任大方师 这才把你们这名字写进名单里的 哎对不对 现在不论孙胖子说出什么了 图案已经不会震惊了 他轻轻的叹了口气说道 哎这么多年的事情我也记不清了 孙局长还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孙胖子听完呵呵一笑随后就说道 嘿嘿再问你最后一件事啊 倒是你们哥几个偷出什么啊 我说把你们家这大方师气成这样啊 连广人火山都不知道实底 看来这东西还真是非同小可啊 要是现在说了不就没有惊喜了吗 被孙胖子压了半天 图案总算是有机会噎了他一下 老图这儿笑了一声继续说道 哈哈哈哈 到了地方打开保险箱就知道了 不过呢给你们一个建议 这次最好带上吴主人跟上善大和尚 就算向北出现他也不敢露面 从图案这儿出来之后 孙胖子就开始打电话找老郑 让他帮着查一下我老家这边的银行 看看图案是不是在这儿订了一只保险箱 电话挂了之后呢 我们两个已经乘坐电梯来到他办公室的这一层 进到办公室之后呢 正看到上善老和尚坐在孙胖子的位置上 办公桌上站着那个毛茸茸的毛瑶铃 他正把一把铃钱塞进老和尚的手中 我跟孙胖子进来的时候呢 大和尚正要伸手去接灵钱 一见到我们进来呢 上善老和尚有点尴尬 把他手中的灵钱往回一推 干什么 怎么说佛爷我也是代表佛祖的啊 你这三五十块的就想收买佛爷 现在的佛爷可不是同佛寺那会儿了 知道吗 小家伙眨不眨眨眼睛 看着上善老和尚 见到人家说什么也不要 当下手一松 把这灵钱就吊在了办公桌上 随后垂头丧气走回来 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时候呢 能看到他眼眶之中马上流出的眼泪 打开孙胖的这柜子自己跳进去 从里头把门一关就把自己锁起来 我跟孙胖子都是一脸的莫名其妙 当下孙德胜对着老和尚说 我说老佛呀 不是我说啊 这这小家伙抽什么分啊 刚才我上来的时候好好的 这这怎么这么会儿功夫 还整自闭了呢 小家伙求我办点事 你说求佛爷就求呗 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非要把这灵钱塞给佛爷我 哎 你们俩说佛爷我是这样的人吗 老和尚说话之时 把撒在桌上的灵钱糊落了一把 然后就放进自己的袈裟里头 孙胖的见门之后愣了一下就说 哦 那这小家伙什么事求您 哎 等一下 我说佛爷您能听得懂他说话 哈哈哈哈 那有什么呀 老和尚说话之时 伸手不停在孙胖子这办公桌上滑了着 只要是他看着顺眼的东西就滑了进自己的袈裟里 而老和尚这袈裟就跟机器毛这口袋似的 装进什么东西 但是却一点骨胀感觉都没有 老和尚一边收拾着桌面上的东西一边呢 继续说道 只要是十方生灵的话 佛爷我都能听明白 那个那什么啊 你啊 劝劝他 别让这小家伙躲在柜子里头哭啊 几百年弹指一回间 这一世很快就过去了 这一世多做一点功德 下一世别说是做人 那做皇帝他也没问题 是不是 那个 这笔是金的吗 啊 镀金的 还也行 反正呢 多少能刮起来一点 不是 老佛爷 他要做人 老和尚这话吓了我跟孙胖的一跳 但是孙胖的更心疼 他办公桌上这些东西 其中大部分都是新民调局重启之后 他只派着小家伙从恍然的顺来的 想不到刚喜欢俩月 得让老和尚直接给搜走了 就这样还得排着笑脸装出一副大肚的样子 其实孙胖的心疼的呀 肝都颤 我这回头看了眼毛游灵自闭的柜子 随后回身看着老和尚说道 做个毛游灵不是挺好的吗 随便偷点什么值钱的 够好几年的吃喝 这做人呢 是他天天为三餐发愁不是 你懂个屁啊 老和尚这白了我眼 顺便打开孙胖的这抽屉 一边找着值钱的东西 一边继续说道 话说以前这么多妖怪千辛万苦的修炼 图什么呀 那不就是图能够幻化出一张人皮吗 你啊 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哎呀 这好东西不少啊 那个小胖子 我说你不会心疼吧 啊 嗨 这要什么呀 只要老肥您喜欢 就这楼里的东西啊 您随便拿 这话虽然说得大气 不过他说话之时 却一直撑着脖子往自己的抽屉里看着 其实看也是多此一举 只要听声音就知道 他这抽屉里头已经剩不下什么 处理完孙胖的抽屉里的东西之后呢 老和尚这才慢悠悠站起来 看了我们两个人一眼之后摸着肚子说道 哎呀 快到饭点了 佛爷我这口味你们俩都知道啊 我呢 先出去逛一圈 等你们这安排好了呢 他记得通知我 哎 姓沈那小子啊 你办公室怎么走啊 啊 你跟我免用一个办公室啊 那算了吧 哎 我说听说你们这有一个局长间书役是不是 他他那怎么走啊 目送着老和尚去祸害杨书记之后 我跟孙胖子这才回到他的办公室 当下孙德胜呢 把这里头抽抽搭搭掉眼泪的小家伙抱出来 把他放在空空如也的办公桌上 看这小家伙就说 哎 不就是想当人吗 是不是 多大点事啊 怎么着 你在我这帮几年忙 然后呀 我给你安排 下辈子给你投胎 给富翁当儿子 怎么样 这小家伙跟着孙胖子也混了一年多 虽然孙胖子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不过眼前这胖子有多少斤两 毛幽灵还是知道的 看了眼孙胖子这小家伙 哇一声又哭 哭得比以前还厉害呢 哎呀呀 吴仁迪 哎我让吴仁迪帮忙 我这总没问题吧 孙德胜没办法终于使出杀手锏 毛幽灵当然知道吴仁迪啊 新民调局刚开张那会儿 这小家伙偷遍所有的地方 只有六十 他是真不敢去 现在一听孙胖子提到这尊大神 当下他也不哭了 呼声呼声的眨着 他这带着泪光的大眼睛就从桌面上跳下来 拽着孙胖的裤腿就拉着他往外走 哎呀 不是现在 孙胖子苦笑了一声把他抱起来 对这小家伙就说了 你啊 帮着我再顺起点 老吴那边交给我呀 不是我说 只要别投胎给我当儿子啊 你是想投谁家你就投谁家 虽然没有马上投胎成人 但是小家伙是相当满意 当下伸手搂着孙胖的这脖子嘴中兴奋的滋滋之叫 孙胖子笑了一下之后 再到耳边就说 哎 二是这西门链 老莫 熊满意 你知道吧 一会你国家把他们三个这手机给我收完 我看完之后呢 你再把这手机还给他们上 怎么样 没问题吧 小家伙听完之后 点了点他这小脑袋 然后从孙胖的怀抱之中挣脱出来 跳到地上之后啊 这小家伙一溜烟 他就跑出去了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播音小传说书 第三百八十五集孙胖子的计划 看着小家伙跑得不见了之后 我对孙胖子说道 哎 你怀疑大官他们三个 孙胖子深吸了一口气就说道 我呀 不止怀疑他们三个 先从他们三个查起吧 然后他们局里人呢 多点排查一遍 向北一年多以前就知道民调局要重建 还联系好了砸场子的人 要不是这二傻子呀 当年高老大那一幕 十有八九就在重演 如果我们这要是没有他的 你说向北怎么能知道这么清楚呢 孙胖子说完之后 我当场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民调局光调查员就一百多好人 谁知道哪个是向北安插的眼线 但是孙胖子倒是沉得住气 他冲我笑了一下之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 嘿嘿嘿 没事啊 现在民调局我说了算 不是我说 哎 别的本事我没有 但是论起斗心眼 你知道吗 我一个人就能单挑这一个民调局 虽说这话说的大了一点 不过我明白他这不是在开玩笑 这个话题有一点沉重 当下我主动绕开换了一个话题说道 不过你也真敢跟这小家伙许愿 老吴这愿是你能许的吗 小心过两年 小家伙知道老吴不帮忙 再把你的家里给你偷光了 给你泄愤 孙胖子呵呵一笑看着我就说 嘿嘿嘿嘿 辣子呀 我从头到尾我也没说 我会亲自去请老吴帮忙 不如我说 打蛇打气寸 对付老吴就得找到他的软肋 看着我这有点不忍心 孙胖子主动呢 就把老吴这软肋说出来 我让少依依求老吴去呀 你说刚才这小家伙 噼里啪叉的掉眼泪这样 哪个小姑娘受得了啊 到时候少依依爱把小家伙一抱 找到老吴之后就说了 吴叔叔帮忙忙呗 你猜老吴受得了受不了 等着一会毛游灵再次回到孙胖的办公室 小家伙一只手抓着一部手机 嘴中还叼着一部 孙胖的挨个手机查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他们三个最近有什么异常的电话 又让毛游灵把这三部电话呢 又给送回家 全局加上工作人员已经超过二百多人 就这么让小家伙一步接着一步的偷 早晚点出事 最后孙胖的直接打电话 找了外员 老张啊 我说有点小事 我再麻烦你 从今天起 开始监听民调局里头 除了我跟辣子之外 所有人电话 当然不包围六十这几个 我还要新民调局成立之前三个月 所有人的通话记录 我说这没问题吧 什么呀 一个星期 我明天就要 要是你觉得难办呢 那得 我赵老安去呗 哎 这就是你说的啊 那就明天 明天一早 我就得看到这些通话记录 啊对了 晚上啊 我请上山大盒吃饭 你过来吗 废话 我用好事到时候想着你 挂了电话之后 孙胖子坐在他自己的位置上 眯缝着眼睛看了我 看得我是直发毛 我跟他已经混了好几年了 这胖子的心思我算是摸透了 看了这么半天一直没有说话 这指定是算计谁 他这毛病一般是看谁啊 就算计谁 现在他就这么一直看着我 当下我这心里头就没底了 就在我打算离开孙胖子办公室 回我们六市转一圈的时候 孙胖子终于开口说道 那个老子啊 有件事我得麻烦你 你回老家一趟 把团银行里的东西给拿回来呗 什么 没那么简单吧 我看了眼孙胖子 然后继续说道 我说大成 咱哥俩可不是头一次见面 你要是有什么花花肠子 能不能直接说啊 孙胖子笑了一下打开这抽屉 本来是想拿一支烟抽 不过现在他这抽屉里头比脸还干净 划了一圈之后 还是舔着脸跟着我说道 拉的啊 整个盐抽呗 我这存货都让老佛爷拿走了 不是 你还真给一个啊 把门包都给我拿回来的 快快快快 我知道你在六市有存货 不是你回去再拿不就得了吗 说话支持孙胖子已经把烟点上了 抽了一口之后呢 笑眯眯看着我说道 哎呀 我说辣子呀 现在向北市一直都没出来 他现在已经没有白头发的体质 所以说就这样 你说他能一直掺到现在不露面 我说这有点意思啊 说到这孙胖子顿了一下 吐了一口烟圈 接着说道 不如我说啊 刚才那二傻子的话你也听见了 一年多以前 我们这还没成立呢 向北人就知道了 要是这里头真有什么人的话 当年高老大这悲剧就在重演啊 现在有这么好一机会 能把向北抓出来的同时 也把他安插在这儿的眼线 哎 咱们给他收拾 说到这儿孙胖子顿了一下 最后抽了一口香烟 然后把这烟屁丢在烟灰缸里 然后对着我说 过几天我随便找医院友把老吴啊 直到外地去 让龟不龟和人三跟着一起走 然后我呢 跟着你一起回老家 然后明里带着大官他们哥仨 暗中呢 让二阳跟着 如果向北要是知道的话 一定是在你们老家接着咱们 只要他能出现 我就能知道 谁是那鬼 到那时候再把向北装进网里头 那就是一举三得呀 孙胖子还想继续往下说 但是我已经听到他话中明显的漏洞 当下我拦着孙胖子说了 你别一举己得 我们就带上二阳 大官他们三个充其量就是垫背的 老吴龟不龟他们又不在身边 到时候向北真出现了 我问你啊 你找谁跟他拼命去 孙胖子笑了一下 看着我说道 让老吴跟龟不龟先走 不就是提前挡在那吗 到时候只要向北敢出来 他也没有白头发的能力 他来了就甭走了 再说我这边也得给他留点念想 到时候他要是这么跑了 我这副局长啊 老子不干了 我这整个民调局啊 我都送给杨书记 看着孙胖子有些夸张的表情 我笑了一下 你还不如直接吓死他呢 再说整个民调局里头 你说啊 杨书记能管住谁 他连西门大官他们哥仨呀也管不了 说到西门链的时候 我心里的忽然之间咯噔了一下 随后对着看着我的孙胖子说道 哎大少 你是不是真的怀疑他们三个 我跟你说了 我谁都怀疑 不过这哥仨的问题啊 多了一点 再次说到这三个人 孙胖子的表情也纠结了起来 当下就听见孙德胜这继续说道 当初民调局要重启吗 不是啊 里头除了我们几个 老郑老安之外 那就只有不理的人知道 现在局里的最怀疑的就是他们哥仨 这次我会把老吴跟归不归之外的事 都跟他们说一遍 如果这次社局向北没出现 那这哥仨嫌疑就许多了啊 我们呢再想办法继续往下查 就我个人来说 打死我 我也不相信西门链他们三个会有问题 不过现在听了孙德胜这话 我也开始犹豫了 孙胖子说的没错啊 这哥仨嫌疑确实大了一点 除非这次向北不出来 要不然他们哥仨还真是有理说不清 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外道有人喊声 那个小胖子 凶神那小子 别在里头装死啊 都都都出来 都倒饭点了 我吃饭这地方定好了没有 说着上山大河上推门走进来 刚才我跟孙胖子闲聊 确实把老合成吃饭这正事给忘了 当下孙胖子陪着笑脸就喊 哎呦我 我们俩这不商量去哪呢 不如我说 老佛爷好吃爆身吃肚 玩带你去乐赛馆呢 但是辣子说呀想带你去吃官府菜 那虽然都是爆身吃肚 不过毕竟口味还是多少有点差别 嗨不就是吃口饭吗啊 哪来这么多规矩 等到你们俩商量好了呀 别说黄瓜菜就连黄瓜地都凉了 老和尚无所谓的一挥手就说道 两家啊咱们都去吃完一家 咱们再举出另外一家 别愣着走走啊 老和尚还真就是说道做道 这天中午蹭了孙胖子两顿差不多的熄面 好东西吃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跟嚼辣也没什么分别 好在我跟孙胖子现在是今非昔比 加上孙德胜背后有一个民调局撑腰 这样吃点喝点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天晚上孙胖子又带了一个请客的老郑 不过老郑是诚心诚意的请了一顿 酒席宴间老郑不停的给上膳和尚添酒不菜 自己反倒是没怎么吃 就好像恍然第一次请老和尚吃饭的感觉是一样的 同样没怎么吃东西的还有孙德胜 要说这胖子一反常态 他基本上就没怎么动过快 拿着老郑递过来的资料一直看到散席老郑也是真没办法 本来说好呢明天早上交出资料 他今天晚上就给了孙胖子 不过孙德胜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也没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 既然从通话记录之上查不到什么 那就只能按照孙胖子原定的计划来 隔了一天之后呢 湖南某市传来消息 说在当地发现向北的踪迹 当下孙德胜把无人敌跟龟不龟都打发了过去 还派出几十个调查员过去协助 一时之间这件事在民调局闹得是沸沸扬扬 打发老吴跟龟不龟他们过去之后 孙胖子带着我回到他的办公室 一个电话把西门链他们叫过来之后呢 等这哥仨到齐了 孙胖子这才看了他们三个一眼说道 我让您三位跟娜子还有我走一趟 孙胖子把图案之前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大官人这哥仨脸上的表情 跟我刚刚听的那会是一模一样的 我在一边冷眼旁观 倒是没看出什么破绽 三个人听说有专门克制向北的法器 表现的是相当的差异 他们三个可能跟我当时的想法是一样的 真要是有这好东西 那之前忙活个屁啊 说第二天要启程 这哥仨也没什么意见 不过孙胖子没让三个人回家休息 以第二天早上要赶早班飞机为理由 把他们留在民调局 让他们在休息室睡觉 以孙胖子的性格 八成会在这里头装了针孔摄像头之类的东西 以便来观察这哥仨到底有没有跟外头联系 不过具体的结果孙胖的媒体以我的性格 我也没有主动去问 第二天这天还没亮呢 我们五个人加上图案杨霄一起来到机场 归不归在离京之前 重新在图案身上下了劲 老家伙也不知道在哪儿找了几根金针 又下在图案的身体里 就算这次他活活被气死 这金针也不会崩出来 在登机的时候呢 我们几个人就开始怀念起老民调局 有二世专管的这架飞机 甭管怎么说这是自己家的 如果要是还有 估计现在大家伙已经在天上飞了 由于航班起飞的时间太早 这一趟航班加上我们几个 一共也就二三十个人 坐在孙胖的前排的 有一个跟他差不多的胖子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胖子 特别好说话的缘故 这胖子上了飞机之后 嘴巴就没停过 不是问空姐要这个就是要那个 要不然呢 就是前后左右四处找人聊天去 最后这胖子跟孙胖子对上眼了 俩人一唱一和 我本来想在飞机上补个叫 结果被这俩胖子一折腾 完全就没有补叫的性质 最后迷迷糊糊的飞机就直接落了地 本来以为下了飞机这就算安静了呗 想不到这胖子呢 竟然跟着我们上了孙胖子准备好的车 经过孙胖子介绍之后 才知道眼前这胖子竟然是图案存东西那家银行的总经理 看来这世界真就是不大 一路上俩胖子有说有笑 图案看着真眼馋 跟这俩胖子也聊起来了 这些人里头除了我跟孙德胜之外 杨潇也是知道内情的 本来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出来 不过最后孙胖子以周南天闹事那次 杨潇提前跑了要挟他 老杨也觉得心里头亏欠孙胖子 这才勉强同意了跟我们一起出来作耳 经历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之后 我们这一星人终于来到我老家一家银行门前停了车 在飞机上偶遇这胖子先下了车 随后转到车子的另外一边 主动去给孙胖子打开车门 排着笑脸就说了 哎呦孙局长啊 我们这种小地方 还真是这个很少有机会能接待您这样大人物的机会 上一次还是你们这个部里的大部长 到了我们这儿 那次我都没敢上啊 想不到这次 哎呦我总算是把您给接过来了 说话之时 这胖经理已经把我们这些人让进了银行里头 虽要精自把我们领进他的办公室 开始在飞机上的时候 我还以为这胖子呀 他就是向北或者是向北派过来的人 我这一路上对这人保持着十二分的解决 不过现在一看银行里头的人 对他是毕恭毕敬的样子 一口一个王总叫着 又不像是能跟向北扯上关系的人 说了两句客气话之后呢 孙胖子终于说到了正题 他编了一理由 说上次部里的大老板来的时候 有些东西来不及带走 就先在银行里头租了一保险柜 把这些东西暂时收藏在这 当然具体什么东西 那属于部里头的秘密 不方便对王经理说 但是如果不放心呢 可以去部里的信息平台上查我们这些人的信息 哈哈哈哈哎呀这个不用 各位一看这就是部里的大领导啊 王总一边笑一边客气了几句 然后亲自带着我们去办了保险箱的手续 随后带着我们来到存放保险箱的位置 然后就向着图案定着保险箱走过去了 越到这时候 越有一种随时要出事的感觉 虽然知道无人敌他们就在附近 但是原水解不了尽可呀 一旦向北湖人之间出现找我们玩命 除了我跟杨潇之外 那可谁也经不起向北这一下子呀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路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波音小传说书 第三百八十六集 玩够了吗 好在向北似乎并不知道这件事 看着图案亲自打开保险箱 从这里头拿出一个黑色的金属匣子 这匣子是成扁平状的 光看外表你根本猜不出这里头装的是什么 本来以为这金属匣子拿到手之后呢 图案跟孙胖子会打开查看一番 想不到人家两位都没说要检查一下子的事儿 匣子拿到手 孙胖子跟这王总客气几句马上就带着匣子离开了 可是我这心里都开始疑惑起来了 不是说趁这机会试探一下西门链他吗 走得如此匆忙 一旦向北要是起晚了 没赶过来怎么办 这不是得给他一机会吗 就在我这胡思乱想之时 我们已经来到银行大堂前 只要出这大门向北再想动手 还要防止我们手中这匣子 他不会这么笨 专条这时候吧 可就在此时 银行卖道忽然冲进来四个头戴面罩 手拿大小枪械的男子 为首这位冲进来之后 手中这五连发先对着头上开力枪 啪 一声枪响之后 这哥们大声就喊声 都别动 哥几个是抢银行 不是抢你们家钱 啊 不想早点偷胎的 谁他们也别动 说着剩下几个人分兵几路 向着几个柜台冲过来 其中有两个人用手中的枪械威胁 别柜台小姐不要触碰暴行机关 另外一个人呢 从这背包里头掏出土质炸药 把这炸药就绑在这大门之上 片刻之后就听见呼的一声 大门直接被炸开 三个人一起就冲进去了 威胁里头直白经理打开保险箱之后 开始拼命往自己携带着背包里的装钱 我们几个被那个带头的压到脚落 跟其他顾客就蹲在了一起 趁这带头的注意力都在柜台这边的时候 我轻轻的碰一下村胖子 用小的不能再小的声音我就说了 孙记长 是几条人命呢 你们就不做点什么 孙胖子听完之后 有些纠结的摇了摇头 用同样笛的声调说道 这不好盼呢 老王你不知道 我们几个都是文职 早知道会遇到这种事 我们直接把特角就带过来了 不是我说 先看看 千万别轻举妄动 孙胖子说话之时 我们几个同时看了孙胖子 我们大家伙心里都明白 这里头肯定有问题 不过既然孙胖子不说破 我们几个呢也不好干什么 当下就当看猴戏呗 看看之后会有什么发展 不知道为什么这几个抢银行的一出现 我脑海中出现的却是当初棒吹几个人 拔火车的场景 不过和眼前这几位比起来 就这棒吹业余的不是一星半点 正看着有意思的场面忽然有了变化 柜台里头这四位已经装满了钱准备出来了 这银行外道忽然响起了一阵警笛声 随后外头又跑进了一个带着头套的抢匪 这位出现之后直接来到带头这位的面前 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 三哥有条子 外面都是咱们被包围了怎么办呢 这个叫三哥的说话直前上来啪想给他一嘴吗 然后恶狠狠的说道 是让你在外道车上挡着吗 你一进来咱们怎么冲出去 你们冲出去也没用啊 这人捂着嘴巴咧着嘴说 刚才我的外道我想喝点重胆 我正好赶上那个茶酒驾的 我就喝了一口 那车就让人扣了 这时候柜台这哥几个呀 装着钞票抄着口袋冲出来 透过银行的玻璃窗 已经看到外道已经被人包围 而且陆续不得有警车开过来 莫测一下 外头最起码已经聚集五六十号人了 一见到外头这些人 这几个人的脸色就跟白准似的 随后都跑回这个带头的身边 四哥 外头都是条子怎么办呢 刚才挨嘴巴这个 也跟着说 可不咋的 那外头好几百的 那弄不出去了 我看他投降吧 反正那钱他也没出银行大门口 这不还算银行呢吗 就麻烦 你再数一遍不就得了吗 刘文远哪 要不是你从小跟我玩到大支根支底 我都以为你是他妈的卧底 带头这个又给他一嘴巴 然后对着其他人说道 把人知道我压门口去 等一下大门打开 咱们混在灯中一起往跑 记住了 能跑一个算一个 运气不好被逮了 也不能把其他人咬出来 听明白没有 这位说完之后 我们跟着柜台里头的工作人员 被一起拉到大门口 带头这个呢 正向外观望之时 这挨嘴巴 这位忽然看到图案手中 拿着一个金属匣子 当下就凑到图案身边 掏出手枪 比上图案说道 那你啥的 你手拿踩 给我 快快给我 钱财那是四脉子 你为这拼命 你不值得呀 一点不值钱的东西 你拿去不也没用吗 图案是没有一点害怕的意思 这时候有人跟他说话 这哥们巴不得呢 而且竟然开始兴奋起来 要说图案现在是两眼睛放光 然后继续说道 几块废铜烂铁 你要是不嫌重你就拿着 不过你可得想清楚 一会往外跑的时候 你拿着东西一来跑不快 二来太乍眼 想想 命都保不住了 谁有心思拿着破铜烂铁呀 等一下 你说的没错 命都保不住了 谁有心思拿这些废铜烂铁呀 这劫匪的老大忽然想明白 回头看了一眼蹲在地上的图案 然后对着自己人说道 过去 把这匣子给我打开 我看看这里道 到底是啥废头烂铁 言多必失这四个字一点也没错 图案这就是嘴上吃的亏呀 说起来嘴上没把门的 现在看着几个拿枪的越走越近 随时要从他手中抢走这个匣子 看着现在这场景不动手 恐怕是不行了 就在我这打算把这几个人一个个都扔出去的时候 外头响起汉华的声音 里头人听着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现在你们面前只有一条路 立即放下武器 马上出来投降 给你们十分钟的考虑时间 希望你们不要放弃最宝贵的一次机会 这话说的把带头这位弄的是心烦意乱 他大吼了一声 举起手中的五连发 对着大门口就连开四枪 打光子弹之后 这哥们扯着嗓子就喊上 有晚日你们进来 我这还有五六十号陪葬的 大不了他们同归于尽 我们哥几个 一个有十多个人陪葬 这辈子也吃了 去给他们来点东西听见 带头这位刚说完 刚才用炸药炸门 这位在自己背包里头又拿出了一包炸药 两个人使了眼色之后呢 带头的重新把自己的五连发上好子弹 随后一枪把这窗台的玻璃打碎 枪声落下的同时玩炸药这人 已经把一捆点燃的炸药 顺着窗户就扔出去 片刻之后 一声爆炸的巨响在门口这响起来 整棍银行被震的都颤抖了一下 爆炸声之后 带头这位欺杀 就这样的炸药 我们还有三五十块的 有本事你们冲进来 大不了咱们大家伙啊 同关于天 这位喊完之后呢 外头的人沉默了几分钟 然后终于做出了反应 他们向后撤退五六十米 随后刚才喊话的声音又继续说道 不要冲动 你们也有老人 有老婆孩子 你得替家人们多考虑考虑 一见到外头的人向后撤了 带头这位马上知道 机会来了 他把所有人压到门口的位置 然后他们这些人呢 用枪口顶着我们 带头这位就说了 一会儿啊 我们门打开之后 就猫一跑 谁要是敢出去之后告密 我豁出去 我也把他打死 要把这个告密的我拉下水 还得说啊 我们抢的是银行 不是你的钱 都是大工的 听见没有 犯不着用命去拼 事情发展到这儿 也没有人关心图案手中的匣子 不过怎么说 当年死在我枪口下的劫匪 有两位数 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们跑出去 我这口气啊 说什么也顺不过来 可也不知道孙德胜怎么想的 又怕打乱他的计划 孙德胜现在就在我身边 当下我把这嘴靠他的耳边低声说大 老子 他们要是冲出去 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 我手里的勇术 把这几个劫匪干掉 绝对伤不到其他人 别乱来 孙胜的低着头 比我还小的声音说道 这事儿没怎么简单 要是那么巧 就出门怎么着 还能遇到劫匪啊 你何事拍那影呢 东胜相配就在这几个人当中 他想趁乱的 抢匣子才是真的 哎 谁能说话呢 带头这位听到孙胜的说话 虽然没听清说的是什么 不过这时候孙胜的还敢说话 让他是非常不爽 带头这位用枪托对着孙胜的这脑袋就砸下来 砰的一声 孙胜的被砸的身子晃了几下 脑门上眼瞅着子李范青就鼓起大包 带头的可能这不过眼 又打了孙胜的一嘴巴 就算是这 孙胜的依旧陪着笑脸说 哎呦 没说什么 我跟我哥们说我尿急 他让我尿地下 我就就就说这几句 没说别的 孙胜的说话之时 打劫这几个人都没看见 孙胜的这大肚子底下手正用力的抓住 要不然刚才我早跳起来 本来想着把他们扔出去就完事 现在看来不见点血啊 我这口气是真出不来 人家带头那个不管什么孙胜的说的是啥 正要打几下 玩炸药这位喊声 三哥三哥 你看这外头 又把打门口堵上了 这怎么办呢 带头这位宁笑了一声 嘿嘿嘿嘿 怎么办 让他们见点血 随后就把孙胜的拖出来 把孙胜的顶在窗户上 枪口顶着孙胜的后脑勺 白头的平常 别再靠前 给你们五分钟瞬间 把这条路给我们让出来 要不然每过五分钟我就杀一个人质 这死胜的是第一个 他的命就在你们手上 五分钟 现在开始倒计水 此时孙胜的这大胖脸贴在玻璃上 就这 他还不忘透过玻璃的反射给我使眼色 意思现在的局势还在他的掌握之中 我是越来越明白 这到底什么情况 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的过去 看到人家外头没有开路的意思 带头这位冷笑了一手 随后对着外头喊道 以为我开玩笑的 是不是 看好了 这胖子的命就是丢在你们手上的 话音未落 就在我顾不得孙胖子的主妇要起身救他之时 带头的已经对孙胖子这后脑袋就扣动了板击 枪声响起的同时 我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直接从地上蹦起来 本以为会看到孙胖子脑袋被爆掉的惨象 想不到的是孙胖子还好端端站在窗前 他身边的墙壁上破了一个大窟窿 而带头手中的五连发已经消失不见了 此时我们身后的空气当中就响起了一个久违的声音 你们玩够了吗 说着好久不见的向北从空气当中走出来 只不过再见面之时 向北已经是满头的黑发 见到向北出现之后 孙胖子冲着他呵呵一笑 哎 不是我说啊 还是你心疼我 是不是 要不是你的话 刚才我的脑袋不都已经被轰塞了吗 孙胖子说话之时 带头这位愣愣的看了向北一眼 就见向北的手上翻提着刚才在自己手中的猎枪 枪口处正有一缕青烟慢慢的冒出来 这把五连发什么时候到人家手上呢 自己竟然一点查去没有 刚才怎么跟你们说的 带头这位忽然一转头 对着自己几个手下吼道 让你们把人都给我拉到门口去 最后还剩一个 而且剩下这个还是个高手 带头这位几句话说完 又扭过头来冲着向北说道 朋友 今天这事跟你没关系 知道你有能耐 不过一个人对付五把手枪 什么后果你可自己想清楚啊 说话之时带头的又从腰后掏出一把手枪 他身后几个手下呢 也纷纷把枪口就对转了向北 可是向北根本就没搭理他们几个人 直接对着孙胖子说道 我看了半天是越看越糊涂 刚才如果我要是不出现的话 你就真被一枪打死了 沈腊跟杨潇就这么看着 说说吧 你又想到什么坏主意了 孙胖子苦笑了一声刚要说话 身前带头这位回手对着孙胖子就是一嘴啊 现在这儿还是我说了算 你捡回一条命就不错了啊 谁他妈让你胡说八道呢 带头的说话语气不太好 向北听着微微的皱了皱眉头 带头这哥们转回头来看着向北说道 小子咋的呀 这梁子你是结定了呗 以为刚才打尾冷不防就能胡说八道了是不是 最后一次初春之时 带头的连同剩余的四名劫匪 同时举枪向着向北就大了过去 枪声响起的同时 向北的身体忽然在原地消失 随后这五个人眼前同时一花 向北已经来到带头这位的身前 向北也不废话 直接伸手就向着带头的耿嗓咽喉抓去 眼见就这一下子 就得把他这喉管扯出来的时候 向北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古怪起来 就好像见到了什么让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 向北的手指头都已经触碰到带头这位的脖子 就在此时啪 一声大嘴巴声响起 向北的身子横着就摔在了地上 没等他站起来呢 剩下几名劫匪士围成一圈 就把他包围在了中间 此时向北脸色铁青 抬头看看身前这位带头大哥 而带头这位也不是刚才心狠手辣的样子 这位笑眯眯看着向北就说道 怎么样啊啊 哈哈哈哈 佛爷我这眼睛不错吧 昨天晚上啊我跟你说 佛爷我是正八角背了一宿的台词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播音小川说书 第三百八十七集 功亏一篑 现在带头这位摇身一变 变成上善老和尚的样子 他回头冲着孙胖的笑了一下 随后继续说道 哈哈哈 以后别出去说佛爷我在你们家白吃白猪 啊 看见没有 这是本事换来的 老和尚说话之时 其他几个劫匪也都变了样子 刚才跑进来 因为喝酒被扣了车子 而且挨了老和尚耳光的正是归不归 玩炸药这位谁啊 火山 剩下俩没怎么说话的分别是人三跟广人 这下子 这下子除了无人敌之外 最强阵容再一次登场 此时 此时孙胖也凑到几人身后 从归不归和人三的缝隙当中 笑嘻嘻嘻的看着向北 在他说话之前呢 向北忽然抢先对着孙胖的说道 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把我引出来是吗 废了这么大的阵仗 也算是难为你了 嘿嘿 别客气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孙胖的呵呵一笑 随后向着向北这继续说道 我这也是真没招了 本来以为你也没了白头发的能耐 会趁着剩下这几十年 不顾一切把辣子这种子搞到手 想不到你呀真能耗啊 大半年就是不落头 与其这几十年我提心吊胆防着你 我还不如玩一把大的 一了百了了不是 孙胖子说完之后向北这冷笑了一声 随后盯着孙胖子的眼睛说道 根本就没有什么克制我的法器对不对 我就说图案心无病 他们真有这种法器的话 早就用了压制我 也犯不着本末倒置听我的指示 你不也是奔着法器来的啊 孙胖子跟向北对视里没有一丁点怯场的意思 你是奔着我跟辣子来的 不过现在你没有白头发的体质 最首要的一步也不是找闪辣的麻烦 你现在呀最需要的是能把你变回白头发的丹药 没有白头发的能力就算得着种子 怎么啦最多也就再活个三五十年 现在丹药在无准手里头 你呢又不敢找他去 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无主任也得给面子的人 让他想办法呀把这丹药取出来 说到这孙胖子顿了一下随后看脸脚下正亮的大理石上自己的倒影说道 除了我这个名义上无主任的上司之外 也找不到更好的人选是不是 事情发展到这我才终于明白 感情孙胖的自己才是诱饵 想起来刚才老和尚对他是连打带骂 还差点一枪毙了他 这次孙德胜算是彻底把自己豁上去了 孙胖子这话真是说到向北的心眼里了 他盯着孙胖子 扮上之后 这才慢慢的说道 当初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应该把你这脖子给拧断了 没有你在这儿捣乱 肘子早在我身体里头生根发芽了 嘿嘿 现在后悔了吧 晚了 这世上他没有卖后悔药的 孙胖子笑嘻嘻接着说道 反正啊 你还有好几十年好活呢 是吧 放心 等你去了我那儿呢 我好吃好喝好招待 就这么几十年 下辈子投胎呢 你也见不着我了 到时候你随便折的还不行吗 说完这几句话之后 孙胖子又对上善大和说道 老房爷还能麻烦你一下 就这么把向北带回去吧 我有点不脱体 您老人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法子 能像老徒似的 把向北这本事全给他进进来 最好是能够一劳永逸 如果要是不行 那就暂时封起来 只要进了局里头这地下室 有无主人的阵法管着他 我也就不怕向北再翻出天类 哈哈哈哈哈哈 小胖子 你是真找对人了 上善老和尚冲着他笑了一下说道 也别这么麻烦 佛爷我直接把向北的竖法 从他身上抽出来 回去之后呢随便找间屋 把向北这么一关 上了锁之后啊 他就是泪吐血 他也没招出来 说话之时 上善老和尚蹲在向北的面前 伸手在他头顶上摸来摸去 我说啊 爷们儿一会儿可能有点疼 你呀忍着一点 这种术法佛爷我是从来没施过手 一下子就得 但你要是运气不好呢 这下子你就算是直接投胎去 其实不管是哪样 起码后半辈子的罪啊 你算是躲过去了 不是 孙胖的多气啊 在一边凑气的说 我呀 不是我说 您这时候 他多人身上试过 老和尚白了他一眼 啊 向北第一个 这小子运气好啊 成为本佛爷我第一个练手的对象 一般人想让我 这时候向北忽然大喊了一声 等一下 我有一件事情要说 让吴敏过来见我 这话我只跟他说 快点把他叫出来 眼看着马上要动手了 向北就忽然之间闹起来 他不停的大声喊叫 一个劲的让我们把吴敏找出来 就在向北这大喊大叫之时 跟我们在一起这银行王总忽然站起来 打了打身上的尘土之后 看着向北慢悠悠的说道 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 我呢 有点赶时间 如此高冷的雨调 除了无人敌无主人之外 他也找不出其他人能说出来 就见这位王总向着向北的方向走了几步 每走一步 这相貌就变上几分 等来到向北身边之时 王总已经彻底消失不见 变成无人敌就站在这向北的面前 看了一眼头发变黑的向北 无人敌皱着眉头说道 不是说要见我吗 我来了 现在可以死心了吧 向北看了无人敌一眼 你真以为他相信你吗 以前在海上 他跟我说起来 最担心的就是你代替他成为方式一门第一人之后 会不会迷失本性做出对方式一门不利的事情 告诉你 他不止一次亲口对我说过 说临走的时候 没有留下制衡你的手段 是他在大陆之上犯下最大的错 向北这还没说完呢 无人敌满脸不屑的表情 没等的说完 无人敌这插嘴说道 还以为你能有些什么新鲜的 这句话没说完 人就无人敌一转身 看着样子随时就离开 你不想听听他为你准备了什么吗 看着无人敌要走 向北这忙不迭的大声喊道 你以为我是坑手离开他的吗 我带来他为你准备的东西 无人敌 想不想知道那是什么 只要你让他们放了我 我就带你去亲自销毁这件东西 啊 没兴趣 无人敌给了他一面子 最后回头看了向北一眼说道 如果有把握能对付我 直接动手 说完之后 人家无人敌再不理会向北 自顾自打开银行大门 任凭向北在他身后大喊大叫 他就跟没听见一样 静止就走出银行大门 行了 人家郑主不搭理你走了 还是佛爷我继续排阵 把下头的手去做完 忍着疼啊 一会就完事了 看着无人敌消失的背影 老和尚一伸手 再次向着向北的头顶拨去 眼看着自己这身本事就要被废掉 向北忽然对着上善老和尚喊道 等一下 老和尚 你不想知道他留下什么东西治好无免吗 这东西也有一天 你可能用得上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佛爷我不想知道 我想不想知道 跟废不废你 你说这事不是两回事啊 老和尚的手已经摸到向北的头顶 佛爷我是要抽你的术法 不是封你的嘴 等一会儿术法被抽出来之后 你到时候再说 那不也是一样的吗 好了好了 别废话啊 小心一会儿佛爷一走神 真提前把你送下去 到那时候你可别埋怨佛爷我 眼看着老和尚要下手之时 银行大门再次被打开了 原来是部里的大老板 带着几个亲近的手下走了进来 一看到这个场面之后 他马上对着孙德胜大声喊道 孙德胜 把这个人哪交给我 要说此时部里的大老板出现 孙胖子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意外 他看了一眼部里的大老板随后掏了掏耳朵 就好像没听清 侧着头对我们这名义上的老板说道 不是 你刚说什么玩意儿啊 我没听清 麻烦你再说一遍 大老板 大老板只还没说话 他身后一个不知轻重的秘书 孙胖子说道 孙德胜 你知道你自己跟谁说话的 老板亲自过来跟你要人 怎么着 你还想跟老板讲条件 这小秘书说话之事 孙胖子压根没搭理他 只是似笑非笑的看着这位大老板 把这大老板看得浑身不自在 没等这小秘书说完 他已经回头冲着他吼道 他 闭嘴 我们两个沟通情况 有你说话的份 还有 你一个负责文案的秘书 谁让你跟着出来 出去 你呀 以后不用跟着我 回去跟人士柯能说 说是你自己要求下气层锻炼 随便找个派出所 先干两年户籍警 然后再说 大老板一说完 小秘书这连嗓都变了 他这刚报道还没两天呢 他也不知道孙胖的底气 再说 谁也没想到替自家领导说话 能惹来这么大的麻烦 好在老板这句话没封死 听老板这意思 两年之后自己应该还能有缓 得 现在基层啊 人两年再说吧 两年之后重新升回来 再找机会给这孙胖子找点麻烦 他想的倒是挺好 只可惜孙胖子根本不给他这机会 嘿嘿嘿嘿 反正也是下极层 那也别干什么户籍警了呀 孙胖的笑嘻嘻看了一眼这小秘书 正好九寨沟那边有一股镇叫长平 啊 那派出所少人 你呀去那干去 干什么户籍警啊 麻麻烦烦的 反正也是下极层锻炼 就从斜颈干起 反正就是两年一眨眼就过去了 对了 那啊山高路远 我觉得应该多带点钱 当孙胖子说到长平古镇 我就听着耳熟 这地方我应该是去过 但是一时半会儿我又想不起来 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直到孙胖子让他多带点钱 我这才想起来 这不是我们这毛油灵的老家吗 听着孙胖子把自己秘书打发到这么远的地方 大老板也没说话 竟然默认了孙胖子的提议 他也不管这小秘书可怜巴巴的看着自己 等孙胖子说完 这才说道 孙德胜啊 那现在可以把这个人给我了吧 孙胖子笑了一下 随后看着大老板说道 哎 您哪稍等一下 我这边呢 有点事我得谈一下啊 谈妥了 我就把它给你 到时候煎炒烹茶 随便你老巴是 我说的 可是全虚全眼的交给我 里里外外 可什么也不能少啊 知道吗 说着大老板来到孙胖的身边 然后在孙胖的耳边 小声嘀咐了几句 本来听到大老板不让东向北 孙胖的脸上的笑容已经开始凝固 正打算给老和尚使眼色 让他马上下手 但是听了大老板这话之后 孙胖的脸子子当场就变了 他这小眼睛滴溜溜一转 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对着老和尚说道 我让老佛 把人呐交给他们 让他们带走 上扇老和尚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抬头看了孙胖的也说道 小胖子 这样的机会以后可指不定有没有啊 你到时候可别后悔 孙胖的无奈的叹了口气 看了一眼脸色已经恢复过来的向北 随后对着老和尚说道 哎 现在放了以后后悔 要是不放啊 现在就后悔 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了 这时候火伤可不干了 他终于忍不住冲着孙胖的说道 让我们过来涉局抓向北的是你 现在要放人的也是你 孙大胖 难道说你在洗刷我们不成 其实这些人里头孙胖子最头疼的就是广人跟火山师徒 现在他也顾不上了 还在广人这讲理 没等火山说完就制止住自己的大徒弟 向北全胜时期 对上上善老和尚也够不成威胁 老和尚无所谓啊 打了一哈哈 一边把这向北送给大老板带来的人 然后呢 我们这些眼睁睁看着向北使用顿法就消失在我们的眼前 此时的向北就像惊弓之鸟一样 临走的时候连个狠话都没说呀 向北消失的时候 我已经凑到孙胖子旁边 低声问他出了什么事 孙胖子皱着眉头就说 嗨 老安被他的人给绑走了 说起来安秘书算是孙胖子最大的后台 如果说他出事 新民调局日后指不定会是什么样子 不过就这么草率的放走向北 还不如用他当做人质 起码说来一个走马换将 你说把安秘书换回来也是好的 这件事情孙德胜处理的草率了 跟我有着同样想法的还有西门链他们哥仨 刚才部里大老板在的时候 他身边就有人不时跟西门大官他们三个是眼子 看来大老板这边真着急 要不然也不会在孙胖的眼皮底下这么明目张胆的通信 看来孙胖子猜对了一半 西门链这哥仨现在不止吃的是民调局这一晚饭 大老板带人离开银行之后 火山广人留在这也没什么意思 广人随便找了一个理由之后呢 带着火山是第一个就离开此处 随后不久归不归和人三也相继离开 不过他们俩走之前孙胖子跟归不归呢耳语了几句 老家伙一点头这才带着人三离开银行 现在这唯一的大咖就是一直留在这的上善大和尔 看样他是不等到饭口是绝对不会先走的 孙胖子掏出电话先给老郑打过去 他说话的声音是极低的 一边打电话呢一边走到墙角边上 他跟杨潇似乎有心灵感应似的 孙胖子走到墙角这位置 杨潇有意无意向前走了几步 就挡在西门链这哥仨的面前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播音小传说书 第三百八十八集 诚心作死 一直等到孙胖子挂了电话 杨潇这才若无其事的走开 这时西门链他们呢才凑到孙胖的面前 大官人几乎把我想问的问题 原封不动对着孙胖子说了一遍 西门链说话之时 孙胖子这目光在他们三人的脸上扫了一圈 看着大官人这三个人心里头直发虚呀 等西门链这说完了 孙胖子这才叹了一口气 哎 大官人哪 说呢哈 既然已经重新回到民调局 我说你们哥仨收入心吧 啊 这句话一说西门链这哥仨脸上都是一红 熊万一本来还想争辩几句 不过孙胖子根本没给他这机会 老安不是向北受益绑走的 那个人应该是一早就知道我们这边的部署 来不及通知向北 这才想到了这么一下策 如果现在不把向北放回去 那下一个倒霉的十有八九啊 就是少依依依 现在咱们几乎是清朝出动 而家里的根本就没有守得住的人 到那时候 他用少依依依挟咱家老补干掉咱们 哎 你说是我顶啊 还是你们顶啊 孙胖子说到这叹了一口气 目光再次扫到这三人脸上 哎 现在啊 把相伟放回去 起码他知道 有些禁忌打死是不能动的 而且他现在没有白头发的能力 最近一段时间之内 除了找一地藏起来 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还有 向北是一个知道轻重的人 绑走老安这王八蛋可不一定啊 要是我们真扣住向北 那位南宝不会对老安不利 不如我说 现在首都圈这 让我们投鼠机器的人是一抓一大把 到那时候再换个人要挟咱们 哎 怎么办 就算不是邵姨姨咱们这边他也受不了啊 孙胖子这话还没说完呢 他这电话忽然响起来 看立眼来电显示之后 孙胖子再次拿起电话去了墙角 这次不用杨潇过来 西门链这哥仨很自觉的就走开了 五六分钟之后 五六分钟之后孙胖子终于挂了电话 随后走到我们进阶说道 哎呀 我说咱家大老板怎么这么火急火燎亲自赶过来 感情老安早上被一个挂着咱们部门牌子的车给接走了 车子呢 在四季经找着了 如果老安真要是出了什么事啊 就咱家大老板 他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孙胖子说完之后 我马上接话说道 哎 那现在怎么办呢 怎么也不办 孙胖子掏出香烟 谁也没给谁让 自己点上了一口 然后就说了 哎呀 就在这待着啊 看向北被放出去之后的反应 我们现在杀回去 怕吓着那个帮老安的忙不带 小心这小子狗急跳墙 说到这儿呢 孙胖子顿了一下 吐了一口烟圈 哎 我说啊 打一赌 哎 我赌一个小时之后 向北就会把老安放出来 我说啊 有对赌的吗 一听说孙胖子要开赌 我们几个是一脸的苦笑 难得都到这份上了 孙胖子还有这份闲情 不过从我认识他起啊 孙胖子赌钱 就从来没输过 这个几乎是民调局里头 人人皆知的神话故事 跟他对赌啊 还不如直接把钱给他呢 到时候还能赚人情 但是还真有不信心 一听说开赌之后 老和尚的眼珠子亮 他凑过来看了孙胖子一眼 哈哈哈哈 佛爷我呀 跟你对赌 你赌的是一个小时 是不是 佛爷我呀 赌61分钟 看看谁靠谱 这时候 孙胖子再说不赌 来不及了 老和尚甚至让人掉了监控炉像 从部里头大老板向北离开的这颗气 虽然老和尚身上从来不带钱 不过 有比如说像熊漫义这几个好事 给老和尚凑两毛块钱 似乎现在他们都等着 孙胖子的神话就此破灭 也难得现在这样的场合 就这帮人还有心思干这事 时间是一分一秒的过去 就在时间指定一个小时正点的时候 孙胖子电话响了 看清来电显示之后 孙胖子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接听电话 现在他的周围是静悄悄的 所有人都在等着电话之中的信息 此时就听见老郑有些激动的说道 放回来了 放回来了 看秘书回来了 刚刚他们给我打电话 帮他的人在东中把老汉放下来 我现在已经派人干不进 我的现在又欠着干 有什么事 等我进入老汉之后 咱们再说 老郑这几句话说的是又快又急 没等我们几个人反过来 老郑这边已经把电话挂了 孙胖子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呀 看了一眼张口结舌的熊卖一等人 然后对着他们说 你们输着钱呢 我会在工资里头直接扣的 啊 早然 咱哪 回家了 在首都机场下了飞机之后 才知道现在安秘书就在新民调局里头 他被老郑接回来之后 感觉什么地儿也不保险 最后索性进了民调局 我们回来的时候呢 他正跟六世留守的小猪皇帝聊天 见到我们回来 这个心总算放回到肚子里 然后他对着孙胖子说道 你们可算是回来了 再不回来 我就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孙胖子干笑了一声 随后对着安秘书说道 今天这事怪我 我考虑不周全 但是绝对没有下一次 没等孙胖子说完 之间安秘书摆了摆手 哎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要是再不回来 我就真没词 跟你们这位猪主人聊了 原来安秘书被老郑送到这儿呢 特意送到六世 老郑的想法其实挺简单的 就算无人敌不在局里头 不过凭着无人敌这三个字 他也没人敢过来闹事 他们到的时候 正好赶上常年不来局里头作伴的小猪皇帝 心血来潮 正在办公室里头跟杨君这说话 小猪皇帝这段时间以来 接触的一直是我们这些人 今天遇到了一个真正懂国家大事的主 没有三句就聊在了一起 不过安秘书这儿 惊魂未定 思路完全跟不上小猪皇帝的节奏 我们赶到的时候 他已经是口干舌燥 完全没有词来搭着小猪皇帝的话 他在海里头干秘书 这么多年 被人问住 各位这是头一回啊 好不容易把安秘书从小猪皇帝这带走 进了孙胖的办公室 说了没两句老郑的电话忽然响起来 两三句之后呢 老郑就挂了电话 看着办公室里头没有外人 直接对着孙胖的说道 哎 你让我查这事啊 有消息了 今天咱们大老板身边啊 只有他这秘书处的主任没露过面 现在这人死活照不照 我这么觉得应该跟他脱不了干系 孙胖的对老郑这话并不意外 看到安秘书只没有表态之后呢 他这才对着老郑说道 不是我说啊 那你们家老板什么意思呀 嗨 还能什么意思呀 他现在封锁消息了 现在整个首都以排查外来人口的名义 在查他这个秘书主人的下落 老郑一边说话 一边偷眼观察着安秘书的反应 但是人家老安就像说的跟自己没关系似的 在孙胖的这空空荡荡的桌上看了一圈 有些诧异的对着他说道 这部级干部的办公室我也进去过 哎呀 像你这么简朴的 我是第一次看到 这这这怎么连个鼻纸都没有啊 嗨 以前哪 我也是有家当的 这不是前几天有个穷亲家过来 都给接走了吗 孙胖的马上明白安秘书的意思 说完之后呢 打开自己身边的柜子 把这毛幽灵抱出来 对着他说道 我告诉你啊 去老杨的办公室 把这纸笔借过来 记着啊 挑最好的借啊 孙胖的说完之后 这小家伙眨巴着大眼睛一点头 随后一溜烟就跑了 片刻之后 拿着一摞便签给一支钢笔跑来 安秘书就觉得眼前这么一花 随后这个毛茸茸跟玩具式的小东西已经跳到桌上来 把这纸笔放在安秘书的眼前 另一只手呢 扔下一把铃钳 然后蹦蹦哒哒的又回到柜子里 回去之后呢 咔嚓一下 把门一关 安秘书看的 眼睛都直了 明白过来之后 笑眯眯的看着孙胖子 这个就是毛油灵 是不是 我听王毅说起 不过这一堆灵钱 怎么回事 啊 这啊 这这是给我的 说着孙胖子一伸手 把这灵钱呢 划了到自己口袋里头 随后解释 你说老杨也是 上次没灵钱 从我这拿了一点 不就是三五十的事吗 你这爱吃知语吗 安秘书明知道孙胖子在这胡说八道 但是他也不在意 就拿着毛油灵拿回来的纸笔 在上头写了几个字 然后把这便签交给老郑 说道 把这个交给你们老板 跟他说一下 就说我连根头发丝也没掉 让他别折腾 老郑这拿了便签 直接打电话 把自己司机叫过来 让他拿着便签 就去找这部里的大老板 就在老郑忙活的时候 孙胖子询问了一下安秘书 从他被绑架到释放的全国 原来今年早上安秘书准备去海里的时候 在家门口遇到了这个部长的专车 开车的人呢 他在部长身边也见过 不过我们部里这大老板每次露面 那叫一个前呼后庸 安秘书也说不上来这究竟是谁 这人下车之后呢 说他们家大老板有急事 想起安秘书亲自过去一趟 事关机密 这人也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样的事情以前有过先例 加上安秘书本身就是负责类似于这样的事物 当时也没多想 于是呢 就上了这辆专车 不过等上车之后 他正准备给部长打一个电话询问之时 无意当中从后车镜里头 跟前头开车这位对了一下眼神 随后安秘书眼前就是一黑 等明白过来 已经躺在通州的天桥上 给老郑打了电话之后 这才知道自己啊原来是被绑架了 孙胖子在安秘书的话中 没有找到什么线索 最后还是老郑弄到这个失踪的秘书处主任的照片 安秘书一眼就认出了 骗自己上车的正是照片上这个男人 本来以为确定闲人之后 剩下这事就好办了 想不到部里头有人给老郑通了消息 说我们跟安秘书说话 这功夫就在石井山附近的一处民居里头 发现了已经风干的这位秘书处主任的尸体 经过法医初步判断 死者的死亡时间最少是在两个月之前 由于死者的身上没有明显的伤口 死因要等到尸检之后才能够知道 这秘书处主任已经死了俩多月了 那么早上把安秘书绑走的又是谁呢 秘书处主任的活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这人竟然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头 没有被周围的人发现 就这本事 就算是八面玲珑的孙胖子也做不到 在我的认知当中 杨潇有类似的本事 不过让他装成其他人 两个多月不露出破绽 恐怕老杨他也不行 现在事情又回到了原点 我们几个人的心再次悬了起来 孙胖子跟老郑两个人这么一商量 决定暂时让安秘书待在我们这 好在老安早上被绑架的事 已经传到了海里 大首长已经给了安秘书明确的指示 等他处理好这次事件之后 再回到海里工作 安排好安秘书的事情之后 孙胖子带着我来到地下室 见到无精打采的图案之后 孙胖子直接了当 开口询问他们这圈里头 说向北的身边有没有可能接触到变化成其他人 相貌的高手 图案这想了半天对着孙胖子说道 我倒是认识一个人 他叫胡丑 是心无病的徒弟 他是代艺投师 幻化相貌的本事是他前一任师父教的 论起幻化相貌 藏匿于人群之中的本事 就连心无病都是自愧不如 不过就在十几年前 这个胡丑跟心无病闹翻了 现在他在哪儿有没有跟向北勾得上 我是真不知道 啊 胡丑 我 孙胖子重复了一遍这名字之后 又对着图案说道 哎 不如我说 有没有什么办法一眼就能认出这个人呢 图案听到之后摇了摇头说道 嗨 要是有不就好了吗 当年就是这个胡丑 幻化成我的样子 去勾的心无病的女人 连心无病都没认出来 还差点跟我拼命 就为了这个 他们师徒两个这才闹翻的 我要是知道有认出他的法子 我早就把他脑袋拧下来 让心无病啊 也欠我一个人情 图案没有胡丑本相的照片 最后孙胖子找到武士的人 通过图案的描述给他做了一拼图 这才有了这个人大概的相望 等到从地下室出来 外头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 孙胖子本想上去跟安秘书老郑通动劲 不过还没等上电梯呢 就被上扇老和尚堵住了 哎 几点了几点了 啊 我说你们两个 这是故意让佛爷我晒在外头喝风的呀 中午就让你们糊弄过去了 晚上这一顿 说什么也不能糊弄佛爷我 哎呦 我就说我忘了什么事啊 是不是 孙胖的卡利耶手表 冲着老和尚呵呵一笑 哎 老佛呀 今天这时间呢 有点赶 现在去老黄定那家馆子 怕是来不及了 怎么着 我跟辣子呢 去过一家馆子 哎呦 真好啊 要不咱们 讲究一下 尝着这家馆子 味道怎么样 都这点了 还能怎么样啊 上扇老和尚气哼哼盯着孙胖子继续说的 赶紧赶紧安排去啊 佛爷我可是死了一次的 哎 要不要佛爷我这再饿死一次给你们看看呢 其实孙胖的纸的这家馆子 就是老正安排我们跟安秘书见面的这一家 老正跟这老板关系不错 依旧订了我们长去的这个包间 按照老和尚的口味提前订了一桌好酒好菜 等着我们到了之后呢 凉菜已经上齐 就在我们这一边说话 一边等着上热菜的时候 老和尚忽然一歪头 冲着我们身边一直介绍菜品的经理就说了 哎呀 我是小的 你这二皮脸看得佛爷我想多 要不你呢 把二皮脸收起来 要不然呢 你换个地儿 你恶心别人去 经理有些尴尬的笑了一下 刚要出去 孙胖子可明白了 他忽然之间站起来 盯着面前表情有些异样的经理说道 呦 我说 胡丑 来了别走啊 哎 想不到你小的胆挺肥呀 早上刚刚绑了安秘书 晚上还敢过来露面 我是真不知道说你一高胆大好呢 还是说你诚心作死 欢迎收听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播音 小传说书 第三百八十九集 倒霉的胡仇 孙胖子说话的时候 我已经反过来 这个想不到今天早上刚刚闹出这么大一出的一件事 现在竟然有胆子再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当下我这仓下站起来一伸手奔着胡仇就抓过去 我起身之时只见这胡仇已经转身向着门外走去 不过慌忙之间被我抓着袖子了 我手上的劲也是大了一点 呲啦一声 把这衣服袖子直接扯下来了 胡仇也没心思管袖子 光这一只胳膊飞快的向门外跑出去了 已经到了嘴边的肥肉 我能让他跑了 当下我在他身后是紧追不守 眼看着追到门口 只要一伸手就能抓住他的手 胡仇这身子忽然往前这么一扑 跟路过包房门口的几位就撞在了一起 胡仇扑出这劲儿可不小啊 跟这几个人就摔倒在了地上 本来看到胡仇倒地的一瞬间 我以为他不可能再跑的时候 却见倒在地上 慢慢咧咧这几个男女从地上站去 可是几根当中 唯独就少了将他们扑倒的胡仇 从他向外逃 我就一直在好地盯着 想不到一个没留神 还是让胡仇从我眼前消失 不过爬起来这几根当中 似乎比摔倒之前 多了这么一个人 这时候孙胖子也没心子吃饭了 他跟老郑护着安秘书走过来 走过来之后呢 三个人也是愣在了当场 爬起了这几个男女 骂骂咧咧的相互指责着 只不过刚才他们也没看清楚 到底是哪个愣头青壮观 这时候孙胖子回头 看了一眼酒桌上自贞自饮的老和尚就说 老佛呀 我说这二皮脸哪个呀 上扇和尚正对着桌上一只八宝鸭子发狠 心里头也没心思打理孙胖子 他一边将撕下来的鸭腿塞进嘴中 一边有些不耐烦的对着孙胖子说道 哎呀 没害人服有我这忙着呢嘛 自己玩去 孙胖子也不在意 呵呵笑了几声之后呢 把目光再次放在几个人身上 是瞄来瞄去 这几个人看着并不是一起的 本来没找到把他们撞倒的愣头青 现在被一胖子上一眼下一眼这么打量着 看那几个人是虚火之梦 其中有这么一位穿着皮皮裤 身材火辣的年轻女子指着孙胖子骂道 死胖子 看什么看呢 刚才就是你们包房里头的人 把我撞倒了 怎么着 笨丧呢 这人哪去了 别以为把人撞倒了就没事了 就等着你说话了 这女人骂文之后 孙胖子呵呵一笑 然后牛脸冲着我说 拉了 就是她 修她 把这娘们腿给我打折了 这女人是胡筹 虽然不知道孙胖子怎么看出来 但是我没有丝毫犹豫 我一脚就踹到这女人左腿的迎面骨上 就听见喀巴的一声 这女人的小腿顿时弯曲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 这女人惨叫着倒地 双手扶着自己的腿呀 是来回的打滚 随着女人的翻滚 她的相貌也发生了变化 本来一张算是轻瘦的瓜子脸顿时变得蜂扬起来 就这么眨眼的功夫就变成了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 周围看眼的都被这个情景给震惊了 趁着他们还没反过来掏出手机拍照 我揪着这个男人的头发重新把他扔回到包房里 等孙胖的亲手把这大门锁上 他走到了还在地上嚎叫的男人身边 打亮几眼之后随后就说道 不如我说连衣服都能变 哎呦光这一手啊就把我们家老杨给比下去了 说完这几句之后孙胖的顿了一下 然后用脚尖踢了踢男人这肩膀说道 差不多得了 现在就算你装死也没用 怎么着用不着我这儿教你说开成白了吧 这爷们儿疼得是满身大汗 他颤颤巍巍的抬头看了孙胖的眼 看着意思啊 这位也认命了 他盯着孙胖子的眼睛说道 六个人倒地 你怎么知道我是哪一个 就算是向北 他也不可能把我认出来 男人本以为自己是露出什么破绽 这才被孙胖子认出来 等孙胖子亲口把这答案一说 这男人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 就听见孙胖子呀 震震有词的说道 啊怎么看出来的啊 完全看不出来啊 但是我压根也没想认出来 你说这事有那么麻烦吗 就五六个人直接把腿都打折了 回来慢慢审呗 我就不信你这狐狸尾巴 他露不出来 这话其实也吓了我一跳 当下我对着孙胖子说道 大圣 我说你这太客气了吧 一副牌五十四张 你都能猜出来 这么一大活人 你能猜不出来 那个刚才光顾看大腿了 我没往那方面想 孙胖子呵呵一笑 然后接着说道 要不是他呼人之间出来 当这雏头鸟 我就让你呢 大旁边这小胡子了不是 孙胖子这句话 确实噎了我一下 好不容易把这口气咽下去 我看着他有些心虚的 再次说道 不是那那我要打错怎么办 打错了 打错了今儿打呀 孙胖子理直气壮的说道 一共就五六个人 我就不信他能跑得了 说完之后 孙德胜也不理会我 低头看着还在纠结的男人 继续说道 您想知道的 现在已经知道了 那么我想知道的 你是不是也该说说 听说怎么着 你是心无病的徒弟 怎么又跟向北 混在一起去了呢 这时候在地上躺着这男子 已经适应了腿上的疼痛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抬头看着孙胖子说道 向北答应事成之后 给我一个长生不老的丹药 我虽然前后有这么几位师傅 也活了八十来年 但是保养的再好 早晚也要过生死之关 向北说他有这种担药 但是呢 让我替他做事来换 没等这男人说完 孙胖子忍不住 已经哈哈大笑起来 男人脸上的表情变得阴沉起来 他当场恶狠狠的说道 干什么 有什么好笑的吗 孙胖子笑了笑 摆了摆手 顺过这口气来 这才对着他说道 哎呀 你说向北 他现在自身都难保 他都不知道哪弄药去 还还给你 看着男人疑惑的样子 孙胖子笑了一下 继续说道 我哥们 你是多长时间 没地向北 这位眨眨眨眼睛 呆愣了片刻之后说道 没有一年也差不多了 你问这干什么 孙胖子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说了一句 这么点哥们 再等几天 再等几天 你们哥俩在我里见了面之后 就什么都明白了 依着孙胖子的意思 现在就想把他送回到渠里道 慢慢审 不过老和尚还没吃饱喝足 说什么也不肯走 现在向北还在把他晃悠 孙胖子也不敢带着安秘书轻易的涉险 直到老和尚把满桌菜肴吃得七七八八 最后吃了甜品 这才把他就带回到了民调局 这一宿没白忙活 孙胖子就胡愁的这个嘴里道 撬出现在的向北真的是孤家寡人 之前胡愁给了他新民调局很多情报 本来向北完全有机会抽冷子对我下手 不过就因为他现在没有了帮手 不能替他引开无人敌跟上善这样的对头 让向北有些投鼠忌忌迟迟不敢下手 跟孙胖子猜想的是一样的 昨天胡愁完全就是自作主张绑了安秘书 西门链着下了飞机之后 给部里的大老板打电话汇报情况 胡愁就猜着我们这边就想把向北引出来 但是事发突然 他又联系不到向北 这才忽然发难绑架安秘书 要不然就算是孙胖子也猜不到 这大老板的身边会有这么一个人 处理完胡愁的事情之后 算是消除了身边的一个隐患 现在向北的身边再也没有什么人可用 他也不敢在首都的范围之内露面 没有了胡愁的威胁 安秘书也没必要继续留在新民调局 在我们这儿新鲜两天之后 他就回到海里头消架去了 本来以这孙胖子的意思 还想多留安秘书几天 无奈自打安秘书到了之后 六世正牌主任小猪皇帝就一直围着他转 难得找到一个可以聊起天来的朋友 小猪皇帝自然不会轻易让他走 一直把咱们这位安秘书说得口干舌草 聊天都聊怕 安秘书只是头一回有这种感觉 他决定趁早离开民调局 但是他的离开跟小猪皇帝 其实有着很大的关系 跟之前孙胖子料想的是一样的 胡愁的事情过后了大半年 也并没有向北的消息 从那天被孙德胜放走之后 向北就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 无论孙胖的想什么办法 他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看样子不沉寂个三年五载 他这事淡忘了 向北也不会再回来 一转眼时间来到八月十五的前夕 一年之中可能是因为月圆的关系 这个时间段算是新民调局最忙的时间 每天都有从全国各地送来的报告 二世四世 分成几波是全国各地到处的跑 经常这事刚处理完 马不停蹄就要赶往下一个出事地点 由于向北的事没有完全的解除 我只能负责处理一点首都周围城市的事件 不过向北是大半年没露过面 慢慢对他的威胁也就开始觉得迟钝了起来 最后人手实在是打点不开了 孙胖子甚至把雨果从资料室里揪出来 让他带着自己的手下去处理跟欧洲宗教事务有关的事情 终于一直忙到八月十五的这一天 这些个妖魔鬼怪就好像商量好了似的 到了八月十五正日子 所有的就开始安静了起来 这也让我们这些人总算是有了松口气的机会 八月十五这一天 孙胖子给所有人放了半天假 让他们早早的回去休息 还是我陪着孙胖子过了一个中秋节 孙德胜不知道从哪弄来几瓶好酒 我们俩就在民调局的院里头 对着天上的月亮喝了一个酩酊大醉 直到第二天一早被上班的调查员叫醒 孙胖子这给我半天假 我在后头的宿舍里头找了一间空房子 一觉睡到下午三点多 一天不在民调局里的露面 我也不好意思 简单收拾一下之后呢 我打算出去露个面 等到下班之后回家继续接着睡 就在我这晃晃悠悠进了民调局大门 忽然听到我身后这 有人喊我名字 小拉萨 拉萨 沈主任 这一连串把我叫的 外号小名本名都叫出来 而且这声音听着熟悉 只不过我是宿醉未醒 实在听不出谁喊我 这时候我一脚跨入民调局大门 一听就有人喊我呀 条件反射我就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我们民调局对面的马路上 正并排站了三个人 正是一年之前差点把我爷气死的 我这位二叔 他一左一右呢 站着的是我二婶 跟他这个红绿色盲的儿子 等我这回过头来之后 人家一家三口忙不得跑过来 没等我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手机就响了 来电显示是我三叔的 穿着我二叔还没到我跟前呢 我接通我三叔电话 没等我这开口 我三叔开口就说了 三叔刚说到这儿 我二叔他们一家三口也来到我身边 这时候四周五人 父亲也没有汽车经过 三叔电话里的声音听着是愤外的清楚 结果正好被我二叔这一家三口给听起来 三个人脸上都是一副尴尬的样子 不过这老三位却没有一点避开 让我跟三叔讲完电话的意思 当下我只能找了一理由 先挂了我三叔电话 挂了电话我才发现 我白天睡觉的时候 我二叔已经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 其中有几个还是我爷的号码 由于我这睡得太死 竟然已给没听见 挂了电话之后 我马上回身开始招呼三叔这一家人 虽然为了萧和尚的遗产 去年发生了一点不愉快 但是毕竟血浓于水 事后二叔带着老爸孩子 在我爷家门前连哭待认错 跪了一宿 最后我爷是心软了 原谅二叔之前的行为 但是没让他们搬回了住 听说事后我二叔这两口子又投靠自己儿媳妇去了 这大半年不见他到我这干什么呢 客气了几句之后 没等我把这三口人往里头让了 对面电梯间这电梯打开了 孙胖子呢 溜溜答答从里头走出来 虽说我们两个昨天喝的差不多 但是孙胖子今天照例在局里头处理一天的事 看上去没有一点宿醉未醒的意思 见了孙胖子之后 我二叔就这一缩脖 脸上本来就不甘不尬的笑容 彻底变得苦了起来 孙胖子就好像忘了半年多前的事一样 见到二叔之后呢 主动走过来 笑嘻嘻的说道 哎呦喂 这这谁 这不我审二叔吗 孙胖子大老远过来看蜡子 不是我说 咱们也不提前打一招呼 蜡子也好上机场那 送你们去 孙胖子开口说的是人话 但是最后一句 让我这二叔刚挤出来的一点笑容 有僵在脸上 知道我们要来 还上机场送我们去 啥意思 孙胖子也不管他们是一家人 说完之后呢 转过身来看着我说道 那个咱爷啊 还有咱三叔啊 刚才给我打电话了 说你这电话一直打不通 我还想过去看你一眼 想不到在这儿啊 遇见二叔了 说到这儿 孙胖子又对二叔说道 既然来了呢 就别着急走啊 我去帮你们订 今天晚上最晚的一班 飞机哎 怎么说小辣子 也有孙局长 你这儿的朋友 你要是能打把手啊 我们这点小事 他根本就不叫个事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播音 小传说书 第三百九十几 爷爷来了 看我二叔这儿说的可怜 虽然刚刚接到我三叔电话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问他 找我帮忙 什么事大老远跑之找我帮忙 嗨 你绝对能帮上忙的事情 听了我这话之后呢 我二叔马上顺杆爬着说道 小辣子呀 你们做的什么行当 二叔我早就明白了 这事啊还真是靠你们不可了 二叔一说 我才明白他口中的小事 其实跟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出事的是谁呢 是他们儿媳妇在生意上的伙伴 具体的事情他们也说不明白 只听说这人前一阵子 好像是被什么迷住了 前前后后找了十几个 号称是大仙的人 大婶也跳了 天兵天将也请了 但是一点坐也没有 这才把我们想起来 说只要你们到了呀 此事就可以迎刃而解 这事本来二叔跟我爷商量过 不过我爷呢 看在他从孙子的份上 也没表示过疑 不过昨天晚上我爷睡觉的时候 忽然梦到我那位去世多年的奶奶 我奶一开始一句话也不说 就是站在我爷面前哭 后来被我爷逼问得急了 这才哭着 说让我千万别掺和这些事 当时我爷也吓梦了 一觉醒来之后马上反悔了 说什么也不让二叔来首都找我来 开始我二叔闹了一下 后来被我爷臭骂了一顿 这两口子这才老实下来 嘴里都答应我爷不来首都 但是一转身就订好了机票 来这找我 我爷也猜着他这二儿子能有这么一出 今天早上呢 这一家三口刚走 我爷连同我爹跟我三叔一直不停给我打电话 不过那时候我喝多了睡觉呢 没听到电话的声音 现在我二叔一家三口站在我前头 虽然之前有些不愉快 不过再怎么说也是叫了二十多年的二叔 让我当着他们一家三口的面搏谈 我是真有点说不出口 而且听他这话里的意思 出事这处也就是让狐狸黄鼠狼之类的五香给迷了 对付这样的小事 我还是很有把握的 这边我二叔家里的一家三口不停的秧歌 虽然孙胖的在旁边一个劲给我使眼色 但是最后呢 我还是忍不住冲着我二叔说 行吧 那我过去看一眼 但是这话可别说死了 那边什么事 你们也没说清楚 我也不敢说去了 保证是药道病逐 咱们呢先过去看一眼 成不成到时候再说 二叔这听完之后 本来这脸跟苦瓜似的 瞬间就书展开了 一家三口不停跟我这说着拜年的话 只有旁边这孙胖子一脸冷笑 一句话就把真相总结出来 那个傻二叔啊 不是我说你 你们收了人家什么好处来啊 辣子人实事不提这事 但是我不能不提 辣子这三五年之内都没有嫁 他呀哪也去不了 所以说这事啊 得我说了算 明白吗 在孙胖子面前 我二叔完全就讨不到面子 开始说什么也不承认 收了对方好处 不过在孙胖子面前 就我二叔这的道啊 差的不是一心半点 最后让孙胖子连下带虎龙 这才终于就说出实情 感情当事人出事之后 为了能让他恢复过来 家人给这价码是一直在涨 现在已经出到五百万 跟当地最好地段一个二百五十平的房子 我就说从来没见过二叔为别人的事 怎么卖力 最后在孙胖子明说暗示之下 二叔答应 五百万我们是六四开 这道房子呢 必须是联名的 就这孙胖子还觉得吃了大亏呢 要不是我实在看不下去 答应二叔这条件 孙胖子能让二叔他们一家呀 真正做一回活了一疯 不过事情没有表面上看得这么简单 毕竟还有一个向北 不知道在哪儿虎视眈眈的盯着我 孙胖子正好借这次机会呢 再调他一次 明面上他亲自带队 但是又出动二阳跟着我一起去 暗地之中又联系了归不归和广人几个 有了上次的教训 这次没有惊动人敌 有这位大神在家里头坐镇 也不会再有像绑架安秘书之类的事情发生 出事之前 孙胖子调查了一下这位市主的事发经过 出事的哥们啊 姓赵 在当地呢 也算是有一号 主营一家矿业公司 几乎把周围半个省的资源都垄断了下来 手下有房地产 残念娱乐等一系列赚钱的买卖 在当地绝对是一封首富 现在这事在当地传的是沸沸扬扬 有关他被迷的事 现在有这么几个版本 从当事人亲属嘴中得到最靠谱的经过是什么呢 说一个多月之前他们家这老赵去矿上查看一下 开矿进度的时候 被矿里的一什么东西给迷了 然后就开始胡说八道 家中以为他是受了刺激啊 得了什么精神疾病呢 正要往医院送呢 老赵这说话声变了 再说话 十男十女 十老十少 天南地北 什么口音都有 就差蹦出一两句外语了 光是声调变了 这不算事 可怕的是口味都变了 吃饭的时候 老赵见着满桌子的山珍海味 不感兴趣 半夜趁着别人不注意 活活把家里头养了多年的一条大金毛给撕满 等人发现的时候 正把这肉往自己嘴里的送 再说话呢 那就是前轱不转 后轱轱 竟然说出炒果话来 现在全国各地的骗子都往老赵家跑 就这样 他们家里人这才不胜击扰 不再像开始那样 见人就给钱 然后不管是谁 只要能把老赵的病治好了 就给钱给房子 这么一来 马上淘汰了一大批的骗子 可怜这些骗子呀 就得了清茶一杯 连车马费都不知道找谁报销去 本来以为这些事定了之后 二叔会马上张罗的启程 没想到这时候 我二叔反倒不及了 跟之前求我的时候比 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后来还是孙胖子说出这谜底 你们家的老小子呀 是掺着一下 现在已经是五百万加一套大房子 过两天要是还没起色 就得涨到一千万加一套别墅 它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由于这件事 已经过了孙胖子手 现在已经捕手二叔 能做得了主了 孙胖的安排好局里的事情之后呢 亲自安排这件事的行程 隔了一天之后 孙德胜带队就上了开往事发城市的飞机 临走之前通知二叔他们一家人 让他们差点错过 跟我们同一架飞机 俩小时之后 在我二叔带领之下 我们在当地市郊的一座欧式别墅之前下了车 二叔提前已经联系好了市主的家人 本来以为也得有这么几个门口接一下 但是别墅大门前冷冷清清的 还是二叔下车之后敲了半天门 里头啊 这才不情不愿的把门打开了 接待我们的是市主的一位远方亲戚 开门之后呢 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我们几个人 然后不闲不淡的说的 我不管你们谁接上来的 提前给你们做好了 这事成了 有钱拿 不成 咋没有 知道吧 到时候别闹什么 还报销飞机票 火车票 要是没底 干脆就别进来丢人卸眼 这个跟我二叔说的赵家人 望眼欲穿叛咒们来的情形 这也对不上啊 我们几个人盯着 尴尬到极点的我二叔 孙胖的不管这趟 不阴不扬的说道 不是我说啊 咋然 想不到我还能遇到热脸贴冷屁 有点事 那个什么 是二叔啊 我说咱是不是走错了 要不咱也回去 我这局里头一大堆事的 不过我们下次什么时候来 那可就不好说了啊 那不是 那个孙区长啊 那个你你等我一下啊 就就一下 这里头肯定有误会 啊 怎么明白就好了 我这二叔一边擦着汗 一边对着门口这位说道 兄弟啊 那个 我跟赵明亮说好了呀 我姓散 你跟他提我 他马上就明白了 我这二叔磨了半天嘴皮子 最后好不容易进了人家赵家大门 就这样我们带进来之后呢 来到前厅 带我们进来这位随随便便找一沙发 就把我们给安置了 赵家人虽然来来往往 不过根本就没有人正样瞧我们一眼 甚至连送杯白开水的都没有 我二叔心虚的看着正在冷笑的孙胖子嘴中连连解释 哎呀 这个这个是怎么 哎呀 他们家人哪 都蒙迷糊了 要不然也不至于这样 孙局长 你放心 我已经找到他们当家人了 一会儿他肯定亲自带着咱们上去 一个多小时之后 还是带我们进来这位 将已经不是正常表情的孙胖子 跟我们几个带到别墅上一间客厅当中 现在这儿已经坐满了人 为首一个愁眉不展的中年女人 爱搭不理的看了我们几个眼 随后对着身边的一个年轻人说道 去把你大姑父推出来 让他们几个人瞧瞧啊 要是说不出什么名堂啊 就别浪费时间了 这年轻人应了一声 转身回到房间里头 推出了一个轮椅 轮椅上绑着一个眼珠一直转个不停的中年男人 这位应该就是出事的正主 这位被推出来的时候 最终一直是念念叨叨的 只不过他说这方言太拗口 实在听不出他说的究竟是什么 这位推到我们面前之后 这中年女人叹了一口气 你们看一眼吧 要说他这话刚说到这儿 只见轮椅上这位大喊了一声 然后双膀这么一晃 把身上这绳子崩飞 然后直挺挺跪在我们的面前 然后自证枪员对着我大声喊道 爷爷 您老人家怎么才来呀 好家伙这一嗓子 周围人都敬着 老赵虽然一直都在说胡话 但是这样任别人当大辈 这还是头一回 看来这事弄不好啊 我们几个还真就能给解决了 就在周围人仿佛看到曙光之时 孙胖的笑起来 笑完之后呢 回头对着我们几个说道 走了呦 咱哪回家去 见到我们要走 第一个做出反的 竟然是跪在我面前的老赵 我这边刚起身 他一个飞扑 然后抱住我大腿 老泪纵横的说道 您一走就是八百多年了 当初说好了 下次见面就超度我们这些可怜人 我们一等就是八百年了 您这次个千万不能走啊 说到最后 老赵是气不成声 抱着我这大腿就开始嚎上了 这时候我能看出来 他身体里头密密麻麻挤进去 上百个魂魄 正常来说就算是被幽灵之类的亡魂冲了体 他也就进去一个就得了呗 虽然也有三四个魂魄挤在一个生人身体里的情况 但是这毕竟是极少数的特例 像这一下子挤进这么多 别说这件 我呀 连听都没听过 不过被人抱着大腿叫爷这事确实有点尴尬 我把种子的力量顺着大腿输送过去了 已经 只见火光一闪 老赵就像被高压电击中似的 身上噼里啪啦就闪个不停 然后砰的一声被弹出十几米远 不过老赵这身子刚落地 就马上再次向着我这边哭 只不过这次呢 换了一个女人的无浓软语 依旧是一边哭一边喊 无狼啊 一别八百年 我一族人整整等了你八百年呢 说到无狼 我们几个都是为之一阵 难道说今天这事跟无人敌有关系 哭了好一阵子 老赵一翻白眼晕过去 不过瞬间之后 他再次醒过来 这时候变成了一个 嗡声嗡气大汗的声音 爷爷 说好的事 您可点说话再说啊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直勾勾看着我 我只能牛脸看了一眼这方面的权威人士 老杨杨潇 希望能从老杨嘴中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杨潇并没有过来帮我的意思 他眯缝着眼睛 看着哭个不停的老赵 看了半天之后 忽然自言自语的南南说道 想不到真有这样的东西 纵神弄鬼了一辈子 今天呢 也算是开了眼界 我说开个眼界就得了 是不是 孙胖的在他身边 阴阳怪气的说道 时间可不早了 回家洗起睡就不行吗 明天我带你们去别的地开眼界去 走走走 今天晚上咱要是回走啊 还能蹭上老黄一顿饭呢 不是 这时候老赵家的人终于明白过来 呼拉抄一下过来 把我们围住了 再说话已经不见之前的傲慢 都是一嘴一个大师的叫着 其中有几个呢 把楼梯口都堵住了 说什么也不让我们下去 这态度跟刚才那就是天壤之别 这时候刚才那个说话的中年女人 在众人的搀扶之下 走到老赵的身边 带着哭音说 我知道刚才我们失礼得罪了主位 不过各位大事啊 事出有因的 自从我们家老赵出事 家里头来了数不清的江湖骗子 我们真的是被折腾够了 这才误会了 主位高人哪 中年女人说话之时 孙胖子一直站在楼梯口这背对着他 这胖子还不停的嚷嚷要回去 不受这窝囊气 这时候一六十来岁半大老头 走到中年女人面前 手里做了一个数钱的动作 这中年女子这才恍然大悟 立刻改变说话的方向 这样这样 如果几位能把老赵救回来 我愿意拿出一千万 还有这栋房子 要是各位有别的要求 尽管提 只要我们能做到一定尽量满足 说时迟那时快 再靠二叔 啊 藏一个剑步来到孙胖身边 然后在他耳边不停的嘀咕着声 可能是过于激动 二叔这声音静不下来 说是嘀咕 但是我们听得是清清楚楚 一千万啊 差不多得了 要啥自情词啊 一千万 孙峻 那那可是一千万啊 看着我这二叔有些猙獰的面孔 我是真的抬不起头啊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 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 耳东水兽 播音 小传说书 第三百九十一集 自我 孙胖子这才回过头来 有些不屑的看了我一二叔 然后对着中年女人说道 哎 别说什么钱不钱的呀 现在你们家老赵还没恢复过来 我们哪谈不到这么远 说话之时 他看了眼趴在地上痛哭流涕 对着我一口一个爷爷叫着的老赵 然后一扭脸对着杨潇就说了 哎老杨 不是我说你说看出什么来了 我怎么看着老赵这身子里头 哇 这么多脏东西 不知道就别瞎说 杨潇用眼盘看了孙胖子一眼 然后又把目光对准老赵 随后说道 站着这个身体的已经不是幽灵 魂灵灵长 这些魂魄已经变成入灵了 孙胖子完全听不懂杨潇的话 但是又不想在人家老赵家面前露底 于是假不假是点了点头 嗡了几声 这时候赵家人再次围过来 这么多天 这中年女人终于是看到了一些希望 刚才听见我二叔管的叫孙胖的局长 虽然不知道是哪个局的 顺着我二叔的叫法呢 他也就喊着了 哎呦 孙局啊 你看我们家老赵 还有救吗 孙胖的莫能两可的嗡了几声 随后对着中年女子就说了 这儿啊 人太多啊 怕伤着你 我们呢 也失产不开 怎么着 给我们准备一间空房 啊 无关的人呢 别进了 还有找人啊 把老赵出事经过的说清楚 最好是把细节都说出来 不过不知道的可别瞎扁啊 现在这中年女子已经把孙德胜当成了救命稻草 孙胖的说一句 他这就嗡一声 听到孙胖的要找当事人了解当天的情况 他马上把刚才推给老赵出来这年轻人喊道 德子 你过来 当初你大姑父出事的时候 你就在身边 你跟孙举把那天的事说一遍 不知道的 可别瞎扁 随后中年女子亲自把我们带到客房之中 老赵根本不用人领 他紧紧跟在我的身后 跪爬着就来到客厅当中 本来中年女子也想留在这 不过被孙胖的说说女人身上阴气太重 不适合留在当场 女人无奈之下只能在门口这等着结果 房间里头呢 老赵的家人除了老赵之外 就是那个要说明当天情况的年轻人 进门之后 老赵又开始激动起来 爬过来抱着我这大腿呀 最后还是杨君动手把他绑在了床上 这时候杨肖凑过来 点着了一根长香放在老赵的嘴中 老赵两眼一闭 也不知道是睡着了呀 还是晕了过去 总之他是安静下来 看着老杨这安静下来之后 杨肖撤得回过头来对着我说 二十分钟之内他醒不过来 只要搞清楚他是怎么出的事 我就有办法把这里头的脏东西抽出来 哎 好好的东西 被你们当成脏东西 真是太可惜了 现在可以说 不过呢 也不用太着急 啊 开始吧 孙胖子坐在椅子上 掏出香烟 递给这个有些紧张的年轻人说道 要是有什么记不清的地 你就仔细回忆一下 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呢 你再接着说 年轻人婉拒了孙德胜的香烟 深吸了几口气之后 就把那天发生的事跟孙胖子说了一遍 话说差不多一个多月之前 老赵带着几个年轻人去手下临世山上的一个铁矿督促进渡 前些日子这铁矿里头啊 传出来说 闹游灵 不止一个工人在井底下看到了一些模糊身上发光的人影 后来这事传的是越来越邪乎 最后矿上大部分的工人都不敢下井了 这件事严重影响生产进度 赵老板本来是督促工人下井干活 不过根本就没人听他的 最后老赵没办法 只能自己下去打个样 亲自下井转了一圈 证明这些事啊 都是谣传 跟着老赵一起下井的一共有这么七八个人 除了矿产的几位负责之外 就是他带的手下跟这个年轻人 年轻人当时手中拿着一部地围机 准备把下井的经过完成的拍下 当做当日整个矿区破除封建迷信的宣传材料 几个人下到井底之后 一开始啊 没有什么异常的事情 甚至到了几个工人 发现人影的位置 也没遇到什么不对劲的事 老赵这一看 算是得着礼了 对着身边的人这顿抱怨 啊 我说就没有什么鬼怪 是不是 都是自己吓我自己 真要是有鬼神 哎 让他们冲着我来 我这辈子什么都见过 就是没见过什么鬼啊 神呢 哎 你让他们顿 说到这儿老赵顿了一下 然后冲着自己胸口拍了几下 很是豪气的说道 哎 就从这儿来 来多少啊 我收多少 老赵身边这人里头有一位矿场的副经理是在这下头见过人影的听到老赵这一顿胡砍这副经理就觉得身后啊一阵阵的冒凉气 你想啊 你想啊 井底下本来就阴寒 现在身边的矿石上都已经结上了一层白霜 看着老赵这没完没了 这副经理终于忍不住了 颤抖着声音对着老赵说道 哎 这赵总啊 这个看的差不多了 那个咱们是不是先上去 什么 这才哪到哪啊 人家赵总正说到兴头上完全没有发现周围几乎的变化 瞪了一眼这副经理 然后这位接着说道 刚才在上头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 这次我要带着你们把这底下边边角角都逛边了 堵上这些白眼狼的嘴 奶奶 整个东北大厅大厅去 啊谁给的钱比我们啊老赵家高哪家安全设施比这好啊 这家伙天天猪肉炖粉条子啊把你们撑上我了吧 满嘴胡说上去之后啊改个章程打交写 按照矿量给公司 这几天一块矿市没见着 工资先把这几天的钱给我扣出来以后看见矿量咱们再说 老赵一边手务阻导着比划着一边带着这些人继续的往前走 走到一处拐弯这地儿呢老赵忽然打了一哆嗦 然后看着身边的姐说道 你们等一下啊 方便方便去 大姑父 等我一下 我也去 这年轻人 拍着笑脸 跟在老郑的身后 姑妈这是憋得狗呛 年轻人过去之后 忘了暂时关闭手上的地位机 两个人一拐弯呢 找了一个被人的地儿 没等解开裤腰带呢 老赵这儿忽然移了一声 随后指着对面这洞壁就说 哎 德华呀 你看这个像不像个人脸呢 年轻人顺着老赵手指这方向怎么一看 只见洞壁之上 几块矿石形成的形状 还真就跟人脸似的 年轻人正准备拍自己大姑父马屁 说您哪 这个五十来几的人了 啊 比我们这十把九的眼睛还好使 忽然见到老赵这眼睛睁得老大 嘴巴张开 合不拢似的 再顺着老赵这目光看过去 只见对面这洞壁之上浮现出密密麻麻 无数的人脸 这些人脸一张一合 这嘴里头就像是说什么事 年轻人哪见过这场面 吓得当场就尿了裤子 就在他要过去 想拉着已经被吓呆的老赵往回跑呢 只见对面洞壁之上走下来无数个人影 这些人影从这洞壁上出来之后 慢悠悠向着老赵跟年轻人走过来 老赵当时被吓得浑身僵硬 年轻人拽了几次都没这动 情急之下对着不远处这些就喊上了 出事了 快过来帮忙 听到年轻人的呼喊之后 这几个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的 急急忙忙跑过来 不过见到无数个走出来的人影之后 这几位是呆愣了片刻 然后马上掉转身形 一边喊的一边奔着出口这边跑过去了 见到人都跑光了 而这些人影却是越来越近 年轻人实在是没办法了 只能跟着这几位一起就跑出去了 等他们跑出来 见到刺眼的阳光之后 心里都总算是踏实了一点 此时才发现老赵还在井底下没出来 反应过来之后 几个人聚在一起开了一小会 趁着外头的人还不知道下面的情况 几个人呢 隐瞒了刚才看到的事 就说老板在井底下突发急症 现在人已经昏迷了 他们现在上来呢 是找人下去了把自家老板救上了 须以重力之后 真有这么几个不怕死的 到井底下把这人事不省的老赵扛出来 可怜的赵总昏迷了一天一夜 总算是醒了 可醒是醒了 开始胡言乱语上了 年轻人说完出事的过程 老赵嘴里的长相正好点完 孙胖的借口要开始做法驱邪 于是把这年轻人就赶出了房间 这时候老赵呢 又开始一口一个爷爷的叫着我 好在他被杨潇绑在床上 一时半会也不用担心 他会挣脱束缚 然后再扑过来 这时候孙胖子凑到杨潇的身边 对着他就说道 欧阳啊 有办法把老赵身体里的东西弄出来吗 不是我说 现在外头一大票人等着呢 要是我们赚了个大倍 老赵还是这样 我说今天这事可有点难看 今天这事嘛 多少有点麻烦 杨潇回头看了孙胖的一眼 然后继续说道 他身体里头的是精灵 不是幽灵 想要把这些精灵从他身体里头抽离出来 还是要再去出事地点 不过我呢 现在可以暂时的压制住他 让他恢复几个小时 应该是没问题的 听到可以暂时让老赵恢复过来 孙胖子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后又开始督促 那就别客气 开始吧 外头这些人还等着消息呢 再看杨潇滑破自己右手的食指 把这心血滴落在老赵的眉心处 就这么几滴血在他脑门上画了一个恶灵的图像 最后一笔就点在两只眼睛上 这一套动作完事之后 老赵恢复人惨叫了起来 然后在床上猛力的抽搐 抽搐幅度之大 就连整张床都跟着插了进来 门外的人听到老赵的惨叫 便有人不停敲门询问出了什么事 孙胖的应付两句没什么作用 门外这些人开始 怀疑说老赵是不是已经遭遇到了不测 随着老赵抽搐的越来越猛烈 叫声也越来越大 门外这人最后把大门撞开 十几个人一窝风冲进来 就在大门撞开的一瞬间 老赵额头上杨潇用鲜血化的恶灵忽然消失 随后的整个人瞬间安静下来 然后用着迷茫的眼神 看着冲进来这些人说 哎 我不是在请假吗 我什么时候上来的 此时的老赵已经不再是天南地北男男女女的声音 跟着众人一起冲进来 这中年女人一见着 眼泪当场就躺下来了 几步扑到老赵身边 一边哭一边说呀 你个死老头子 你吓死我们了 你要是再不醒 这一大家子可怎么办呢 哭了一阵子之后 女人这才想起来 我们还在这 当场就要开支票 顺便已经开始搬家 给我们这堂房子 不过支票递过来 孙德胜可没收 这胖子上下打量一番这些冲进来的人 然后不阴不扬的笑了一声 这才对着女人说道 我说我的原话是不是无关的人都不能进来 我说你们冲进来什么意思 刚才我们正给你们家老赵驱邪 身体里这邪气已经去的七七八八 现在好了 被你那么一搅和 剩下的邪气又回去了 而且还入了七窍 你说本来手拿把掐的事 结果让你们搅黄了 这钱你们留着 房子也不用挪 这些日子的好吃好喝啥的 老赵只要身子骨顶得住 想干嘛干嘛 反正也没几天了 是不是好好过呗 孙胖子说完之后 女人愣了一下 随后马上回身冲着身后的众人就骂上了 我就说孙局长处理完事 我们再进来啊 你们就是不听 现在好吧 把老赵坑了 你们说怎么办 今天老赵要是有什么三长两转 你们这口饭也甭吃了啊 都上大街 都上大街要翻去吧 女人骂街的时候 孙胖子就这么小咪咪的看着 女人骂完之后呢 这才一把鼻涕一把泪 对着孙胖子说道 孙局长啊 是他们不懂事 老赵这儿 老赵这儿 您得接着救啊 只要你们能把老赵彻底救回来 我们家这买卖呀 我给你一半都行 一听这次能得到老赵的一半家产 二叔这嘴巴呀 半天就没合着 随后不停在孙胖子身边转悠 一直磨叠这钱究竟怎么个分法 看他这样子 孙胖子要是不写一份自觉 二叔这一家就不算完 好在呢 他心里头对孙胖子打住 最后孙德胜一瞪眼睛对着二叔说 哎哎哎哎 塞脸是不是 没完没了了是不是 再磨叠啊 我把老赵身体里的东西 塞你身上 这话一说 我二叔总算是消停 孙胖子看着我二叔这背影叹了口气 然后转过头来对着女人 刚才这话题接着说 这事啊不是钱的事 现在这邪气已经入了欺窍 再想把这邪气驱出来 那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要把你们家老赵啊 带回到出事那地儿啊 然后呢 以邪至邪 不过这样我们也不敢保证这事 他一定能成啊 是吧 哎呦 有孙局长你们帮忙 这这事他肯定能成 女人终于看到了希望 对我们几个千恩万谢了一番 马上开始安排去事发现场的事情 趁着众人这安排着呢 孙胖子又凑到这个年轻的身边 开始打听事发现场的情况 事发现场是临时一个叫做神仙山的地方 相传千八百年之前 这是出过神仙 前几年还有当地一位居民拿出祖上的一幅迎仙图 在当地电视台一当健保兰姆汤中 请文物专家来鉴定过 专家给出的结论是 这幅迎仙图的确是八百年前的产物 可惜作画的并非是名家 虽说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但是不值得收藏 这个收藏迎仙图的居民为此还闹了一大红脸 要不是专家说这幅画 多少能值俩子 差点啊 就在电视台把这画直接就给撕本了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的民调局一文录后传 作者耳东水兽 播音小传说书 第三百九十二集 精灵血 听到迎仙图这三个字之后 孙胖的这小眼睛马上放出了光亮 随后他又找到这位中年女人 让他想办法把这幅图弄管 说不定这图里头就有救治老赵的线索 现在这女人也没主意了 孙胖的说什么就是什么 当下他马上安排人去了电视台 把收藏迎仙图这主的地址找出来 这边准备把老赵送到事发地点的同时 已经派出另外一拨人把这图赶紧给买回来 怎么把老赵折腾到事发地点 咱们不必细说 等我们到矿上之后 女人派出另外这拨人已经拿着一幅发黄的古画在这等着 这幅画呢被装表在玻璃镜框里头 画中描述着三位仙人站在山顶 接受众人跪拜的景象 在外人看来这幅图没什么特别之处 不过我们几个只是看了一眼就看出问题了 画中这些跪拜的凡人没什么特点 问题就出在这三位神仙的身上 三位神仙居中这位年纪不大 但是满头白发 旁边一个年纪大的头上没几根毛 最后一个呢是七八岁一个大胖娃娃 三个人虽然在画师的笔下慈眉善目 一派先锋到过的样子 但是随便把他们当初任何一个人拎出来 都不认为哪位是仙人 不过现在三个人聚在一起 活脱这就是无人敌 龟不龟以及人三 我说聚在老赵身体里这些个 怎么一口一个爷的叫我 感情把我认成老吴了 不过我跟无人敌是俩风格 只要有眼睛就不可能认错 哎也不知道我这个爷爷是怎么来的 孙胖的看到这幅古画之后 眉头就皱下来了 他看了看这古画 又看了看我跟二阳 嘴里到念念叨叨的说道 今天这事我吃亏呀 不行 吃亏这事我不能干 这时候众人已经做好了下矿井的准备 眼看着要进去的时候呢 孙胖子耍起大牌来 他找到中年女人 说有要紧的事马上要办 现在立即下山一趟 问他有什么要紧事 孙胖子就说下山去取一件大法器 现在都已经到了井口这了 眼看着要进去 不过女人实在不敢在这个档口得罪孙胖子 于是马上派车就送了孙胖子下山 孙胖子一走就是一个多小时 等他回来的时候呢 头上莫名其妙戴了一顶帽子 我们呢 我说你干什么去了 孙胖子就是笑 说下去之后就知道了 终于到了下矿井的时候 女人本来花大价钱 雇了几个不怕死的 要抬着老赵下去 不过这几个人呢 却被孙胖撵走了 现在老赵的身体虽然虚弱 但是下矿井一点问题也没有 要说这底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旦这几个人要是出事了 那不就太冤枉了 当下就我们几个带着老赵就下了矿井 拿着这小年轻德华画好的井下地图 开始向着老赵出事地点 我们几个就走过去了 要说自打老赵出事之后 这矿井啊就算是废了 一个多月也没人下来 原本里面就不多的照明灯 现在差不多都已经报废了 好在我们几个在寒暗之中也是能够照成事物 只可怜老赵这么大一老板 现在手里头拿着一大号手电筒 跟在我们几个人身后呢 哆哆嗦嗦是一步步向前走去 到了井底下之后 我实在忍不住好奇 我再次询问孙胖的刚才你干嘛去了 孙胖的这才呵呵一笑 然后把头顶上帽子一拿露出一头雪白的银发 刚才这图你们见着 当年老吴肯定是来过这儿